第二百五十二章 核爆 虫族女王说话依旧很直 没给袁静留半点面子 只听她在电话那头说道 你不合格 见面的时候我就测试过你 很奇怪 我感觉你体内蕴含的能量 比我们三个差了很多 如果不是你拥有制造海族的能力 我几乎怀疑你不是雷斯基进化者 王啸天死亡气息过于强烈 她的DNA无法帮助我诞生强大的后代 叶凡我不喜欢她 你没有资格 在心灵说到体内能量的时候 袁静已经是面色铁青了 她这次真被破防了 当场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袁静出现在一处沉默经过翻修后的水下宫殿 浑身覆盖赤色鳞片 被上升齐尔下游塞的 海族守卫们见到怒气冲冲的袁静 纷纷下跪口称海王 等她走过之后 眼神满是屈辱和仇恨地注视着她的背影 眼睁睁看着她去灵虐 侮辱海族真正的主人 决战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军营内的气氛也一天天沉重 战争还没开始 敌人的盘外招小手段层出不穷 昨天 梁氏潜伏的军部间谍 意图捉拿沈田 以此要挟沈林 被李斯木识破 当夜 挨家挨户搜查间谍 穷途末路的间谍刺杀沈林父母 在将军府外爆发一场血战 沈母受惊助进了医院 只有那塔莎知道晚上沈林接到消息时 暴怒的模样 忧心母亲情况她很想赶回梁氏去 最后却生生忍住了 今天上午 宾室又出现骚乱 大白天出现打砸抢事件 甚至煽动起暴民冲击军营 最后沈林紧急调派黄云龙过去 动乱才被镇压 但引发骚乱的人又重新潜伏下来 没能抓住 傍晚时分 不知道是谁抓了十几个进化丧尸 装进铁笼子里 投放到华联市闹市 进化丧尸冲入人群大肆杀戮感染 爆发了一场小型的丧尸之灾 距离较远 黄云龙短时间也赶不过去 白晨光带着他的超市空军团再次建功 解决了城市中游荡的丧尸 还华联是一个朗朗乾坤 除此之外 龙泉山金矿矿工逃跑事件频发 石将镇兵工厂被一伙掠夺者占据 一些小麻烦沈灵 根本就没心思去管 只要不闹大就当然不知道 如果不是在战争期间 西北三省风调雨顺 一片祥和 如今大战将起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 一派山羽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在西北尼曼 暗中搞鬼的人当然是军部 参谋杨志询问制定下一系列 引发西北内乱计划的参谋长牛达 我们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 决定西北走向还是要看王孝天和沈灵那场大战 牛达道 任务是将军安排的 将军身经百战 对人心的揣摩远胜于我 在战前搞些小动作影响不了大局 却能影响沈灵的情绪 让他心神俱疲不得安宁 一个头脑不清醒的指挥官 做出的决策也必然是不准确的 牛达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我就恶心你 恶心到你自己犯错 他们的确成功了沈灵的情绪越来越暴躁 时局动荡让全军上下心里都憋着一股火 给油箱上游 把刺刀擦亮 如同一匹匹嗜血的狼等着撕裂敌人 七日之期将至战前一日 全军上下开始发放紧急赶制的抗扶射服 张龙手捧着抗扶射服心思微动 兴奋起来难道将军是要 在朔方式惨败沈灵手中后 在王孝天心里已经认定 沈灵是个值得一战的敌人 也是他成为死灵大军之后 第一个让他觉得有趣的敌人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所向披靡的王孝天 为了让这场战争更有一事感 他约定七日之后决战 其实他在第六天 所有的死灵军队就抵达灵溪省丘霞市 距离朔方式只有不到三十里路程 但兮极致 说好七天就是七天 在上次就被扫荡一空 成为死城的秋霞市休息一晚 凌晨时分 星光伴着数以百万的亡灵军团 浩浩荡荡向朔方式行军 吃过一次亏的人 第二次就会机灵一点 王孝天麾下亡灵 虽多也是他慢慢积攒起来的 分批次行军 免得被沈灵一锅端了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都是亡灵 连年不绝不见尽头 散发出的湿臭味道 足以让任何生者窒息 朔方式已映入眼帘 城市外围城墙高耸 机枪碉堡和少戒炮 组成第一道森严防线 死亡骑士团 听我的命令 冲锋 王孝天一声呐喊 成千上万的死亡骑士 骑成骷髅战马 纵马奔腾 机枪碉堡喷射火蛇 死亡骑士相继落马 天空一半晴朗一半阴沉 绘制出一副热兵器 对抗冷兵器的七美画卷 然而最后取得胜利的 却是挥舞钢剑的死亡骑士 相当于三阶进化者的 死亡骑士团团长 时光明凌空跃起十丈 冰霜从宝剑上方喷出 顷刻间风冻住一片机枪碉堡 少戒炮发射的炮弹 进不了身就被纷纷斩爆 王孝天志得意满 他有嚣张的资本 这一次他把他的家底都拉来 要和沈林决一死战 死亡骑士纵横战场 王孝天身高百米的得意造物 二阶生化泰坦迈不向前 重拳砸碎了钢筋混凝土 胶筑的城墙 子弹炮弹打在生化泰坦身上 像是在挠痒痒 现代科技在生化泰坦面前 不值一提 第一道防线被瞬间攻破 却迟迟不见补防的军人 王孝天脸色阴沉 派遣千只魅魔入城查探 片刻后归来得到消息 朔方是空无一人 沈林他们已经逃走了 先是一愣 随即王孝天狂笑道 他怕了 嘴倒是很硬 说着跟我一决雌雄 没想到他竟然跑了 入城 先把朔方是夺回来 然后我们一座城市 一座城市地打下去 他喜欢当缩头乌龟是吧 那就眼睁睁看着我 把西北三省屠戮一空吧 哈哈哈哈 朔方是空无一人 沈林当了逃兵 之前分身死在 沈林手中的屈辱感 一下子消失不见 沈林认怂了 被他亡灵军团的规模给吓到 没胆子和他决一死战 一个懦夫 怎么配当他王孝天的敌人 王孝天释然了 红井军团去了哪里 沈林去了哪里 王孝天已经不关心了 他接下来只想吃下西北三省 将西北三省的所有生灵 转化成亡灵 继续扩充他的军团 不这儿逃 不可能 那小子不是骨头很硬吗 怎么可能做出 像个孬种一样跑掉 听到王孝天轻易攻占 朔方式的消息 贺奇瞪圆了眼睛 将军 昨夜 沈林和军队撤到了守望镇 守望镇 贺奇立刻翻开地图 寻找守望镇 仔细一看发现 守望镇就在朔方式不远处 放弃一余防守的朔方式不要 莫名其妙 跑到无险可守的附近小镇 沈林他在想什么 贺奇眉头紧皱 他完全搞不懂 沈林舍尽球员的意义何在 难道是朔方式没有价值战略性放弃 那也应该去守更重要的西川市 或者是宾市 为什么会 还在猜测沈林的用意 煞时间地动山羊 地震幅度应有7级 震源在朔方式 兜里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贺奇连忙查看 是前线暗探发来一条几秒钟的短视频 点开播放按钮 煞时间鹤奇脸色苍白无比 只见巨大的蘑菇云 在朔方式上空升起 爆炸的声响阵列耳膜 极具穿透性的辐射光携带着 高温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冲击波瞬间将大楼推平 视频末尾 冲击波将暗探吞没 手机模糊画面传达的信息 让参谋部内所有军官 感受到了那股扑面而来的绝望 牛达瘫坐在椅子上 声音都带着颤音 老天 我们到底在和什么样的敌人作对 他拥有核弹 参谋部内没有一人回答他 包括鹤奇 在座的哪一位不知道掌握核弹 意味着什么 只要拥有核弹 在弱小的国家 在国际上都有话语权 这就是核武器的威慑 现在鹤奇明白 为什么沈林要放弃朔方式了 引军入瓮 彻底消灭王孝天 沈林的手段只狠辣 鹤奇服了 时间回到一分钟前 来势汹汹的王孝天忽然眉头紧皱 举起手下令军队停下 他没心脏的厉害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冲破皮肤跳出来一样 哪怕上次被真空内爆弹炸成威力 他都没有这样的危机预感 这是会全军覆没的警兆啊 城里有埋伏 立刻撤退 当断则断 意识到危险的王孝天想要逃 但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一节车厢大小的大当量核弹 已超越音速破空而来 轰炸落点正在城市中央 这回不是小打小闹的微型核弹 而是核弹发射井里 发射出的大当量核弹 拥有将一座城市 移为平地能力的大当量核弹 呼 那一声巨大爆炸 直接让王孝天双耳失聪 蘑菇云就在他眼前缓缓升空 他身旁的幽魂宰相 瞬间就被辐射光刺穿 二十万密密麻麻 翱翔天空的女魅魔大军 浑身起火 化作一颗颗火球落在地上 他的死亡骑士团 速度最快 就在核爆中心点 已经给全完了 在核爆中心点 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活的 那足以将钢铁泯灭的巨大爆炸 以及爆炸瞬间 可直逼太阳表面的数万度高温之下 不管生灵还是亡灵都是绝地死地 而核爆周边地区的主要伤害 是辐射光合足以将人烤为焦炭的热闹 此刻 王孝天如被塞进了微波炉里 他整个人膨胀了一倍大小 呈现出人死后尸体 被微生物分解体内 充满腐败气体的巨人观景象 皮肤在不断起泡 溶解 体内无法想象的黑暗死亡气息 涌出在对抗外来能量和高温的侵袭 王孝天正在承受极端痛苦 但他还活着 他身边的其他人可就惨了 哪怕是高阶进化者 也挡不住融化血肉之躯的高温 他高中女神 亲自作弊帮助转化成吸血鬼新娘 也是他最爱的女人 在王孝天面前烹地一声 炸成漫天碎末 然后又瞬间起火烧成灰烬 直接来了一套爆炸火化一条龙服务 在更远的地方 光和热被层层消耗掉 无法传递的地区 爆炸掀起的推平一切的冲击波 成了伤害的主要来源 大楼瞬间推平 体表都刮开数米 王孝天和他的亡灵军团 就像是海啸中的一夜夜偏周 随波逐流被风暴推向远方 大部分都被泥石流所淹没 但也有小部分会幸存下来 继续忍受核辐射的折磨 第253章 足 三重伤害 每一重都足以致命 距离核爆中心点越近就越危险 守望镇搭建的建议军杖 沈林正在用小刀 一点点将朔方式从地图上刮掉 从今天起 朔方式不复存在 一枚核弹毁灭一座城市 这就是人类的终极武器 核武器 蘑菇云渐渐消散 城市废墟之上 漂浮着尘埃与核辐射威力 头戴防毒面具 穿着抗辐射服的战士们 避开依旧散发着 致命高温和死亡辐射的 核爆中心点 反包亡灵军团的后路 数百万亡灵涌入城市 如同天灾降临 可随着一枚核弹乍响 残存的亡灵不足十分之一 而且各个带伤 接下来 红井军团一路杀过去 就像是秋风扫夜 三五下就把他们收拾了 从核弹响起时 沈灵耳边的系统提示音就没听过 王孝天麾下的亡灵军团 最让沈灵喜欢他们的一点 就是他们算作丧尸单位 杀死之后是给英雄之政的 百万亡灵中拥有进化者实力的亡灵 不在少数 其中不乏媲美三阶进化者的 高阶亡灵首领 短短十几秒钟 沈灵英雄之政入仗超过三百张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着 每一张英雄之政 代表一名英雄级单位陨落 由此可见 王孝天的亡灵军团有多强 如果当面罗正面骨和他展开决战 沈灵的红井军团绝对会损失惨重 核爆过后 王孝天的实力被削弱90% 他的败局已经注定 王孝天做的最愚蠢的决定 就是七日之后与沈灵展开决战 他不知道沈灵的超级武器冷却时间就是七天 就算一发核弹 没对王孝天的部下造成更高杀伤 沈灵还有真空内爆弹 还有闪电风暴 王孝天又要重温一周之前的惨痛经历 穿着防辐射服的火箭飞行兵 完全占据空中 所有的飞行单位全部死于核爆之中 辐射尘中能见度极低 为了保证视野和更精确的射击 火箭飞行兵保持低空飞行 手中的黄蜂卡边枪弹无虚发 死亡骑士 穿着重甲手持巨剑的黑武士 也挡不住火箭飞行兵一缩子弹药 核爆的最边缘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 依旧有许多高手存在 残破不堪黑袍罩体的进化者乌妖 抬手射出一串冰枪 刺死了几名火箭飞行兵 半年苦修 天赋出众的杨永信 也成为三阶进化者 深如移动的闪电球 在战场上穿梭着 他迅速出现在乌妖面前 布满雷霆的手掌照脸一按 瞬间将他电得会灰飞烟灭 沈灵喜提一张英雄之证 磁暴步兵方阵不用穿抗辐射服 他们自身的装甲对辐射 就有足够的抵抗能力 手中的特斯拉电枪喷射出雷暴 亡灵骑士几秒钟骨骼 都被电得酥脆身躯溶解 另一片战场 魔狼芬里尔撒了欢地杀戮着亡灵 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生化泰坦 并没有死 强壮的身躯 让他被冲击波推飞数千米 紧紧受了一下擦伤 百米高的身体 重新站起来顶天立地 随意一脚就踩爆了一辆坦克 重拳出击砸飞了一名 身穿倒能黑钢甲的英雄级重装步兵后 和芬里尔搏斗在了一起 半年后的芬里尔体长十米已经成长为巨型怪物 只是在生化泰坦面前依旧显得体型娇小 体型不决定战斗能力 魔狼芬里尔几口就把生化泰坦的脚腕咬断 绿色的鲜血喷涌而出 搏斗巨狼的生化泰坦引起了张木之的注意 98k枪声清脆 只听到枪声却没看到子弹 十秒钟后 子弹从虚空中吸收到了 足够能量在生化泰坦脑门前突然出现 一枪打碎了他的颅骨湮灭他的灵魂 正在咆哮杀戮的生化泰坦目光迅速暗淡 宽阔的眉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弹孔 如此庞大的怪物竟然被一颗子弹打死了 看起来有些荒诞 强敌突然死亡 芬里尔愣了一瞬 随后立刻继续开始收割亡灵 战场上呈现出一面倒的杀戮 核爆之中灰头土脸的幸存亡灵 根本挡不住满腔怒火如狼似虎的红颈战士 一路碾压一路杀 很快 沈林也赶到战场 她收到消息 王孝天找到了 核弹就是朝着王孝天脸上扔的 王孝天反应及时 逃离出了核爆中心点 也在高伤害区域 靠着体内 强大的能量对抗高温才勉强活下来 随后被冲击波 推到了一片不知未知的废墟 虚弱还保持着清醒的王孝天 立刻呼叫高阶亡灵前来护卫 因为她知道核爆之后 沈林不会坐视她安然逃脱 核爆打了个先手 接下来沈林还有手段 王孝天心里是绝望的 谁能想到 沈林突然掏出一枚核弹 就像和一个撒尿活泥丸的朋友 约定谁先赚到一百万 结果转天知道了 朋友的父亲是首富一样离谱 大家本来都是一个层次的 结果 你动用了不适于这个层次的武器 王孝天疏得憋屈 她已经很努力地 在防备沈林的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了 入城都是分批次的 然后就被核弹炸了 防天防地防空气 就是没想到 沈林一言不合拿核弹炸她 自从遇到了该死的沈林 王孝天就处处挫败 仿佛她命里的克星 十几分钟后 护送王孝天离开的亡灵 被不断杀死 她的位置也随即暴露 空气中划过一道白浪 强大的念力 推动沈林破空而来 沈林只穿一身军装 念力场将辐射波隔绝在外 不算一周前 王孝天借用上官林身体 这次才是沈林和王孝天 第一次见面 你又赢了 行啊 真有你的 你连核弹都有 谁玩得过你啊 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 王孝天还在阴阳怪气 因为她死不了 是啊 我又赢了 我总是赢而你 总是输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沈林挑起眉毛 飞在半空中 军装一丝不苟 点尘不染 和她对话的 王孝天此刻 从尘埃里爬出来 遍体鳞伤 满身狼狈 王孝天不屑笑道 你嚣张什么 我输一百次 也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而你只要输一次 你就死定了 我记住 你了沈林 你动手吧 输了我人了 我输得起 不过你给我记好了 早晚有一天 我会杀回来 好好珍惜 你现在的日子吧 王孝天有恃无恐 只因为她有不死之身 她来到前线的 依然是分身 不是本体 而且就算 她本体死了 藏在其他地方的分身 依旧会复活 掌控死亡能量的 王孝天 拥有玩弄死亡的能力 他们都说 你杀不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想试试 沈林咪缝着眼睛 念力收束 压缩成一根钢针 穿透颅骨直 刺进王孝天的脑袋里 念力针不只是物理伤害 还有摧毁精神海 彻底消灭灵魂的能力 念力钢针 穿透王孝天的脑袋 她的灵魂也被沈林摧毁 沈林微微眯起眼睛 调用间谍卫星 看到了平阳市景象 海骨王座上 闭着眼睛的王孝天 再次醒来 这次收到的伤害 比上次还严重 她的灵魂 永远缺失了一部分 挖得吐出一口鲜血 王孝天愿读地望向西北方向 她和沈林的梁子结大了 我会把你挚爱的亲人 杀死在你面前 然后把你转化成为 最低贱的师仆 永生永世为我效力 可恶啊 仰天咆哮发泄 心中怨气的王孝天眉心 又开始跳动了 危机预警 我已经逃回老家了 怎么还会感知到危险 难道她察觉到了 我本尊的位置 又发生了一枚核弹 真你马是个杂种啊 王孝天满腔悲愤痛骂沈林 袭击平阳市的当然不是核弹 也不是任何一种超级武器 而是沈林自己 海谷王座前的空间一阵虚化 白尘光随同二十名超时空军团兵 一起把沈林送到了平阳市 王孝天看愣了 核弹虽然稀有 却也是在他理解范围之中的武器 而超时空军团兵 则是他完全理解不了的黑科技 失笑道 你竟然能追到这来 不会以为你杀死我的本尊 就能彻底杀掉我吧 这具身体是我的本体没错 但和其他身体没有任何不同 反而有酒精肝 肠胃炎等各种慢性病 我保留它也仅仅是因为它是我的本体 我对它最有感情罢了 现在看来 我果然不适合当一个怀旧的人 你想杀就杀吧 我建议你亲自动手 用钝刀子一点点把我的身体分割 这样过瘾一些 王孝天果然是个变态 他主动给沈林出谋划策 折磨他自己 你放心 我不杀你 沈林冷静说着 目光中甚至带着一点怜悯 杀了王孝天 就给他再次重生的机会 如果一直不杀他 把他囚禁控制住 他就永远没有兴奋作浪的本事 闻听沈林不想杀他 王孝天的脸色微微变化 突然狂笑 不愧是我的敌人 果然聪明 你猜出了我的弱点 没错 我可以一直在其他身体中复活 但当前身体没有死去 我的意识是不会转移的 你敏锐洞察到了我的弱点 不过你不杀我 你阻止不了我自杀 就算你把我全身上下 连牙齿都控制住 我也可以用死亡能量主动自毁 你这种方法没用的 也许吧 你有没有想过去别的地方发展 可能会有一片新天地 沈林耸了耸肩 不知可否道 你是在向我求饶吧 希望我放过你和你的西北 王孝天作证了 他从沈林的话里 听出了软弱的味道 不是 我想说 你想不想去另一个世界旅游 就像穿越一样 很好玩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王孝天眉心又开始跳动了 不祥的征兆在加剧 他终于感觉到了危险 调动死亡力量冲击他的大脑 他想自杀 就在沈林话音落下的时候 包括白晨光在内的所有超时空军团兵 朝着他举起了时空转移墙 死亡能量的速度再越来越慢 王孝天的感知也越来越慢 直到被彻底冻结 意识彻底陷入沉眠 昏昏暗暗的时空传送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孝天猛地睁开眼睛 就像无数故事的主角一样 他穿越了 眼前是破旧低矮的房屋 污水横流的街道 人们穿着补丁衣上一脸麻木 远处有一座巍峨的石头城堡 他来到了中世纪 沈林真的让我穿越了 到底是什么黑科技 不过无所谓了 我会在新世界中 制造出我的亡灵国度 中世界可没人能阻拦得了我 王孝天狂笑着 穿越未必是一件坏事 忽然 他看到那些即将被他杀死 转化活尸的平民们纷纷 面带前程跪在地上 王孝天抬头一看 天空中大放光芒 一位穿着银白色铠甲 拥有天使面容 天使身材 还有一对天使羽翼的真天使 降临到村庄 你他妈的在逗我 王孝天忍不住喷了脏话 被深渊力量污染的一介生物 在无主的神发之下忏悔吧 万千圣光从天使的羽翼上发射出来 每一道圣光都是一柄利剑 将王孝天洞穿 拥有制造分身 无限重生能力的王孝天 没办法穿越回旧世界重生 新世界他还没来得及 创造分身就被灭了 一代萧雄 死灵大军王孝天 足 第254章 举世皆经 随着王孝天的身影彻底消失 众人脚下的海谷王座 失去黑暗力量的加固轰然倒塌 藏在平阳室内 另外几具沈灵发现的王孝天 分身也在这一刻迅速溶解成黑色尘埃 看到这一幕 沈灵可以确定 王孝天确实是死了 也许他在其他的世界还活着 但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他已经死了 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确认王孝天死亡 原地闪过一道黑光 沈灵和超市空军团瞬间消失 从寂静变为喧嚣 又回到了枪炮声乍响的战场上 此时战斗也已到了尾声 王孝天一死 他制造出来的亡灵生物 都进入最后回光返照的阶段 身上残存的皮肉脱落 骨骼在慢慢腐朽 那些不符合造物规则的生化太坦 巨型缝合师 更是瞬间崩溃 战场不需要清理 朔方式已经被核弹彻底 从地图上抹除 骨头架子身上 也没什么战力品可收集 搞定了棘手的亡灵 部队迅速撤出朔方式 废弃都市又恢复到了空无一人的状态 只有苍凉的封在满目疮痍的朔方式飘荡着 当然 还有短时间无法消散的重污染放射性尘埃 煽风点火等着坐收余力的贺琪等人 此刻连行李都顾不上收拾 留下一座完整的军营 带着数万大兵开始逃亡 生怕跑慢了一部一颗核弹 在他们头顶爆炸 他们可不知道 沈林的核弹发射井是有CD的 一周只能发射一枚核弹 就算知道了 他们也不敢嚣张 一周一枚已经很恐怖了 在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之前 核弹存在的意义在于威慑 没发射出去的核弹 才是最吓人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它会炸向哪里 坐在迷彩吉普车里的贺琪 拿起卫星电话 五位数的号码 他手指哆哆嗦嗦 输入了好几次都没输对 牛达看不过去了 接过手机帮他拨通了 总司令纪英豪的号码 司令 快开启所有导弹拦截系统 贺琪紧迫道 他焦急的声音透过话筒 传遍了寂静无声的会议室 纪英豪严肃道 贺上将 你说话不要不着边际 我正在与众将军开会 那正好 你不用去一个个通知他们了 立刻命令掌管权限的人 开启导弹拦截系统 持责声辩 你到底想说什么 纪英豪拔高了声调 就算贺琪是灾变过后 朔国仅存的几位上将 质疑纪英豪 也不能容许他放肆下去了 核弹 沈林他有核弹 他发射核弹 消灭了王孝天 一时间 寂静无声的会议室 嘈杂喧闹起来 众将军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纪英豪也是吃了一斤电话 差点没掉下去 他急忙向贺琪求证 你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吗 胡乱开这种玩笑 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贺琪暴跳如雷 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有心情开玩笑 是战是合 必须得尽快商量出个对策来 能让位高权重 老谋深算的贺琪如此失态 看来消息不假 贺琪开着电话 重重拍了两下桌子 示意大家安静 神情严肃道 和坚省的是 大家先放一放 接下来 我们必须讨论 该如何对待掌握核武器的西北军区沈林少将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戴着金丝眼镜 文质彬彬保养有方 60岁还仿佛40岁中年人的北部战区上将 为赵辉弹弹道 我一开始就不赞同针对西北的一系列用兵计划 沈林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有能力也有魄力 而且心向军部 都是被某些居心不良的人 逼迫站到军区的对立面去了 东搞搞西搞搞的小丑 一顿上蹿下跳 结果怎么样 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 魏赵辉是刘震江的老长官 也是刘震江的靠山 两人自然是同一阵线 与贺琪不对付 本来魏赵辉和贺琪也没什么矛盾 一个是北部战区司令 一个是空军上将 本来两人的职权就不沾边 就在西北军区上面出现了较大分歧 贺琪帮亲部帮理 一心要给他干儿子七剑名出头 逼沈林退兵还要道歉 西北军区本就属于 北部战区司令部管辖 属于魏赵辉的潜在盟友 而且最早和沈林建立联系的 刘震江中将和新锐少将沈林 也有不错私交 魏赵辉肯定是帮沈林说话的 不过他和沈林的关系 显然没到贺琪与七剑名父子之情深后 没有豁出一切帮沈林说话和贺琪打擂台 最后也就导致贺琪占据优势 军部对西北军区的态度发生转变 现在事情又发生了大反转 拥有核武器的沈林 一下子成了军部不愿意招惹 也惹不起的狠角色 之前权力主张军部应该制裁 西北军区的贺琪 当然成了跳梁小丑 这时候就显得魏赵辉有先见之明了 加枪带棒损了贺琪一顿 电话另一头的贺琪瞪圆了眼睛 就想反唇相机 可想起相隔百里 依旧能清晰看到的蘑菇云贺琪又耸了 现在不是和魏赵辉斗嘴的时候 得赶紧商量出个对策出来 魏赵辉表达出他的态度 立刻有人附和 国防部少将李孟也起身敬礼 言辞有力道 我赞成魏上将的观点 说到底大家都是腾龙联邦军人 此时此刻 我们的敌人应该是穷凶极恶的丧尸 不宜内耗 李少将说的没错 我赞同李少将观点 复议 之前商讨针对西北军区进行军事制裁的时候 言辞都没现在统一过 所有人一致认定 不应该和沈林少将继续斗下去了 本来就不赞成与沈林为敌的 以为赵辉为代表的一派人此刻畅所欲言 贺琪一戏也都小声附和 开什么玩笑 他们可都在首都玄京城 万一导弹拦截 失败一枚核弹砸下来 大家都要一起完蛋 核武器就是话语权 谁敢和掌握和打击的势力叫板 决定议和 接下来就要讨论具体该如何实施 经过十分钟讨论 军部上下一致认定 将沈林军衔提升至中将 官方承认他西北王的称号 不只让他有识 还有名 同时也要推一个替罪羊出去 让他把一切都承担下来 最后替罪羊的人选定为七剑名 时隔半年 他又要写一份罪己状 亲自前往西北 那个伤心地向沈林阐明一切罪过都在他 他就是那个在背后搬弄是非 引起军部和西北军区争端的小人 接到军令的七剑名人都傻了 他连忙给干爹打电话 结果 贺琪只让他尽快动身前往西北 这件事就是大家一起商议决定的 贺琪也有份 七剑名只是干儿子不是亲儿子 要是强行保七剑名 军部就有可能遭到核弹打击 从上次天降冰雹事件就可以看出 沈林是个无所顾忌的魂人 贺琪也不敢读沈林会不会一怒之下投放核弹 做出决定的贺琪也很屈辱 这是在打他自己的脸 可没有办法 卫星根本无法查探到西北军区的任何情况 想找到核弹发射井的位置都不可能 费尽心力 安插的间谍更是被沈林全部拔出 强攻那是找死 搞小动作没用 连卫星都不好使 贺琪还能有什么办法 除了认怂没有其他路可走 代表军方态度的贺琪服软了 东海 骑着龙林精驰骋在碧波之上的海王元晋 显得精神不振 自从上次重走女黄星灵 向她提到了沈林 表面上装作无动于衷 暗地里已经派人去打听沈林的虚实 她打劫的航母舰队是有主人的 她的主人此刻正在与王孝天作战 虽然袁进觉得沈林不可能是王孝天的对手 但也要考虑到万一沈林获胜 或者说展现出不弱于王孝天的实力 那她就不好继续强留这支航母舰队 决定袁进态度的是沈林的实力 她的探子才刚刚抵达西北地区 就给她带来一个险些摧毁她三观的重要信息 王孝天惨败 百万亡灵军团遭遇核弹打击全军覆没 现代人谁不知道核武器的厉害 核战末日的电影都不知道拍了多少 相关题材的小说 游戏更是数不胜数 种种印象在人们心中达成共识 核弹是人类终极武器 毁灭一切 袁进不招惹 但也不怕王孝天 打不了给她逼急了 就来到海上发展 但她现在是真的怕了沈林 得罪王孝天可以逃 得罪沈林 她后面人生的每一秒都需要担心 核弹会不会在她的头顶爆炸 抢走沈林的物资如数奉还 不止如此 她得知西北的货币是黄金 带来了大量黄金和东海特产 万米深海下搜刮的夜明珠 亲自会见航母舰长 袁进表示 她不知道舰队属于西北军部 围困舰队实属无益 希望他们不要怪罪 得到袁进道歉的舰长 也没搞清楚情况 不但拿回了被抢走的物资 还得到大量赔款 尤其是袁进本人亲自道歉 更让她摸不着头脑 等她送走了袁进打电话 回家里汇报好消息的时候才知道 袁进急匆匆过来 赔礼道歉 是因为沈林用核弹消灭了 S级进化者之一的王孝天 同为S级进化者的袁进荒了 消息不算灵通的袁进都得知了情报 热衷收集各地强者信息的重组女 黄兴灵当然知道了掌握核武器的 沈林强势崛起 灭掉了声名狼藉的王孝天 窝在东北前新发育的叶凡 也从军部得知了情报 一时间 西北军区少将沈林掌握核武器的消息 传遍大江南北 各大势力的首脑都得知了这条消息 有核武器已经很可怕了 更可怕的是 掌握核武器的沈林还是个狠人 敢引军入瓮 在自己的地盘上引爆核弹 将朔方氏和王孝天 所有的死灵军团一网打尽 他的果断和冷酷让世人震惊 沈林只用了一天时间 一跃成为各大势力最忌惮的危险人物 第255章 《隐藏英雄》 决战之前 西北三省遍地烽火四面楚歌 仿佛全世界都在与沈林为敌 可当一枚核弹在西北大地炸响 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消失 受到蛊惑逃走的矿工又回来了 占据兵工厂的山贼弃场而逃 三天两头搞事的间谍也销声匿迹 西北三省安宁祥和 仿佛之前的几场动乱 根本就没发生过 外交方面 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战斗结束当晚 军部数字呼叫沈林 沈林终于应答 军部总司令 季英豪亲自与沈林对话 对西北军区的不公正待遇深表歉意 愿意派遣更多科学家 帮助沈林建造自己的科学院 军方主动低头 沈林也不抓着军部往死里咬 借颇下旅表示谅解 次日下午 航母舰队顺利返航 并带回大量黄金 说是袁进向沈林赔罪表示的诚意 这份诚意价值73万斤 的确很有诚意 反正沈林的舰队没有受损 此事便一笔勾销 远扬贸易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如今 舰队纵横海域 再也不用担心遇到问题 唯一的麻烦袁进 已经不敢再招惹沈林 交接完了财货 沈林终于可以安心返回粮食了 战机上 沈林细数此战收获 干掉王孝天沈林没有获得任何实际上的利益 隐性的好处得到许多 首先是扫平了沈林入主中原的障碍 就算王孝天不主动找上门来 随着沈林继续扩张地盘 早晚和王孝天必有一战 再者是沈林终于暴露了掌握和武器的信息 裂缝产生器 作为一阶超级武器 沈林现在想想真的太划算了 如今西北三省都被裂缝产生气制造的战争迷雾所笼罩 卫星或者天眼等任何手段都无法窥探西北三省的具体情报 不深入西北三省进行调查 根本别想获得任何信息 就算能进来调查 沈林的机密都隐藏得很好 尤其是核弹发射井的位置 藏在广袤沙漠之中根本没人找得到 另外一重好处就是 沈林获得了超过500张英雄之证 半年时间没有军事行动 附近也不存在能产生进化丧尸的大规模狮群 沈林英雄之证的数量一直没有上涨 这回妥了 覆灭亡灵军团得到的英雄之证 让沈林可以将英雄列表中 还剩下的两名英雄召唤出来 还能大规模犒赏有功之臣 让他们都能成为英雄级单位 回到梁氏之后休息了三日 在第四天 沈林召开表彰大会 电视台全程跟踪采访 已经成为进化者的得到 沈林亲自接见嘉奖 以及红景勋章 没有成为进化者的得到 沈林赐予英雄之证 成为英雄级单位 红景军团有多了上百名进化者 沈林还留下150张英雄之证没用 表彰大会结束 沈林坐在散场后台 建造出了英雄列表中 最后两名英雄级单位 价值50张英雄之证的心灵控制者 尤里以及造价100张英雄之证的 战争天使 坦雅 先建造的尤里迈着正步向沈林走来 光秃秃能反光的脑袋上 带着发射精神波动的头环 碧蓝色眼眸 眉心还闻着117革命的印记 嘴唇和下巴上的胡子 打理得一丝不苟 尤里在游戏史上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他的能力非常简单 但同样也很无解 就会一手精神控制无人能反制 只要被尤里控制就永远不会反叛 而且随着能力开发 还会进化成尤里X 尤里改 获得更强大的超能力 他一开口 先说了一段股苏联语 然后又用加声的联邦语为沈林翻译 代表苏维埃的意志 尤里向至高无上的指挥官阁下问好 那塔莎联邦语说得越来越熟练 沈林已经很久没听到那种 带着苏联枪的加声联邦语 欢迎加入军团 尤里 你的能力对军团会很有帮助 很高兴为指挥官阁下效劳 微微躬身 尤里让开道路 不阻拦另一位英雄登场 苏军内塔莎 盟军坦雅 蓄日帝国百合子是红颈中的三位女神 那塔莎陪伴沈林最久 属于盟军的女神坦雅终于来了 只有蓄日帝国的百合子 现在还不见踪迹 坦雅见过指挥官大人 坦雅一开口就能判断她的性格 就是那种冰山美人的类型 少说多做 很像一个战士 身材不用说 长期锻炼的女性身躯 保持诱人外形的同时还富有力量感 被这双腿加一下魂都要飞出来 和作为狙击手远距离攻击的那塔莎不同 坦雅是正面硬刚的女战士 超强力量 超强敏捷 超强体魄 还有超强的动态势力 她是一个没有弱点的战士 沈林很期待 坦雅在战场上的发挥 之前和那塔莎有过约定 沈林也没在坦雅身上 投注过多的目光 即便她曾是自己游戏中 最喜欢的女性角色 连红颈系统精灵都是K版坦雅 就可见坦雅在红颈中的地位 游戏归游戏 现实归现实 沈林和那塔莎的感情牢不可破 沈林当然不会背弃自己的誓言 命令坦雅和有理归队 沈林怅然若失地望着英雄见面 所有英雄都已经兑换 接下来她的英雄之政 就只能用来进化普通单位了 正想着 已经空无一物的英雄列表 又刷新出三个单位 沈林顿时振奋起来 就猜到系统肯定会搞隐藏角色 不达到一定目标不会解锁 原来解锁第二页英雄的前提条件 是解锁第一页所有英雄角色 沈林继续往下看 第二页英雄角色一共有三位 或者说三位也不太准确 其中只有一个世人 另外两个都是战争机器 唯一一个人类 就是沈林之前提到的三位女神最后一位 蓄日帝国 绰号欧米茄的百合子 欧米茄是一个希腊字母 一位万物的终结 百合子正是拥有终结一切力量的超能力者 在科技侧占据绝对上风 超凡力量不显的红颈世界 百合子就是能以人力 抗衡现代科技的顶级超能力者 百合子的能力和沈林一样 都是念力 相比于沈林来来回回 要么神罗天真 要么万象天隐 百合子才是把念力玩出花的女人 日常状态就是悬浮 念力无时无刻不再锻炼 透视 心灵感应 念力操控 念力爆发 念力泡 种种能力看得人眼花缭乱 主能力也是念力的沈林平常事物 过多牵绊了对念力的锻炼 沈林开发的招式并不多 空有一身强横念力 却只会用一些简单手段 实在是一种浪费 他继续以为念力上的老师来教教他 该怎么使用念力 百合子 就是你了 让我看看你的造架 看到了百合子的造架 沈林沉默了 但一个百合子需要的英雄之证 就比沈林第一页所有英雄加起来还要多 他一个人就需要三百张英雄之证 怪不得之前不开放 如果不是在王孝天数百万死灵军团上 狠狠赚了一笔 沈林一百张英雄之证 短时间都凑不起别说三百了 第一个百合子造架就如此高昂 沈林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英雄级单位 是红井三代蓄日帝国的终极战争兵器 绰号帝国之刃的将军柜子手 一体三面 有点像是三头六臂的哪吒 360度全方位作战无死角 造架500张英雄之证 而且光有英雄之证还不行 前置条件还需要上将军衔 看着那黄眼的数字 沈林突然一点也不急了 他连百合子都建造不起 还想将军柜子手有啥用 继续往下看吧 自由至尊 这好像不是红井中的造物啊 倒像是其他游戏移植进来的吗 沈林摸着下巴 看着造架1000张英雄之证 而且需要司令军衔 才能建造的自由至尊陷入沉思 自由至尊拥有的科技含量和战斗力 超过红井究极机甲 将军柜子手 但自由至尊绝对不是红井造物沈林 可以确定 而是玩家自己改装的MOD模组 何为MOD MOD是一种补定 通常是玩家私人制造的游戏模改版 对自己喜欢的游戏进行同人二次创作 自由至尊就属于MOD产物 已经不仅仅是黑科技三个字就能解释得通 它蕴含的科技含量超过当前时代几百年 双眼可以发射出毁灭一切的死光炮 随意丢出的一颗手雷 都是大威力核弹的自由至尊一旦出现 只在理论上存在的五阶纠集体丧尸 都是渣渣呀 自由至尊的出现给了沈林太多惊喜 随着它军衔不断提升 兵种不断解锁 未来甚至可能出现MOD里征战 可以外星球的飞船和超级机甲 当然那些东西暂时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光是解锁所有红警原生单位都需要沈林耗尽力气 一个将军柜子手沈林现在都还看不到边角料 任重而道远呢 在军营食堂里对付了一口 沈林回到家 脱掉西装换上一身便服 回家前沈林去东郊基地的医院看望了母亲 母亲恢复得很好 她只是被吓到了 还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将士能突破十万人 军衔进阶上将 那塔莎回来了 她将狙击枪挂在枪架上 步履轻盈走向沈林 靠近沈林她忽然加快了脚步 趴在沈林胸前嗅着味道 你身上怎么有那个女人的味道 哗 鼠狗的 鼻子够灵啊 今天我建造了尤里和谭雅 都是很强力的英雄级单位 手上又多了两张王牌 沈林赞叹道 他们算王牌 那我算什么 那塔莎坐在沈林怀里 手指挑逗着沈林的下巴 你是最强的王牌 笨蛋 人家想听的可不是这个 那塔莎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对沈林的回答很满意 但她最想听的 不是沈林对她实力的夸奖 而是对她这个人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了 还是用行动来表示吧 沈林黑黑笑着 一翻身 把那塔莎推倒在沙发上 距离核弹爆炸已经过去了十天 核弹发射井的冷却CD早就好了 核弹随时可以再次发射 沈林不是一言不合 就往人头顶丢核弹的暴军 核弹发射井发威 一次让所有人都知道 沈林拥有核武器 使西北军区对其他人拥有核威慑就足够了 干杯 梁氏一间生意兴隆的烤肉店包间 颜坤 黄浩然 黄云龙 杨永信 丁宁双五人聚在一起 庆祝颜坤晋升三阶进化者 在杨永信声名确起的时候 坊间盛传四大天王的说法 说的就是沈林麾下拥有四个顶尖超能力系进化者 随着黄云龙率先晋升三阶一支独秀 四大天王的说法也很少有人提起了 因为黄云龙的光芒太强 掩盖了其他人 在红警军团中论实力 黄云龙仅次于沈林 论速度只输白晨光 各地区出现丧失灾难 又或者遇到什么麻烦 大部分时间都是黄云龙出马解决的 他在民间声望很高 不知不觉和其他几位已经拉开差距了 不过随着丁宁双迅速崛起 加上杨永信不甘落后 紧随其后成为三阶进化者 四大天王之中 军衔最高 也最受沈林信任 成熟稳重的颜坤也晋升三阶 四大天王的名号注定要响彻西北了 至于为什么不是五大天王 四大天王有五个人 那不是常识吗 人风喜事精神爽 一杯冰镇啤酒 冲刷掉烤肉的油腻 颜坤舒服地打了个格 骨头都轻了三两 杨永信突然问道 你有没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将军 我们五个离你可是最慢的 别这么说 老颜天赋不差 只是他管理的部队最多 浪费了很多修行时间 黄浩然说了一句公道话 颜坤笑了摆了摆手 并不介意 杨永信 黄云龙两个家伙情商 垫底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他说道 将军早上就知道了 早上打电话恭喜我 最近几天 将军又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黄云龙道 四海生平国泰民安 想必将军也觉得无聊吧 杨永信感慨着 说道 要不是还要训练士兵 我有时候也想离开西北区 外面转转 还是白晨光那小子自由 想去哪就去哪 说走就走说回来 瞬间也能回来 让人羡慕啊 你羡慕他 他还羡慕你呢 他的超时空军团 到现在才只有五十人 哪比得上你 麾下词报不兵过千 听说一周之前 多兰国玉金香市丧尸围城 多兰国政府派人 向西北军区求援 将军特意点了你的名 你带着词报不兵 军团人工模拟出了闪电风暴 一战消灭二十万丧尸 走的时候 玉金香市居民出城十里送别 黄云龙似笑非笑 当不得风暴天王的夸赞 您老人家 一人一刀十二小时 辗转六十 设服灵溪省 超过二十家中型势力的威风 谁人不服 两人互相吹捧 说着说着 气氛就变得有些僵硬 杨永信 发似间电光闪烁 黄云龙手握住了刀柄 流动之风在手腕环绕 喝酒 沉默不语的丁宁霜 突然来到两人之间 掌心释放出超低温 将端来的两杯啤酒 冻得满是冰茶 放在二人面前 双雾弥漫寒气四溢 丁宁霜举重若青 小漏了一手 前辈总要面临后辈的挑战 当初黄云龙挑战颜坤 现在黄云龙成了被挑战者 丁宁霜实力提升的飞快 他的冰冻军团 也很受长官器重 算了算了 大家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 你们要是打起来 损坏了人家烤肉店里的东西 你说任老板 是管你们要赔偿好还是好 黄浩然说话是有分量的 每阵必先登 战场上只要有人遇到危险 立刻就会有一层岩石铠甲 覆盖身体提供防御 不知道拯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 在基层战士们心中他的声望 比黄云龙他们高许多 红警军团内部并不是一团和气 有争执有争吵 甚至还有拳脚相见 王滕和李斯牧至今没有和解 老死不相往来 但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解放全世界 将丧失病毒从家园驱逐 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共识 领导军团的人只能是沈林 圣旨还有阳凤阴维 沈林的军令比圣旨还大 有时候 女人之间的争斗比男人要残酷 尘土飞扬的靶场上 上身穿着弹力背心 下身是宽松迷彩长裤的弹亚 正在和一身紧身提议的那塔沙基站 自从弹亚出现在红警军团之中 那塔沙和谭亚的交手就成了每天一次的固定项目 两人一个是盟军英雄 一个是苏军王牌女狙击手 战场上不知道遭遇了多少次 无数次交手也让二人成为天然对立的死敌 如今两人都为沈林效力 以沈林的利益为优先 他们即便讨厌 仇视对方也不会试图杀死对方 因为那会让沈林的利益受损 不过狠狠毒打对方是可以的 那塔沙抱着这样的心思 每天都来找谭亚交手 前几天那塔沙稳胜不败 百招之内必胜谭亚 她毕竟早谭亚一年时间出现 等级经验都领先谭亚 可一周之后情况就有反转了 谭亚能和那塔沙打得有来有回 体力不见底 根本分不出胜负 而今天将是两人对局出现逆转的一天 今天谁会赢 长期在私人靶场训练枪法 体能的沈田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那塔沙和谭亚之间的争斗 沈田早就发现了那塔沙和哥哥沈林之间的关系 心里当然向着那塔沙 不知道 不关心 张颖低垂着头 对自己的身材越发没自信了 又出现有一个胸比她大 身手也比她厉害许多的金发妞 我赌一包辣条那塔沙赢 她都赢了一周了 林诗宇往嘴里塞着薯条 含糊不清道 林诗宇大概是基地里少数对沈林不感兴趣的女人了 自从被前男友背叛受到伤害之后 她就暂时没有谭恋爱的想法 整天和小姐妹们混在一起 身材管理也有些走样 她不是对沈林没兴趣 好像对所有男人都失去了兴趣 那塔沙和谭亚的打斗一点都不好看 招招强势很辣 都是奔着彻底废掉对面去的 拳脚碰撞就好像两根铁柱碰撞在一起 沉烟四起 飞沙走石 险恶无比 一时半会分不出胜负 兴致勃勃的沈田也觉得有些无趣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张颖冷笑 还能为什么 为了男人呗 张颖杀死了话题 为了哪个男人还用说吗 又过了百招 两人终于奋出了胜负 坦雅勾拳撞开那塔沙按轴 顺势反擒那塔沙双臂将他一举拿下 你输了那塔沙 就像以前那样 你总是输 坦雅贴在那塔沙耳边说道 那塔沙还想挣扎 无奈手臂被锁死动弹不得 今天只是开始 以后打多少你输多少次 一次都赢不了 坦雅宣泄出了连日被那塔沙击败心中的怨气 一开始输在进化者等级压制 作为一百张英雄之症兑换的最顶级英雄 坦雅的进步速度超乎想象的快 全能体制让坦雅在进战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擅长狙击的那塔沙和他进身战肯定会输得很难看 哼 那又能怎么样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赢了 我赢你太多了 那塔沙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嘲讽地看着坦雅 坦雅大概猜到了那塔沙说的是什么 说了一句不要脸的疯女人将那塔沙放开 一脸肃容 我会为了将军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而你只不过是床地间的玩物罢了 照顾将军的私生活 让他有更饱满的精力 应对未知的明天 同样也是为伟大事业而奋斗 没想到会从你那塔沙的嘴里听到这番话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低贱的军纪说的 你没资格这么说我 等你什么立下的功劳超过我的时候再来废话吧 顺便练好你的联邦语 你的联邦语带咖喱味 听着就让人恶心 现在放开我 我要去为伟大事业做贡献了 你连在一旁看的份都没有 推开坦雅 那塔沙昂首挺胸地走了 输了这一次 那塔沙短时间内不会来找坦雅了 那塔沙又不傻 知道岂能欺负欺负坦雅 还没成长起来这段时间 一旦坦雅成长起来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一个狙击手在近身站输给战士 也属于情理之中 赢了坦雅一周多 那塔沙已经爽到了 说是做贡献 其实那塔沙根本不知道沈林在哪 好几天没看到他了 临溪省 秋霞市 国宾酒店最高一层的会客室 大圆桌两端 稍微近视的都看不清对面那人的长相 临溪省大小势力的首领全部赶到 忐忑不安等待着沈林如何安排 我给出一个提议 大家可以听一听 临溪省内所有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 都需要建造一座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由我处人出资建立 建成之后欢迎任何人入住 但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居民证 失去居民证 则需要经过补办才能进入军事基地 一切详细的规定和法律散会之后 各位可以去士兵处领取手册 非常简单 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坐在主位的沈林侃侃而谈 今天他把灵溪省的各大势力首领 全部叫过来 就是为了商议灵溪省的分配问题 几日前沈林曾派遣黄云龙 给在座首领发放邀请函 先打再发函 不来者黄云龙将再次去拜访他们 下次去可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灵溪省大小势力都被黄云龙打了一遍 自然没人赶不来 人已经悉数到场 现在是他妈的末世 还有个屁的法律 讲个毛的规矩 谁拳头大谁就有理 沈林一开口就要把灵溪省一头吞下 肯定会引起灵溪省各大势力的不满 说话的人十七八岁 染着红发桀骜不逊 我非常同意诸位小兄弟的话 谁拳头大谁就有理 沈林微笑着 攥起拳头 之前大放厥词的红发 脑袋砰得一声像是压扁的西瓜一样 炸开 第257章 复仇意志 沈林豁然起身 举起拳头 诸位老大立刻精神一震 坐姿都端正起来 试问在座各位 有谁的拳头比我大 没有没有 将军您拳头最大 就坐在沈林身边的沿江市 起活军首领杨正道恭维道 是是是 您说一我们不敢说二 别理那个小兔崽子 他懂什么呀 沈林点点头 很好 我是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谁拳头大谁有理 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制定规矩 你们要是比我强就轮不到 我站在这里指手画脚 知道我为什么把议事的地点 选在秋霞市吗 都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沈林一挥手 窗帘硬声拉开 空荡荡的街道上 不见一个活人 连丧尸都没有 秋霞市已成死成 王孝天进军的路线 经过秋霞市 在他来之前 秋霞市有15万人口 在他来了之后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如果不是我杀了王孝天 灭了亡灵军团 现在你们的海骨早已堆砌在平阳市的白骨王座 秋霞市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跟你们明说了 你们只有一个选择 归顺 臣服 谁敢说出一个不字 下场和那个小子一样 说到最后 沈林已经是在咆哮 厅中除了沈林的咆哮 再无其他杂音 雄鹰一样锐利的眼睛 在每一个人脸上扫过 无人敢与沈林对视 随后 沈林拿出一纸文书 各位首领挨个在上面签名按手印 没人关注文书上的内容 就现在这个情况 什么拿出卖身器 他们也得签 将军今天好暴躁啊 门外卫兵窃窃私语道 不严厉不行啊 临溪省就没出一个统一的势力 大大小小的势力 数十家 全是些琐碎事 就像刚才那个乱搭枪的红毛小子 就是当地一座高中的小混子 以为自己是进化者 就可以无法无天 典型没经历过强权的毒打 将军讲话他还敢插嘴 活得不耐烦了 警卫连的战士撇撇嘴 说道 说的是 对付这群小地痞 就不能用怀柔手段 大棒夹胡萝卜 听话的留着不听话的灭掉 卫兵还在闲聊 会议已经结束了 两人赶紧站出挺拔军资目不协事 一众窃窃私语的首领们从厅中走出 离开国宾酒店 各自搭乘交通工具准备回家 却发现天空阴沉 磅礴的阴影将整个街区笼罩 抬头望去 众人瞠目结舌 只见巨大的钢铁飞艇翱翔于天 几十架战机在飞艇上起降 门口卫兵冷声道 诸位不必麻烦了 将军命令空军送各位回家 请登舰 直升机下来接人 只有亲自到基洛夫空艇上 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和庞大的空天堡垒相比 自身如同蚂蚁一样微不足道 那一架架超音速尖端战机 更是让获得几只 AK就能高兴得不像样子的土包子首领 羡慕得口水都要流出来 一个个像是刘姥姥进了大官员 看什么都兴起有趣 他们也知道 沈林是在展示军威 效果起到了 沈林拥有的军事力量 哪怕只展现出冰山一角 也令他们望尘莫及 接下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聪明的回到家 就开始研究 沈林颁布的新律法 不要踩到雷区 主动帮助沈林进行宣传 劝导民众要欢迎 西北军团军事基地驻扎 对沈林将军要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核武器对他们这些小势力首领 反而没什么威胁 他们也觉得自己这条命 根本就不值一发核弹 灵溪省就在一炷香的功夫内 被沈林轻易收服了 当然 其中不服的人不在少数 这就需要后续管理了 除了建造军事基地 沈林也没有打算 让谁来管理灵溪省 对灵溪省并不看重 西北三省才是沈林的基本盘 灵溪省不过是按时缴税的 提供产值的工具省 从秋霞市离开 沈林先去滨市将军府 见一位故人 七剑明 将军府是由七剑明的庄园改造的 改动的不多 因为沈林也不常住 只是把所有七剑明的痕迹都清除了 重回故地的感觉如何 七将军 再见到七剑明 他比半年前气色差了很多 也许是长途奔波消耗元气 沈林以为七剑明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 没想到他去投靠军部 最后又被军部当成替罪羊丢出来 实在是造化怒人 再见到沈林 七剑明的脸上只有苦笑 看到宾是在将军的治理下 比我那时候要好 我死也值了 将军 所有针对西北的军事部署 都是因为我向贺旗上将近谗言 与军部其他人无关 身为替罪羊 那就把替罪羊该干的本职工作干好 七剑明上来就直接认罪 沈林笑了笑 随意坐在椅子上 对七剑明说道 不要拘谨 随便聊聊天 我也没说要杀你不是 七剑明苦笑更浓 这里之前可是我家 我才是主人 时过境迁啊 将军 您打算怎么处置我 先给我透个底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你那确实有罪 给我添了许多麻烦 不过主谋不是你 所以我不打算杀你 和之前我放你走的理由一样 杀了你对我没好处 得知自己没有生命危险 七剑明果然放松下来 他除了一条命之外 已经一无所有了 只要沈林不要他命 他就没什么可怕的 我问你 你老实回答我 贺琪跟你是什么关系 沈林知道 一切时间的起因 都来自于这个贺琪 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 是同事也是邻居 我是他看着长大的 直到后来 我参军才很少见面 几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贺叔也参加了葬礼 现在我认他做了干爹 将军你得理解我 我一个外人在首都 人生地不熟的 空有一个将军名头 却无半点实权 要不能背靠大树 活下去都不容易 七剑民把自己处境 说得很惨沈林 只信三分 七剑民再不行 他也是进化者 不至于活不下去 他任贺琪做干爹 肯定也是存了 东山再起的心思 要么等贺琪归天 顺势接收他的部下 要么就等贺琪下西北 他重新走马上任 富贵了一辈子 让他甘于寂寞不太可能 行 那我再问你 王孝天是谁引过来的 他不会无缘无故 跑西北来灭我一城百姓 沈林说完 看七剑民不假思索 就要回答 又补充道 我不想杀你 但你要说实话 如果你执意 要把这件事 抗在身上 那我只能拿你的命 去祭奠朔方氏的 二十三万死难群众了 一定要有人 为朔方氏的毁灭 付出代价 一座城毁了 就毁了沈林不放在心上 可城里的 二十几万平民是无辜的 沈林战死城中的 数千将士的命 又该找谁去逃 沈林知道 这个人肯定不是 七剑民 因为七剑民没那个能力 八成是贺奇 他需要从七剑民口中 得到肯定答复 七剑民喘息粗重 他内心也在犹豫 猛的只是沈林双眼道 军部的意思 是让我抗下所有罪责 我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但我良心上过不去 我本该是 九元省的守护者 可我背弃了 朔方氏的百姓 我有罪 不否认 但是隐王笑天 入西北的人 是我干爹贺奇 七剑民的眼睛里 要喷出火来 贺奇让七剑民顶罪 已经不顾两家之前的情谊 既然如此 七剑民也不愿意替贺奇去死 七剑民了解沈林 她有仇必报 找到罪魁祸守绝 不予她善罢甘休 行 我知道了 沈林短暂沉默 起身要走 将军 那我呢 你要处置我 七剑民盲问 去朔方氏纪念碑前跪着吧 跪到你觉得你能赎罪为止 说吧 沈林离开宾市 军方的道歉很没有诚意 甚至不能称之为道歉 没有任何官方声明 承认军部为此次事件负责 把七剑民推出来当替罪羊 然后又将沈林军衔提升到中将 就能算赔礼道歉了吗 不够 远远不够 授勋仪式上 沈林板着脸 看不到半点开心的表情 搞得含娇荣也很尴尬 还以为沈林对她有意见 回去路上一直掐她的手臂 军部怎么跟你说的 有没有直接把你许配给我 沈林忽然问道 当然没有 军部才不会把我当货物 随便交易给别人呢 呵呵 那是没有合适的条件 怎么 不信 好 我马上就去寄司令通话 愿意上缴抗病毒血清的配方 代价就是让你嫁给我 你猜那群老东西会不会同意 沈林挑了挑眉吗 你 不许你那样做 寒娇荣极了 显然她知道 如果沈林开出这个价码军部 肯定会同意的 她爷爷估计第一个赞同 随便说说的 你以为我那么傻 沈林一句话 让韩娇荣更尴尬 原来自己的价值 还没有抗病毒血清的配方高 扭沈林胳膊的力度变大了 嗯 啊 这个力度刚刚好 再重一点 最近我感觉按摩师 越来越不给力了 按得没感觉 没办法体质太强了 你专攻一点的按摩手法非常棒 刚好能让我的手臂肌肉放松 沈林做出一脸享受的表情 三言两语把韩娇荣气跑了 沈林的情绪也迅速变得阴冷 军部是真拿我当小孩子哄了 以为给个堂我就能对他们感恩戴德 此仇不报 我有何面目去见纪念碑下 二十万累累失海 有些事不说不代表不存在 军方敷衍包庇的态度 引起了沈林强烈不满 难得平静一段时期 沈林不想主动宣战 有仇不报也不是沈林的性格 需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航母不便入港 便停留在原海等待交易结束 与宁海市的交易已经持续了两天 和静海市一样 宁海市的主人陈光彪 也需要筹集黄金 才能将这批货物全部吃下 今天正式交易完成的日期 合作愉快 很期待与贵方进行下一次交易 陈光彪笑容满面 两天时间他搜刮了七家金铺 轰开了两扇银行防盗门 在富豪别墅群搜刮了一圈 才凑足黄金进行交易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干脆利落 已经成为英雄级单位的海豹突击队 谢千重和陈光彪握手 约定了下次交易时间 乘坐摩托艇回到军舰上 老大 咱们发了 镶了两颗金门牙的吴帅 笑起来门牙闪闪发光 把新到手的军火分一分 吴帅 你去通知老刀坝子 封锁海域 陈光彪笑容依旧 笑容里带着三分邪气 是 接到命令的吴帅眼睛都在发光 今天真是他们的幸运日 不止可以获得大笔物资 还能劫掠几艘军舰 宁海市和静海市完全不同 静海市的颜红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不会无缘无故妄动刀兵 宁海市的主人陈光彪 却是不折不扣的海盗出身 病毒爆发的时候 他还飘在黑海 船上不是金汉的水手 就是残暴的海盗 只有少数几人变异 立刻就被其他人控制住沉了海 从新闻报道上看到丧尸病毒爆发 世界性灾难到来 陈光彪看到了重返陆地的机会 他先率领海盗攻陷了孤悬海外的 陈茅湾海军基地 抢劫两艘白龙驱逐舰和一艘海龙护卫舰 以及无数军装 九十五是自动步枪 海盗们立刻换装伪装成海军 在陈光彪的家乡宁海市登陆 宁海市是人口数千万的发达城市 丧尸灾难规模庞大 陈光彪和他的海盗 先混进了当时聚集了数万人口 由警察和警卫队控制的避难所 凭借海军身份取得信任 陈光彪逐渐将权力控制在手中 最后将避难所吞并 成为避难所的主宰者后 陈光彪的本性也暴露了 和他麾下穷凶极恶的海盗 夜夜做新郎 短短半年数万人口的聚集地 就被陈光彪祸害得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尚且存活着的要么已经完全麻木 要么就加入陈光彪成为施暴者 陈光彪势力膨胀 意味着宁海市居民的苦难开始 完成和沈林的这笔交易 陈光彪的军火和资源 已经有能力向周边地区用兵了 光是军火和物资 已经不足以满足陈光彪 和他麾下海盗的贪婪胃口 陈光彪没说 但每一个人都知道 交易完成的时候 就是这支圆道而来伤人的死期 换上填满子弹的心枪 把玩着火箭筒的海盗们笑声如狼 他们欢呼着 呐喊着 嗜血嚎叫着 正在把城乡的黄金 往船上搬的海军战士们 忽然看到海岸线上白浪滔滔 几十艘快艇 正在迅速朝着驱逐舰逼近 远处的海平面 浮现出白龙驱逐舰 他们被包围了 不要慌乱 准备炮击 谢谦重大吼道 沙翼在胸膛中翻涌 他是第一名海豹突击队 备受沈林看重 为立寸功就得到沈林赏字 优先晋升英雄级单位 而他回报了沈林什么 一场失败 丧尽海军士气的一场失败 被援近的海族军队围困海上动弹不得 如果不是陆军取得了胜利 沈林释放核弹 引起援近忌惮 他们现在还被困在海上 而如今第二次带队 又遭遇了交易方的背叛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真他妈的当老子 好欺负不成 谢谦重亲自上手帮助战士们 迅速把黄金搬到驱逐舰上 然后通知航母舰群迅速支援 等他做完了一切 站在甲板上一看 快艇已经将驱逐舰包围 陈光标咧着嘴大笑道 我突然觉得你们的货物 不值这么多黄金 让我上船看看 你们船上还有什么好东西 臭气熏天的大嘴 已经将他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 完全暴露了 谢谦重站在军舰前端喊道 没有人可以得罪了西北军全身而退 你会为你的愚蠢举动付出代价 是吗 兄弟们 给我轰 陈光标一声令下 快艇后座扛着火箭炮的海盗 纷纷起身 刚刚交易出去的火箭炮转头 就用在了自己身上 也是让人意想不到 几十发火箭弹在空中留下灰色烟痕 驱逐舰上隆隆的爆炸响起 站在甲板上的蟹千虫 在开炮前夕跳进了海里 视线透过波光临循的水面 正看到燃烧起来的驱逐舰 驱逐舰瞬间遭到重创 机炮反击也迅速打沉了几艘快艇 导弹火控系统 已经瞄准了正在驶来的白龙驱逐舰 白龙驱逐舰也是腾龙联邦正在服役的一流军舰 和红警系统中的驱逐舰相差不多 两艘军舰正面遇上 只能打个五五开 但关键是 操纵白龙驱逐舰的是一群海盗 他们根本没用过军舰这种高端货 一群文盲海盗 哪里操作得明白导弹火控系统 平时只靠抢劫渔船商船的海盗们 连军舰上导弹舱位置在哪都不知道 白龙驱逐舰被导弹锁定 一连串精确导弹打击 直接将白龙驱逐舰击沉 卧槽 兄弟们 开火 给我干沉了这艘军舰 陈光彪吃了一惊 他还想着能缴获这艘军舰 一开始没下狠手 现在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 正规海军操纵的驱逐舰 和他们操纵的驱逐舰 完全不是一回事 此时 谢千重突然从水面上窜出 一脚飞梯 直接将驾驶员踹进海里 他抢了一艘快艇 端起突击步枪就是一阵扫射 肩抗RPG火箭筒的海盗 优先得到了照顾 被谢千重迅速击杀数名 安置好了黄金 躲过第一重炮火 驱逐舰上的海军也终于出现了 步枪扫射 直接把骑着快艇的海盗们 压得抬不起头 不对劲 战况在几十秒钟之内 发生180度的大逆转 本以为是占尽优势 却不料被敌军迅速翻盘 他仿佛又回到了当海盗的时候 看到军舰立刻开足最大马力逃跑 见鬼了一样 陈光标驾驶快艇就往岸上逃 逃出好远才呼喊道 兄弟们 快撤 不是海军的对手啊 这时候 才想起来 喊不是让我们给你当靶子 海盗们心里已经骂开了 急忙掉头 废物 有种别跑 谢千虫内肯放过他们 单手驾驶快艇 另一只手还在开枪 快艇在波动不休的海面上 乘风破浪是很难瞄准目标的 但已经成为进化者的谢千虫 依旧能够稳住准星 陆续点名 击杀一个个快艇驾驶员 海龙护卫舰上的老刀把子人也傻了 他的任务是封锁海域 阻拦驱逐舰逃走 结果刚开战不久 自家白龙驱逐舰被干掉了一艘 更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他看到远海开来了一艘航空母舰 身边驱逐舰 护卫舰 大型军舰 鱼雷潜艇一应俱全 天哪 这是哪一国的海军大举入侵要展开一场国战吗 阅兵仪式上都很难看到这种大场面 老刀把子看傻了 直到护卫舰上雷达警灯亮起 他们已经被敌人的导弹锁定了 才急忙响起去控制室 升起白骑士一头响 驱逐舰的麻烦已经解决 航母上的一架架战机立刻起飞 无位级战舰 台风巡洋舰等主力战舰继续前行 直逼海岸线 你们看天上 一个海盗注意到了后方急速飞来的战机 他在喊之前战机还在后面 不用他喊 所有人都发现战机存在了 一个呼吸的时间战机急速飞过天穷 来到了他们前方 一连串导弹直接将码头淹没 还在码头整理货物的海盗们 当场阵亡在密集导弹攻击之中 驾驶快艇的陈光标脑子嗡的一声 耳边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搞不明白 为什么攻击一艘驱逐舰会引出这么多麻烦事 天上的几十架战机是什么鬼呀 你们早有这么多底牌都亮出来呀 我不就不动手了 这不是坑我吗 陈光标气得直欲吐血 本以为打劫的是买一送一的愚蠢商队 结果跳出来航母舰群 别的想法也没有 心里除了害怕就是后悔 后方军舰的汽笛声震耳欲聋 前面是战机不断轰炸城市制造死亡轰炸区 不远处谢千虫还在点名射杀海盗 身边的快艇越来越少 陈光标已经陷入绝境 轮到你了 所有快艇全部干掉 满脸杀气的谢千虫将步枪准星套在了陈光标身上 扣动扳机 子弹瞬间刺穿陈光标的身体 子弹嵌进了陈光标的脊柱内 瞬间失去行动能力被打瘫痪的陈光标 向侧面栽倒入水 死了几十人 鲜血引来了鲨鱼 作为进化者 陈光标身上流淌出的鲜血味道格外芬芳富裕 至少在鲨鱼的鼻子里闻到的是这样的 几头大白鲨争抢起了还没有死亡的陈光标 距离撕扯 直接将它撕成碎片 陈光标的死病没有让战争画上终点 他挑起了战争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主力战舰停靠在海岸不远 猙獰炮口已经暴露在空气之中 一枚枚大威力导弹发射 从高空俯视图上便可以看出 宁海市各处都在不断发生爆炸 残余的海盗们被炸得爆头鼠窜 天空上战机翱翔 停在海上的死神还在释放导弹 直到将所有导弹释放干净 宁海市遭遇比台风还恐怖的摧毁 战机飞回航母 战舰重新归队 发生在宁海市的事情沈林知道了 他犹豫了一下 放在核弹发射按钮上的手指缓缓一开 点开天气控制仪 残存的海盗本以为噩梦结束 天空却忽然变得阴沉起来 水桶粗细的雷电 煞时间成千上万道劈下来 炮击过后 持续一个小时的雷霆洗地 宁海市彻底成为过去 宁海市遭遇的恐怖灾难 随着幸存 少数幸存者离开宁海市 在周边地区传扬开来 西北军区在联邦南部 逐渐有了名声 就像谢千重说的 没有人可以得罪西北军 不付出代价 陈光标如是 贺其亦然 经过此次事件 宁海市上了沈林的黑名单 除了宁海市 还有其他沿海城市 有资格和沈林进行交易的对象很多 第259章 与海王交易 细小的雪花飘零入海 从海洋中来 又回归海洋 那深色的海水中隐藏着生命的秘密 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遗憾的是 今年沈林没能和家人一起赏雪 此刻 沈林跟随舰队飘荡在茫茫东海之上 宁海市生意失败 沈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和拥有万千海族 驰骋于大海中的王者 袁进展开全面交易 让他做出决定的原因也很简单 一直让海军干商队的活泰大财小用了 远洋贸易也是沈林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 于是沈林决定 不如他做供货方 袁进作为代理商 与其他的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来 沈林提供货源赚取大头 袁进也能从中捞到好处 双赢 袁进毕竟也是拥有王者称号的人 派一个手下来和他谈身份上就不对等 显得太过巨傲 不是商谈的态度 于是沈林决定亲自走一趟 升平第一次乘船 也是第一次见到大海一开始 沈林还是很兴奋的 飞行在无尽大海之上与鲸鱼同行 念力薄膜覆盖身体穿梭水下 一览美丽的海底景观 海洋的神秘让沈林流连忘返 可一次航行起步就是半个月不能靠岸 每天都睡在船舱里 面对的景色永远是千天一律的海水 渐渐沈林感觉到了枯燥 心想着只要商谈顺利交易完成 立刻就启用超时空传送勋章回家 可不跟舰队回去了 终于在雪花洒落的初冬 舰队抵达冷港 冷港是腾龙联邦三大港口 也是不动港 在寒冷的延东港口也不会结冰 海茂也是非常发达 听说袁靖就出生于一个水手家庭 从小在海上长大 欢迎西北军区沈司令立临 每天都能听到人们称赞你英明神武 是军人典范 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今天终于算是见到真人了 比沈林略挨几公分 筋肉球结显得比沈林壮硕 很多的袁靖大笑着上前与沈林握手 他一周前就知道沈林要来 提早做好准备 今天一早就在码头等着了 袁兄太客气了 你的名声一点不比我差 S级进化者鼎鼎大名的海王 谁人不知谁人不小啊 沈林表现得也很热情 心中一片平静 不过是商业互吹罢了 沈林要是没有核弹 袁靖也不会如此谦功 作为海王 袁靖依旧是正常人的样貌 眼睛是眼睛鼻子 是鼻子嘴是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场的人除了袁靖 其他人都没有正常人的长相 就比如手持两股钢叉 罗列两侧的枪鱼冰 身体覆盖着青色鱼鳞 鼻子也不知道是进化了 还是退化了就剩两个小孔 嘴角连接着鱼鳃 小臂和小腿都有鱼鳍 头顶则是笔直向上 长出一根金枪鱼一样的枪头 打起架来都不用带兵器 低头往前一戳 就能戳死一个人 除了枪鱼人之外 还有蛙人 不是对潜水特种部队的称呼 是真的蛙人 手掌脚掌都有谱 筋肉强健 跳跃能力极强 舌头也很强韧 还有手持数千斤巨型船锚 给沈林高阶进化者气息的章鱼人 双拳瞬间激发的速度超越音速 能一拳打穿一道墙的螳螂虾人 各种各样千奇百怪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叫做海族 就像是根曼生物室 融入了植物特性的诡异生物 海族也是融合了一部分 海洋生物基因的全新种族 估计和人类都有生殖隔离 这些海族呢有的相貌还过得去 有的呢真是丑到成为噩梦的素材 寒暄了一阵 沈林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奇形怪状的海族身上 袁进也在关注沈林身后的高手 远航的经历 很多红警军官也没有过 纷纷打着保护将军安全的旗号 厚着脸皮强行跟来 四大天王来了四个 黄云龙没来 他已经出海过一次了 而且家里也不能没人照看 黄浩然不动如山 站在原地就给人一种不可撼动山岳的感觉 颜坤前行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火脚印 半分钟才会熄灭 杨永信发丝间闪烁雷光 叮咛霜呼吸体内的冰霜 都会带出一些将码头湿润的空气 冻结成万千美丽的霜花 速速洒下 美不胜收 再配合他那张冷峻如冰 光滑如镜的脸 不去会所作压真的屈才了 客套话说完 深入交谈就要去酒桌上了 这也是腾龙联邦千百年得到传统 远近请客当然不能丢了面子 冷岗最好的酒店 国外请来的三星名厨 用的材料都是最新鲜的珍贵海鲜 帝王蟹蟹羹漱口 前菜就是体长15米的进化白旗沙肉排 末世可没有动物保护法 而且白旗沙也不算保护动物 众所周知 进化兽实力强大难以捕杀 进化兽有小概率体内都会产生一块食用 对进化者有益的瘦肉 将这块价值不菲的血肉核心 烤成的肉排端上餐桌证明了圆进的诚意 之前因为消息不灵通 和贵君产生了一些摩擦 虽然我已经送上裴礼心理 却常觉得过意不去 我先自罚三杯 高度白酒 圆进端起来连喝三杯 三杯酒下肚 圆进呼吸都带着浓浓酒味 圆兄有心了 此事我早已不放在心上 要不然我怎么会找你来谈生意呢 沈林等他喝完才说到 圆进想表达歉意 沈林就给他这个机会 也省得他心里不安 诚然 沈林不是大度的人 他很记仇 七剑明现在还在纪念碑前跪着呢 新年之前他要是赶走 隐藏在暗中的狙击手 就会把他一枪抱头 贺奇更是登上沈林死亡笔记必杀的人物 但圆进沈林对他没有那么大的仇恨 如果是沈林灭了王孝天之后 圆进还迟迟不肯放归航母舰队 那沈林除掉了王孝天 肯定马不停蹄 就要对他动手 但圆进够聪明 能屈能伸 立刻放归舰队和奉上大笔赔款 取悦了沈林 此事沈林也就不再追究了 毕竟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损伤 圆进最过分的举动 不过是劫持物资 武力逼迫 我来这里的目的 你应该也了解一些 利益分配上的事 我也不想多费口舌 什么三七 四六 五五没有必要 我只要一个数字 每个月初你们来西北取货 西北的货什么价位卖出去 能赚多少钱 都有你来定 我只想看到黄金 每次拿货得带上一吨黄金 或者等价的珍珠玉石都可以 沈林很痛快 都是大势力的首领 放眼联邦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那么点利益 争得面红耳赤 传出去就不体面 沈林给了个十成价 同不同意是圆进的事 沈林觉得他已经主动让利了 就按你的规矩来 沈林货物的价值 圆进最清楚 不然他也不会 劫持了沈林的商船 沈林痛快 圆进也痛快 一拍桌子 就把此事定下来 举起酒杯和沈林碰了下杯 交易达成 两人都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所以交易越简单越好 沈林只需要每个月 看到百万金入账 他就心满意足了 圆进赚多少钱 那是他的本事 沈林也不眼红 交易谈成接下来就好办了 一席酒宴宾主尽欢 圆进热情邀请沈林在冷港居住一段时间 让他进地主之意 沈林则表示家不可一日无主 明天就得回去 圆进明显松了口气 两只老虎各站一座山头 谁也不希望对方在自己的地盘上多待 圆进之前说的明显是客气话 他巴布的沈林赶紧谈完赶紧滚 以后都不要再来了 身在别人的地盘上 哪怕已经是四阶进化者 和圆进铜等级沈林也要保持小心 根本就没入圆进安排的庄园 回到母舰的船舱里休息去了 离开酒宴 圆进把头扎进冰桶里 迅速醒了酒 询问身材恶挪的锦礼女仆道 沈林去了哪里 女仆答道 她回到了军舰上 军舰上的情况我们无法得知 挺谨慎啊 圆进冷笑两声 靠在椅子上 女仆轻柔按摩她的肩膀 听圆进自言自语叙道着 这是圆进酒后的坏习惯 什么话都说 她只需要做一个倾听者 然后把听到的每一句话 都烂到肚子里 永远也不要提起 大家都是四阶进化者 我没感觉到她哪里比我强 心灵选她不选我 心灵那个剑婊子 察觉出我不是S级进化者了 希望她不要多嘴多舌 早晚我要把她也囚禁起来 让她成为我的生产工具 舰队 应该是我的 我才是海王 我是主宰大海的唯一真王 沈林她不配拥有这样的舰队 要不是她有核弹 妈的 凭什么 核弹也应该是我的 最汉的风话是没有逻辑的 想到什么说什么 这个时候 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里话 回到船舱里 沈林拒绝警卫兵照顾 将他们都赶到了门外 习惯性看了一眼虚拟雷达 沈林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房间里除了她还有一个人 绿色光标友善单位 肉眼看了一圈 无法观察 面力席卷整个房间 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显然不是隐身单位 但雷达不会骗人 沈林说道 出来吧 我发现你了 就在我左手边两米的衣柜处 别躲了 你现在又到门口了 不用怕 我不会伤害你 出来吧 短暂沉默 一个仿佛幽灵女孩一样 浑身透明的少女 渐渐浮现出来 她体内跳动的内脏 都清晰可见 现身的过程中 某些隐秘部位 也是无法隐藏的 沈林还是第一次 看到里面的景象 呆着了两秒 才一开目光 你不是袁静的人吧 沈林做出 肯定判断的原因是 不管袁静表现得多热情 她和她的全部手下 在雷达中显示的 都是黄色目标 而且是深黄色 证明袁静对沈林 依旧抱有强烈的敌意 至于受限于 实力相差悬殊 所以才不敢表现出来罢了 知道袁静有敌意就行了 沈林暂时没有 对袁静动手的打算 世上对沈林 有敌意的多了 哪怕在家乡粮食 都有很多 沈林也没有把他们 全都送上绞刑架 论计不论心 只要袁静没宣战 沈林和她的生意 就能做下去 第二百六十章 海王的秘密 身体彻底浮现出来之后 也就不再透明了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沈林看着她 倒也不会很拘谨 微笑问道 姑娘叫什么名字 深更半夜悄悄潜入 进我的房间 不会是想偷东西吧 我叫灯塔 少女不善言辞 沈林问出 半天她才回了一句 来意还没有说清 直说她叫灯塔 灯塔听上去 像是一个代号 不像人名 沈林打了个哈欠 说道 我有点困了 没时间跟你打雅弥 你要是再不说 你偷偷潜入我房间的来意 我就要把你赶出去了 灯塔少女 朝沈林走进几步 然后跪在了沈林面前 哀气道 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创造者 海族真正的主人 我没太听明白 坐下好好说 说这个沈林可就不困了 连忙把她扶起来 灯塔少女简短一句话里 爆出惊天大秘密 海族的主人不是原进 那又会是谁呢 沈林想知道后续 事情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那时候 原进只是个小有名气的进化者 海族的主人白晶晶 是个乐于助人 心地善良的进化者 她一开始以为 她的能力只是驱逐病毒 将海洋生物的基因片段 注入人体 可以治愈被丧失感染的人 被植入海洋生物基因的人 逐渐发现 自身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拥有海洋生物的特征 本就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能活着比什么都强 谁也不会在意自己外貌 会变得有些奇怪 可随着主人拯救的感染者 越来越多 逐渐有一些人继承了 非常强力的海洋生物能力 轻而易举成为了进化者 有心人发现 这一点后 刻意感染丧失病毒 请求主人治愈他们 善良的主人 没有想太多仪视同仁 最终 主人的特异之处 被袁晋发现 袁晋意识到 主人就是外界传说中的 拥有制造军团能力的 S级进化者 于是囚禁了主人的父母 强行逼迫主人 为他源源不断制造海族士兵 现在 主人就被关押在海底宫殿内 不但每天要辛勤工作 还要忍受袁晋的虐待 只有您能救他 听完了灯塔少女的故事 沈琳连连感叹 原来 袁晋也只不过是一个 使用阴险手段 窃取力量的小人 比王寿那家伙 还有所不如 王寿再怎么差劲 也是货真价实的 S级进化者 怪不得一直说 袁晋是双能力进化者 除了可以掌控水元素 无敌于大海 还可以源源不断制造海族 原来前者才是他真正的能力 制造海族是你的主人 白晶晶的本领 是的 所以 您一定要救出我的主人 灯塔少女 期待地望着沈琳 虽然你故事讲得很好 我听得也很满意 但我和你的主人 非亲非故 和你也没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救他 沈琳提出疑问 灯塔少女 却将沈琳的疑问 理解成了潜规则 她咬着下唇艰难 做出决定 只要你愿意救出我的主人 我随你怎么样 丫头 你可能是想偏了 我对你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 而且 我也不是靠要挟女孩子 得到她身体的那种烂人 首先 我和袁晋是生意伙伴 她每个月都会给我带来大量收益 我没理由背赐 我的生意伙伴 其次就是 我刚才跟你说的 我和你的主人 包括你在内 都没有交情 只凭你空口白牙 就像让我出兵和袁晋交恶 我又不是慈善家 更没有日行一善的规矩 沈琳把话讲清楚 可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袁晋不是好人 这我也知道 放眼神州大陆 现在又有几个好人 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也是个冷血屠夫 跟好人沾不上边 所以 我关心的 只有袁晋带给我的利益 他是什么人与我无关 如果我真的要对他动手 也肯定和你的主人没关系 而是他拖欠了我的钱款 话都说到这份上 灯塔少女该放弃了吧 我明白了 请将军救我们的主人 我愿意交出我自己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我说了 我对你没兴趣 请你立刻离开 沈琳指着门口 语气变得很不耐烦 将军 请听说我玩 知道我为什么叫灯塔吗 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因为主人为我注入的是 灯塔水母的基因片段 我患有先天疾病 现代的任何医疗手段 都无法保证活过18岁 幸运的是 在我生命的尽头 遇到了主人 他为我注入了 世界公认的永生生物 灯塔水母的基因 我痊愈了 也获得了永生的能力 当我的细胞衰老到 无法分裂的时候 就会重新开启新的轮回 我将重返青春 这是属于 灯塔水母的能力 让我可以战胜疾病 活下去的根源 只要你就出主人 你也可以获得永生的能力 灯塔少女阐述了 灯塔二字由来 沈林一时沉默 永生 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字眼呢 蓝星上那些有钱人 为了虚无缥缈 严授可能的保健品 都能打破头 永生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 谁能把持得住 如果灯塔少女 所言非虚 就出海族 真正的主人 白晶晶沈林 可以获得永生手段 而且白晶晶 如果真如她所说 那么善良 沈林还能顺势 收下她的忠诚 将一位成熟的 S级进化者 发展成熟下 对沈林也很有益处 思考良久 沈林做出决定 很遗憾 你没能说服我 你描绘的前景 很有诱惑力 但我无法肯定 你说的都是真的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也要和袁晋 经过一场厮杀 这会切断 我稳定的交易链 无论是永生 还是就出海族 主人白晶晶的收益 都太虚无缥缈了 相比于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沈林更喜欢真金白银 现在 袁晋是很好的合作对象 她可以给沈林 带来许多额外收入 帮助她的军团迅速扩张 真等到袁晋没用的时候 沈林也不介意泄墨杀驴 将袁晋所有的财富 全部收入囊中 沈林自己也说过 她不是什么好人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 连番被拒绝 灯塔少女有黑化倾向 在雷达中的颜色由绿转黄 沈林哈哈笑道 我劝你不要做傻事 保留有用之躯 等着什么时候 有冤大头出现 你再劝说 她营救你的主人 我明白了 多谢将军愿意听我说这么多 祝将军武蕴昌龙 灯塔少女身体重新虚化 像水母一样透明 消失在了沈林房间 沈林关注着她得到光点 她消失在了海里 拥有海洋生物片段的灯塔少女 当然不会淹死 代表她的光点 消失在了雷达侦测范围内 沈林也就不去管她了 困意涌来倒头就睡 睡眠质量高的人 是不会轻易做梦的 沈林便是如此 但今天她做梦了 梦中她在不断下潜 周围一片黑暗 深邃 咕嘟嘟有水声 忽然 下方的黑暗中传来一点光亮 沈林本能地朝着光亮处走去 那是一座沉入水底的漂亮宫殿 白玉柱上装点着夜明珠 正是夜明珠在为水下宫殿提供光亮 进入宫殿的涌到两侧 屹立着拥有一身赤色鳞片 斗鱼基因的海族守卫 他们就好像完全看不到沈林一样 守卫着宫殿 宫殿内传出呼唤沈林的声音 直至此时 沈林神志已经完全清醒 意识到此刻的梦境是人为编织的 到底是谁编织出了栩栩如真的梦境 沈林大概有了答案 无论梦里梦外 沈林都无所畏惧 大踏步穿过守卫森严的涌到 进入宫殿内 宫殿内都是古风装饰 一进门就是两颗白色大棒壳里面 养着水生植物 彩色的海草活地毯 让宫殿美轮美奂 宫殿中囚禁着一个女人 她上半身完全赤裸 双臂被铁链锁着 下半身则完全是人鱼形态 她是一条美人鱼 你就是灯塔口中的白晶晶吧 能搞出这么多花样来的 肯定是真正的S级进化者 海族的缔造者 白晶晶 将军为什么不答应灯塔的请求呢 我可以给你永生 我可以给你纵横七海的军队 我可以把自己都给你 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美人鱼渲染玉器 她拥有任何男人都会为之心动的柔诺声音 光听声音让人不喝酒都有点微醺 既然你知道我和白晶晶的交谈 那做出的选择你也应该一清二楚 我就不想和你多解释一遍了 也许在你心里把我当成一个凯子 但我告诉你 死在我手里的S级进化者已经有两个了 你们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没有任何意义 你搞出的手段在我看来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 沈林语气加重 念力请客形成风暴 把一切美好全部撕碎 呈现出梦境最真实的模样 漆黑的空间中存在着具象化的沈林 和一点白色灵光 那一点白色灵光就是白晶晶的精神碎片 我们一样可以合作 袁静给你的我都可以给你 我只会比袁静给的更多 只要你就我出去 白晶晶急了 她心里清楚只有沈林才能救她出去 她知道袁静是个无所顾忌的混账 沈林是唯一一个能让无所顾忌的混账心生恐惧的人 不好意思 没兴趣 沈林说吧 念力风暴将白色灵光碾碎 就在沈林航母下方两千米的深海处 被囚禁在长明宫殿中的白晶晶 发出一声惨叫 海族守卫揭露出担忧的表情 但谁也不敢进入宫殿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我 呜呜 宫殿里回荡着轻轻的哭泣声 航空母舰上 梦中还在不断变化表情的沈林 逐渐平静下来 进入常态的睡眠 一夜安睡 第二天清晨准时起来 沈林就准备离开冷港了 袁静亲自送别 挥手欢迎沈林下次再来 舰队消失在大海的尽头 昨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是在沈林心里留下了一个标记 他已经暗中派遣间谍潜伏在冷港 他必须要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灯塔少女所言真美 第二百六十一章 蜀国计划 利益是做出决定需要考量的重要一环 杀死袁静不符合沈林的利益 所以哪怕沈林很不喜欢袁静这个人 也没有答应美人于白晶晶的请求 不过毫无疑问 白晶晶被沈林记住了 当袁静提供的利益满足不了沈林的时候 沈林将会成为正义的伙伴 海王的解放者 干掉袁静 将白晶晶解救出来取而代之 回到粮食日子 一下子就平缓下来 没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冒险 其为壮丽的景色 西北如今当真可以称得上四海生平 国泰弥安 内无隐忧 遍地开花的军事基地 让心怀鬼胎的野心家 干坏事之前都要考虑再三 日夜巡逻的军队 更将潜在的犯罪行为 全部消灭在萌芽 不能说西北就坏人了 在军队没有遭遇强敌时 根本就没有内乱滋生的土壤 而外敌 呵呵 如今谁不知道沈林手握核弹 挥下兵强马撞 只有沈林招惹别人的份 还没人敢来摸老虎屁股 回到粮食的沈林所操心的 只有三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 当然是晋升上将 目前 他挥下总单位超过六万 还差四万 就可以晋升上将 只要年前没有大规模战争 导致士兵折损过多 年前肯定能晋升中将 第二件事就是开发西北 沈林不急着扩张 西北三省还没有打稳根基 目前只有云英省粮食 也就是沈林的老家 是被完全激活 产能恢复到灾变之前 甚至更高 很多城市工厂没有复工 学校没有开启 没有特殊活动 街道上都很少有人穿行 沈林将用一段时间 彻底开发这片热土 将西北经营成全联邦 最大的资源产出地 农场工厂也要遍地开花 第三件事沈林谋划已久 正在实施 那就是压迫多兰国 成为他的蜀国 论军事实力 多兰国再翻个倍 都不够沈林打的 一个星红妖术都处理不掉 还要沈林亲自出马 后续爆发丧尸围城事件 也是沈林提供援助 才将玉金香事解救出来 要是之论实力 多兰国投靠沈林不丢人 但多兰国毕竟是 灾变前的大国 大国国民的心气是有的 现在想收复多兰国为蜀国 自然是千难万难 不过沈林有耐心 丧尸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多兰国内丧尸数量超过十亿 其中五阶丧尸的身影 沈林都通过间谍卫星发现过 以多兰国的实力 早晚会被丧尸逼得喘不过气来 到时候 沈林再以救世主的形象登场 收编多兰国就水到渠成了 沈林先在多兰国民心中 埋下一个种子 总有开花发芽的时候 果然 在几天之后 韩娇荣垂头丧气地回到梁市 你走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热情欢送吧 沈林放下报纸 笑容恶劣 多兰国发生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下次再有这种任务 不要叫我去 收多兰国为蜀国 亏你想得出来 首相古斯塔夫身边的卫兵 听闻我的来意 直接就开枪了 还好那塔莎姐姐保护了我 把开枪的卫兵全部击毙 回忆起当时的惊魂一幕 韩娇荣心跳速度都加快许多 继续埋怨沈林 而且那多兰国为蜀国 跟首先谈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还要对所有多兰国民 广而告知 这不是诚心激怒他们吗 你都不知道 我们的战绩上 被丢的臭鸡蛋烂白菜 都够熬一大锅汤了 情理之中 要是有哪个狂徒 敢跑到咱们的土地上 说那联邦为蜀国 他也会被唾沫星子给淹死 沈林完全能够理解 多兰国民内心的抗拒和愤怒 不过有些事 他们决定不了 多兰国注定要成为 沈林的蜀国 不然就会被毁灭 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 我向你保证 下一次 你出使多兰国的时候 群众一定对你翘首一盼 欢呼雀怨 不会再让你当过街老鼠 沈林摸了摸 韩娇荣的头 送他离开 然后转头就去了 那塔莎的宿舍 到那塔莎家 沈林轻车熟路 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就像沈林 对那塔莎的身体构造一样清楚 麻烦你一路保护韩娇荣 听说现场都开枪了 古斯塔夫的人也太不守规矩了 需要好好管教 沈林摇头道 从他身上能看到 我刚参军时候的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 他就像曾经的我 哎哟 都会用诚意了 联邦语学得真不错 沈林从背后抱住了那塔莎 多日不见 沈林想他了 那塔莎香喷喷的身子 在沈林怀里扭了一下 说道 不要急嘛 有证实跟你说 什么证实啊 沈林眨眨眼 迷惑道 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我听到军部给韩娇荣打电话 好像是最后通牒 命令他向你索要 抗病毒血清的配方 那塔莎看沈林 大大咧咧的样子 就知道 这事韩娇荣 肯定没和他说 不然 他哪有心情作怪 果然 闻言 沈林便松开手 抹了两下脸 神色烦躁 一群黑了心的家伙 没完没了 想要配方 怎么不敢直接 给我打电话 欺负一个女人 算怎么回事 不行 我得找韩娇荣去 晚上再来找你 说吧 沈林风风火火离开了 到了韩娇荣家门口 沈林敲门的手 停在半空中 他听到屋里 传来了低声乌液 忍不住叹了口气 贴在门边说道 哎 难为你了 没想到你承受 军部那么大的压力 我知道我应该 对你好一点的 别哭了 沈林还在说着 门突然推开 韩娇荣穿着浴袍 不耐烦道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我在羞热水气 没听见 呃 没什么 我来是想问你 军部向你索要配方 你是怎么回复的 不知道 不清楚 我和沈林不熟 开口就是一套 熟练的否认三连 这件事完全没影响到 韩娇荣 韩娇荣还反过来 劝沈林呢 别把那些老帮菜 说的话当回事 他们也就只剩一张嘴了 只剩一张嘴 瞎臂臂 也够烦人的 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们沟通 韩娇荣挑了挑眉毛 将卫星电话 递给沈林 沈林查到 最近通话 直接拨过去 电话接通 另一头是个 威严的男性声音 我是战略指挥 部刘峰上校 韩娇荣上位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瞎了你的眼 说错了 聋了你的耳朵 你再听听老子是谁 沈林嚣张跋扈的语气 把刘峰吓住了 他谨慎问道 不知阁下事 我是沈林 帮你们长官叫过来 和联邦将军 大呼小叫 是谁教你的 沈林递给韩娇荣一个眼色 看我帮你出气 将军息怒 我不知道是您啊 刘峰联邦陪礼 语气不见之前的巨傲 懒得和你这种小角色 浪费口舌 最近就是你一直 在骚扰我的外交官是不是 对人家有意思 没有的是 我是 我是 真正目的当着沈林 他不敢说了 被沈林一顿训斥 快被骂傻了的刘峰 当场僵住 沈林甚至能想象出 他紧张的 双手捧着电话 满头大汗 好啊 你果然居心不良 敢打我女人的主意 你死定了 张龙 用卫星给我定位 这个王八蛋的位置 准备发射洲际导弹 将军饶命了 逼迫韩上尉 索要抗病毒 血清北方 是参谋部副部长 驻秋月将军的主意 我就是个地话的 与我无关了 刘峰声音里 已经带着哭腔 上校军衔 不能给他任何安全感 蛮横无礼的上校 刘峰被沈林几句话下哭 韩娇荣没忍住笑出了声 这么多天心理积蓄的压力 全部宣泄出去 说不出的痛快 行 算你老实 你告诉那个什么驻秋月 要是想要抗病毒血清 一公斤黄金 一支拿钱来换 有多少钱 我卖多少支 你们要是有能耐 你推出配方 那是你们的本事 我不过问 要是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 就空手套白狼 夺走西北研究院 辛辛苦苦苦研究 出的抗病毒血清配方 你最好确定首都的导弹 拦截系统 能拦得住我的核弹齐发 说完沈林就挂断电话 有核武器说话都硬气 就是明目张胆 拿核弹威慑 说什么都不好使 你敢偷配方 我就敢往你家丢核弹 沈林和刘峰谈话的内容 在一个小时之内 转到军部 每一位将军的书案的上 太嚣张了 大部分将军的第一反应 都是如此 觉得沈林嚣张 但转念一想 沈林敢嚣张 又何尝不是因为她底气十足 她掌握核武器呀 这不是吹的 已经证实了 惹毛了沈林 她真敢丢核弹 一点不开玩笑 从通话中品出一点味道 韩娇荣的韩明 来到司令部找到季英豪 说道 沈林那小子 没有一口咬死 不肯出售血清配方 只要我们支付合理的代价 我看他对我孙女很感兴趣 不如司令亲自赐婚 彩礼就定为抗病毒血清配方如何 季英豪摇了摇头 没想到韩明这么没品 拒绝到 传出去不好听 而且我觉得 沈中江不会屈从于女色 年前不是还有一次 各地首领齐聚的会议吗 到时候叫沈林也来 我们当面商量一下 血清配方的交易问题 远在粮食的韩娇荣 哪里知道 她差点就被亲爷爷卖了 不过此时她自己 就要把自己卖了 沈林为她出头的举动 触动了韩娇荣心中柔软的地方 回想起那一碗 雨醉酒沈林的荒唐 一夜瞬间点燃了她的激情 韩娇荣不是那种 明明已经动情 却偏要等男人主动的女人 她扯掉了浴袍 雪白的大兔子蹦蹦跳跳 当场沈林眼睛就直了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她咽了口口水 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上次的事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次我每一个细节 都会铭记在心的 沈林也不装什么正人君子 她早就对韩娇荣有好感 不然当初就不会挽留她 甘柴烈火坦然相见 奏响生命的大和谐 夜已渐身 那塔莎始终没等到沈林 她似乎猜到了什么 说话不算话的渣男 这个月都别想上老娘的床了 第262章 上将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窗外雪越下越大 室内却温暖如春 窗边的盆栽红锈球 在弥漫的生命气息中 蓬勃生长 韩娇荣太主动了 全城都由她主导 可惜体力还是差了一些 毕竟不是进化者吗 夜色已深 沉醉在温柔箱里的沈林 不想走了 怀抱着韩娇荣睡了一晚 凌晨六点准时 两人同时睁开眼睛 该死的生物中 沈林看着闭上眼睛装睡的 韩娇荣低声念着 俯下腰 在她白皙光滑的脸上 亲了一下 起床穿上衣服直奔兵营 等到沈林走了 韩娇荣 才开始舒服打扮 迎接新的一天 入东转眼已有一月 就在昨天 骑乘着虚惊的海族 抵达西川市 送来一吨黄金 同时取走货物 这已经是第二次 顺利交易了 可见 袁晋从交易中 获得的好处 不比沈林少 同时 沈林还在和静海市 颜红进行交易 不过颜红的货物销售渠道 就没有远近那么广 平均两个半月交易一次 一年也就交一个 四五次顶天了 一个月时间 西北当然没发生什么大事 一切改变都在 前一幕话中完成了 值得一提的好消息 就是在有战事九元省 一处废弃的空艇研究实验室 发现了一个补给箱 打开之后 获得一架基洛夫空艇 沈林一分钱 梅花得了一架 价值15万斤的基洛夫空艇 乐得沈林当场奖励 挖出宝藏的动员兵 晋升英雄级单位 第二架基洛夫空艇 就停在宾市上空 灵溪省是沈林御敌的 最外围屏障 投入也最少 就起到一个战略缓冲的效果 九元行省 才是沈林心中认可的边疆城市 需要囤住重兵防御 空中一架超大型空艇 飞来飞去看着 就让人有安全感 居民的幸福指数上涨十几个百分点 还有一件事就是军部发来消息 年前半个月会 再次邀请所有有资格 前往首都玄京城的地方 势力首领聚会 共同商讨联邦未来发展 说到邀请函 就等于得到了权力游戏的入场券 有机会成为制定规则的人 上次要不是沈林和军部决裂 早就去了 当然现在也不完 这一次去玄京城沈林 可不会默默无闻 他已经存了搞事的心思 让全联邦都记住他的名字 西川市的汇款 今天抵达梁市 沈林军装穿戴整齐 和麾下高阶军官 一同迎接沈林晋升上将 所需的最后一顿黄金 这一个月 沈林驰骋西北 所有三线以上城市的银行 都绝对找不出半颗黄金 每家银行都留下了沈林的足迹 靠着一个月的辛勤劳作 沈林现在扩军至九万 系统余额还有三十万 最后一百万黄金到账沈林 再扩军一万就军衔 终于要晋升上将了 再前进一步就是军衔的至高顶点 司令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七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十万 沈林眼睛眨也不眨 盯着系统界面单位总额 在达到十万的那一刻 耀眼的金光 形成一条金龙 在沈林身上盘旋升起 直通天际 全城的红颈战士 都在遥望着沈林所在的方向 举抢欢呼 庆贺沈林晋升上将 恭喜将军得偿所愿 众军官纷纷上前恭喜 张龙抖了个机灵 下次再庆祝 就不能叫将军了 要叫您司令大人 指挥官 长官 将军 只不过是个代号罢了 我还是我 你叫我小沈我也不介意 嘴上是这么说 眼神里却满是你试试 就试试的威胁之色 压迫张龙不敢调皮 先扯皮两句 沈林进入系统面板内 查看起晋升上将的奖励 经核查 指挥官大人控制的单位数额 已达到10万 满足军衔晋升条件 恭喜指挥官大人晋升上将 以解锁全新防御设施 巨炮 建造价格1万斤 杀伤半径20公里 每60秒发射一枚炮弹 威力等同400吨 天梯爆炸所释放过的能量 以解锁全新载具 爆裂无人机 超时空采矿车 恐怖机器人 V4火箭发射车 米格战机 海啸坦克 天狗战机 天狗机甲 直升机 VX打击者VX 以解锁全新兵种 空降兵 造价100 可投放至全球任何位置 以解锁四阶超级武器 内米虫巢 造价100W 复制中心 造价600W 上次进阶中将没有解锁 任何红颈系统 任何新功能 新载具 沈林就大概猜到 晋升上将的时候 一定会一波大奖励 现在看来 他猜得果然没错 东西太多 他需要一点点消化 首先 沈林看到的 肯定是四阶超级武器 没办法 明晃晃的七位数造价 就瞬间把沈林的目光吸引过去了 内米虫巢是红颈三代中 蓄日帝国的超级武器 其作用可以说是 强化版铁木装置 释放大量内米虫 组建起能量护盾 最大可以将整座城市 笼罩在内 隔绝一切打击 可以说建造了内米虫巢 粮食就永久免疫核弹 以及任何洲际导弹 内米虫巢可以完美阻拦 远程导弹的伤害 覆盖范围广 没有铁木装置的绝对无敌效果 只是相对无敌 基本上人类的 绝大部分战争兵器 都无法突破内米虫巢的防护 乍一看 内米虫巢比铁木装置屌多了 其实并非如此 铁木装置强在灵活性 既可以用来保护建筑 也可以套在坦克 战士身上 让他们开锁血挂 冲锋陷阵 就是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 远远比不上内米虫巢 两者各有利弊 光看绝对免疫 任何远程打击的效果 内米虫巢就是必须建立的 造价600万的复制中心 则是红色警戒二代中的特殊建筑 还不算超级武器 它的效果很无敌 当你建造一个动员兵的时候 复制中心也会走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动员兵 就等于你花了一份钱 得到两个大兵 这么无解的能力 红颈系统肯定不会把它当作建筑 允许沈林轻易建造 要不然沈林建她十个八个的复制中心 建一个动员兵出来十个 岂不美在 阿雅及时提示道 指挥官大人 复制中心除了拥有复制功能之外 还保留DNA存储功能 当存储DNA的目标阵亡之后 复制中心可以根据存储DNA 制造出该单位的克隆体 本项功能对非红颈单位同样有效 这么变态 沈林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了复制中心 就相当于获得永生不死的能力 就算浪死了 也可以通过复制中心重生 指挥官大人不要激动得太早 初级形态下的复制中心 只能储存一个人的DNA 需要升级复制中心 才能解锁更多DNA储存曹位 说到底还是需要课金啊 我明白了 沈林早就知道系统的尿性 只要花钱你就可以获得最好的体验 巨炮和空降兵没什么可说的 巨炮是红颈系列中非常经典的防御武器 体型庞大威力惊人 杀伤范围也很可观 但毕竟是防守武器 存在感并不是那么强烈 空降兵更是常见兵种 就等于是把动员兵可以空降到任何一个地点 新增的载具上面说到可就多了 先说米格战机 V4火箭发射车和超时空采矿车 其中米格战机可以当成是 入侵者战机的进阶版本 比黑鹰战机强一些强的也优先 不如阿波罗战机 从7000的造价就可见一般 算是填补了战机的种类 V4火箭发射车就是V3火箭发射车的强化版 从一次发射三枚火箭到四枚 同时各项属性比V3都有增强 造价提升2000 达到6000斤 超时空采矿车是武装采矿车的进阶版 相比于武装采矿车的笨拙 超时空采矿车具有无与伦比的速度优势 因为它可以穿梭时空 开采全世界矿场 一次投入终身授意 造价也达到夸张的1万斤 前三种都算是原有兵种的升级进阶版 属于锦上添花 其他的都算是全新兵种 先说造价2000的海啸坦克 它虽然属于战车工厂建造出的载具 但最终的归宿却在大海 因为海啸坦克是海陆两栖 其属性就相当于造价1200的灰雄坦克 只是拥有海上航行的属性 造价提升800 爆裂直升机和恐怖机器人的出现 昭示着沈林军衔达到上将之后 科技发展进入下一个时代 爆裂无人机作为特殊监察单位 体积小噪音小 同时还有一手威力不俗的自爆能力 造价只需要300 非常的便宜 恐怖机器人也不贵 造价只有一千 六条腿体型 就像是一只警犬大小的恐怖机器人 主要针对地方载具 拥有极快速度的恐怖机器人 可以迅速摧毁敌方载具 前两者拥有开启新时代的象征意义 其本身价值却并不高 但后两者就不同了 其科技含量和战斗能力同样高超 那就是天狗战机和直升机VX 天狗战机造价八千 比米格战机还贵一千 但作为战机来说 天狗战机属性一般 空中交战根本不是米格战机对手 它造价比米格战机还贵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还有陆地形态 可以变形成为天狗机甲 坚固的外部装甲 不俗的移动速度 超强火力加上自由变形 带来无与伦比的战场机动性 说有变形金刚那位了 直升机VX也是一样 作为武装直升机实在有点给造价便宜 火力还强的磁路武装直升机丢脸 但变化成打击者VX机甲形态 左手旋转的螺旋桨 一变成无双割草利器 右臂机炮输出狂猛的火力 戳在那里就是一个坚固堡垒 战场上的中流砥柱 能远能近比天狗机甲还强不少 看到解锁了这么多强横的全新兵种 沈林真有些后悔 把钱都花在没用的地方 比如说总花费接近一百万 建造了超时空传送仪 现在都没用上一次 还有铁木装置也始终没有用武之地 沈林根本就没有遇到 需要铁木装置才能搞定的敌人 第263章 不择手段 新解锁的超级兵种 看得沈林眼热无比 每一个他都想要 恨不得当场组建天狗机甲军团 打击者VX机甲部队 奈何钱花完了 沈林也只能过过眼影 新的一月继续苦干 为了我的机甲部队 沈林攥紧拳头 斗志又回来了 军衔到达上将 下一步就是司令了 沈林好奇晋升司令 要拥有多少万红警单位 询问阿牙沈林才知道 晋升司令除了兵力 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 最基础的前提条件 是拥有30万红警单位 在沈林的预期之中 除此之外 沈林还需要控制 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腾龙联邦占地 才3000万平方公里 系统这是要沈林 占领十分之一的联邦 这可不容易 需要治下居民超过一亿 如果沈林真能占领 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拥有一亿人口 也就不算什么难事了 第三个条件 沈林直接掠过 看第四条 杀死一名五阶丧尸 或五阶进化者 沈林有些无语 听上去杀一个单位很简单 实则不然 首先 沈林目前也就见过 唯一一个四阶进化者 就是袁进 五阶进化者 根本没听说过 可能腾龙联邦内 还没有出现 至于五阶丧尸 沈林目前发现了两个 都是无聊 用间谍卫星 偷窥其他地方发现的 一个在腾龙联邦 系统命名他为远古无面者 跟TM的邪神一样 控制着数以百万计 没有面目的教徒 沈林曾指示其身躯 险些被同化 另外一个则在 多兰国圣海伦市 纠集T暴君 身高7米黄金比例身材 拥有拳风崩碎大楼的尾力 常规速度一马赫 花钢岩机体刀枪不入 如果要想将这种恐怖怪物 通过时空转移的方式送走 沈林需要100名超市空军团兵 并且需要持续锁定 超过三分钟 才能将他转移走 纠集T暴君控制着千万丧尸 其中高阶丧尸不在少数 百名超市空军团兵 突入尸群 斩首是必不可能成功的 沈林现在想要对付他 最好的办法还是超级武器 先满足其他的前置条件 再考虑如何解决 纠集T暴君吧 沈林妈撒着下巴 和五阶丧尸开战倒是不急 沈林还是校级军官的时候 晋升少将级阿雅 提前告诉了沈林晋升少将后 将会解锁三阶超级武器 核弹发射警 让沈林动力十足开始升级 降级军官晋升司令 也是跨越阶层晋升 沈林很好奇军衔 成为司令之后会获得什么 盲问阿雅 成为司令之后会有什么奖励 更高阶超级武器 市的指挥官大人 只有军衔成为司令后才能解锁 五阶超级武器 天机轨道炮 质子撞击炮 除此之外 晋升司令之后 指挥官将解锁全部红颈兵种 并且将对所有兵种进行一次大升级 怎么个大升级法 说来听听 拿最基础的动员兵举例 升级后的动员兵将装备 拟钛合金防弹装甲 氧气分子合成头盔 拥有极佳防御能力的同时 还可以在吸收外太空游离的分子 合成氧气弓士兵生存 武器将更换为电子步枪 分子合成头盔 太空环境生存 你的意思是 当我军衔晋升司令之后 就该冲出蓝星走向太空了 是不是太快了点 沈林挠了挠头 军衔晋升司令后 红颈系统将进入休眠进化阶段 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但在进化完成之前 系统无法为指挥官大人提供任何帮助 所以用最后残存的能量 帮助指挥官大人改良了全部兵种 使起全方位进化的同时 拥有太空生存能力 以防止蓝星彻底陷落后 指挥官大人可以逃往外星 阿雅是一番好意 但话听起来有些刺耳 你也太不看好人类的前景了吧 丧尸虽然厉害 但人类的潜力是无穷的 阿雅歪着头没有说话 听你这么说忽然有点舍不得你 我不急着进阶司令了 你多陪我一段时间吧 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官 阿雅很容易被感动 飞到沈林身边 狠狠亲了虚拟形象的沈林一口 司令离沈林还远 但沈林已经看到了她成为司令的那一天 最基础的动员兵都拥有如此巨大的增强 沈林的其他兵种 势必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那时再增加两样超越核弹威力的超级武器 驱逐丧尸 重整河山不是件难事啊 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沈林必须努力才行 她将每天的矿场收入 以及税收全部从来制造超时空采矿车 超时空采矿车会源源不断采集全世界的金矿 保时矿 采矿车越多收入越多 前期投入必不可少 要不然后面的高阶兵种动辄数千 光靠一座矿场和税收可满足不了沈林 就算加上个海洋贸易的巨额收获也远远不够 西北三省的银行金库已经全部被搬空 沈林又盯上了未经开发的灵溪省 灵溪省的通用货币已经更改为黄金 黄金行是飞涨 珠宝金店早就被轰抢一空 豪宅别墅也被人搜刮了无数次 但银行金库还没被人染指 因为他们炸不开金库大门 灵溪省军事基地的战士们 接到沈林的命令开始掠夺银行金库 同时沈林也带着新兵 前往多兰国那几座被根曼生物占据过的城市 要不说丧尸这种东西真的生命力顽强 就像小强一样杀一批又会冒出来一批 根曼生物才彻底灭绝没多久 城市中又出现了丧尸 正好当作新兵进阶的资粮 一路倾脚丧失 同时在地图上查找银行的位置 攻陷银行 掠夺黄金 继续建造超时空采矿车 半个月时间 沈林将所有能掠夺到的大宗黄金 全部掠夺一空 建造超时空采矿车百辆 方圆百万平凡公里 无论是发现的还是没发现的隐藏金矿 都有超时空采矿车 一路觉得到金矿处开始开采 人不狠站不稳 沈林前期光是建造超时空采矿车 投入超过百万斤 现在每天都会带回超过五万斤的收益 二十天就能回本 没有比这更赚的生意了 目前超时空采矿车趋近饱和 在建造超时空采矿车 就有点浪费了 会出现多辆采矿车 共同开采一个金矿的情况 资金到位 沈林准备只等下个月的海茂资金入账 就要建造他的机甲军团了 研究所还要建 科技术也要攀 目前沈林最关注的头等大事 就是如何统治多兰国 为了尽快达成他的目标 沈林决定动用一点小手段 地下七百米的生化病毒实验室 超过五名英雄级单位镇守地下 因为此处关押着多个福获的进化丧尸 这一日 沈林、纳塔莎和尤里 悄悄来到了地下实验室 诞生已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尤里的进步速度比弹雅还快 因为沈林拥有蓝色曼陀罗精神强化药剂 而进化者前期阶段 只需要资源堆砌 就能迅速度过 此刻尤里已经是三阶进化者 病毒实验室内关押的最高等级丧尸 刚好是三阶 沈林带来尤里是尸首 如果他可以控制多个高阶丧尸 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 尤里是很注重个人形象的人 军装一丝不苟 胡须根根笔直 他表情严肃认真凝视着钢化玻璃后面 朝着他们发出嘶吼的丧尸 强横的精神力汹涌而出 丧尸神色瞬间呆滞 然后像是小学生一样 端正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将军 我已经控制住他了 尤里说道 沈林暗自感叹 这种无声无息控制敌人的能力 实在太恐怖了 沈林又问道 你的精神力还能调动多少 最多可以控制几个三阶丧尸 回禀将军 我最多可以同时控制五个三阶丧尸 也可以单独控制一个四阶丧尸 还有一点要告知将军 我可以控制丧尸 执行必死的任务 但我不能直接命令丧尸自杀 违反生物求生本能的命令会被抗拒 如果等级与我齐平 我可以强行摧毁求生本能 但在我控制多个丧尸 或者控制等级比我高的丧尸时候 无法摧毁其求生本能 尤里向沈林解释 她精神控制的基础规则 已经足够了 尤里 接下来我有个任务交给你 沈林小声交代尤里接下来的任务 偷偷潜入多兰国 控制纠集梯暴君挥下外围的高阶丧尸 去攻打人类城市 全程不要露面 把一切都伪装城市丧尸的自主行动 这影片邪恶的尤里 很喜欢沈林刑事不择手段 历史由胜利者谱写 人们只会注意到她创造的辉煌成就 会刻意遗忘忽略成就伪业手上 沾染过多少鲜血 尤里兴高采烈的领命离开了 还带走了那个比较珍贵的研究素材 三阶进化丧尸 为她保驾护航 那塔莎贴在沈林耳边小声说道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小娜 丧尸工程就算我不干预 早晚也会发生 与其被动等待丧尸工程人民 死伤惨重 不如我主动促进这一历史形成 我是要成为多兰国的救世主 多兰国的百姓 都是我未来的子民 沈林知道 那塔莎对苏联解体后 一部分苏联人组建的多兰国有好感 就像坦雅一样 会对白头鹰联邦有好感一样 那是他们曾经的故乡 沈林也愿意为那塔莎解释 好吧 等你准备去当救世主的时候 请务必带上我 那塔莎点点头 不情不愿接受沈林的解释 她效忠的第一对象 终究还是沈林 那当然 你可是我唯一的翻译 没有你我连人们赞美我的话 都听不懂 沈林笑着回答 手段虽然有些阴险 但只要能做成就是值得的 战争又要来了 战前准备要提前做好 如今 沈林麾下的战士越来越多 只要不是决定生死的命运之战 根本就不需要从各地抽掉兵力过来 就比如当救世主的时候 沈林只需要带上一万名战士就足够了 搞定几十万丧尸 那不是跟喝汤一样容易 多带些人 主要是为了壮壮声势 让多兰国的百姓都看一看 西北兵强马壮 只有投靠沈林 才能得到安全的保护 过上正常生活 第264章 失朝来袭 维克多伊万诺夫觉得他很幸福 他今年47岁 是扎阴镇的警察署长 一个壮硕的能和棕雄肉搏的男人 四年前因病去世的妻子达玛拉 为他养育了三个儿女 继承了维克多强壮身体和妻子智慧的长子 在总政机关担任参谋 大女儿米诺娃嫁给了小镇知名的猎人尤聂洛 小女儿卡捷琳娜 今年刚满18岁 和凯旋酒庄的酿酒学徒西德走得很近 维克多不喜欢西德 并非对善良 彬彬有礼的西德有意见 只是维克多觉得 在灾变后的混乱时代 女孩子一定要嫁给一个足够强壮 可以保护家庭的男人 显然身材瘦弱的西德 不符合维克多的择序目标 他很看好刚加入小镇警署的身材精壮 勇敢善战的尤金 几次邀请尤金去家中做客 可惜尤金始终没能和卡捷琳娜擦出火花 维克多深感遗憾 不能成为维克多的女婿 维克多也看好尤金可以继承他警察署长的职责 保护好扎阴阵 这一天 维克多按照惯例带着尤金外出巡逻 穿着浅黄色警察制服的 他们就是小镇居民的保护神 街上路人都会朝他们脱帽质疑 嘿 维克多 今晚带着卡捷琳娜晚上来我家 清晨刚裂了一头熊鹿 两人走到了 是尤聂洛在森林边的猎人小屋 尤聂洛看到老丈人热情地打招呼 他正在给熊鹿包皮 蹲守在一旁渴望主人 扔下一块带血鲜肉的猎犬 见到维克多快步跑过去摇着尾巴讨好 尤金望着尤聂洛的脸上带着向往 说道 你真是一个优秀的猎人 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 哈哈 尤金你晚上也应该一起过来 我可以教你一些狩猎的技巧 感谢你的邀请 尤聂洛 今晚我会带上最猎的福特加 言谈甚欢的三人并不知道 他们今晚会过得无比狼狈 离开猎人小屋 继续向森林巡逻 维克多和尤金都打起精神 森林很容易隐藏丧尸或者丧尸兽 经验丰富的猎人 由聂洛行走在森林里 必须要加倍小心 依照惯例 在上午巡查小镇周边一圈后 确定附近没有丧尸 下午 维克多和尤金二人就坐在警署里看看报纸和下午茶 腾龙联邦的杂种不可靠 真TM是一群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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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皮肤西北 人心比魔鬼还黑 我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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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报纸上的新闻 维克多喷出大串粗俗里语 警校毕业的尤金听着有些刺耳 对维克多的老派作风半是无感半是嫌弃 说道 如果穆斯塔法将军率领的军队还惨败在西北境内 我们不至于陷入被动境地 虽然将军沈林的西北军我们铲除星红妖术 解救玉金相识的丧尸之围 可让伟大的多兰国做他的蜀国有点太过分了 还好我们的首相守住了底线 没有答应他的无礼要求 契科夫在为古斯塔夫首相工作 我以我的儿子为荣 提起长子契科夫维克多满是骄傲 他们的首相是个强硬的政客 没有因为西北军实力强大而跪下投降 天色将晚到了下班的时候 维克多和尤金接上一头红发青春靓丽的卡捷琳娜 乘坐涂装警署标志的吉普车来到了尤聂洛的房子 维克多正要打招呼 却看到尤聂洛藏在墙边 双手拖着十字弩 紧张又严肃 有情况 维克多和尤金对视一眼 都拔出了腰间的转轮手枪戒备四周 尤聂洛率先出手 他一个翻滚从墙角闪身出去 半蹲下来 粗壮的手臂立刻挺稳重心 扣动扳机 黑漆漆的弩箭闪烁乌光 瞬间刺穿了丧尘的头颅 尤聂洛的木屋周围已经横七竖八 躺着几十具丧尸尸体 都是被弩箭爆头 杀死最后一个丧尸 尤聂洛快步走到丈人身前 抓住他的手臂认真道 情况不太对劲 从下午四点开始 森林里陆陆续续出现丧尸 像是有大股丧尸来袭 麋鹿的小部分丧尸 闻着活人的气味 寻到了这里 维克多 请你带米诺娃去你家躲一躲 我必须前往森林一探究竟 维克多答应尤聂洛 也顾不上吃饭了 带着不愿意离开的米诺娃 乘坐吉普回家 勇敢的尤金 想要和尤聂洛一起去 两人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被维克多拒绝了 尤聂洛父亲就是猎人 他从小就跟着父亲 在森林里狩猎 在这片森林尤聂洛 比在自己家还熟 他是惊艳老道的猎人 不会出事 你要是跟上去 为了照顾你个菜鸟 反而更容易使他陷入危险 你还是跟我来吧 回家的路上 维克多遇人 就让他们小心一点 晚上关紧门窗 今晚可能不会太平 他也没有逢人就说 可能有大股丧尸入侵 事情还没有确定 他不想引起恐慌 回到家里 米诺娃担心 丈夫的安危偷偷落泪 妹妹卡捷琳娜 一直在旁边陪伴姐姐 眉宇间存在着 无法消散的忧虑 卡捷琳娜天生 第六感强烈 在丧尸病毒爆发的那一天 他就感觉到了 强烈的危险 在上午 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 从镇中心回到家休息 躲过病毒爆发 最危险的初期 今天 那种危险又出现了 卡捷琳娜坐立不安 犹豫半天 他还是找到维克多 爸爸 我们应该通知全镇居民 立刻收拾东西 准备去郁金乡市避难 扎音镇的防御 没办法抵挡大股丧尸 维克多在女儿面前 保持着危言形象 卡捷琳娜不要危言耸听 一切还没有确定 如果公开宣布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 会让镇上的居民 质疑我的微信 是你的微信重要还是 大家的安全重要 已经过了叛逆期的 卡捷琳娜和父亲对峙 维克多被他问住了 可还是迟迟不能做决定 卡捷琳娜有些失望 说道 你不相信 我就放我出去 西德一定相信我说的话 一切都只是你的意想罢了 我不允许你去找西德 那个诺夫 他只是一个酿酒学徒 没办法保护你 涉及到卡捷琳娜的安全 维克多咬得狠死 说什么都不肯放卡捷琳娜出去 你是个独裁者 扎阴阵会毁在你的手里 我没你这样的父亲 少女脆弱的内心 在危险逼近的重压 和父亲的不支持下 瞬间崩溃 流着泪跑回了卧室 维克多 你应该尊重卡捷琳娜的想法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由今叹了口气 还想继续说教 却在维克多杀人目光地 注视下壁上嘴巴 一脸委屈 你们妇女吵架关我什么事 说句公道话也要被迁怒 这世道好人真难当 屋内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尴尬 突然 外面敲锣打鼓喧闹起来 维克多急忙出去查看 尤金紧随其后也跟了上去 带头喧闹的正是尤聂洛 他高声喊道 所有人都听着 超过五十万丧尸 正在朝着我们前进 请大家整齐有序 从扎阴镇西侧逃离 前往玉金乡市避难 我再重复一边 所有人都听好 尤聂洛脸红脖子粗 额头大颗大颗的冷汗滚落 大声强调着有大股丧尸来袭 从他急躁的神情便可以看出他没说谎 尤聂洛 你在沈林里看到了什么 维克多教主尤聂洛 胸膛急速起伏着 失朝 无边无际的失朝 小部分丧尸的仙头部队已经闯入森林 我们最多还有十分钟撤离时间 再晚就来不及了 尤聂洛眼眸冲血 全阵居民生死存在的压力 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 卡捷琳娜说得对 我不该对他说那么重的话 我应该相信他的 维克多心中浮现出悔恨情绪 时间不等人 他必须做出最快的选择 他拉住尤聂洛和尤金 对他们两人 戴米诺娃和卡捷琳奈去欲金相识 我会为你们争取时间 说吧 维克多把两人往屋里一推 维克多取代尤聂洛的位置 登高一呼道 扎音阵的勇士们等 保护家人的时候到了 所有年满四十岁以上的男士 立刻取出家中的武器 我们必须前往森林拖延丧尸 为我们的亲人争取更多时间 警署的警察最先响应 在亲人们不舍的目光中 和维克多同一时代的壮年男子 都生出了决绝赴死之心 拿出武器 准备前往森林边境与丧尸一战 面对灾难 有人选择逃避 有人选择迎难而上 对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多男人来说 他们宁愿战死 也不愿意在别人戳几两股的 比一目光中苟且偷生 每一个壮年男子 全部挺身而出 甚至有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们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家人 留给了年轻人 年轻人中也有人受到了鼓舞 拿出武器不愿意和女人一起撤离 要在自己的家园奋战到底 一支武装队伍迅速成型 多兰国虽然进枪 但对枪支管理并不严格 地广人稀 加上对人具有威胁的野兽层出不穷 居住在乡镇每家每户都拥有猎枪 爱枪的人家里有几支自动步枪 也不奇怪 警察都不带管的 署长 与你并肩作战是尤金的荣耀 尤金并不想走 正是热血青年 尤金可不想当逃兵 扎阴正是我们的家园不是你的 等你的家乡遇到危险时 你再挺身而出 现在给我滚 一脚踹开尤金 维克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只希望米诺娃和卡捷琳娜 不要受到伤害 作为父亲 他能为孩子们做的只有拖延时间 给他们更多逃跑的时间 扎阴阵同样是我的家 你没有理由阻止我 尤聂洛是第一个发现丧尸的人 他为整个小镇赢得最关键的十分钟 此刻他逃走也不会有人认为他是懦夫 但他依然选择留下 的确 我没理由阻止你 维克多板着脸说完 突然举起枪 对准了尤聂洛的额头音质道 但是我要你立刻离开 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不差你一个 你要保护好你的妻子和他的妹妹 第二百六十五章 扎阴阵之战 爸爸 刚止住哭泣的卡捷琳娜 又一次痛哭失声 这回姐姐米诺娃 陪着他扎进父亲的怀里一起哭 此一别 便是生离死别 维克多亲吻了两个女儿的头发 将他们主动推开 接下来是属于维克多的战斗 作为警察署长 维克多在小镇居民心中 拥有极高的威望 所有人都愿意听他的指挥 将家中的汽车都开出来 罗列一排 周围撒上汽油 作为阻挡丧失的第一道防线 柴油发电机发电量有限 而且需要消耗废土的重要物资柴油 崇尚节约用电的扎阴小镇 这一刻灯火通明 家家户户都灯光亮起 就像是黑夜里的灯塔 为丧失指明防线 将他们全部引到此处 不要去追击逃亡的家人们 明知必死依然愿意留在这里 为家人相亲 争取逃亡时间的人 都是有牺牲精神的勇士 维克多点燃雪茄 给在场的人讲一个 老一辈人都知道的故事 我十四岁的时候 骑着单车误入深山 被一只棕熊困在树上 棕熊猛烈摇晃着大树 我害怕极了 是老署长亚历山大拼命 打死了棕熊 但他也身受重伤 不久之后病逝 我带着花到亚历山大家中 感谢的时候 我以为苏珊娜阿姨会揍一顿 如果不是因为我 亚历山大不会死在棕熊手里 但苏珊娜没有责怪我 她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让我不要背负压力 努力成为一个对家庭 对家乡有用的人 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能让 亚历山大树长白死 我要努力成长 做一个正直的人 接替亚历山大树长的位置 当我成为和亚历山大一样的人后 我明白了原因 那是亚历山大自己的选择 以他的死患来我的生 今天我们在场的人 每一个都是亚历山大 以自己的死患来亲人的生 维克多一段话说得众人心潮澎湃 说得没错 每一个留在这里的人 都是懂得牺牲 值得称赞的勇士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丧尸莎莎的脚步声 已经越来越清晰 没有时间闲谈了 一场血战即将到来 冲天的巨大火光从后方亮起 好像整个扎音阵都被点燃了 难民中的卡捷琳奈眼圈通红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 正在不惜一切代价 拼命抵挡丧尸 给他们争取时间 尤聂洛攥紧拳头 沉默地低着头走着 他知道留在扎音阵的人 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回想起和署长维克多共事的 这段日子 尤金眼圈微微发红 难民人群中忽然有些骚动 是希德找过来了 他看到卡捷琳娜 双手捧在胸前道 谢天谢地 我总算找到你了 与父亲诀别的卡捷琳娜 此时没心情和希德聊天 只是在姐姐的怀里哭着 难民之中 哀伤哭泣的人也不在少数 他们都将永远失去亲人 没关系的 不用害怕 等我们到了御金乡市就安全了 市长一定会保护我们 希德错误得将少女的眼泪 理解为恐惧 卡捷琳娜看了希德一眼 道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小镇 保护我们的家园 呃 这 我当然是为了保护你 希德眼神闪烁着 想到了一个借口应付道 卡捷琳娜不是胸大无脑的蠢女人 她已经看透了希德的软弱 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话 心中的意愿也更加坚定 摸着上个月成年里父亲赠送她名为勇气的伯朗宁手枪 卡捷琳娜忽然停下脚步 人群中逆行朝着小镇方向跑去 卡捷琳娜 你要干什么 米诺娃震惊地望着妹妹背影 她想不到卡捷琳娜会突然掉头 我会和父亲并肩战斗到最后一刻 还在流泪的卡捷琳娜此刻拥有了她父亲一样的坚定意志 有谁阻挡她 她会像父亲一样拿枪抵住那个人的头 算我一个 尤金跟上了卡捷琳娜 现在尤金也有了为扎音阵奋战到底的理由 我不能抛下我的妹妹 抱歉 米诺娃看了一眼丈夫 紧抿着嘴唇也跟了上去 不要说傻话了 就像婚礼上的誓言 我会陪你走到生命的尽头 游涅落效了 逆行人群地变成了四人 希德愣在原地 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人群继续麻木地向前走 嘴里不停念叨着 疯了 他们全家都疯了 黑夜中 一个正在向扎音阵进发的身影 也注意到了逃难人群中的逆行者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走进前去打招呼 你们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从黑暗中走出来一个女人 身材高挑完美比例 拥有一头绿色的柔顺长发 身穿腾龙联邦的迷彩军装 背着一柄狙击枪 她的相貌契合多蓝人的审美观 拥有每一个男人梦中情人的相貌和身材 已婚的尤聂落还好 尤金眼睛都看直了 才第一次见面就认定 她是自己的命中女神的尤金 不希望她也跳进火坑里 展示出绅士风度 说道 女士 请跟上人群逃亡欲金相识 前方大鼓丧尸 进攻扎音阵 极度危险 既然知道危险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女狙击手问道 因为我们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卡捷琳那眼神坚毅 红色的头发火一样 在夜空中飘飞着 小姑娘你很有勇气 我叫那塔莎是来帮助你们的 那塔莎一遍奔跑 一遍保持匀速语气平淡说道 和已经气喘吁吁的四人形成鲜明对比 您是进化者 米诺娃对那塔莎用上了竞称 是的 我无法对抗尸群 但我会尽量想办法帮助小镇的人全部逃出去 我们不要继续废话了 快点赶往扎音阵吧 那塔莎露出微笑 那塔莎不是私自来的 征求了沈林的同意 她先行一步 帮忙控制一下本次丧尸灾害的影响范围 不要真的杀伤了大量平民 有理能控制高阶丧尸 但无法控制每一个丧尸 没有离开太远 回到扎音阵的时候 枪声还在激烈响起 扎音阵留守的人们正在 和无边无际的失潮展开激烈枪战 还要爆炸焚烧起来的汽车 形成了天然隔离带 阻止大量丧尸进入小镇之中 所以他们还能坚持得住 要不然面对数以万计的丧尸 涌出他们早就被淹没了 看来我们赶上了 那塔莎接下狙击枪 瑞丽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躲在树上 手臂和身体连接着肉意薄膜的 进化滑翔丧尸 一枪毙命解决掉 尸巢中威胁最大的单位 那塔莎并非普通进化者 她对进化丧尸拥有极高威胁 但对抗大规模尸群 就不是那塔莎擅长的了 也许一辆坦克的表现都比她好 那塔莎也从来没有想过阻止尸群 只想救出小镇居民罢了 清脆的狙击枪声接连响起 穿过火线浑然起火 依然凭借顽强生命力 朝着人们扑过来的精英丧尸 被那塔莎先后点灵 几声枪响全部到底 有支援 维克多回头一看 看到了军人装束的那塔莎 和她的两个女儿 维克多泪如泉涌 跑过去紧紧抱住两个女儿 心中既有女儿没有抛弃她的心理 又气愤为什么女儿不抛弃她 百感焦急之下 体重130公斤的壮汉 哭得像个孩子 嘿 大块头 没时间婆婆妈妈来 召集所有人赶快逃命 那塔莎可不惯着她 皱着眉头训斥道 都什么时候了 咋还有心思哭呢 维克多一把抹掉眼泪 用得力气过大把眼球都压得生疼 维克多拒绝道 你们不能离开 如果我们走了那些丧尸 就会去追上逃难的小镇居民 那也可以边跑边打呀 你们留在这里不是找死 那塔莎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 望着维克多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她说的有道理 那我刚才 关于牺牲的故事 讲的不是像个蠢货 在生命和面子上权衡片刻 维克多死硬的 不愿意否认自己之前的决策 是错误的 生命和面子 她选择了面子 说道 那就请你带上其他人走吧 我是不会离开的 我是扎音镇警察署长 就让我为扎音镇 占完最后一班岗吧 卡捷林那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父亲你到底在倔强什么呀 蠢臂 那塔莎用自证枪圆的 腾龙联邦话骂了一句 一个手刀便将维克多打昏 把她抬车上去 告诉其他人 边退边打 两条腿追不上轮子 如果出现进化丧尸 就交给我解决 强势的那塔莎 迅速取代了维克多的地位 成为小镇居民心中的领导者 小镇居民们将装满炸药 准备最后和丧尸 同归于尽的吉普车上的炸药 都朝着丧尸 一股脑丢过去 镇尔玉龙的爆炸 杀死了成千上万丧尸 他们则乘坐吉普车 沿着西侧小路 前往郁金香市 普通丧尸 怎么可能追得上汽车 有能力追上汽车的进化丧尸 只要露头 立刻被那塔莎击杀 超神的狙击枪法 以及那无与伦比 任何进化丧尸 都挡不住一颗子弹的恐怖杀伤力 让那塔莎成为卡捷里那姐妹崇拜的对象 死里逃生的人们 也是那塔莎为拯救他们的生命的英雄 一时间那塔莎在扎音镇居民中的声望 超越镇长和警察署长为客多 那塔莎小姐 我叫尤金 是小镇上的一名警察 危机结束 尤金立刻跑到那塔莎面前套近乎 哦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塔莎锐利的目光 让尤金有些承受不住 我想问 那塔莎小姐你有男朋友吗 说完这句话 尤金便低下头 仿佛等待命运的审判 有 尤金竟然在追求她 那塔莎变得吸字如金 冷漠地拒绝了尤金 那 打扰了 尤金低垂着头 又回到座位上 引起男人们一阵哄笑 那塔莎姐姐 你好厉害 能不能教教我 发春的尤金终于走了 卡捷里那立刻凑上去 眼睛眨呀眨的 用满是崇拜的目光 望着那塔莎 狙击可是很辛苦的哦 你做好准备了吗 不 我不想学狙击 我想成为进化者 卡捷林那大大的眼睛里 满是野望 他不想在危机时刻 当一个看客 他希望能拥有 像那塔莎一样的 可以逆转结局的超凡之力 第266章 成为进化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红颈军团内的所有英雄级单位都是特例 世界原生人类成为进化者只有两种方法 或被动或主动 被动的就是被丧尸咬了 病毒进入体内 99.99%的概率会丧尸 但依旧存在万分之一的概率挺过难关成为进化者 主动的办法则是长时间与丧尸作战 战斗能激发人的潜能 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 使人体产生对优能的吸附性 从而成为进化者 前提是得拥有成为进化者的潜质 谁有潜质 谁没潜质 这说不准 可以确定的是 才能出众的人成为进化者的可能性越高 这个才能指的不是学习好坏或者经商头脑 和自身的拥有的权利和财富无关 一种是身体天赋 一种是精神天赋 一种是对特殊能量有独特吸引力的天赋 三种天赋指向三条道路 体魄系 精神系 超能力系 如果你想成为进化者就张开翅膀飞吧 躲在父母羽衣下的雏鹰永远不能学会飞行 你的精神力很高 拥有成为稀有精神系进化者的潜力 那塔莎认可卡捷琳奈的潜力 她精神力强大连那塔莎都能感应到 属于显性天赋 如果是精神系进化者的沈林 在这里她感知的会更清楚 隔行如隔山 那塔莎能给卡捷琳奈的指引就是多多战斗 在战斗中激活精神力的种子 卡捷琳奈点了点头 眼神灵动 心中若有所思 乘坐吉普车 很快追上了逃难的人群 众人会合 一同赶往玉金乡市 黎明时分 数百名小镇居民来到了玉金乡市 在玉金乡市内塔莎看到了废土中普通城市的模样 荒凉萧条 无用的街巷全部被木板封锁 城市外围 铁丝网栅栏 组成对抗丧失的最简单防御 小镇难民数量众多引起了玉金乡市卫兵的注意 得知他们是扎阴镇居民 家园被数十万丧失攻破 不得不逃到玉金乡市求助 小镇难民数量不多 卫兵耐心检查 确定人群中没有病毒感染者之后 便让他们进去 随即带着已经醒来的警长维克多 去面见玉金乡市的市长罗蒙 罗蒙是个谢顶中年男人 玉金乡市市长早已战死 他是早期进化者 带领群众抵抗丧失 得到人民爱戴 也得到了首相的认可 维克多 你说的都是在真的 扎阴镇 是玉金乡市下属城镇 尤金还是玉金乡市 派过去的实习警察 罗蒙当然认识维克多 是的 市长先生 我以我的生命及名誉发誓 维克多脸上熏黑的硝烟 还没有抹除 为他说的话增加了许多可信度 这下麻烦了 罗蒙愁眉紧锁 有什么问题吗 市长先生 问题很严峻 玉金乡市总人口只有六万 其中光耀武师的老兵 有一千二百人 本地的警察 加上城防军两千人 前段时间 玉金乡市遭遇丧尸袭击 政府又增兵一千 就算你们扎阴镇 人人都是退伍老兵 战斗力惊人 加起来 我们的总兵力 也不超过五千 如果说只有三五万丧尸 哪怕其中混杂了一些进化丧尸 玉金乡市 勉强也能对付 可几十万丧尸 玉金乡不可能守得住 因为大规模师群中 必然会存在高阶丧尸 百万规模以上的尸群 必然存在王级丧尸 罗蒙对丧尸情况了如指掌 所以他才知道 这一仗有多难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本以为到了玉金乡市就安全了 结果玉金乡市也受不住 数十万丧尸 他们难道还要逃 他们扎阴镇人少 几百人逃亡 还算容易 可玉金乡市足有数万人 万人规模的大逃亡速度 肯定快不起来 很有可能被尸群追上 逃跑不是个好的选择 守城更是坐以待毙 他们必须尽快想出个好办法 因为丧尸就要来了 卡罗尔立刻给首相打电话 玉金乡市告急 必须以最快速度支援 不然玉金乡市 就要从多兰地图上消失了 罗蒙绝非危言耸听 数十万丧尸功成 但要最多也只能支撑三天 最惨的是 他们很难撑过三天 市长先生 恕我先行告退 玉金乡市并不安全 维克多必须早做打算 他辞别罗蒙 回到卫兵给他们安排的街区 将实情告知所有人 我们死定了 跟丧尸拼了 扎音阵没有脑肿 绝望和疯狂的气氛在弥漫 如果维克多孤身一人 他肯定不会再逃了 但他还有两个女儿 作为父亲 他不能带着女儿往火坑里跳 看来只有首都是安全的 大家收拾收拾东西 我们去首都吧 维克多在居民心中 威望非凡 他一句话 众人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但此时 卫兵却告知给吉普车加油的维克多 情况紧急 全城已经戒严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另外 市长大人让我请维克多署长抽调一百人组建卫队前往战场 和前线部队一同加入保卫玉金香氏的战斗 心眼多到谢顶的罗蒙早就看出维克多想走 怎么可能同意维克多走 首先是弃城而逃 这个口子不能开 维克多他们跑了 其他心有戚戚的居民也都会效仿维克多的举动 到时候军心动摇 谁还有心思包围玉金香氏 大家都一哄而逃 死得很快 再者说 维克多也是骁勇善战的警察署长 能为守城贡献力量 我可以不走 但请你放我的女儿离开好吗 他们帮不上忙 只能浪费粮食 维克多祈求道 卫兵冷着脸坚决执行市长的命令 不好意思 谁都不能走 维克多脸上逐渐露出凶项 我劝你不要冲动 配合部队行动还有机会 拼死抗拒 所有人都将被你连累 卫兵斥责道 他见过太多维克多这种穷途末路 想要亡命一搏的赌徒式行为 好吧 我听你们的安排 维克多叹了口气 回去照本宣科 附数罗蒙市长禁止出城的命令 一时间 众人皆陷入绝望 啜泣声不绝于耳 我们还有机会 人类必将战胜丧尸 心里没底 维克多口号也喊得有气无力 未来是未知的 强者更希望将未来握在手中 由自己去主导未来的走向 之前就愿意留下与扎音镇共存亡的勇士们 再度集结起来 跟随维克多走向战场 卡捷琳娜也和父亲在一起 这次维克多没有阻拦女儿 如果前线的士兵都战死了 留守在城市中的平民一样 必死无疑 可惜连累了那塔莎女士 她是个好人 咦 那塔莎女士呢 维克多忽然发现那塔莎不见了 她去找市长了 她有解救欲金相识的办法 卡捷琳娜神情古怪 什么办法 你不会想听的 维克多恼怒到 危机就在眼前 有什么话你说就是了 不要犹犹豫豫的 好吧 那塔莎女士是腾龙联邦西北军中校 她可以叫来西北军的援兵 卡捷琳娜语气平淡的叙述 在看父亲的表情 果然变成了一副愤怒 想要骂人 却又张不开口的样子 自从西北军公布要那多兰国为蜀国的提案后 卡捷琳娜每天都能听到痛骂沈林 对西北军口诛笔伐 想让面子大于生命的父亲 接受西北军的援助 她可能宁愿去死 她这个叛国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信的 说不定丧失就是被她引来的 得知那塔沙的身份 维克多对那塔沙的看法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不过她迁怒的话还真说对了 丧失的确是西北军引来的 那塔沙也知晓此事 所以才能及时赶来 此刻 市长办公室 那塔沙也和罗蒙谈完请求西北支援的事 罗蒙的答案和维克多一样 她不愿意接受西北军的援助 西北人的狼子也心已如司马昭之心 罗蒙不想引狼入室 那塔沙挑了挑眉毛 被卫兵强行驱离 看来他们是打定主意 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没见识过失朝的厉害 你们是不会就范的 在立场上 那塔沙向着沈林 有限程度上 她愿意帮助自己的老乡 但他们不识时务 那塔沙也不会强行干涉 黎明时分 黑色失朝出现在地平线尽头 一经出现 就是成千上万遍布荒野 附近埋下的地雷 炸死了数百丧尸 相比数十万丧尸 实在背水车薪 铁栅栏围墙后 有警察 有正规军 有成卫军 也有勇敢的本地居民 组成的杂牌军队 朝着失朝开火 枪支类型五花八门 那塔沙甚至看到 她那个时代的 墨新内干部枪 武器多是手枪 或是双管猎枪 手枪本身就威力不足 双管猎枪 更是近距离才好用 他们守不住多久 那塔沙摇了摇头 做出最精确的判断 在红颈军团面前 不到百万规模 根本就不需要重视的失朝 在欲今相识 竟然是令所有人 绝望的灭顶之灾 拥有战斗能力的单位 不到五千 杀戮的速度 根本跟不上丧尸 涌来的速度 只十分钟 漫山遍野的丧尸 已经冲到了 铁栅栏围墙的近处 所有人都在拼死战斗 手雷 榴弹炮等平时 舍不得用的好家伙 也都搬了出来 对极确密集的丧尸 的确造成了不菲杀伤 但炸出的巨大缺口 转瞬就被潮水般的 丧尸所填平 装备和数量的差距 过于悬殊 这就像是六七岁的小孩子 面对体重一百公斤的壮汉 哪怕是李小龙转世 也逃不了好 不 凄厉的嚎叫在前线响起 一名警察的脖子 被隐藏在尸群中的 舔食者还住 被一点点拖向尸群 每个人面前 都是数量惊人的丧尸 根本没人能救他 稍微转移注意力 他们自己也要遇到危险 狙击枪声清脆 舔食者的颅骨当场炸开 那塔莎忍不住出手了 死里逃生的警察 来不及向那塔莎感谢 便立刻投入战斗之中 他们必须以最快速度 杀死丧尸 栅栏无法承担重负 一旦栅栏被推到 他们将无险可守 第267章 英雄降临 战争不是简单数字堆砌的游戏 谁兵多降广 谁就能赢 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在沈林红颈军团 创造的不要太多 红颈军团屡屡 能以少胜多的原因有四 战士精锐 武器精良 士气汉不畏死 指挥官英明神武 最后一条是沈林自己家的 再看看玉金相识的守军 有什么 杂牌军最精锐的当属光药武师的老兵 人数只有一千二 武器就别提了 还有人用上个世纪的墨西内杆步枪 威力倒是挺大的 就是他打一枪拉一下枪栓 杀戮丧尸 根本没有效率 士气 呵呵 杂牌军能有什么士气可言 甚至守军中还有心生怨愿 被强行拉了撞钉的维克多等人 相比于他们的对手 三个高阶丧尸刷领的百万丧尸大军 各方各面玉金相识都不占优势 败王旨在旦夕 围栏被攻破了 北侧火力不足 丧尸一股脑扑上来 直接压他了围栏 师几师 师采师 景象混乱无比 渴望新鲜血肉的丧尸冲破围栏 立刻扑向守军 第一个缺口出现 总揽全局的市长罗蒙 立刻调兵去填补缺口 可现在各个防线都缺人 就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 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 就是西墙没补上 东墙也被拆了 转瞬间全线告急 撤退 向城市中撤 不等罗蒙发号施令 前线的士官主动后撤 尤其是精锐的光耀武师战士 和首都支援的一千名援兵 他们毫不犹豫 直接向城市中退去 这些人本来就不是 郁金香市本地人 当然没有舍己为人 以血肉之躯 铸成长城 保护全是百姓的责任 此刻他们甚至存在 将丧尸引入居民区 趁丧尸杀戮平民 得到时候安稳撤离的想法 撤退 撤退 正规军都撤了 临时被拉撞钉的维克多等人 面对无穷无尽 碾碎栅栏涌进来的尸巢 没有半点抵抗意志 跟着正规军一起跑 围栏崩溃 战士在前面跑 丧尸在后边追 防线 破了 罗蒙闭上了眼睛 满脸痛苦 郁金香市要毁在他的手里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只要你答应 郁金香市投诚西北 我可以喊来援兵 郁金香市还有救 那塔莎来到罗蒙面前 冷着脸道 罗蒙嘴唇颤抖着说道 你真的能救郁金香市吗 我可以 但你得快点下决定 等到丧尸入城屠杀居民 就算把郁金香市抢救回来 也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同意 我不能坐视 麾下子民被丧尸屠戮 请那塔莎女士 立刻呼叫援兵 丧尸功成 政府的支援 连影子都看不见 不投靠西北 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仅仅自己难逃一死 全城百姓都要陪葬 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罗蒙选择了生 99%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期盼地望着那塔莎 罗蒙想知道 他会如何扭转战局 更换弹夹 那塔莎在弹夹里 填充了一颗特殊的子弹 朝天空开枪 锐利的一线红光直冲天际 是信号弹 在信号弹穿透苍穹之时 西北方向飞来几架运输机 速度极快几个呼吸间 便飞过众人头顶 像是飘落的蒲公英羽毛 上千名散兵正在急速迫降 接收到命令的沈林立刻喊来 白晨光与他的超时空军团 目前红颈军团 拥有两种超远距离支援的能力 一是超时空军团兵 一是散兵 作为军衔晋升上将才解锁的兵种 散兵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 本身素质装备都和动员兵一样 但可以自由地出现在蓝星任何一个地点 罗蒙目瞪口呆 注视着前方时空虚幻 上百名穿着科幻宇航服的超时空军团兵 和一名拥有三颗金星上将勋章的年轻男人 凭空出现在了玉金香室 散兵还没有落地 超时空军团兵已经进入战场了 普通丧尸几乎是时空转移枪的射线 扫道的一瞬间立刻凝固 然后被传送离开 三星超时空军团兵消灭敌军的效率一点不低 沈临腾空而起 双掌下压 念力形成的巨大掌印 请客间将数千丧尸 碾成了肉泥 战场请客间出现了巨大宫洞 援兵来了 跟丧尸拼了 本来还在撤退的杂牌军杀了个回马枪 局势突然逆转 丧尸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除了少数心智不够坚定 已经吓破胆的军人逃跑头也不回 其他人纷纷掉头 继续开口入城的主干刀上 阻击丧尸 可以把高阶丧尸派来了 局势被控制住 沈临通过对讲机 悄悄通知隐藏在暗中的游里 沈临华丽登场的 手袖要尽善尽美 光杀普通丧尸 可显不出能耐 机枪碉堡 少戒炮都是时空闪烁 就瞬间出现在战场上 五架磁路武装直升机和20辆灰熊坦克从无到有 欲经相识的守军阻击丧尸 都有些心不在焉 观看着沈临的表演 军衔提升到上将的隐藏好处 可以让防御设施的建造时间改成零 反正沈临有时空转移的能力已经暴露 突然出现的防御设施和新建造的坦克 武装直升机都可以用时空转移来解释 实际上只有超时空军团兵才有时空转移的能力 其他的都是沈临来到现场之后当场建造的 只有红警军团的内部成员才能看出差别 散兵也好 突然出现的飞机坦克也要都是零星状态 刚刚建造出来的 沈临在哪 哪里就会出现一支军队 这才是真正的一人成军 下方战场金光磁起彼伏 新建造的载具 散兵都在迅速升级 如此庞大的尸群西北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正是最好的炼极场所 坦克炮轰鸣声不绝 组建而成的钢铁防线没有一个丧尸能踏过 大爆炸不断在尸群中乍响 一炮就能带走数十丧尸 天空中导弹发射就没有停止过 射出几枚响尾蛇导弹武装直升机就会升星 然后导弹舱再次填满 如此循环往复三次 升到三星状态的磁路武装直升机 拥有四十枚响尾蛇导弹 武装直升机飞驰而过 响尾蛇导弹发射不停 战场上爆炸 由先到后拉成一条死亡直线 直线路经上所有丧尸 全部丧命于炮火之中 天哪 难道我们之中有谁是救世主吗 这是一支来自未来的军队 穿越回来保护他吧 尤金难难自语 景孝出身的他也是见过世面的 军事演习也观摩过好几次 但如此强横暴力的军队他从没见过 可能多兰国都不存在 别傻了 你们看天上那人 卡捷琳那指着悬停在白米高空之上 任何人抬头就能看到 位于最显眼位置的沈林 一切改变都是从他抵达战场才发生 如果世上有救世主 那也只能是沈林 沈林的照片没有刊登在多兰国的报纸上 这是多兰国对沈林的敬畏 不敢所以泄露他的照片 但当沈林出现在战场上的那一刻 哪怕没见过沈林的人也会知道 那个人一定是沈林 西北军首领 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将军 忽然 五米长的乌黑铁枪贯穿长空 直接刺穿了一架磁路战机 螺旋桨一脚打铁枪 迸发出无数火星 报废的战机打着悬落于丧尸群中 轰然爆炸 高阶丧尸终于登场了 小山坡上插着十几支大铁枪 一个右臂如麒麟臂般粗壮的 畸形高阶丧尸阴毒的眼眸 看到了沈林 铁枪撕裂空气发出的乌乌声 犹如白鬼奇枯 转瞬到了沈林面前 小心啊 维克多忍不住大喊道 距离沈林不到十米 铁枪却好像刺中了无形的壁垒 通体黑铁打造的铁枪 立刻弯折变形 成为一块废铁 高阶丧尸发现沈林的时候 沈林也发现了他 他出招奈何不了 沈林分毫 沈林一出手就要了他得到命 双掌合十 两股念力交汇 麒麟臂丧尸当场被捏成了肉饼 系统提示音被沈林直接忽略 第二个高阶丧尸也奔沈林来了 他混在普通丧尸之中 临近沈林的时候突然暴跳而起 腿部的强健肌肉给予他无穷动力 瞬间跳跃的高度达到百米 与沈林平齐 布满红色铁锈的病毒屠刀 直斩沈林脖子 他比麒麟臂丧尸更惨 人还飞在半空 身体已经像是熟透的西瓜一样 被捏力捏爆 鲜红血将凌空炸开洒落 下了一场血雨 第三个高阶丧尸 看着最是吓人 也是沈林用来立威的工具 他身高2米5 浑身闪耀着冷光 一身肌肉犹如钢胶铁柱的魔鬼 筋肉人在游里的控制下 绕到了侧面 发出一声咆哮 突然杀出 铁拳横空 将人打成肉泥忽在了拳头上 再将涂满血肉的拳头凑到嘴边 舌头连指缝里的一点点碎肉末都不放过 眼中放射出嗜血红光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子弹 落在了三阶丧尸身上 一般的子弹 是破不了三阶丧尸的防御的 何况是一个专精防御 和力量的近战型三阶丧尸 子弹打在他身上就像是挠痒痒 他举起一辆警车投掷出去 轻而易举 将几个来不及逃脱的多兰士兵 砸得血肉模糊 普通队伍遇到任何一个高阶丧尸 都是一场噩梦 常规手段对高阶丧尸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肆无忌惮 但在后方制造杀戮的金刚丧尸 转眼到了维克多等人附近 强壮的维克多在金刚丧尸眼里 是块好肉 大手随意捏死了一个士兵 碎肉和鲜血从他掌心哗啦啦涌出 脚步声隆隆朝着维克多走去 快走 维克多也发现金刚丧尸目不转睛盯着他 将女儿和尤金等人推开 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不 爸爸 生离死别就在面前发生 空气中漂浮 可以使免疫系统不完全的婴幼儿 瞬间感染的高浓度病毒 一场迟早要发生的进化即将发生 就在此时 沈林从空中飞来 人还没到 长法从天而降 宁如实质的念力掌将力大无穷 钢筋铁骨的金刚形态丧尸 直接拍进了路旁的服装店里 无人能挡的金刚丧尸 只有沈林能对付 此刻 英雄从天而降 第二百六十八章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沈林以标准的英雄落地是降落 四散而逃的吃瓜大兵 都在注视着废墟长街上的鹦鹉男人 其实 西方人看典型的东方面孔 大部分都会出现脸盲的情况 这种情况没出现在沈林身上 所有能看到 沈林的人都会将她的脸牢牢记住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人会是他们未来的领导者 卡捷琳娜也在注视着沈林 甚至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她先天精神力强大 具有危机预感 在卡捷琳娜的感知中 沈林就像一望无际的大海 身前难测 凡人所能感受到的 只有大海的广阔与深邃 她眉心松 国体突突跳动的情况 随着沈林降临而终止 英雄登场 危机必然解除 情绪的强烈波动 引起的进化也被打断 维克多悄悄返回 站在女儿身边 紧张地望着 从服装店里摇摇晃晃站起 来到街上 和沈林对峙的金刚丧尸 金刚丧尸的进化路线 终点就是 五阶纠集体暴君丧尸 力量体质超绝 速度也不慢 没有任何短板 是一条通天大道 沈林不是丧尸 对丧尸的进化路线 研究也不深 对金刚丧尸 能承受她一击 而不死烧感惊讶 然后沈林默默掏出了 一根雪茄 众目睽睽之下 点燃身吸了一口 然后将雪茄丢出去 雪茄在念力的推动下 速度比子弹还快 瞬间接触到 金刚丧尸 刀枪不入的钢铁之区 然后 蘑菇云在城市中乍响 接到当即崩断 碎时如雨 但都被无形的念力 照困在爆炸范围内 高温和冲击波 也都被压缩在小范围内 微型核弹的伤害倍数 施加在金刚丧尸身上 别说它只有三阶 就算是四阶金刚丧尸 被也挡不住这种伤害呀 爆炸的一瞬 阿雅就发来提示音 金刚丧尸已阵亡 英雄之正加久 环视一周 重点关注一下 没成进化者精神力 都快要突破一阶的卡捷琳娜 然后 沈林如炮弹般冲天而起 晴朗的天空 肉眼可见的阴云密布 天气控制仪的伟力 不管看多少次 都会感觉到震惊 万千雷电在云层中疯狂闪耀 随着沈林朝着前方一指 无数雷射披下 大地上雷暴起伏 过多的雷霆 交互形成闪电链 在狮群中肆意穿梭着 狂勇之雷 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消灭丧尸 一击 清场 以漫天落雷为背景的沈林 再度缓缓降下 已经有人跪在地上 把沈林当神一样膜拜 虚空造物 召唤千军 改变天象 种种都是只有神才能拥有的伪力 某种程度上来讲 顶级进化者对于凡人 来说和沈没什么差别 他们掌握着普通人 无法起击 甚至无法想象的力量 市长罗蒙觉得松了口气 执掌天象的神 刚刚在众人面前 完成了一人压制百万师群的神迹 连战士在面对沈林将军 都将将他视为人间真神 他做第一个投降沈林的多兰人 肩上担负的压力 没那么重了 将军您好 我是罗蒙 玉金乡市市长 说到一半 罗蒙意识到沈林可能听不懂 左顾右盼想找翻译 却听沈林用正宗苏联语说道 继续说下去 我听得懂 精神力强大对学习有很大帮助 每晚都和内塔沙 补习苏联语的沈林 现在用苏联语对话 已经没问题了 感谢将军对玉金乡市的援助 我罗蒙代表玉金乡市政府 愿意以后听从将军命令 成为将军的附庸 罗蒙说话的嗓门很大 他得让在场的所有士兵都听到 才能让沈林满意 说完这段话 罗蒙望着士兵们的神情 没有人表现出强烈的抗拒 包括从多兰首都支援来的一千战士 都已经心悦城府 老鹰派分子 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会是一个 骄傲多兰国民的维克多 也低下头一声不吭 之前在扎阴镇属他骂 沈林骂得最凶 此刻沈林当面 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要是没有沈林 他死定了 他女儿也死定了 玉金乡市数万人 一个都逃不掉 全部都要被淹没在失潮之中 在站起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以人类的身份了 很好 你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即日起 我会在城市边缘建造军事基地 取代围栏成为 玉金乡市面对丧失的第一道防线 从即日起 玉金乡市由我沈林来守护 原玉金乡市军队转为守备军 享受非主力军团待遇 所有居民十日内线时到市政厅登记 领取身份证明 凭此身份证可享受无业者补助 可自由行走于腾龙联邦西北地区 并可在军事基地中领取一套房屋 十日之后 没有身份证的黑户将被驱逐出玉金乡市 望西之 这一套话沈林说过很多次了 所有红井军团征服的土地都是这么干的 蜀国多兰国也不例外 我一定全力配合 罗蒙当场表态 此时战场也处于收尾阶段 闪电风暴将失群批得七零八落 百万丧失 现在完好无损还能活动的也就剩二十几万了 对玉金乡市来说依旧是个庞大的数字 在红井军团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两三个小时就能结束战斗 接下来的事和沈林就没什么关系了 战斗结束 军队就留在玉金乡市控制局势 超时空军团兵带着沈林一起回了梁市 离开之前 沈林特意嘱咐那塔莎关注一下卡杰琳娜 她有成为高阶进化者的潜力 是个难得的人才 那塔莎也表示她会帮助卡杰琳娜顺利觉醒 转眼距离当日血战失潮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 战场上狼藉的丧尸尸体已经被简单填进深坑里掩埋 或者就地焚烧 只剩下被鲜血渗透的深色大地述说着那一战的险恶 全新身份证的办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办理身份证享受两大福利 军事基地分配房屋再加上破产保护 就算一无所有也不至于流落街头成为乞丐 可以进入救济院 一日三餐都免费 冬天还发放棉衣 救济院里还有暖气 对普通人来说 活着永远是第一位的 连生存都无法保证也就不要谈报效国家了 被福利吸引主动办理身份证 加入沈林政府户籍的不在少数 当然也少不了死硬分子 如果仅仅是不愿意办理身份证 不会有人拿他怎么样 顶多日后发现他没有身份证将其驱逐出城 但其中不乏有人散播仇恨言论 试图激起本地居民对西北军的反抗 这种人一经发现立刻处死 乱世当用重点 尤其还是对付一国人 手段更不能软弱 一套萝卜加大棒组合拳下来 欲今相识风平浪静 顺利从多兰国脱离 成为沈林治下百姓 市长罗蒙直接效忠沈林 官方发表声明 与多兰国脱离联系 得到消息的多兰国政府一片沉默 没有勃然大怒 更没有新兵征讨叛逆 上到首相古斯塔夫 下到普通公务员都对市长罗蒙的选择表示理解 没办法 祖国没有办法帮助欲今相识 要么毁灭 要么投降 如果整个多兰国都要面临这一两难抉择的时候 首相古斯塔夫也会力排众议选择投降 活着才有未来 欲今相识外 依旧有大量丧尸在附近徘徊 纳塔莎带着卡捷琳娜出城猎杀丧尸 城外烂尼林地的丧尸军事基地内的红颈战士 特意没有消灭 就是留给卡捷琳娜作为试炼场 纳塔莎姐姐 我感觉就差一点点就可以跨过那道关口成为进化者了 我需要一点刺激 你在的话 我的心态过于放松 没有任何危险的感觉 今天就让我自己进入森林狩猎吧 卡捷琳娜道 遇到危险就大声呼救 就算被丧尸咬到了也别怕 我没有抗病毒血清 纳塔莎点点头 知道卡捷琳娜只差最后一步了 知道了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卡捷琳娜拥抱了一下那塔莎 毅然走入丛林之中 十分钟后 森林内爆发出一阵强大的精神波动 卡捷琳娜带着两个口中不断流出咸水 星红的眼球变得呆滞迟缓的丧尸走出森林 她成为进化者了 觉醒的能力是精神控制 看来我没机会成为你的老师了 不过你放心 我认识一个人 她可以传授你所有精神控制的技巧和能力 那塔莎笑容里满是欣慰 卡捷琳娜成功了 她成为一名优秀的进化者 谢谢你 那塔莎姐姐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老师 卡捷琳娜眼圈微红 她终于做到了 出入进化者门槛的卡捷琳娜 对精神力的运用还无比粗陋 她需要一个先行者叫她 尤其是听到那塔莎说 会给她介绍一个老师的时候 卡捷琳娜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 她以为那塔莎要介绍沈琳做她的老师 此刻的卡捷琳娜已经清楚 为什么当初看沈琳会有种凝视大海的深沉厚重感 因为沈琳的精神力庞大如同汪洋大海 而且沈琳不光是顶尖进化者 还是手握十万大军千万生民的废土大领主 要是成了她的学生 前途不可限量 卡捷琳娜问那塔莎沈琳时候才能见到老师 那塔莎微微一笑 再等等吧 你未来的老师最近有点忙 卡捷琳娜明显猜错了 她的老师不是沈琳 两人虽然都是精神系进化者 但一个是念力系 一个专攻精神控制 风马牛不相及 沈琳也教不了她任何东西 那塔莎为卡捷琳娜介绍的老师 是有理 红井最强精神控制者 一个人控制三个高阶丧尸 一手策划百万诗巢 围成大戏的幕后黑手 此时 幕后黑手用同样的方式 又控制了两个高阶丧尸 带领七十万丧尸围攻迦兰士 这次那塔莎没有再参与进去 如果那塔莎也去了 就显得太刻意了 摆明了诗群 就是沈琳控制的 但有欲金香是诸欲在前 得知七十万丧尸工程的 加兰士领导人 也是本地黑手党领袖 希里斯立刻找到 西北军的联系方式 向西北军求援 希里斯根本就没动过 找政府的打算 因为她是黑手党魁 还曾和政府军 有过几次摩擦 这一次 沈琳都没出场 黄云龙主动请战 沈琳就派她去了 同时发射一枚真空内爆弹 消灭大量丧尸 故技重施 多兰国又一座 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 纳入沈琳之下 第二百六十九章 千万丧尸 加兰士归顺在多兰国内 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本身加兰士就独立 在多兰政权之外 是由黑手党掌控的城市 那七十万丧尸 被在攻城时 被消灭了十万 余下六十万丧尸 顺势南下 席卷水仙士 水仙士的动作更快 附近玉金乡士和加兰士 先例在前 依葫芦画瓢 也请来西北军 最终在水仙士外的 卫星基站 将丧尸部队剿灭殆尽 水仙士和加兰士不同 是多兰国临近 腾龙联邦的大事 地位等同于西北梁士 幸存人口三十万 军队过两万 是多兰国的 重要支柱城市之一 数日间 三座城市一主 在多兰国掀起轩然大波 有人痛骂沈林郎子 也心趁火打劫 也有人斥责政府无能 轻脚丧尸不力 导致原属于 多兰国的城邦 纷纷倒戈 多兰国的电台 报社还在打嘴炮的时候 千万规模的诗群 开始自北方逼近 切尔尼市当日被攻陷 连球员都来不及 城中三万军民 最后逃出来不足一千 随后诗群继续南下 姆斯市 罗本市纷纷告破 一日时间 李顿州全境沦陷 整个多兰国陷入惊慌恐惧之中 沈林扩张目标 瞄准了多兰国 在多兰国内安插眼线众多 北方丧事暴动的第一时间 沈林就得到消息 战报如雪片般飞来 傍晚时分 李顿州沦陷的消息 呈在沈林案头 瞎了一口红茶 沈林望着苏联文书写的战报 豁然起身 收服多兰国的契机到了 军事 文化 经济等硬实力方面 多兰国都远不如腾龙联邦 综合国力和腾龙联邦 比一个天上一个在地下 国土600万平方公里 3亿人口 也就腾龙联邦的十分之一 要不是苏联解体时 瓜分了不少先进科技 早就脱离大国行列 被远远甩开 和欧罗巴霸主 苏联的继承者 罗斯国没得比 人口稀少 最直观的坏处 就是人才出现的概率更低 弱大多兰国 一个S级进化者没有 高阶进化者也不多 只要成为三阶进化者 立刻就能身居高位 一步登天 这也就导致多兰国 在与丧尸的交锋中 处于绝对的被动 多兰国12周 上百座城市 大半都落入丧尸手中 多兰国仅占有其中五周 现在只剩四周了 丧尸不需要休息 他们进攻的脚步还会继续 明天这时候 估计都打到多兰国首都了 现在摆在多兰国面前的路 只有一条 答应沈林全部条件 将多兰国并入西北 成为沈林的蜀国 以求得沈林出兵 才有一线生机 沈林调兵遣将 大批军队穿越国境 进入多兰国中驻扎 随时准备痛击丧尸 丧尸突然暴动 却不是沈林的主意 沈林也没那个本事 去使千万丧尸 他询问了尤里 此事和尤里无关 尤里接受了沈林命令 又去悄悄精神控制高阶 丧尸去了 但这一次 他无功而返 所有高阶丧尸 全部被调走了 当时尤里还在纳闷 是他暴露了吗 和沈林通话后才 得知丧尸已经开始行动 对人类城邦展开猛烈攻击 丧尸选择在这个时候 动手沈林猜测 可能和星红妖术背面有关 星红妖术 堵在丧尸进攻的路线上 高阶丧尸 不敢招惹星红妖术 所以暂时停止进军 当然也可能是 有理不断控制 高阶丧尸外出送死 激怒了究极提暴君 原因如何沈林不得而知 他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够了 如今 两难的抉择 摆在多兰国首相古斯塔夫面前 投降和死亡 他该怎么选 政府大楼里人来人往 脚步匆匆 不断和各地方部门进行沟通 所有卫星电话 全部占用一刻不停 电台实时报道丧失动向 噩耗不断传来 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 沉重的表情不见笑容 首相办公室内 古斯塔夫手握着卫星电话 沈林的私人号码 已经显示在屏幕上 可他就是没有勇气按下拨通按钮 按下去 我就是亡国的罪人了 可不按 我该拿什么抵挡千万丧尸 古斯塔夫苦笑连连 电视上城市被攻破 丧尸肆意屠杀平民的画面 正在播放 古斯塔夫终于下定了决心 大拇指重重 按在了绿色按钮上 恨不得将电话按碎 喂 是古斯塔夫吗 号码陌生 但不妨碍沈林猜出 给他打电话的人一定是古斯塔夫 特意用苏联语问询 是我 将军 古斯塔夫的声线透着疲惫 王国的压力快要将他压垮了 想通了 电话那头 沈林的嘴角微微上扬 此刻他的语气 就像是诱导英俊少年 不要再努力了的富婆 只等古斯塔夫说出那句 我不想努力了 立刻大把钞票 车子房子全部奉上 我以多兰国首相的身份 向腾龙联邦西北军区总司令 联邦上将沈林献出我的忠诚 多兰国将成为阁下的蜀国 古斯塔夫说罢 又补充道 但将军必须答应我的一些要求 首先 多兰国依旧保持政治自主性 行了行了 细致末节的事情 你和我的秘书联系 慢慢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现在宣布吧 如您所愿 古斯塔夫做出了他的决定 多兰国将成为沈林的私人蜀国 不是投降腾龙联邦 而是投降沈林个人 至于古斯塔夫还想讨要些好处 沈林完全可以理解 只要古斯塔夫的要求合理不过分 沈林都可以答应 接下来 轮到他的红井军团出马了 学居人矿坑 位于洛耶斯市东南方四十里 原名淘金者矿场 时过近千亿有百年 金矿被挖掘的连一粒杀金都找不到 只留下遍地坑洞的地下 灾变之后 附近城市的大量居民逃难来到矿坑 居住在纵横交错的废弃矿场 自嘲他们是学居人 淘金者矿场也就更名为学居人矿坑 哪怕逃到了如此隐蔽的地下矿坑 学居人们依旧逃不脱丧尸的追杀 此时漫山遍野的丧尸朝着洛耶斯市进军 气味感知专精的进化 丧尸比狗还灵敏的鼻子 闻到了人味儿 带着数千丧尸冲进矿坑之中 异常惨烈的杀戮开始了 地上丧尸成千上万 居住在地下的学居人们不敢开枪 只能在进化着首领带头下使用冷兵器 和丧尸近战搏杀 近身战斗丧尸优势大的没边 爪子只需要轻轻蹭到人一下 那人就死定了 而人往往要劈砍数刀 才能将丧尸杀死 数量持平 高端武力略战上风的学居人矿坑 付出巨大代价 终于将闯入地下隧道的丧尸全部消灭 然后还要彻查自己人里面 有没有感染病毒的 活到现在大家都有觉悟了 感染病毒的人都会主动站出来 不拖累大家 学居人矿坑的首领没有赶尽杀绝 留给他人们一线生机 把所有感染者驱逐出矿坑 只要他们成为进化者就能活下去 成为进化者的概率太低了 学居人们自己都不抱希望 行尸走肉斑 离开地下矿坑 来到地表 傍晚夕阳的柔和光芒 在习惯黑暗的学居人看来都无比刺眼 夕阳余挥中 钢铁洪流正在缓缓向前 挺进洛耶斯室 天啊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一支军队 矿坑里水资源珍贵 几个月没洗过澡 身上又沾满丧失腥臭血液 比乞丐还要狼狈几分的一名学居人惊呼道 快趴下 别被他们看到 同伴按着他的头趴在地上 生怕被军人发现 他们已经感染病毒 被发现就是一个死 他们不愿意连累矿坑的其他伙伴主动离开矿坑 却也不想死 然而几名学居人还是被发现了 坦克的火控系统已经瞄准几人 炮弹眼看着就要发射 雷达中显示他们并不是丧尸 而是活人 急于知晓本地情况的红警军团 先前军立刻派人过去询问 一名全服武装 犹如一栋钢铁堡垒的重装步兵 走到三人隐藏的坑挖处 进了个军礼 问道 几位同志 你们从哪来 是否知道丧失动向 重装步兵说完一拍脑门 毕甲触碰钢盔 发出清脆碰撞声音 我忘了 你们听不懂联邦语 等着 我去叫我们长官过来 示意三人不要动 重装步兵叫来了疯狂一文 苏联在红警系列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像是内塔沙 有理 疯狂一文 都是出身苏联的英雄单位 他们的母语就是苏联语 联邦语才是后学的 见到同胞一文 几人才敞开心扉 告知一文具体情况 当然 他们隐瞒了自身被感染的事实 可他们高烧却在发抖的奇怪的举动 已经暴露了情况 疯狂一文笑了一下 回到军阵之中 先遣军继续向洛耶斯市前进 第二百七十章 摩擦 问出什么东西没有 刚上装甲车 就听黄浩然问道 黄浩然和疯狂一文两人的组合 被人戏称为连体英 他们俩能力互补 一个手强攻弱 一个攻强手弱 就像是ADC和辅助 彼此也对脾气 性格合得来 所以能长久合作 大概有四十万丧尸 奔着洛耶斯市去了 这只是小谷袭扰丧尸 丧尸大军还在后面 哦对了 带几只抗病毒药剂过去 那几个人感染病毒 所以被驱逐了 一文说道 疯狂一文绰号里 带着疯狂二字 他的疯狂体现在战斗中 和对炸药的狂热上面 平时里除了自毁 欲望强烈之外 和常人没什么不同 抗病毒血清西北 对外售价极高 但在军队内部 抗病毒血清 每次出征都要背上几百只 目前全世界只有 沈林有抗病毒血清 定什么价格 还不是沈林说了算 享受垄断带来的暴力 几名被驱逐的学军人命运 被红警军团改变 给几人注射了抗病毒血清 先遣军包抄丧尸的后路 对小谷分支丧尸展开围剿 轻型灰熊坦克 打响战斗的第一炮 轰天烈地的炮声 让城内艰苦奋战的 守军精神一阵 多功能步兵车机炮喷出耀眼的火光 机炮横扫丧尸像割韭菜一样 一排一排的道 此路直升机留下一片轰炸区后 竟直飞入城市之中 帮助守军抵挡丧尸狂潮 洛耶斯市虽然是多兰政府一系 但政府却没有下派市长 有本事杰出进化者 亚当斯和光耀三师 七十五团团长谢尔盖 两人共同治理洛耶斯市 此刻亚当斯和谢尔盖都在前线浴血奋战 身为军人 谢尔盖一眼就认出了远处的坦克和头顶武装直升机 都不是他们多兰国的 而属于腾龙联邦西北军沈林 谢尔盖思想老派 对基于多兰国的沈林极为仇视 如果不是心知肚明多兰国所有军事力量 集中到一处冲击西北都对沈林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他早就向政府上抒请站了 别管心里怎么排斥 此刻洛耶斯市面临生死危机 他不拒绝任何支援力量 抬头看了一眼头顶不断输出子弹风暴 阻拦丧尸前进的战机 谢尔盖眼神专注 端着步枪精确点射 爆掉一颗颗丑陋猙獰的丧尸脑袋 这只小谷丧尸被包了饺子 洛耶斯市攻不进去 后方又被火力凶悍的红颈军团所阻结 有声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磨灭 黄浩然手持倒能黑缸大盾冲锋在前 他手弱弓强是相对的 面对普通丧尸 手中大盾挥舞便能将丧尸拍成一地烂肉 他和疯狂伊文也加入战场 快速消灭丧尸 很久没有杀得这么爽快了 让我想起一年多之前的时候 那时候梁氏还是丧尸当家做主 我们被丧尸逼进了体育场 四面八方都是丧尸 好像永远都杀不完 一边杀戮丧尸 黄浩然还能和疯狂伊文聊天 可见这场战斗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压力 那时候还没有你 我们在将军的带领下奋战到底 把丧尸都生生拖垮了 最后拖到十二点刷新弹药 顺利冲出包围圈 那一战打出了威风也伤了丧尸的元气 为日后平定粮食打下了基础啊 战场上奋勇争先杀戮丧尸 让黄浩然回忆起了当初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丧尸是红颈军团的生死大敌 每天大家活满脑子 想的都是如何更有效的杀戮丧尸 把丧尸赶出西北 随着红颈军团不断进化 强大 丧尸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具备威胁了 手雷 高爆雷管 强酸瓶 冰封手雷 疯狂伊文的弹药库也在不断丰富 他听着黄浩然感慨 杀戮丧尸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浩然 黄浩然和伊文杀的痛快 后方坦克 军队相继冲上来 进一步压缩丧尸的生存空间 守军也在空中部队的援助下站稳脚跟 有了反扑余力 内外通力合作 终于在天黑之前 顺利将这只丧尸偏军消灭在洛耶斯市外 洛耶斯市的两名领导者 亚当斯和谢尔盖也见到了黄浩然和伊文 黄浩然不会苏联语 由伊文和他们沟通 沈林已经筹备在多兰国学校 开办联邦语课程 成年人也可以去学 同时在军中也开放苏联语补习班 方便以后红颈军团掌控多兰国 多兰国人不一定比西北多 但地方着实不小 适合耕种的肥沃平原也很多 沈林看中多兰国就是觉得 多兰国有成为西北粮仓的潜力 要把多兰国往原材料生产地的方向培养 帮助沈林把生意版图继续扩张 非常感谢贵君对我示的援助 我会上报政府 多兰人民有恩必报 谢尔盖握住伊文的手 感激之情易于言表 客气什么 都是一家人不需要回报 你要是有心就帮忙安排饮食和住宿问题 洛耶斯是丧尸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需要好好休息 迎接后续的战争 伊文道 你们想要进城 谢尔盖的眉头皱了起来 当然 不进城怎么不放 伊文反问道 对于贵君的援助 我们非常感谢 贵君的衣食住行 包括炮弹子弹的损耗 我也可以报销 想进城 不行 灵土主权不容侵犯 谢尔盖冷硬道 那我要是非进不可呢 伊文活动了一下筋骨 露出了马甲里藏着的 数百枚各色爆炸物 不好意思 只有战死的多兰人 没有投降的多兰人 如果你执意进城 哪怕不敌 我也会率领军队抵抗到底 当然 像你这样 投降腾龙联邦的软骨头 是无法理解多兰人的骨头 有多硬的 谢尔盖振臂高呼 他在军中威望极高 他发出作战宣言 后方所有多兰军人 全部举起枪 冷漠地注视着几分钟前 还在通力合作的友军 怎么聊着聊着 要打起来了 语言不通真的 很让人恼火 黄浩然一头雾水 谢尔盖不让我们入城 还嘲讽我 说我是多兰人的叛徒 伊文额头上的青筋跳动着 内心深处 再次产生了自爆的想法 一会打起来 你带着战士们赶紧撤退 我炸死这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外国佬 伊文咬牙且耻道 他不是苏联的战争英雄 只是个狂热的火器爱好者而已 没有那塔沙队 就苏联的特殊情节 在他心里多兰人才是外人 黑发黑童的沈林是他长官 同样黑发黑童的黄浩然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心向着红颈军团 排斥红颈军团的谢尔盖就是他的敌人 黄浩然服额 说道 你没告诉他们 多兰国的首相古斯塔夫 已经宣誓效忠了吗 没有 跟这群死脑筋 有什么可说的 算了算了 你冷静一下 我去和他们沟通 拉着伊文手臂 把他拽到身后 黄浩然上前高声喊道 有没有人会说 腾龙联邦语 帮我翻译一下 趁着黄浩然找翻译的功夫 亚当斯对谢尔盖怒目相识 你太冲动了 我们现在和西北军站在同一阵线 我的敌人是丧尸 他们想进城就近呢 拦他们有什么意义 你没听说过 腾龙联邦的一句古话 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吗 只怕他们一进城 就就在洛耶斯市扎下根了 那又怎么样 没有他们 我们根本就守不住洛耶斯市 亚当斯咆哮道 他妈的你也是个软骨头 喜欢舔腾龙人的钉钩子就去吧 别带上我一起 我命运弯不了腰 对大势大妃面前 还拘泥于门户之间的死硬军人 亚当斯无话可说 此时 黄浩然终于找到会说腾龙联邦语的军人 对他说了一席话 让他转告给谢尔盖 团长 西北军的指挥官说 咱们首相古斯塔夫 已经宣誓向沈林效忠 所以西北军的援军才回来 他让我们配合他们的工作 翻译把话说完 就让谢尔盖推了个大跟头 放屁 首相大人怎么可能投降 他说已经公布了 不幸可以看新闻 谢尔盖眼神闪烁了一下 将信将仪拿出手机一看 首页推送就是古斯塔夫 宣誓效忠得到新闻 下方还有视频链接 呆呆地处理当场 心里有一句 MMP不知道当不当奖 沉等正于死战 首相却率先投降 他对领土的坚持毫无意义 谢尔盖失魂落魄 亚当斯顺势接过主导权 请众人入城休整 伊文从谢尔盖身边走过的时候 还说了一句 硬汉 怎么不向我展示一下 多蓝人的硬骨头 谢尔盖无动于衷 信念倒塌 谢尔盖陷入迷茫之中 战士们陆续入城 已经没有人再去关心谢尔盖 就像没有人会关心路上 遇到的几个学聚人一样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 跟不上的就活在旧式光里 止步不前吧 先遣军入城之后 陆续有部队赶来进入洛耶斯市 谢尔盖说的没错 军队入城之后就没再想着离开 红颈军团将付出鲜血和生命 在洛耶斯市阻拦丧尸前进的步伐 使他们不能深入多蓝国腹地肆虐 付出这么多 占领洛耶斯市顺理成章 第271章 两点作战 幽暗深邃的夜空 直升机透射下的耀眼探照灯光 打破了这份宁静 大地上无数丧尸 像蚂蚁行军一样朝着洛耶斯市迈进 驾驶员默默观察着下方情况 离开之前朝着进化丧尸所有的位置 投放几枚导弹 也不管炸没炸死进化丧尸 立刻攀升高度撤退 在雷达建造起来之前 为了查清丧尸动向所有直升机都派出去了 今晚11点左右 洛耶斯市就会迎来一场大战 这回可不是小打小闹 失潮已经来了 哈哈 想没想我 笑声从天空传来 黄云龙紧急赶到战场 上次帮忙平定加兰事后 黄云龙就一直没离开多兰国 来得正是时候 晚间有一场大战 我要去帮忙疏散城中百姓 咱们也得做好 万一守不住就弃城逃走的准备 黄昊然道 黄云龙问道 将军没来吗 还没道 如果情况危急 将军会在超时空军团兵帮助下抵达战场 你也知道将军对时空穿梭不适应 无法短时间连续时空穿梭 非必要情况 将军不会轻易使用超时空传送 黄云龙点点头表示理解 又说道 这场仗不太好打 我来的时候观察过地方丧尸 三阶丧尸超过二十 四阶丧尸也有庶民 我没赶下去 黄云龙胆子有多大 当初他敢一个人冲击死灵大军王 孝天占据的朔方氏 现在却不敢对高阶丧尸下手 可见在黄云龙心里 这支丧尸军队比王孝天更具有威胁 先耗着吧 丧尸耗不过我们 黄浩然叹了口气 这场仗确实不好打 但不好打也要打 此战打赢 多兰国六百万平方公里 将土境归沈林所有 如果沈林想 他可以脱离腾龙联邦公民身份 成为多兰国的国王 而且就算袖手旁观 等到千万丧尸将整个多兰国吞掉 一样会冲击西北边境 到时候 沈林还是要和丧尸决一雌雄 而且战场还会转移到西北本土 不如把战场放在多兰国 纯王齿寒的道理 是沈林是明白的 所以对多兰国的援助不遗余力 除了洛耶斯市 汉庭市也有上万名红颈战士抵达之源 西北军将在汉庭市与洛耶斯市两点 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将尸巢阻拦在外 汉庭市方面的指挥官是内塔沙和尤里 卡捷琳娜终于见到了他未来的老师 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 不是年轻有形 有异国风情的将军沈林 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秃头 有一说一尤里长得挺帅的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审美观来看 尤里都是个帅哥 遗憾的是他年纪确实不小了 而且脱发光秃秃的脑袋上一根毛都没有 可能是因为没有头发的遗憾 他对胡子格外珍视 任何情况下胡须都是一丝不苟的 汉庭市比洛耶斯市更加排外 他们的市长是不折不扣的鹰派分子 在得知内塔沙和尤里是腾龙联邦的人后 立刻举起枪对准尤里让他滚出去 尤里可不像黄浩然脾气那么好 百事实讲道理 尤里直接精神控制他引弹自尽 谁敢反抗狂暴的精神力就一股脑灌进去炸了谁的脑袋 连死了几个人 面对尤里这个暴君没人再敢挑衅 接受尤里的统治 精神控制者的霸道尤里毫无保留展现出来 他给卡捷林内上的第一刻名为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精神力进化者的尊严不容冒犯 更靠前的汉庭市在晚上九点左右迎来了第一波丧尸攻势 纳塔莎忠孝 掩护我 尤里看了一眼 那塔莎和他身边的卡捷林那 闭上了眼睛 数以万计的精神丝线射了出去 每一根丝线都刺入丧尸的大脑之内 此时此刻 丧尸还没有冲击防线 突然间两万多个丧尸突然停滞了一下 仿佛时间在他们身上被偷走了一秒 下一刻一个个眼珠子通红掉头咬向了他们同伴 丧尸咬人谁都见过 可丧尸咬丧尸还真没几个人见到过 丧尸简单的思维 想不明白为什么同伴会突然攻击自己 生存的本能却让他们立刻开始还击 于是 不死怪物撕咬着不死怪物 黑红色浓稠血浆飞溅 腐朽的骨肉被拆解 学会了吗 放出大招的油里面上明显露出了疲惫之色 卡捷林那摇了摇头 他现在仅能控制不到十个丧尸 精神力强度不够 也无法细化到像油里那样释放出万道精神力丝线 他要学的还有很多 普通丧尸难成大器 光靠油里控制的一两万丧尸 就想扭转战局 那是不可能的 此举只能尽量消耗丧尸的有生力量 想要击溃尸巢 还得看军队的 二十架战机在钢青里出来的跑道上先后飞起 导弹不要前四得丢出去 机炮不需要瞄准 对准地面开火就能造成大量死伤 重装步兵和防爆步兵以肉体铸成城墙 迎接将两万丧尸轻易撕裂吞没的丧尸狂潮 防爆步兵举起盾牌连接成盾墙 掩护后方重装步兵和动员兵尽情输出火力 天空上方还有火箭飞行兵 有针对性射杀藏匿尸群中的进化丧尸 尸巢一头撞在礁石上 撞得头破血流 突然 无法攻陷的防线自己主动分开 露出巨大入口 天真的丧尸立刻顺着入口 涌进去 看到面前轰隆作响的巨大钢铁怪兽 才知道那不是入口 是出口 整天有人说开泥头车撞人 说这种话的人 考虑过泥头车的感受吗 他不想撞人 只想安安静静地跑工地拉货 所以撞人这种事还得坦克来 近百吨重的天骑坦克 将前方拦路的丧尸 直接碾压成肉泥 超重型坦克 直接生生冲出一条血肉之路 120毫米两门巨炮开火 尸群中长手长脚如同大蜘蛛一样 急速突进的高阶丧尸 不幸成为天骑坦克的祭品 被炮火所吞没 随后中轻型坦克紧随其后 坦克炮响彻天地 光棱主炮在尸群中肆意折射 炫目光束携带的高温 直接将一片丧尸烧成灰烬 手榴弹 火箭筒 坦克炮 导弹磁器笔伏 以爆炸覆盖了整个战场 等到战争过后 就能看到满地的焦黑爆炸弹坑 里面可见已经被烧化了尸骸 打扫战场的战士们最不愿意的就是清理弹坑了 爆炸扬起的巨大沙尘落在尸里的光头上 卡捷琳娜犹豫了一下 帮尸里擦掉头上灰尘 闭上眼睛回复精神力的尸里 感受到少女的柔嫩手掌 在抚摸她的脑袋 眉头紧皱着睁开眼睛 看到了卡捷琳娜 那个 我看你头上落了灰 帮你打扫一下 卡捷琳娜才不会说 她想测试一下光头的手感 沉默地让卡捷琳娜有些心慌 尤里才勉为其难说了一句 谢谢 随机又闭上眼睛 进入精神之海 寻找高阶丧尸的踪迹 现在 尤里不能通过控制高阶丧尸来掌控尸群 在五阶狮王纠集T暴君发话之前 普通丧尸会听高阶丧尸的命令 但纠集T丧尸一旦发号施令 高阶丧尸发布相反的命令 丧尸是不会接受的 丧尸内部不是毫无秩序 等级森严尊卑有别 普通丧尸会无条件服从高阶丧尸 而高阶丧尸不敢拒绝尸王 尸王的标准再一次拔高 以前掌握一个尸群的高阶丧尸 就可以称得上尸王 现在只有五阶纠集体丧尸 以及少部分特意强大的四阶丧尸 才能称得上尸王 汉庭市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 尽管丧尸死伤惨重 但尸群实在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双方攻守不断交替进行拉锯战 就看谁先扛不住了 另外一个支点 洛耶斯市即将开战 紧张的气氛弥漫城市内外 战士们已经结束休息 目不转睛等待丧尸到来 丧尸还没来 天上却稀稀利利下起了小雨 不过这雨水不太对劲 怎么有股腐败的味道 黄浩然看着常年 小马甲强壮双臂 裸露在外的衣纹 询问她的感受 雨水落在我身上 有很轻微的灼痛感 比酸雨还厉害 如果雨势变大淹没脚踝 所有战士 双腿都要被炮坏了 丧尸好对付 天上却该如何应对 思索对策的黄浩然 接到坦克兵汇报 雨水正在腐蚀坦克装甲 虽然速度很慢 但长时间暴露在雨水之下 坦克也要损毁 麻烦了 酸雨对金属的腐蚀 比对血肉更强烈 天空万里无云 哪里来的雨 分明是由丧尸在搞鬼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从高空飞下来的黄云龙 查清情况 怒吼道 如果丧尸迟迟不攻城 任由酸雨交下去 用不了几个小时 红颈军团 就要丧尸战斗力了 雷达显示 丧尸的行军速度 明显变得缓慢下来 丧尸在等酸雨积蓄 他骂的 不等了 出去跟丧尸拼了 黄浩然脾气也上来了 留下三百名战士守城 留好退路 带着军队冲杀出去 出城无礼 酸雨就停了 进一步确定是丧尸的手笔 红颈军团占据的防守优势 被一场酸雨浇没了 不得不出城野战 便在城外农田中 军队和丧尸遭遇 坦克率先发难 炮弹出堂 在敌阵炸开 杀 黄云龙发出怒吼 高周波震荡刀 拖出数十米刀器 一刀斩死千个丧尸 一击攻城黄云龙 立刻化作狂风 在丧尸之中飞速穿行 前线战斗直接进入 短兵相接的最激烈阶段 近距离战士们 真称得上弹无虚发 每一颗子弹 必能杀死一个丧尸 但随着丧尸不断涌来 黑压压无边无际的 尸巢带来的恐怖压力 让神枪手动员兵 都有些失准 洛耶斯室外的战斗 比汉庭那边更加惨烈 丧尸被屠杀 但己方也不断出现伤亡 黄浩然护不住所有人 顶在最前线的防暴步兵 不断被尸巢推翻 然后撕咬致死 伊文双臂 不停投掷着各种爆炸物 一个人输出的火力 堪比一个炮冰连 丧尸一次次压上来 又被爆炸物消灭 疯狂伊文双手都要酸了 第272章 记者招待会 前线战况激烈 舍弃前线战场 在尸群中 画风穿梭的黄云龙 终于找到了 制造酸雨的罪魁祸首 躲在小山坡后面 不断朝着天空 喷吐绿色毒云的酸液丧尸 能制造出覆盖一座城市 酸雨的肯定是高阶丧尸 一接酸液丧尸 吐出的强酸就能腐蚀坦克 成为高阶丧尸 他喷吐强酸的范围和杀伤性 肯定更加惊人 他选择了更阴损的手段 制造酸雨覆盖全城 想要不扎而屈人之兵 不能让他前往正面战场 不然一定会对 我军激动步兵 造成巨大伤亡 便在此处斩杀他 黄云龙下定决心 别看平时 黄云龙一出手狂风席卷 刀气纵横 那都是在杀戮师群 需要大范围攻击的时候 真到了强强对决 露出杀击的时候 一点意象都没有 黑暗中闪现一道雪亮刀光 酸液丧尸被一刀斩首 枪子里还在不断喷出 大量绿色浓稠酸液 普通丧尸处碰到酸液 立刻化为一滩浓水 旁边赶回来 施以援手的高阶丧尸 劈头盖脸 被泼了一身酸液 哀嚎挣扎撕扯身上 被酸液沾染的皮肉之际 也被黄云龙瞅准时机 躲了脑袋 深化疾风因素突进的黄云龙 是战场上最危险的刺客 来往于敌阵之中 专杀最有价值的单位 刺杀成功 酸鱼也停了 苦战的红颈军团得以喘息 边退边打 将战线拉长 两点作战 各自都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但全部被解决 对抗千万丧尸的战争 成为一场拉锯战 丧尸源源不绝 来自西北三省的援军 也在陆续赶到 战机已经往来于多兰国空域 多兰国的居民耳边 听到一阵音爆声 那是战机呼啸而过 而且不是一架两架 往来就是鸡群 凌晨时分 多兰国边境城市 甚至看到了巨大的钢铁飞艇 从城市上空驶过 本地记者争相报道 各种角度拍了数百张照片 战斗暂时结束 丧尸战死过百万 沈林方损兵折将近三千 总兵力数字直接跌破十万以下 好在军衔提升是永久的 不然一场战斗 能把沈林军衔从上将打回中将 最惨重的伤亡出现在黎明前夕 洛耶斯是攻不下来 丧尸已经准备撤退了 黄浩然等人率兵追击 却被一个自爆丧尸埋伏了 爆炸伤害不怎么样 但自爆丧尸的血肉残片 带着强烈病毒 接触到立刻感染 数百名红颈战士瞬间感染 接种药剂都来不及 因为感染速度过快 肌肉记忆还没有消退 被感染的战士们反手射杀 射伤了许多战士 后被黄云龙含泪斩杀 事后黄云龙和黄浩然 两人纷纷在战报上请罪 沈灵看过之后便丢进垃圾桶里了 黄云龙和黄浩然 都是沈灵麾下资深汉将 而且也不是战败了 战胜之后想扩大战果 沈灵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反手又建造了两千新兵 直接投放在玉金香式新建的兵营 机甲军团的是沈灵 暂时不想 有钱就用 继续扩军 在这场人与丧尸的战斗中 将军队扩充到15万 或者20万 早饭前后 沈灵抵达前线 死去战士们的尸体 已经火化了运送回粮食的烈士陵园 只留下尸臭弥漫 满目疮痍的战场 战士们的工作已经结束 沈灵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建立围墙和机枪碉堡 少戒炮 光棱塔以及磁报线圈等 安置在城市周围 丧失必定会大举进攻的人口聚集地 严坤 杨永信 丁宁霜 陈宇豪等军官也陆续赶往前线 准备好了和丧尸决战 丧尸没那么多心眼 哪怕是高阶丧尸 拥有智慧之后 玩阴谋诡计 也不可能是人类的对手 尤其究极体暴君是走见美丧尸 金刚丧尸这条路线 一路进化到顶点 成为究极体暴君 他的肌肉比大脑发达一万倍 不动则已 一动就是要将人类秩序 彻底摧毁的大举进攻 超级武器沈灵一样没用 全都给究极体暴君留着呢 布置完了前线防御设施 沈灵和尤里 黄浩然等人见了一面 对丧尸进行简短交流之后 沈灵受邀前往多兰国政府 抵达多兰国首都基维克之后 在机场沈灵 终于见到了前来接机的首相 古斯塔夫和一众政府高官 古斯塔夫年近六十 身材微胖 身高只有一米六五 能在人均身高超过一米七五的 多兰国当上首相 除了优秀的政治手腕 和古斯塔夫矮胖身材和善面孔 带来的亲和力是分不开的 欢迎沈灵将军 这句话是用腾龙联邦语说的 自证腔圆 看得出来是下了功夫 专门练这一句话的 首相你好 你和我秘书谈得怎么样了 政治上的事情沈灵不太关心 全都交给她的秘书柳依依 天知道柳依依接到消息 要和多兰国首相谈判的时候 有多震惊 呵呵 我和柳小姐相谈甚欢 她是一个好人 但不是个合格的政客 几乎我所有的条件 她都答应 谈到我不敢再提出条件了 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利用他人的善良 使自己获利的阴险小人 古斯塔夫苦笑道 她和柳依依之间的交流 也很吃力 不是因为语言不通 而是她很多隐喻柳依依都听不懂 必须得掰碎了 揉开了奖给她点 古斯塔夫感觉 她不是在和柳依依谈条件 而是在给她上课 教会她如何玩政治游戏 我先提出几点 首先 多兰国成为我个人 蜀国之后 我不会干预多兰国内政 依旧是多兰人治理多兰人 甚至你们拥有自己的军队 我也不反对 沈灵说出这句话 古斯塔夫就放心了 只要国家自主权依旧保留 其他沈灵什么条件 古斯塔夫都可以答应 我也会在多兰国主要城市 建立军事基地 安排驻军 官面上的说法 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实际上是防备你们 翅膀硬了想事主 你也是个不合格的政客 那么难听的话 何必明说 看着一个个气得 脸红脖子粗的官员 古斯塔夫心里的无奈 无法言说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有些事心照不宣就行了 何必说出来呢 还好没让记者进来 将军请放心 多兰人不会忘恩负义 就算有朝一日西北衰弱 多兰国崛起 脱离主从关系就是了 古斯塔夫摸透了 和沈灵交流的关键 就是有话直说 沈灵满意点头 笑道 你的猜想不可能发生 西北在我的治理下会 越来越强 好了 听我继续说 我给多兰国的定位是资源生产地 多兰国地大物博 是一种植农作物 西北为多兰国提供军事保护 多兰国每年需要上缴 粮食总产值三成作为共赋 同时全面开放贸易 开放移民政策 具体的等战后 咱们再慢慢谈 大体政策 你是否赞同 我赞同 古斯塔夫毫不犹豫答应沈灵 沈灵的政策 比早些年西方的殖民地政策 不知道宽松多少 既然你赞同那 咱们就有得聊了 首相请 将军先请 沈灵也不推辞 走在前方 首相古斯塔夫 和一众高官众星捧月 围绕着沈灵 走出机场的那一刻 摄像机的灯光 差点没晃下沈灵的眼睛 全国记者都集中到首都机场 想要得到有关沈灵的第一手咨询 微微眯起眼睛 沈灵不太适应这种场合 古斯塔夫也看出来了 送沈灵上车众人 前往多兰国总政机关 众人走后 有官员拦住记者 说道 大家不要急 中午会有记者招待会 将军和首相会亲自出席 车上古斯塔夫和沈灵 也谈到记者招待会的事情 沈灵表现出轻微抗拒 古斯塔夫告诉沈灵 只需要简单说一说 战局情况 安抚恐慌不安的群众 其他的交给他就好 沈灵文言点了点头 参观了多兰国总政机关 又会见了多兰国 几位手握军队的将军 午饭过后 沈灵出现在记者招待会现场 会堂里 惊挑戏选来了记者数百人 几十个摄像头 对准沈灵全国直播 沈灵一身军装整齐 肩膀上三颗江星闪耀 深吸了一口气 和古斯塔夫走到台前 大场面 沈灵也见过几次 并不怯场 目光从左到右环场一周 沈灵说道 各位记者朋友 所有收看直播的 多兰国人民大家好 我叫沈灵 西北军区总司令 和大家也是老邻居了 如今 多兰国遭遇丧尸大举入侵 西北军作为多兰国的邻居 理应出兵援助 得到古斯塔夫首相的同意后 我亲自带兵支援前线 目前在汉庭市和洛耶斯市 两地组成防线 以消灭百万丧尸 欢迎记者朋友们 前往前线实时报道战况 在这场生与死的战争中 我会尽全力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掌声响起 达不到掌声如雷的效果 也可见记者对沈林这番话的认同 接下来轮到古斯塔夫发挥 明明是蜀国向宗主国缴纳共赴 宗主国要在蜀国驻军 从他口中说出来 导向是两国相亲相爱不分你我 最后再隐隐点名 以后多兰国要全面依附西北 两位大佬讲完 到了记者提问时间 记者这个职业 向来是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问 一个不怕死的记者 举着话筒问沈林道 沈林将军 所有人都说 你是打着援助旗号的侵略者 不知道你怎么看 古斯塔夫温和的眼神变得锐利 他怒瞪官员 这记者是谁放进来的 侵略者的说法 我是不认同的 我一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多兰人 也没有占领任何一寸多兰土地 更没有抢劫任何属于多兰国的财产 那么请问 在多兰人的认知观念中 在危及关头前来帮忙的朋友 是侵略者吗 一句话对的记者雅口无言 古斯塔夫也松了口气 沈林的回答不能更完美了 他庆幸 沈林没有说出大实话 是多兰国求着他来的 如果没有沈林多兰国已经完蛋了 实话难听 更让人无法接受 说出来 肯定会激起民间反对声音的浪潮 第273章 血剑会堂 记者要是这么容易低头 那就不是记者了 那人刚灰头土脸坐下 立刻有人接替 他的位置高声质问道 你口口声声说 没有伤害任何多兰人 没有侵占多兰一寸土地 可据我所知 阁下的军队已经占领了 玉金香市 加兰市 水仙市 洛耶斯市和汉庭市 汉庭市的西北军官尤里 还枪杀了汉庭市长卡波诺 这件事你如何解释 他就比上一个记者手段高明得多 消息也灵通 卡波诺被枪杀是昨晚的事 在场目击者只有十几名护卫 他竟然知道 军队孱弱将领无能 任由侵略者 在我们的土地肆意妄为 我刘一思虽然只是个记者 也要让侵略者头子明白 多兰人不可轻辱 我的眼与鼻子大还有威力 能刺穿人的灵魂 眼见沈林被他问住了沉默不语 刘一思勾起嘴角露出得意笑容 所以你口中的带来和平 保护多兰人民的安全 都是空谈 隐藏在你伪善面具下 是你肮脏不堪的心灵 你是独裁者 你是一个暴君 多兰国不欢迎你 记者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就是问的人哑口无言 刘一思变本加厉 每一个字外表都裹着刀片 充满敌意 蓄意破坏两国邦交 我怀疑你是别国间谍 卫兵给他拖下去 不能让刘一思放肆下去了 古斯塔夫指着他喊道 立刻有两名卫兵上前架起刘一思 就要把他拖走 刘一思不怒返校 他张狂大笑的身影 被所有的摄像镜头捕捉 可以预见明天报纸头条 会高度赞赏刘一思英勇无畏的行为 把他放下 沈林的声音带着射人心魄的力量 直属首相不停其他任何人命令的卫兵 不由自主放开手 还刘一思自由 将军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刘一思冷笑着整理被扯皱的西装 战胜的攻击一样高昂着头 却不知道这样的姿态 很讨厌 让人想要扯住他的脖子 割开放血 辩解谈不上 我只是觉得把你关押起来太便宜你了 沈林掏出手枪 说道 乌光暗沉 粗狂猙獰的外表 充满原始杀戮气息的科尔特佐伦 蟒蛇是沈林最爱的疾病手枪之一 此刻蟒蛇佐伦正指着刘一思的头 会堂里发出阵阵惊呼 劲爆的新闻要来了 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幕 数不清的摄像头对准着了 就连守门的卫兵都忍不住拿出手机 拍摄这百年难得一见的会堂燃血事件 你杀了我我就是民族英雄 刘一思西裤下的双腿都在发软 嘴却比鸭子还硬 扶个软认个错 我懒得和你一般见识 既然你这么强硬 那我满足你 砰滴一声巨响 刘一思的脑袋都被打烂掉了 头骨碎成了七八块 血浆四射 染得沈林军绿色军官 制服上满是梅花般的血点 肩膀上的江星一被鲜血染红 古斯塔夫目瞪口呆 他想不到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这可怎么收场啊 在老练的政客也没经历过这种场景 事情发生的经过都被全国直播了 刘一思在全国人民的面前 死在了沈林枪口下 原本应该维持秩序的卫兵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抓沈林后果不堪设想 可不抓沈林 就像泥塑雕像一样 啥也不做免不了要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 所有人都在为难的时候 沈林拿出手帕 擦干了脸上血迹 对着摄像头说道 那位记者朋友死前说 如果我杀了他 他将成为民族英雄 我很好奇会不会这样 谁能给我个答案 同行因为说实话被枪杀 所有记者都义愤填膺 一个地方电视台 只能远远在后方拍摄的记者 克力钦大喊道 刘一思就是我们的英雄 很好 你上前来 沈林神情严肃 克力钦昂首挺胸走到台前 从不受人注视的他 此刻要成为英雄 那我问你 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 只知道摇唇骨蛇般弄是非的人 就因为攻击我这个外人 他就是民族英雄 狡辩 他成为英雄 是因为他敢说出真相 而你不敢回答他的真相 你只是个高举屠刀的刽子手 你以为残忍的手段会让勇敢的多兰人民闭嘴吗 你永远都办不到 克力钦怒吼着 指着沈林的鼻子道 有种你杀了我 我的生命会让所有多兰人民都醒悟过来 认清你的真面目 砰 又一声枪响 克力钦也成了无头师 军装上的鲜血更多了 又一个偷换概念的 认清我的真面目 我从来就没有伪装过 我否认侵略者 因为我没有吞并多兰国的想法 另外 我再声明一点 不是我主动来的 是你们请我来的 因为没有我 所有的多兰人都将死在丧尸手中 那你就走啊 人群中有人小声嘟囔着 呼吸声都清晰可听的会堂中 再小的嘟囔 也比菜市场扯开嗓门的吆喝更响亮 很好 你也有不同观点 上来跟我对话 沈林笑着 又来了个不怕死的 我都要看看他怕不怕死 这个记者可没有刘一丝和克力钦的勇气 他没想到小声 逼逼也沈林抓到了 故作无事发生 还想往人群里钻 却被得到古斯塔夫授意的卫兵给揪了出来 古斯塔夫一门心思当鸵鸟 事已至此只能看沈林如何发挥了 他不敢冒头 八部的全世界都忘了他的存在 此事处理不好 古斯塔夫已经可以遇见民怨沸腾 他贵为首相 也有可能被愤怒的人民推翻 那个记者上前来嘴皮子哆嗦着 说不出一句话 他是害怕了 他就站在刘一丝和克力钦尸体旁边 前两个降嘴的是怎么死的他记得清清楚楚 记者愣愣无言 沈林便知道跟他的嘴是打不开了 望向众人 也望着摄像机将影像传达的千家万户 声明一点 如果是辩论我欢迎 可人身攻击我不能接受 这两个人死有余辜 从各位的态度中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并不欢迎我 也不欢迎我的西北军 我想邀请所有记者进行不记名投票 赞成多兰国成为我蜀国 接受我庇护的投赞成 不赞成就投反对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 西北军就应该哪来的滚回哪去 那我们立刻就走 绝不停留 现在开始投票吧 一张张白纸发放下去 沈林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投票结果 将军不能意气用事啊 多兰国需要你 古斯塔夫在沈林身旁苦苦哀求道 作为多兰国首相 他很清楚国内情况 西北军到来之前全线告急 每个小时都有城市沦陷 直到昨夜西北军援军到来 丧失进攻的步伐才被遏制 洛耶斯市和汉庭市才能守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都把我当成侵略者 视我为仇寇 那我为什么还要保护这个国家呢 首相大人你记住 不是我要来 是你们求着我来 你搞个新闻发布会是什么意思 想看我出丑 还是想淡化投降西北这件事 对你在民众心中的影响 我以为你是个老实人 现在看来你并不老实 沈林脸色并不好看 望着古斯塔夫 貌似中良的一张脸说道 小心思被戳破 古斯塔法说不出来话 没想到弄巧成拙 激起了民众对沈林的敌视情绪 不计名投票 还没结束 古斯塔夫就已经知道结果如何了 古斯塔夫接过投票 结果一场场验看 几乎90%都投了反对票 他硬着头皮勉强笑道 反对票74张 赞同票103张 将军 多蓝人欢迎您 你TM把我当傻子是吧 沈林冷冷看了他一眼 拂袖而去 从侧门走出会堂时候 沈林甚至听到了会堂里传来的振振欢呼 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 靠自己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 驻扎在洛耶斯市的黄浩然也在看直播 看到将军枪杀两名记者的时候 神情就变得严峻起来 气氛不太对 这些人不会是在羞辱将军吧 沉默的黄浩然胸中激荡着杀意 黄云龙眉心眉肺大笑道 将军真霸气呀 在多兰国的会堂上说 杀人就杀人 痛快 直播临近尾声 沈林离开没两分钟 洛耶斯市军团长谢尔盖来到西北军军营 大笑说道 快滚吧 黄疲老 你们的将军已经先滚蛋了 他在说什么 伊文正在实验室制造炸药 黄云龙听不懂谢尔盖在满嘴喷粪 但他接到了沈林传达的军令 全军撤离 放弃洛耶斯市和汉庭市 多兰人果然惹怒了将军 全体都有 收拾东西 撤 黄浩然一声大喊 军营内外全部行动起来 帐篷睡袋 子弹炮弹种种军需品全部带走 一个小时之后 军营里面只有凄凉的北风乌液徘徊 亚当斯急急忙忙跑到军营来找到谢尔盖 愤怒指责道 你怎么也和那群记者一样短时 赶走了西北军 我们拿什么抵御丧失 谢尔盖大笑道 他们人走了 可东西都留下了 你看看外面的围墙 机枪碉堡 还有防御炮弹 能将进化丧失电程焦炭的放电塔 这么多好东西 现在都归咱们了 有这么多好宝贝 我们还守不住丧事 说的也是 这么看咱们不亏 听完谢尔盖分析 亚当斯阴沉的脸上露出笑容 可就在此时 围墙迅速变矮 直到消失 机枪碉堡 少界炮 光棱塔 磁暴线圈 等防御设施 全部完成了 从有到无的转换 洛耶斯是又变成 无险可守的情况 两人面面相去 两脸猛逼 那些消失的防御设施 当然是被沈林回收了 哪怕亏钱亏一半 沈林也不会给多兰人 留下半点东西 他们不配 第二百七十四章 自作自受 电视机上反复播放 沈林离开的那一刻 凯恩和朋友们 在酒吧欢聚一堂 凯恩是 洛耶斯市的肉厂老板 于昨日被驱离家园 西北军是好心 在不确定 洛耶斯市能否守住的情况下 先把群众转移走 可在凯恩看来 分明是西北军 想要抢夺他们的家园 近在咫尺的丧失威胁被忽视 只盯着眼前的迎头小利 人类的短视 在凯恩身上展露无遗 好心并不一定能得到好报 西北军撤离的时候 凯恩也特意赶过去围观 远远吐了口坛 然后立刻回到酒吧庆祝 他在格林镇也被分配了住所 在沈林江沙记者时 他便愤怒地开枪 把电视机射爆了 想知道后续只能前往酒吧 酒吧陆续来人 凯恩一打听 射爆电视机的暴躁老哥 不止他一个 赶来的都是因为 电视损坏 无法继续观看直播的 现在侵略者被赶走了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酒保弟给凯恩一杯福特加 问道 当然 格 当然是回洛耶斯市了 还得把我的肉厂生意干下去 要不然市长想吃肉了怎么办 凯恩心情不错 打着酒格开着玩笑 可是我听说 丧失就在洛耶斯市外 现在回去会不会有危险 不怕 谢尔盖团长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昨天洛耶斯市就守住了 酒保犹豫了一下 说道 昨晚不是西北军守城吗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们的军队比不上西北军 凯恩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拍 嚷道 酒吧里其他的人纷纷怒目注视过来 酒保连连陪笑道 我也是道听途说 大家继续喝酒 不要介意 便在此时 电视机画面一转 播放紧急战报 汉庭市告破 城卫军全军覆没 两万人口只逃出三千 因其中藏匿病毒感染者 罗斯特是拒绝接收难民 突如其来的噩耗唤醒了多兰国人民对丧失的恐惧 短暂的和平安宁 让他们忘记了 在沈林的西北军到来之前 多兰国恶好频传 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抵挡丧失 没事 大家不好慌 汉庭守军无能 大家早就知道 洛耶斯是一定会守住的 谢尔盖团长会守住我们的家园 话因为洛 靓丽的面容 难掩哀伤的女主持接到一篇稿子 继续念叨 我才刚收到消息 洛耶斯是也被丧失攻破 尚未谢尔盖弃城而逃 喧闹的酒吧一片寂静 之前还在欢庆的多兰人说不出话 城市的守护神被他们亲自赶走 如今他们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了 没办法了 执行最终计划 我们必须集合全部力量与丧失一战 分散只会被逐个击破 古斯塔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真的要这样做吗 首相秘书契科夫露出不忍之色 所谓最终计划 是抽调全国军队前往首都 将其他地区全部放弃 失去军队保护 那些人将要遭遇的灾难 契科夫不敢去想 执行命令 契科夫 是 多兰国内不仅罗密鼓筹备决战 一夜醒来 除了首都地区 其他地区的居民起床发现 保护他们的军队不见了 军队已经逃走 平民哪里还有抗争的勇气 打砸抢烧 人人都在掠夺物资 或者准备藏匿地下室 或者准备远逃 末日还没有降临 毁灭的气息 已经传遍了多兰国上下 不过那和沈林 已经没有关系了 军队现在倒是 还没完全撤出多兰国 停住在玉金香市和迦兰市 多兰国存亡与否 沈林并不在乎 就算被丧尸所灭 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沈林只需要守护好 已经投靠他 临近西北地区的四座城市 守住四座城对红警军团 没什么压力 再加上每月一次的交易日到了 沈林人已经赶回西北 得到的不知道珍惜 到了失去的时候 才追悔莫及 古斯塔夫心里有没有后悔 搞记者招待会 闹出这么一出 只有他自己知道 挽留沈林失败 古斯塔夫便没有再联络沈林 他堂堂一国首相 也是要脸面的 再加上他摸透了沈林的性格 这回多兰国不举国跪在沈林面前 认错道歉 别指望他能出兵 又是百万斤入账 沈林心心念念的机甲军团 可以开始组建了 钱是越多越不够花 以前入账几万斤沈林 都感觉美得不行了 军队的实力 会有很大程度的增强 现在每个月海茂收入 稳定百万斤 再加上各地税收 劫掠以及矿场收获 月总收入在150万斤左右 可就这样每次资金到账 瞬间就没了 这回也是一样 天狗战机8000一架 打击者VX9000一架 沈林各造了50架 然后又增强了一下 海军实力为未来做准备 然后钱就花没了 看着变换机甲形态 向自己办跪 行礼的上摆机甲 沈林放声大笑 可空战 也可化为 机甲陆战的双形态机甲部队成型 沈林的科技 算是正式超出蓝星 进入下一个时代了 机甲部队刚刚诞生 需要迅速提高到三星增强战斗能力 沈林刚想说 让机甲部队去多兰国杀丧尸 那里丧尸多 话到嘴边就反悔了 他不打算给多兰国任何援助 让机甲部队舍尽求远 穿过灵溪省去全省遍布丧尸 人类几乎全灭的万年省杀丧尸生兴去 得罪了沈林 还想有好日子过 多兰国还是不太了解沈林 今天丧尸打到哪了 回到家 柳依依穿着蓝色正在厨房煮饭 听到沈林询问回答道 龙克州依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力量 估计明天这个时候就要打到首都去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双有力的臂膀环抱住了柳依依 做饭呢 柳依依娇称一声 在沈林怀里蹭了蹭 我刚从军营回来 在部队食堂吃过了 谁说是给你做的 喂狗不行啊 沈林笑道 行 但是你就做这么点可不够狗吃的 听到有人要投喂他 克尔伯洛斯三颗巨大的脑袋 分别沾满了三扇窗户 鲜红舌头 咸水哗啦啦的糖 说正经的 你真不打算管多兰国了 谈及正事 正在柳依依身上探索的一双手 也停下动作 沈林冷哼道 多兰人就是一群白眼狼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不给他们点教训 还真以为老子需要他们 是他们需要我 我才是多兰国的救世主 认不清这一点 就统统给我去死 这样是不是太残忍了 平民是无辜的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把我赶走他们 可是开心得很呢 现在报应来了 沈林说着 忍不住发笑 多兰国越惨 他就越开心 他不禁回忆起 会堂上枪杀记者时 让沈林后悔的 是他没有更果断一点 把所有投反对票的记者 全都干掉 所以你打算借丧尸之手 把多兰人都清理掉 柳依依又问 那倒也是不至于 时机成熟了 我会出手的 多兰国要是灭了丧尸 也不会停下脚步 转过头来 就要打西北 我不想把战火引入西北 就在多兰国的土地上 和丧尸一决雌雄 沈林说道 具体时机什么时候成熟 沈林自己也不知道 等他什么时候消气了 就算时机成熟 知不知道 多兰国首相 古斯塔夫 对你评价很高 说你是个好人 他提出什么条件 你都答应 痛快到他不敢提出 更多条件 怕我觉得他欺负你 什么都答应 活活把敌人 撑死的外交手段 我也是第一次见 真有你的 沈林调侃道 你还说呢 这根本不是我的工作 知道电话那头的人 是多兰国首相 我紧张的话 都不会说了 以后不要什么工作 都安排给我 刘一一发着牢骚 本以为秘书 就是帮沈林 处理一下杂事 不曾想到秘书 还要代替沈林 和一国首相 谈条件的 你呀 太拘泥于过去的身份 首相怎么了 还不是要看我的脸色 差一点 他就是我的陈属 两人紧贴着 说着悄悄话 直到锅里的菜都糊了 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才发现不对 柳一一咬着下唇 捶了一下沈林胸口 反手被沈林抱起 走进卧室 郁金乡市警署 前任署长战死 维克多 因为和西北高级军官 那塔沙相熟 女儿又成了进化者 被市长罗蒙看中 提拔他做郁金乡市署长 从管理几百人口的 小镇署长 晋升五万人的郁金乡市警察署长 毫无疑问 维克多是一步登天了 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女儿前途无量 维克多整日红光满面 很有精神 以前他也是那种脑子 不会转弯 对西北政权 极度抗拒的死硬分子 可自从那一日 被那塔沙从尸口中救出 维克多的信念发生了转变 尤其是沈林英雄登场 一己之力逆转战局 救下郁金乡市五万军民 维克多对沈林彻底心悦诚服 沈林一句话 让维克多去给他家看大门 维克多也会立刻设下署长职务 心甘情愿过去当一个门卫 在当日接受全国采访的时候 维克多很高兴 沈林即将得到多兰国的认可 直到记者突然发难气的 沈林勃然大怒 维克多恨不得穿越到现场 替沈林把那个挑适的记者一枪崩了 随后 局势急转直下 沈林主动离开会场 维克多垂胸顿足 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完蛋了 没有沈林 多兰国根本就扛不住失朝的冲击 第二天 多兰政府的举动更让人心寒 将所有军队抽调至首都进行决战 政府抛弃了他的子民 无数多兰人民在绝望中死去 如今 能救多兰国的只有将军 餐桌上 刚吃了几口面包 就没了胃口的维克多长叹道 卡捷林那机械是往嘴里为着鹰嘴斗尼泪的不想说话 他脑子胀胀的 尤里的确很重视他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 几乎全部时间都用来培养他 虽然不太自由 但他实力提升得很快 现在已经可以轻而易举控制上百丧尸 一接进化丧尸 有些吃力 但也能瞬间完成控制 第二百七十五章 急转直下 但他做不到像有理一样 心念一动就将人瞬间控制 人的精神更强大 大脑活跃度更高 像丧尸只剩进食和生存的本能 很好支配 想控制人类 卡捷林那还需要学习 我们不能做事不管 得做些事情 维克多刚毅的脸庞上闪耀人性光辉 做什么事 比如说收拢一些难民 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能做的事了 维克多说道 将军会不会不高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怕将军不喜欢 到时候人没救到 反把自己连累了 要不你去问问 我怎么去问 卡捷林那惊出了尖嗓 声音陡然高亢 又平缓下来说道 我和将军又不熟 就见过两次面连话都没说上 笨哪 你还没发现那塔莎小姐 和将军关系格外亲密吗 你问那塔莎就等于再问将军 行吧 明天我去问问 卡捷林那敷衍回了一句 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尤其是在朝不保夕的末世 按照行进速度的预估 一路上没遇到意外情况畅通无阻 丧尸会在第二天傍晚时分 抵达多兰国首都基维克展开决战 各地军队全部在首都集结 为了应付这次丧尸狂潮 军方彻底动员起来 各种导弹火炮全部准备就绪 一个国家的底蕴是不容小觑的 沈林估摸着首都基维克 起码能顶三五天 等到多兰军队撑不住球员的时候 沈林再入场 要是多兰人骨头真就硬到宁死不服软 那沈林就看着他们去死 然后再欲金相识与丧尸决战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意外在决战前一晚发生 明天就是决定多兰国生死的命运之战 这几日古斯塔夫都睡不好 睡前要喝点红酒 精柔舒缓的音乐下 勉强能睡三四个小时 夜色已深 不断有直升机在政府大楼外起降 指挥部各级将军胡子拉叉 眼珠熬的微红 还在讨论布房的具体事宜 此时 基维克西城突然爆发出巨大的火光 全城都能感受到敌震 冲天的爆炸焰火化作火雨 落在周边建筑上 煞时火起 指挥部里众多将军心里咯噔一声 爆炸地点好像是导弹仓库存放的位置 几名将军坐不住 立刻搭乘直升机前去观看 下方人群如蚂蚁 正在朝着事发地点迅速靠近 导弹不会无故爆炸 是有人恶意搞破坏 依我看肯定是腾龙联邦人搞的鬼 多兰国民团结一致 只有沈林巴布的我们书 头发 眉毛灰白参半 尽显老太 深邃的法令纹 似时光的两道刻痕 留在他皮肉松弛的脸上 多兰国中将贾坤洛夫斯基 瞳孔倒映着火海 恶狠狠说道 我们撑的时间更长 对他没坏处 我觉得不是他 戈尔少将摇了摇头 现在情况还不能确定 首先得把局面控制住 然后再慢慢搜查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机舱里军衔一路坐火箭 从少尉提升到少将的三阶进化者 马克西姆自从上车就一言不发 双手抱头似乎非常痛苦 越靠近爆炸地点 马克西姆就越痛苦 突然他大吼一声了 咆哮声如雷 飞机在半空中一阵摇晃 马克西姆 你要干什么 贾坤洛夫斯基 愤怒捶打着前面的座椅 不能再靠近了 前方有危险 巨大的 无法想象的危险 靠近就得死 马克西姆咬牙切齿 说出这番话 脖子上两根 粗壮大金绷紧爆突出来 别紧张 我们必须要查清情况 我知道你在担心 后续的连锁爆炸 我们不会靠得很近的 戈尔拍着马克西姆 肩膀安抚道 心里直犯嘀咕 没听说过 马克西姆精神不稳定 一直都挺正常的 难道是战争应激反应 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 高阶进化者有危险 感知本能 本能是不会骗人的 前面有很恐怖的东西 马克西姆是高阶进化者不假 但他是后起之秀 在军部里地位并不高 直升机的驾驶员 也没听他的 还在继续向前开 说服不了其他人 马克西姆一把推开舱门 直接跳了下去 数百米高空不带降落伞 哪怕他是高阶进化者 也有摔断腿的风险 这个疯子 贾坤洛夫斯基摇了摇头 直升机还在靠近 后续的连锁爆炸 也不出意料地又肆虐了一番 贾坤洛夫斯基和戈尔并不担心 西城地下的导弹基地 只有不超过十枚毁灭者中程导弹 不足以对首都造成大范围伤害 具备威胁的洲际导弹 轻弹都藏在荒芜地带 只有首相古斯塔夫和三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掌握发射权限 第一波规模最大的爆炸 就是毁灭者中程导弹被引爆时的场面 都是军事素养高超的将军 贾坤洛夫斯基和戈尔当然认得出来 后续的训报 连锁引爆的小型导弹 只要不靠近就没有危害 直升机飞在1500米高空 望向下方的戈尔隐约看到 燃烧的烈焰之中有一个人影存在 他在火场中一步步向外走 在千米高空 看人不比蚂蚁大多少 能在高空看清楚那人的体型 他该有多大呀 贾坤中间快看 我不是出幻觉了 导弹基地里还有人 戈尔大喊道 怎么可能 让我看看 贾坤洛夫斯基凑过去 顺着戈尔手指的方向一看 比常人大三四倍的巨人 在烈焰熊熊的导弹基地中向外走着 连锁爆炸掀起巨大冲击波 甚至不能让他的步伐有丝毫紊乱 此刻 地上的巨人 发现了天上两只 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在议论他 他弯下腰 捡起一块洗人头大小的不规则碎石 如此大小的尸块在巨人手里 就像是常人用来打水漂的石子 他怎么蹲下去了 他好像在捡东西 不好 他要攻击我们 快升高 快升高 戈尔终于意识到危险了 他像女人一样 抱着脑袋惊慌失措地大叫着 从巨人手中 抛出的石子 比出塘的炮弹还要快 精准命中 钢板护甲片厚重的军用直升机 脆弱地像小孩子的玩具 机体瞬间变形 几乎从中折断 受到挤压变形的油箱泄漏 接触到钢铁摩擦的火星 当场爆炸开来 和地上导弹爆炸的巨大火光相比 天上直升机爆炸就是一团小火光 除了筋骨挫伤 一瘸一拐始终关注着天上景象的马克西姆 没人知道已经有两位将军殉职 许久没有收到直升机的消息 信号塔台告知军部搭乘三位将军的直升机失联 可能已经遇到了不测 还在等一线消息传来的将军们可炸了锅了 一通通电话催促各部队搜寻三位将军的线索 此时他们尚不知道 今晚就是基维克的末日 马上他们就没有心情管那三位失踪的将军了 因为所有人都将性命难保 火场之中 浑身皮肤都被烧红的纠集T暴君 好像在故意展示他的强大 他的速度足以让他瞬间逃出爆炸范围 但他偏步 他就要一步步走出火海 将自己的无敌姿态展示在弱小人类的面前 摧垮他们的抵抗意志 便是钢铁在千度高温焚烧不息的烈焰中 也要烧成铁水 纠集T暴君浑身的每一寸皮肤都比钢铁还要坚固 纠集T暴君身上的每一寸肌肤肌肉 都进化成为最完美最适合战争的形态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弱点 包括脆弱的眼球 都被一层鲜薄却能够阻隔火焰焚烧的黑魔覆盖 当纠集T暴君走出火海 浑身燃烧着不息烈焰 每走一步吃红色双脚 便将摆油马路融化掉留下起火的脚印 他像是炼狱中魔君降临人间 尽职尽责的记者 用摄像机捕捉到了纠集T暴君的第一手咨询 立刻发回总台 他的动作是如此迅速 这也是他死之前所做出的最后一个动作 纠集T暴君微微俯身 口中喷出火海中吸入肺里得到烈焰 无边大火立刻将就火的消防兵 记者以及周围的围观群众全部吞没 高阶进化者屠戮丧尸就是在割草 高阶丧尸杀人也好似虎入羊群 三层楼高的纠集T暴君无感敏锐的惊人 他能在嘈杂刺耳的爆炸声中 听出千米高空之上有人在说话 也能闻到躲藏在附近居民楼中瑟瑟发抖 不敢露头的弱小人类散发出的肉香 兼顾遮风挡雨的大楼在纠集T暴君手下比豆腐还脆弱 纠集T暴君伸手一捞 便把躲藏起来的鼠被抓了出来 正常情况他可能逃过一劫 但在纠集T暴君面前他难逃一死 身高1米7的普通人对比身高7米的纠集T暴君 被抓在手里的多蓝人大脑已经彻底当机 人还没死大脑已经有死亡的迹象了 人脑在几百万种方案中都找不到一种生还的可能 假死成了人体的保护措施 人体的复杂写白本书都写不完 丧尸不会理会人体构造有多美妙 在纠集T暴君看来 生者等于实物 等于自己未来的手下 为什么是未来呢 因为弱小的人类都需要经过一道病毒转化程序 才能成为他英勇无畏的丧尸战士 面前的男人可没资格成为战士 他太软弱了 信手将他捏成肉酱 纠集T暴君继续在长街上肆虐着 他能敏锐发现任何躲藏起来的人类 然后将其抓出来杀掉 相比屠杀 纠集T暴君更喜欢人类称为躲猫猫的游戏 纠集T暴君出现在基维克的消息军部最先得知 一众将军望着那个死去记者拍下来的画面 沉默不语 纠集T暴君硬生生 从爆炸的导弹基地中走出来 毫发无伤 如此恐怖的怪物人类真的能对付得了吗 首相大人 请立刻转移 纠集T暴君出现在城市中 正在朝政府大楼靠近 基维克已经 已经不安全了 首相秘书契科夫含着眼泪通知古斯塔夫转移 他们明明已经做了那么多努力 一切都考虑到了 可在纠集T暴君武力下 一切都成徒劳 第276章 让沈林消极的办法 刚挂断和总司令弗拉基米尔通话的古斯塔夫表示 他知道了 简单披上了外套 跟着契科夫离开政府大楼登上直升机向城外转移 临走之前 古斯塔夫回头看了一眼政府大楼的模样 他心中隐隐有种感觉 可能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指挥部一众将军还没有离开 导弹基地无端爆炸的真相揭露 导弹基地的一名士官 在下令引爆所有导弹前 将训职前的一段录音上传 士官训职前的自白很感人 尤其是对家人 对下属说的那些话 刨除掉那些没有价值的部分 士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导弹基地引爆 是因为究极体暴军闯入 试图抢夺导弹基地的控制权 为了不让究极体暴军得手 导弹基地的士官壮烈牺牲 事情起因如何并不关键了 关键在于如何阻止究极体暴军 以至终成导弹为究极体暴军 那个级别的丧失没用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洲际导弹 或者核弹 将军亚巴顿提出建议 不行 一旦释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基维克就完了 而且联合国严令禁止使用核弹 亚巴顿拍着桌子强调道 基维克已经完了 你没看直播吗 火箭炮炸上去 连他的皮肤都伤不到 普通武器对这种级别的怪物 根本没用 放任他肆虐下去 失朝没来基维克就要崩溃了 还联合国呢 去TM的联合国 联合国管不到我们头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核弹无法杀死究极体暴军 强烈的核服社会使究极体暴军变得更强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 对付丧失轻易不能动用核弹 而且你别忘了 这里是基维克 我们还有百万居民 核弹能否炸死暴军还说不准 却足以杀死所有市民 上校杜鲁维插了一句 或许我们可以向沈林求救 西北军存在数位超能力系顶尖进化者 对抗五阶丧尸 常规武器肯定不行 进化者对抗进化丧尸 才是正确方式 说到进化者 马克西姆呢 军方高层中只有马克西姆一名高阶进化者 他也是多兰国不多的单体高端战力 亚巴顿冷亨 他和贾坤 戈尔一起失踪了 要么就是被纠集体暴军杀了 要么就是见识不好逃走了 他就是一个懦夫 指望他对抗纠集体暴军 都别吵了 我联络司令大人 准备释放核弹 上将摩根双眉如箭上扬 嘴唇闽成柳叶薄刀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不祥气息 他做出表率 支持发射核弹 放任纠集体暴军肆虐鸡维克 肯定保不住 还不如孤注一掷 能炸死鸡维克 多兰国还有富起的希望 炸不死鸡维克 也只是加速多兰国灭亡的过程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摩根决定拼了 我赞成 属于激进鹰派的亚巴顿 紧跟摩根步伐 指挥部内临时投票 赞成投放核弹的占大多数 多兰国好歹也是个大国 核弹发展较晚 二三十枚总还是有的 但其中有一部分核弹基地 都已经落入丧失领地 可用核弹数量也就十枚左右 要么就不用核弹 要用多就来挤枚 务必要炸死纠集T暴君 摩根上将拿起卫星电话 却发现信号微弱 电话打不通 讲道理卫星电话 不存在没信号这个说法 全世界信号塔失去维修渐渐瘫痪 现在稳定沟通 跨国通话的只有卫星电话 摩根上将拍了两下 硬砖头一样坚固的卫星电话 信号依然没有恢复 说道可能是导弹爆炸 天空中污染粒子浓度过高 再加上身处室内有强体隔绝 我去外面看看 他话说完人还没出门 指挥部里一名参谋 突然哭了起来 众人目光都一向他 现在胜负尤未可知 为什么这么悲观 你在哭什么 亚巴顿走到他面前 居高临下问道 之前将军们争论 是否投放核弹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城市周围布满守军 城内外各处都有巡逻的士兵 为什么究极T暴君会突然出现在导弹基地 而且导弹基地内也没有一个人 向军部汇报这件事 你到底想说什么 亚巴顿还是不理解 只有一个解释 究极T暴君他不是自己来的 还有其他高阶丧尸帮助他潜入 其中包括一个拥有隐形能力 也可以使他人隐形的丧尸 还有一个可以屏蔽电磁信号 所以导弹基地悄无声息沦陷 导弹基地不是不想联系我们 而是他们做不到 说得如此清楚 亚巴顿明白了 冷汗顺着他的额头划过脸颊 如果真相参谋猜想的那样 指挥部突然没了信号 难不成事 不过是无端猜测而已 当不得真的 大家不要过度恐慌 摩根上将脸上肌肉抽出了一下 强装镇定 突然指挥部里有人在吸鼻子闻气味 不断有人加入其中 就像地铁里有人放了个屁 大家都想要闻出来源 之前痛哭的参谋是耿直人 他带着哭腔喊道 空气中飘着腐肉的气味 他来了 不要杀我 怪叫着 参谋朝着门外跑去 门前空无一物 他却撞到了某种东西 被弹了回来 真有隐形丧尸 他来了 众将官惊骇地望着门口 宁神仔细看能看出 有一个隐形人的轮廓在移动着 雪亮的韧光一闪而过 摔倒的参谋 被瞬间切成了束缎 鲜血喷射出来 挂在隐形丧尸的身上 好似鲜血飘在半空 伪装不下去 隐形丧尸也就显露了行迹 他的身材还属于正常人类 不是纠集T暴君那样 身高七米的怪物 还在可应付的范围内 他一身破衣烂衫 腹部完全被剖开了 五脏应该是在转变为 丧尸的阶段就被吃光 能看到脊椎和挂在上面风干的肉 腐肉的味道 正是从被剖开的腹部中散发出来的 他的皮肤像是变色龙一样 会随着周围环境改变颜色 这是他隐身能力的来源 他的十根手指 完全脱去皮肉进化成为骨刀 碰撞间发出钢铁铿锵声音 死去的参谋 正是被他的骨刀切碎 杀 杀死 所有人 他说话好像两块生铁片摩擦发出的声音 许多智慧丧尸都能简单地说几句话 因为声带已经腐朽老化 声音统一很难听 给我死 怪物 亚巴顿局抢救社 距离不到十米 隐身丧尸仿仿佛开了子弹时间 身体一扭一扭躲开了所有子弹 然后瞬间突进到亚巴顿面前 锋利无比的骨刀 从亚巴顿肚子里戳进去 天灵盖插出来 并不是所有高阶丧尸都有智慧 但有智慧的一定是高阶丧尸 隐身丧尸其貌不扬 实力在高阶丧尸中也不出众 全靠特殊能力混口饭吃 但他也是货真价实的高阶丧尸 他闪躲子弹只是求稳 实际上他就在站在亚巴顿面前 让亚巴顿开枪射 也射不死他 高阶丧尸潜入到普通人中间 会发生什么 一场屠杀 骨刀刮起血肉风暴 无人能幸免 多兰国所有高级将官被一网打尽 死去的参谋 其实只猜对了一半 的确有隐身丧尸 把旧集体暴君悄无声息 带进了鸡维克 但并没有什么能干扰信号的 特殊进化丧尸 隐身丧尸身上携带了电磁干扰装置 这对人类来说 都是个巨大的坏消息 因为一部分丧尸已经聪明到学会利用科技的力量 电话打通了没有 直升机上和首相古斯塔夫在一起的三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不断询问通讯员 刚才是信号屏蔽 现在打通了 但是没人接 通讯员如实打道 他们应该是殉职了 古斯塔夫叹气道 弗拉基米尔闭上眼睛 在睁开时露出骇人杀气 苍老的面旁凶向毕露 给导弹基地打电话 瞄准基维克发射所有核弹 我要丧失血债血偿 不行 古斯塔夫叫住通讯员 暂停了弗拉基米尔的疯狂计划 总司令 我们还没输呢 弗拉基米尔把平板电脑队到古斯塔夫面前 画面上纠集体暴军正在屠杀军队 他一拳把坦克砸扁 抓起炮管像是挥舞钉头锤一样 挥舞坦克 大肆摧毁着视线所能看到的一切 他的身上不断迸发出火星 那是子弹打在他身上的效果 到此刻 起码对纠集体暴军 输出了有十万发子弹了 纠集体丧尸 连躲都懒得躲 我知道 我知道 纠集体暴军 我们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可不代表别人没办法 难道你想 没错 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条路走了 古斯塔夫道 那些愚蠢的记者践踏他的颜面 把他逼出多兰国 再想把他请回来 恐怕不太容易 他巴不得看我们倒霉 弗拉基米尔直摇头 他不觉得 沈林能被古斯塔夫请动 古斯塔夫望着弗拉基米尔说道 作为国家的管理者 不能只看表面 更不能过分执着于仇恨 沈林不想统治多兰国 不然他起码要维持面子上过得起 不可能当着摄像头枪杀记者 哪怕他记恨也会在事后 悄无声息处理掉他 他不想统治多兰国 为什么又要把多兰国 变成他的蜀国呢 很简单 西北沙漠居多 土地贫瘠 他需要一块殖民地 为他源源不断提供物资 沈林他口口声声说是我们需要他 而不是他需要我们 实际上 我们互相需要 我们需要他的军事力量保驾护航 他也需要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为他种植粮食作物 如果基维克的百万居民全都死去 多兰国死的不剩几个人 他一定不会出兵的 因为那时候多兰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所以不能发射核弹 说得好 古斯塔夫你是个聪明人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现在气还没消 你主意多 想个办法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我立刻出兵 直到卫星电话里传出来 年轻将军干净的嗓音弗拉基米尔 才发现原来古斯塔夫 在讲话之前就拨通了沈林的卫星电话 我知道有个办法一定能让将军消气 古斯塔夫笑着 掏出手将对准了自己下巴 砰 第二百七十七章 围攻暴君 枪声清脆 子弹穿过颅骨 送来红茶的空姐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刺耳的尖叫声 顺着卫星电话信号 传到沈林的耳膜里 沈林有点傻眼 不曾想古斯塔夫 竟然会以这种方式 平息她的愤怒 沈林可没想让古斯塔夫死 她是个聪明的政客 有她在 可以减少多兰国内很多麻烦事 目已成舟 说什么也没用了 古斯塔夫自杀谢罪 就是希望沈林尽快出兵援助基维克 她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祭了 沈林应该有所行动了 传我的命令 校级军官全部跟我去超时空 传送一处待命 挂断电话 沈林一声大喊 门外的通讯兵立刻去传令 这回要前往多兰国首都基维克 算是远距离传送 哪怕有白尘光压阵携带 不属于超时空军团兵的沈林 也会有一定危险 而且沈林一个人过去 恐怕也挡不住肆虐的纠集T暴军 想要对付五阶顶级丧尸 必须集合所有进化者 再配合超级武器才有胜算 在西北军 领校级军衔的 要么是团长级军官 要么实力达到二阶进化者的高手 随便拉出去一个都镇得住场子 赶往超时空传送仪的路上 沈林也给还驻扎在 多兰国的尤里等人发布军令 古斯塔夫以自裁谢罪 可以出手阻击丧尸了 纠集T暴军再厉害 也是个肌肉棒子 他没有大范围覆盖全城的能力 基维克有上百万居民 放任他杀戮三天三夜 他也杀不完 遏制住纠集T暴军 势在必行 但最重要的 还是将尸朝拦在基维克之外 不然内忧外患 原本防御森严 能守几天的基维克会迅速溃败 到时候无数丧尸涌入城市 造成的杀伤力可比 纠集体暴军强多了 终于要决战了 和沈林通完电话 尤里感叹一声 然后将所有军官都召集一堂 简短讲了两分钟便散会 大军开拔 空军前行一步抢占地理优势 轰炸机阻碍失群前进 一辆辆装甲车 坦克驶出玉金乡市 浩浩荡荡连绵不绝 数以万计的大军清朝而出 玉金乡市的居民 有的还穿着睡衣来到街上 目送北京英勇的战士们 前往战场 居力给维克多分配的 二层洋楼里 卡捷琳娜垂头丧气回来 坐在沙发上道 老实说 这场战争太危险 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可惜了 战场最能锻炼人 多兰家长的脑回路 是一般人不一样 维克多摇头惋惜道 妇女间的互动 是残酷战争下的缩影 这场人类与丧尸的大战 一触即发 超时空传送仪 包括沈林在内 占了二十几个人 红警军团的高端战力都来了 站在最前面的三人是张龙 颜坤和陈宇豪 都是实力强悍 早期追随沈林的老部下 张龙可能还沾了点辈分的光 颜坤和陈宇豪都是实打实的顶级高手 领导各自兵种的军团长 往后是杨永信 丁明霜 谭雅 方瑞 王牧等人 白晨光和他的超时空军团兵 不需要超时空传送仪 也能随时前往战场 他们已经先行一步打探情况去了 巨大的芬里尔和摇晃着三只大脑袋的 克尔伯洛斯在最后面压阵 一直负责保护沈田 整天除了吃就是睡 不知不觉也成了三阶进化兽的巨八雄 被沈田送来 这场战斗非同以往 沈林要面对丧尸的最顶级力量 多的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将遭遇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五阶纠集体暴君丧尸 丧尸在强强不过我们种植成城 在遭遇纠集体暴君后 我们所有人站在一处 我会施加一个无敌立场 立场持续效果只有三分钟 三分钟黑魔消退 如果无法击杀纠集体暴君 就立刻撤退 我会采取其他的手段制裁他 遵命 所有人齐齐敬礼 懒洋洋的巨八雄 也装模作样 举起了他的大爪子 沈林进入系统界面 启动超时空传送椅 银白色圆形立场 将所有人笼罩 形状如同倒扣的碗 当光芒散去 沈林等人已经消失在原地 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 人们四散奔逃 哭喊声哀嚎声撕心裂肺 前来政府大楼申请避难的居民 还不知道政府大楼已经人去楼空 而纠集体丧失的目标 正是政府大楼 屠杀欲望无限高涨的 纠集体暴君 看着广场上 到处都是惊慌奔走 人类简直像是进了游乐场 随手扯起路灯 一砸就拍死了十几个人 在一个横扫又有数十条人命消亡 真如魔王将士 一个体态肥胖的男人 被纠集替暴君盯上了 才死几个人类追上 仰起头 把他抓到空中放在嘴边 用力一捏 就像捏橘子一样 把人捏爆 鲜血挤出来 流淌进他的嘴里 稍稍润了润他干渴的嗓子 凶残的星红眼眸 寻找着下一个感兴趣的目标 忽然 面前荧光闪亮 二十多人带着三只凶艳滔天的净化兽 出现在他面前 其中脸上有八的巨熊人 立起来和他一样高 毛皮下隐藏在强刃肌肉 净化兽的强势肉眼可见的 那二十几个渺小的 如同蚂蚁一样的人类 也都散发着属于净化者的气息 试杀的纠集体暴君眼中 红光暴闪 光杀普通人可没意思 不在几个高阶净化者 哪能显出他五阶丧尸 纠集体暴君的威风 他不算太高的智商 很快忽略掉眼前的人类 是如何出现的这个 他想不明白的问题 杀意充斥着大脑 挥舞着硕大的巴掌拍下去 想要把下方的小蚂蚁 全部拍成肉酱 他们竟然不躲 纠集体暴君不敢相信 他的眼睛 小蚂蚁们太自信了 手臂又加了三分力 长下刚风 都足以让普通人的身体 瞬间四分五裂 铁木装置 启动 淡淡的黑色光幕 不知不觉笼罩在 所有人的身体上 包括几个逃跑的路过难民 也享受到了效果 只是他们不知道 现在身处核弹中心都死不掉 还在玩了命地逃跑 啊 巨八雄爆吼一声 站立起来 巨大的巴掌 撑住纠集体的暴君的手臂 论力量巨八雄 可以和纠集体暴君叫板 但比综合能力就差得太远了 纠集体暴君突然一脚踹在 巨八雄柔软的肚子上 将他远远踢飞了几十米 重重落在一栋居民楼的楼顶 大楼当场被压垮了三层 一脚踢下去 虽然踢飞了巨八雄 脑子不太好 但战斗智慧 极高的 纠集体暴君发现了不对劲 巨八雄没有受伤 巨八雄力量强悍 但速度过于缓慢 在纠集体暴君看来 而且体质并不够强 做不到像他一样导弹炸过去 也毫发无伤的地步 他这一脚的威力比导弹还高 导弹的力量还会分散 拳脚的力量却是集中的 按理说 这一脚能把巨八雄踢得 长穿肚烂当场重伤 但巨八雄一根毛都没掉 没时间给纠集体暴君想清楚原委 魔狼芬里尔强壮后腿 蹬碎广场的地面腾空而起 就要咬暴君的喉咙 芬里尔速度是够快的 但暴君也不满 横起手臂挡在面前给他去咬 芬里尔一口咬在他刀枪不入的 钢铁支区上 差点没把牙齿崩掉了 灰壁一甩 暴君将芬里尔圆圆甩开 短暂拖延 下方的小蚂蚁们开始出招了 弓壁雷光闪烁 弓弦疾风缠绕 王牧弯弓搭箭 0.3秒不到就将两箭速射 锁定了纠集体暴君的双眼 纠集体暴君判断出空中 疯狂旋转的箭矢威力光靠眼箭膜挡不住 闭上眼睛 合金箭矢撞在眼皮当场折断 只在纠集体暴君的眼皮上 留下两个白点 证明他的两箭是造成了伤害的 只是太低太低 该死 人类 纠集体暴君第一次破防败王牧所赐 心中怒火疼地烧了起来 举起拳头打向盲目 陈玉豪挥拳试图与纠集体暴君对撞 然后他整个人被砸飞千米 撞穿了一栋大楼 不是撞进去 是把一栋大楼撞穿 如果没有铁木装置覆盖 哪怕倒能黑缸护甲防身 也会被距离将铠甲内的肉身 撞成肉泥 雷神之矛 大冰冻 杨永信和丁宁霜也开始发动攻击 作为最顶级掌控元素的超能力者 他们拥有破防纠集体暴君的能力 聚合雷电长矛 直接刺进纠集体暴君的身体里 狂勇的冰霜 风动纠集体暴君的全身关节 动不死他也要限制住他的行动 所有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攻击纠集体暴君 张木之和张龙却远远离开这个战场 两人各自带着任务 张龙要疏散群众清场 为如果拿不下纠集体暴君 动用超级武器做准备 张木之则要远远瞄准 锁定纠集体暴君 他拥有一击必杀的能力 哪怕是纠集体暴君 也有被他杀死的机会 念力真的不适合强攻啊 看来我应该请一个念力系的高手 给我提供一些全新思路了 沈林也在对暴君进行伤害 念力钢针 念力刀刃 念力强击 沈林掌握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四阶念力进化者造成的伤害 和三阶元素系进化者杨勇信差不多 比他强一点也强得有限 众人围攻下 纠集体暴君的不破筋身也被破掉了 身上鲜血淋漓 左肩膀被弓箭射穿 然后又被雷枪刺进去扩大伤害 伤口被垫得焦糊一片 纠集体暴君喘息如牛 发生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愤怒 肩膀的洞穿伤口对他影响不大 浑身渗出淋漓黑血 看似吓人实则都只是皮外伤 真正让暴君感到愤怒的是他 无论以任何手段都伤不了这些烦人的蚂蚁 打飞了又迅速跑回来 一拳垂进地底也能爬出来 他尝试将方芮捏爆 发力都快把自己的手骨捏爆了 也没能伤到方芮分好 还有那冥冥中越来越危险的感觉 都让暴君无比烦躁 暴君烦躁 沈林心里也越发焦躁了 三分钟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 可是对究极梯暴君造成的最严重伤势 也就是肩膀的贯穿伤 对究极梯暴君左臂的行动造成一点影响 但与全局无益处 第278章 杀死暴君的办法 之前究极梯暴君无法针对的原因是 常规手段不能破防 现在倒是能破防 但不能致命 时间只有三分钟 如果铁木装置有一个小时 好也能究极梯暴君耗死 古代人猎杀长矛像就是群体已弱胜强的标准答案 靠着弓箭雕将不断给长矛像放血 最终把他拖垮 全力进攻 沈灵喊了一声 精神海洋沸腾起来 精神力源源不断涌出 对究极梯暴君造成杀伤 盒子雪茄瞅准机会丢在究极梯暴君脚下 高温辐射瞬间将究极梯暴君左脚炸得焦黑溃烂 伤口深可见骨 终于造成有价值的杀伤了 沈灵脸上刚露出一丝喜色 脑袋忽然一痛 习惯性环绕身边的精神力立场被瞬间破掉 他的身体也在飞速倒退 受伤的究极梯暴君飞身一拳 将沈灵也砸飞出去 随后东东迈着大步还要追杀沈灵 沈灵对他造成的伤害将他彻底激怒 仇恨牢牢锁定在沈灵身上 其他人当然不能看着长官挨揍 陈宇豪嘶吼着端起单兵核弹发射器 微型核弹在究极梯暴君的后背炸开 效果显著 核弹哪怕是微型的 也能造成难以想象的杀伤 究极梯暴君几倍也被炸烂 血肉迷糊 看上去凄惨无比 可实际上除了激怒暴君依旧杀不死他 效果起到了 陈宇豪成功把仇恨拉回来 究极梯暴君反身挥拳 隔着几十米拳风 把陈宇豪推了个大跟头 又追向陈宇豪 发誓要把这又臭又硬的家伙给干掉 可刚跑了几步 弹牙手中的大口径手枪连开两枪 第一枪打在暴君的膝关节 迟滞了一下他奔跑的动作 这个迟滞可能只有零点几秒 第二发子弹就射入他左脚踝的伤口 子弹精确卡在骨头缝中间 随着奔跑骨骼做出动作 子弹别在其中 立刻让暴君感觉到了疼痛 指哪打哪是神枪手的基本素质 第一枪很多人都能做到 但第二枪就没人能做到了 需要有优秀的大局观 有缜密的心思 精确无比的预判能力 和最重要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点灵性 后 暴君又发出了一声怒吼 无视疼痛直接将子弹压扁 同时朝着那塔沙挥出一拳 他此刻就像是喝醉了酒撒泼的醉汉 看谁都想打 光看到暴君庞大的身躯 可能会以为这是个动作迟缓的家伙 实际上运动起来的 纠集踢暴君速度接近因素 哪怕脚踝受损影响了一点速度 一般进化者也根本反应不过来 比如说沈林 一拳就被打飞了 如果没有铁木装置一拳 估计人都要被打死 观察了半天 暴君的攻击习惯和发力特性 坦雅向左后方暴退1.7米 然后下腰做出一个体操动作 暴君硕大的拳头 刚好擦着坦雅腰身挥空 如果没有铁木装置 在场众多西北军的高级军官 精英进化者估计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所有人都会在交手的第一回合被暴君杀死 速度力量体制全方位达成碾压 根本就没得打 就像是全副武装的现代军人回到石器时代 但只有弹雅躲过了暴君一次攻击 并对暴君造成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伤害 别看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伤害 坦雅此刻只是二阶进化者 他才诞生一个月就能做到伤害丧尸 并躲过他的一次攻击 常规二阶进化者在纠集体暴君面前腿 都软得跟面条一样走不动路 坦雅和暴君短暂的不到两秒钟的交锋坦雅 竟然占了些许上分 但毕竟综合素质差得太多 坦雅还是被纠集体暴君一拳给砸飞了 短暂交锋 坦雅战争天使的称号实至名归 不愧是英雄列表第一页压轴英雄 如果他也有五阶 不说五阶 哪怕四阶 力量敏捷体制 同样也是全能发展的坦雅能和暴君周旋一阵子 可惜他现在位阶太低 只能偷摸找机会做出一点贡献 又一根被杨永信命名为雷神之矛的紫色雷枪戳在暴君左侧脚踝 继续对他受伤的左脚造成伤害 杨永信花里胡哨地拷贝了一大堆游戏动漫人物里的雷电招式 可在对抗暴君丧尸的战场上 他翻来覆去只有一招 雷枪 大道志简书图同归 分散的力量制造大范围杀伤很好用 在面对拥有钢铁之躯的究极T暴君 能对他造成伤害的只有极度凝炼 风锐无匹的雷枪 从废墟中爬起来的沈林飞到战场上空 偷摸着又丢了两只雪茄 吃过一次亏一只 再有意无意关注沈林的究极T暴君躲开了 蘑菇云升腾炸了个空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分钟 只剩一分钟了 白晨光此时赶到了战场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黄云龙 他消失的那段时间就是去找黄云龙了 终于遇到个大家伙了 看我的吧 黄云龙大笑着冲上前去 小心啊 他一拳就能打死你 杨永信大喊着提醒道 黄云龙可没有铁木装置 要是被究极体暴君锤上一拳 估计就要从黄云龙变成黄云龙匠了 黄云龙已经身化疾风 高周波震荡刀斩缸 削铁如切豆腐 扎进暴君的身体往下滑 刮下来一片百多斤的青黑色死肉 究极体暴君咆哮声如雷 他这次真的发怒了 刺拳连击落空 黄云龙一击攻城就跑 飞到了高空 究极体暴君怎么能放过 对他有巨大威胁的黄云龙 方圆百米地表 他现半米深 暴君则像是做了火箭一样 瞬间升空边腿砸散了一阵风 黄云龙继续爬升高度 他脸色苍白 边飞边吐血 他只被腿风擦到了一点 就身受重伤 这大个子也太猛了吧 力道用尽 揪击踢暴君急速下坠 身体与空气摩擦起火 宛如彗星坠落 着地重重一拳 将地面彻底砸碎 没办法飞行的众人 全部被淹在泥土里 冲击波向远处蔓延 大地崩裂 楼房垮塌 全力爆发的纠结梯暴君 展现出了天灾般的杀伤力 万象天隐 念力托举身体升空的沈林 再次出手 拳头大小的起点 根本吸不动 双脚好像在大地上扎根的暴君 却把废墟的碎石都吸到一处 然后湮灭 把埋在泥土岩石下的重战士 都救了出来 双拳难敌四手 纠结梯暴君 再厉害 不可能天上地下攻击所有人 在他追打黄云龙的时候 白晨光用时空转移枪 锁住了纠结梯暴君 普通丧尸瞬间 就会被时空力量完全锁定 呈现出冰冻状态 一阶丧尸 在白晨光手下也活不过几秒 如果是三阶丧尸 起码要持续十秒 不间断攻击 才能将其锁定 而五阶纠结梯暴君 他的时空转移枪发出的射线命中 纠结梯暴君 他一点减速效果都没有 好像根本没受影响 几秒钟过去了 纠结梯暴君 才感觉到自身的速度在变慢 凶狠的眼眸望向 拿着时空转移枪描 他的白晨光 顺身一拳 白晨光在自己被发现的时候 就立刻时空转移 躲开致命一击 他和黄云龙一样 都没来得及覆盖铁幕装置的 无敌效果 将军 将就集体暴君 通过时空转移的方式 送走至少需要持续五分钟的锁定 瞬间闪出两千多米 站在一栋大厦楼顶的白晨光 通过扭扣大小的微型对讲机 和沈林沟通 那就把所有的超市空军团兵 都拉过来 缩短时间 沈林决然道 明白了 银色的光芒在战场上闪烁着 一个又一个超市空军团兵 出现在战场 超市空军团兵造价五千 曾经是沈林最贵的兵种 现在当然是不贵了 因为有更贵的出现了 现在超市空军团兵的总人数过百 一道道银色呈现出 短程波动波浪形态时空视线 命中纠集体暴君 只一瞬间 纠集体暴君的速度变慢了10% 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纠集体暴君慌了 惊慌恐惧一类的情绪 第一次出现在他心中 高阶进化者有危机预感 高阶丧失同样也有 纠集体暴君朝着那一个个 身穿白色宇航服发射出 令他心惊胆战射线的 超市空军团兵猛砸过去 有的超市空军团兵能躲开 反应不够快的立刻被砸成肉酱 短短两个呼吸间 就有七名超市空军团兵阵亡 射线持续命中 颜色逐渐加深 对纠集体暴君速度的降低 也越来越强 可一旦有超市空军团兵死去 原本积蓄的 时空转移能量 就会消散掉 看到这个情况 沈林知道他该做什么了 铁木装置的效果 还剩最后30秒 沈林高呼道 大家一起上 拖住暴君 让他分身乏术 给超市空军团兵创造时间 第二百七十九章 战胜 沈林以身作则 第一个冲上去 而且是点燃了几只雪茄 抱着雪茄冲了过去 巨大的爆炸 把他和纠集体暴君一起淹没 沈林被冲击波推飞出去 毫发无伤 纠集体暴君的拳头 则被炸得皮胶肉烂露出发黑的骨头 将军小心点 我在疏散群众的路上 遇到了高阶丧尸 城市里还有其他丧尸 激战关头张龙与气急促发来情报 沈林扫了一眼虚拟雷达 方圆五千米 除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点外 全都是普通被感染的丧尸单位 就不去关心了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解决掉究集体暴君 芬里尔 克尔伯洛斯 坦雅 王牧 一个个进化者冲上去被打退 冲上去被打退 烦得暴君心中烧起无名热火 三十秒钟 终于还是过去了 其他进化者纷纷撤退 再冲上去就会死 我还有十秒钟无敌没用呢 眼看着暴君时空锁定的程度越来越深 速度比之前慢了起码百分之三十 原来是动态势力都很难看清 暴君攻击动作的超音速 现在肉眼已经能看到暴君攻击的轨迹 军衔提升到少将时 沈林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核弹发射仅穷人版的盒子烟卷 超时空传送仪破产版的超时空传送勋章 从超级武器真空内爆弹改造成特殊技能的外向天吟 以及拥有一部分铁木装置能力的铁木戒指 相比群体覆盖 效果持续三分钟的铁木装置 铁木戒指只能对沈林一个人有效 持续时间也只有十秒 但已经足够应付现在的情况了 瞳孔里倒映着起火的城市 沈林义无反顾冲了上去 又被更快的速度扇飞 落地不停顿 念力推动身体 沈林再度撞向暴君 在靠近暴君的时候 展开合拢的拳头 掌心赫然握着两枚点燃的雪茄 轰隆 爆破声在响 仗着无敌效果还在沈林为所欲为 近距离引爆了十枚微型核弹 炸得暴君焦头烂额 事实证明 核弹对究极T暴君是有效的 如果置身大当量核弹中心 究极T暴君必死无疑 可如何把究极T暴君 死死按在核暴中心点 不让他逃脱就成了大问题 究极T丧尸也是有危险感知的 知道危险他也会跑 就像此刻 面前的众多敌人实力一般 却坚挺得像一枚枚铜斗一样 脚不碎打不烂 随着身体被时空能量侵蚀程度越来越高 暴君心生趣意 再一次打退沈林 暴君忽然转头朝着无人处逃跑 阻止他 无敌效果还剩最后两秒 保险几件沈林不再进行盲命式冲锋了 念力狂涌而出 面前的时空都受到强大念力的影响波动不朽 纠缠的念力形成两条锁链 捆住暴君双腿 移动中的暴君身形亮枪险些摔倒 两条腿竟扯不开无形锁链 除了纠集踢暴君 在场数审林等级最高 四阶进化者发狠拖延暴君 还是能做到的 绝对零度 操纵双寒冰冻枪 喷射出无尽冰霜的叮咛霜 将丧尸附近的土地完全冰冻住 形成一层厚厚尖冰 使暴君脚下发力更困难 左手续了十几秒钟的冰球甩了出来 冰球在暴君胯下炸开 形成向外扩散的冰霜风暴 顷刻间爆发出的寒意 让人如坠冰箍 周围气温起码下降了无数度 冰球暴开的中心地温度更低 逼近绝对零度 冰风暴把暴君的双腿都冻透了 寒意深入血肉 暴君用手捏碎冰壳 连带着撤下来大片被冻结成渣的血肉 躲藏许久的黄云龙瞅准了机会 暴君俯身破冰 他正在视野盲区 从天而降一刀劈斩 纠集踢暴君的左臂被齐根斩断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扯断念力锁链 踢破冰霜 遍体鳞伤的暴君还想要跑 地狱三头犬克尔伯洛斯飞身上前 一口咬住了纠集踢暴君紧剩的一只手臂 另外两颗脑袋 喷出一枚水盆大小的熔岩球和酸液球 依旧锁定纠集踢暴君双腿 骨头都被冻得酥脆 又被2000度高温的熔岩球砸中 极冷极热地转换 又淋上了能瞬间将钢铁腐蚀成水的强酸球 脚踝骨当即断裂 芬里尔也来帮他的兄弟 死死咬住纠集踢暴君的手臂 装甲巨熊再度人力而起和纠集体暴君搏斗 此时的情况和刚开战时赫然不同 纠集体暴君失一臂 断一腿伤一腿 晋升的胳膊上还挂着两头夹起来 有5000斤的猛兽根本施展不开 被力大无穷的巨八雄两巴掌拍回了原点 他的一切挣扎都是无济于事 此刻 时空锁定的进度达到40% 纠集踢暴君的移动速度减缓也达到40% 迟缓的动作僵硬的身躯 让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 只能聚八雄拍翻在地上 然后庞大笨重的身躯直接压了上去 胜局已定 不可一世的纠集踢暴君必死无疑 时间锁定的程度不断加深 纠集踢暴君的挣扎越来越迟缓无力 最后他被彻底冻结 银色时空传送的光芒再次闪耀 纠集踢暴君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太难了 真多亏了铁木装置 这是从铁木装置建造以来 第一次在实战中应用 效果好得出奇 可以说没有铁木装置 想要拿下纠集踢暴君 红井军团的高端武力 起码要占死90% 当然 没有铁木装置审灵也不可能这么大 二话不说 先给纠集踢暴君来一个闪电风暴 加真空内暴弹 再加核弹的套餐 先炸他个餐半 不死再用秘籍导弹轰炸 用人命堆也把他堆死 而不是带着潜力无穷的高级军官来冒险 紧张的气氛随着恐怖武接纠集体暴君的死亡瞬间消散 沈林直接累地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一次次冲上去 一次次被先飞虽然没受伤 可耗尽了他的体力 暴君虽死 城市内还有高阶丧尸在围获一方 正面战场还有数不清的红井战士在阻截失潮 今晚还有很多事要做 所有高阶军官或者去支援正面战场 或者帮助清脚城内高阶丧尸 仿佛经历了八级大地震 又被十二级台风侵袭过的政府大楼前广场 只剩下沈林一人饲养八叉 躺在一块还算完整的碎石上休息着 一个躲在远处高层建筑用无人机 悄悄观察战局的多兰人用无人机 拍下了这一张珍贵的照片 刊登在第二天报道胜利消息的报纸头条上 背着一杆狙击枪的张慕之走来 他今天打了一场酱油 就开出一枪 子弹还没来得及 命中就急踢暴君 他就消失了 将军 再拖两分钟就是我一枪击毙他了 张慕之叹道 他同样有秒杀单位的能力 但单位越强子弹 需要在虚空中汲取能量的时间越多 比超时空军团兵的速度还慢 能力看似鸡肋 那是因为张慕之现在实力还太弱 如果张慕之也有五阶进化者 究极体暴君在他面前活不过三十秒 结果是好的就行 究极体暴君完蛋了 沈林还在笑着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突然一变 进入系统中观看晋升司令任务进度 晋升司令需要沈林杀死一个五阶丧尸 对于沈林来说 五阶丧尸究极体暴君已经死了 他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回来 可在死板的系统看来 他只是被传送到一时空 生死未卜 不能判定为沈林杀死了他 所以晋升司令的前置任务之一 依旧显示未完成 早知道再拖一会让你枪毙他好了 算了算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说到底还是我们不够强 要是咱们红颈军团也出几个五阶进化者 哪里轮得到暴君撒野 沈林用殷切的目光望着张慕芝 手掌放在他肩膀上 张慕芝悄悄躲开 说道 黄云龙 丁宁霜才有成为五阶的可能 你还是别指望我一个老同志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担负不起 那么沉重的压力 老计福利置在千里 我相信你行 战场需要我 将军咱们日后再联络 张慕芝忙不迭逃跑 生怕沈林拉住他讲大道理 老滑头 沈林摇头笑了笑 拨通尤里的号码 正面战场情况如何 能不能顶得住 是否需要支援 不用了将军 基洛夫空庭已经到了 失朝扛不住我们的火力 天亮前我们就能彻底赶走丧尸 保守起见尤里没用消灭这个词 毕竟丧尸的数量有一千万 想要赶尽杀绝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可以预想日后的一段时间 新生的红井战士 不愁没有丧尸杀了 第二百八十章 蜀国多兰条约签订 纠结替暴君 在被传送离开兰星后的半个小时 闭上了眼睛 他永远都无法忘记 被一群凡人的猎狗 围攻击败的屈辱场景 随后就被诡异的光线枪 彻底风动意识 当他的意识陷入停滞时 随着荧光一闪天旋地转 他出现在了冰冷漆黑的宇宙之中 生命体无法在宇宙中生存 如果是五阶进化者 直接暴露真空冰冷的宇宙中 以进化者的无穷生命力 也很难活过一分钟 但丧尸不同 丧尸生命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环 是可以在宇宙中生存的病毒 到达丧尸层次的顶点 纠结替暴君体内 拥有极高浓度的病毒 它不但不会死在外太空 反而病毒在不断吸收 宇宙又能为它修复身体 具备意识的纠结替暴君 知道它如果长期生活在冥冥 暗暗没有时间感 没有空间感的宇宙中 它会发疯 带着对沈林等人的刻骨仇恨 纠结替暴君主动选择 让自己进入休眠状态 若干年后 一块人形陨石 漂浮在漆黑冰冷的宇宙中 漫长的宇宙漂流 让病毒宿主 纠结替暴君 终于发现了一颗生命星球 欢呼雀跃的病毒让就集体暴君清醒过来 它抖落掉无数年宇宙 尘埃落在它身上 凝结而成的石块 朝着饱含生命气息的蔚蓝星球 靠了过去 我暴君又回来了 这一次 我会让丧尸病毒感染全世界 而我是病毒的主宰 世界的真亡 可当暴君接近这颗星球的时候 它发现情况有点不太对 几十座钢铁卫星堡垒 在星球周边环绕 一旦有陨石靠近立刻被基站射出激光切割成尘埃 月球卫星上 矗立着一门清晰可见的巨型死光炮 基本上等于文盲的暴君 当然认不出死光炮 但本能告诉他 这东西十分危险 而且他也无法穿过卫星堡垒 抵达下面的星球 好不容易找到一座生命星球科技水平 竟然这么发达 纠结替暴君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更让他绝望的是钢铁卫星堡垒 发现了他粗大的激光扫过 纠结梯暴君瞬间蒸发 几分钟后 穿着单薄时尚款宇航服 戴着氧气面罩的宇航员乘坐飞船离开空间站 在太空中采集到了纠结梯丧失的血肉标本 回去放在隔离实验室中交给人工智能进行研究 片刻后人工智能的提示音回答道 血肉中存在于十组丧失病毒 该病毒曾在3100年前活跃星海 后抗体疫苗出现 并入稳固基因序列疫苗中 为星际公民入学前必须接种的13种疫苗之一 以十组丧失病毒为蓝本的新型丧失病毒 已衍生到了第13代 名为血眼病毒 极其稀有 旨在银河及联邦赞高薪少量存在 此时组病毒已彻底失效 价值极低 建议销毁 千 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销毁吧 宇航员摇了摇头 继续一天枯燥乏味的工作 视线贯穿时间轴 穿越时空 跨过无数光年的宇宙聚焦在兰兴多兰国 莫利西斯市外 红警军团在莫利西斯市外 拦截到了刚杀出莫利西斯市 准备职工多兰首都基维克的狮巢 尤里也是顾忌重施 先控制住一部分先锋丧尸 命令其反格攻击丧尸同伴 造成混乱争取到一点稳固阵型的时间 然后把舞台交给红警战士 他则专门盯着狮群里的高阶进化丧尸 只要有高阶进化丧尸露头 立刻被尤里精神控制着屠戮其他丧尸 城外野战 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仅有一万三千人的红警军团 要面对曼山遍也千万丧失 是有些吃力的 但今天情况略有不同 造价堪比超级武器 可以称之为超级战争兵器的 基洛夫空庭也来了 鲨鱼双眼喷射出的红色激光柱 比不上另一片时空钢铁空间堡垒 发射的激光炮 那么粗大能瞬间湮灭陨石 但本质上没什么差别 都是激光炮 激光炮扫过战场 在尸巢中划了一条直线 成千上万的丧尸 瞬间死在死亡 锯齿刹榴弹 大白刹导弹 不要钱四地发射 那真是不要钱 一次攻击就是几十枚炮弹 基洛夫空挺单一单位 所能输出的火力 就比得上一个轰炸鸡群 尸巢被直接炸出了断层 久久不能填充 尸群庞大的时候 普通炮弹也好 导弹也好 造成不了太大杀伤 炸死一堆丧尸 后续立刻就会有丧尸补上 这才是丧尸最可怕的地方 源源不断好 似杀之不尽让人绝望 之所以会有那种感觉 归根结底 还是火力不够强 火力要是够足 像是基洛夫空挺 直接一次性几十枚导弹射出去 下方尸巢被直接炸出 一个短时间 无法填补的巨大空洞 后面丧尸 始终处于被狂轰乱炸中 前线得到战士们杀着杀着 忽然发现面前没有丧尸了 只有狙击手还在用夜市瞄准静脉 悠悠狙杀超远距离的丧尸 而且基洛夫空挺不单单是他本体厉害 他拥有航母一样的配置 搭载百架战斗机 基洛夫空挺出动百架战斗机 随行保驾护航 战斗机群在尸巢上封好似 故意秀飞行技巧般的交叉穿行 不断持续输出火力 对丧尸造成大量杀伤 西侧战场雷光闪烁 磁暴步兵英勇先前 东侧战场火焰冲天 喷火兵要告诉西边的磁暴步兵们 谁才是杀伤力最强的兵种 各个兵种大战神威 天上地下到处都是红颈大兵的身影 开战一个小时 愣是没有一个丧尸能穿过红颈军团的防线 不仅如此 反而有点要被红颈军团打崩的迹象 也就是距离太远 兵力到底还是少 要不然不应该是丧尸压着他们打 而是他们追着丧尸杀 一个小时之后 陈宇豪、杨永信等人结束了 征讨就集体暴军战役的高级军官 终于赶来支援正面战场 遍地交土的正面战场 也不太需要他们 游离指挥军团作战有声有色 他是真的能一心多用的那种人 面面俱到照顾到任何一个分支战场 一边控制高阶丧尸屠戮同胞 一边给各个团营级作战单位下达指令 红颈军团在游离的指挥下忽进忽退 忽而群起而攻剿灭一只丧尸偏师 忽而散作漫天星骸 躲开丧尸蓄谋以九宫来的一击 其他人指挥就是智慧 而尤离的战场指挥可以称得上艺术 和尤离一同诞生的谭雅 也找到了属于他的世界 在对抗究集体暴军上 他没帮上什么忙 短暂拖延了 究集体暴军一秒就是他最大的贡献 但到了烈度不高普通战场 谭雅立刻大显神威 拳脚袭击招招致命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多余的 出手必有丧尸倒下 拳脚高频率攻击间枪声也不停 枪响投碎 如同战场中肆意舞蹈的精灵 战争进行到这个份上 已经不需要操心了 那塔莎主动邀请战地记者 来到战场采访 让所有骄傲自大的多兰国人都看看 他们为之如虎无法防守的失潮 是怎样在红颈军团的炮火之下覆灭的 犹如定海神针的基洛夫空艇 腰脚如龙纵横空域的战机 以及地上那一辆辆坦克 装甲车 步兵车 火箭发射车 都让战地记者感到震撼 多兰国国力巅峰时 都未必能组建起一支如此强大的军队 起码基洛夫空艇的作用 多兰国就没办法复制 何况现在 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赤裸裸摆在战地记者面前 他们已经在想胜利的战报该怎么写了 是妖魔化西北军继续添油加醋激起民族仇恨 还是如实报道将最真实的西北军展现在所有民众面前 让他们放弃妄想 在沈林将军的统治下做一个顺民呢 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某种粘稠的液体低落在他们头顶 几个记者抬头一看差点没下晕过去 肩高接近三米 毛发漆黑油亮的地狱三头犬 正低头望着他们流口水 在地狱三头犬贪婪目光的注视下 几个记者心中有答案了 如果不想这只大狗 晚上突然出现在家门口锁命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报道吧 西北军比丧尸可怕多了 惹怒了西北军逃都没地方逃 随着时间推移 丧尸渐渐开始表现出颓势 本来很多高阶丧尸 就在群体隐身的作用之下跟随他们的王 五阶纠集体暴军的步伐 前往多兰国人类首都基维克肆虐去了 他们要为手下千万丧尸 打开通往基维克的门户 彻底覆灭掉多兰国最后的反抗力量 结果倒好 纠集体暴军永远消失 其他高阶丧尸也被黄云龙 严坤等高阶军官抓出来杀掉 正面战场这边高阶丧尸本来就不多 还被有理控制了好几个反追着同伴打 一增一减 竟没有几个高阶丧尸能在正面战场上逞凶 偶有几个而被红颈军团如狼似虎的进化者们 群起公之灭掉了 黎明都还没有到来 狮巢快支撑不住了 凌晨十二点火力刷新 基洛夫空挺又开始新一轮的轰炸 高阶丧尸被杀死得越来越多 狮巢崩溃 此刻已经撑不上狮巢了 被消灭了一大批 失去高阶丧尸控制又逃掉了一部分 只剩三百万丧尸左右苦苦支撑 却难逃被屠杀的命运 有理也起了贪心 他要将狮巢全灭 军队散开 大方面包围丧尸 他把控制的丧尸引到一处命令其原地待命 然后巨大的V-4火箭弹 一连死法将控制的三名高阶丧尸 彻底消灭 然后有理倾尽全力控制数万丧尸 就堵在后方禁止丧尸逃亡 他们不攻击同伴 在逃生意念驱使下的普通丧尸 也不会攻击他们 只是在他们之中 奋力推扫拥挤 试图离开 丧尸逃的他们 红颈战士们杀得太快 杀得差不多了 原本被有理控制的普通丧尸 也露出獠牙 开始疯狂撕咬没有被控制的丧尸 丧尸再次陷入内乱之中 这一晚上丧尸 也不知道内乱多少次了 晨光破晓 照耀大地 战场失衡遍野 还能活动的 只有红颈军团的战士 他们在尸骸中搜刮战利品 然后将尸体集中到一处 进行焚烧销毁 沈林此刻 坐在国会大厦里 外面正是紧急抢修的广场 数不清的工人忙碌着 其中有西北军人 也有普通多兰人 他们互相之间交流很少 不时望向国会大厦 西北将军沈林和多兰国 现任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正在对多兰国归属进行商议 前古斯塔夫谢罪自杀 三军总司令 弗拉基米尔暂待总理 和沈林进行协商 基本上都是沈林在说 弗拉基米尔在听 此时多兰国没有任何底气 跟沈林叫板 军队死伤惨重 高级军官更是被隐形丧尸团面 现在多兰国也就只剩几枚核弹头了 真逼急了 还有先桌子的资本 除非沈林不给多兰人火炉 不然不到万不得已 弗拉基米尔也不敢先桌子 先桌子西北完不完蛋 他不知道 多兰国肯定是完了 条件与之前 我和古斯塔夫商量的一样 但由于多兰国民当中 有一部分人表现出 对本将军的排斥让我很不爽 所以我又多加了两条 郁金香市 加兰市 水仙市 洛耶斯市和汉庭市 从多兰国中割裂 成为属于我直接管辖的城市 另外 年底给我凑够三吨黄金 凑不够地画少一吨黄金 拿一座城市不及我 沈林份笔集书在条约上 又加了两条 递给弗拉基米尔 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割地赔款 这套流程弗拉基米尔懂 他眯着眼睛 尽量让自己不表现出任何愤怒的样子 签下条约 他却不知道沈林愤怒的时候 也会微微眯起眼睛 关公不睁眼睁眼要杀人 很愤怒吧 愤怒就好好为我工作 用粮食和黄金从西北换军火 我不介意你们发展军事力量 现在蓝星无主的土地遍地都是 有本事就去抢 抢不来怪自己本事不够 落后就要挨打 第二百八十一章 皇帝轮流坐 距离昨天代理首相弗拉基米尔 与西北王沈林 在首都国会大厦签订基维克条约 已经过去了整整24个小时 让我们看看现在城市情况如何 闭塞眼眸高鼻梁 身材高挑的首都电视台女记者米亚 正对着摄像头滔滔不绝 行走在克里姆邻区街头 我们可以看到巡逻的士兵和维修街道的工人都在忙碌着 让我们随机采访几位路人 这位先生您好 请问西北军队入驻首都基维克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没有造成影响 米亚拦住了拎着米袋要回家的路人 路人认出了米亚 毕竟她是全基维克男人的评选出的最美女记者 停下脚步略做思考回答道 说实话起初我很担心 担心军人会抢劫我们的粮食 强奸妇女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我们我们依旧没办法正常交流 但我相信这支军队会保护我们 我的邻居昨晚家里进了窃贼 他惊慌大叫 叫声立刻引来了巡逻的士兵 最后那几个小流氓被绳之以法 军人也没有对他做出任何越轨的举动 我觉得这是一支正义的军队 那么您对西北军入城是持欢迎态度吗 米娅继续问道 路人盯了他一眼 感觉米娅在给他下套 遵从自己的内心回答道 欢迎也好不欢迎也好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西北人救了多兰国 救了所有人的多兰国民 我想所有报社 电视台工作的记者都欠将军一个道歉 是你们的自大愚蠢赶走了 对我们心怀善意得到将军 导致数以百万计平民无辜遭灾 上万英勇的战士葬身失口 必须要有人为此事负责 信号不太好采访暂时中断 下面将播放早间天气预报 我是记者米娅 明天再见 米娅脸色难看 急匆匆切断了信号 电视画面呈现出几秒钟的黑屏 然后转到了气象预报 安德烈认认真真将天气预报看完 关上了电视 靠在沙发上 老旧的沙发难以承受男人的重量 发出摇摇欲坠的吱哑声 安德烈已经习惯了 几个月前的记忆又浮现出来 一男一女还有一个老教授 来到他的农场 询问星红妖术的事情 安德烈烈情邀请他们居住一晚 然后送他们离开 接下来没过一周 安德烈知晓 星红妖术被灭 所在的卢汉斯氏也复之一句 那时候安德烈心中就有所感觉 那个男人的身份可能不一般 不过他独居野外 消息不灵通 知道几个月后才知晓那个男人真正的身份 他是腾龙联邦西北军区的总司令 也是西北三省的主宰 绰号西北王 而他想让多兰国变成他的蜀国 愤怒 抗拒 安德烈的反应和所有多兰人一样 可在当他得知 有大股丧尸 在国内腥风作浪的时候 他立刻改变想法 政府都束手无策的星红妖术 被沈林轻易解决 只有那个男人才能帮助多兰国战胜失朝 光靠多兰国是不行的 安德烈明白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明白 大敌当前许多多兰国人还抱着往日的大国尊严不愿意低头 最后承受巨大的代价 首都基维克遭遇毁灭性打击 如果没有沈林及时赶来 基维克将不复存在 多兰国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也将失守 全国都要沦陷 本来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两方势力逐渐磨合 可那些自命不凡的记者突然跳出来破坏了大计 激怒了沈林导致西北方面全面撤军 由多兰国军队直面失朝 那多兰军队能守吗 守不了 没那个能力知道吗 再下去要献祭莫利西斯市 莫利西斯市被破了献祭首都基维克 接下来没的献祭了 多兰军部怎么解释 脸都不要了 折腾了一大圈 最后还是西北军站出来主持大局 令人望风而逃的死亡军团 在西北军面前怎么样 一夜就被打退了 据说当日掩埋焚烧的丧尸尸体超过五百万 现在多兰国还剩下的活人 加起来也凑不够五百万 西北军拥有轻易灭绝失朝的能力 自然也可以轻易灭掉多兰国 切实感觉到了多兰国和西北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 记者也都老实了 各种夸奖西北军 赞美将军沈林的马屁层出不穷 全都成了舔狗 还有人提议在重建的国会大厦广场前立一座沈林的雕像 以纪念他在纠集体报军货乱机为客时 做出的巨大贡献 还真别说赞成提案的人不少 连首相在昨天的公开访谈中也提到了 会考虑建造沈林雕像表彰他的功劳 还是外国人玩这一套玩得溜 沈林自己都没想过要给自己建造雕像 被多兰人一提觉得很有必要 首先在梁市中央基地建造一尊等身大小的铜雕像 上行下校 沈林表现出要成为伟人的兴趣 下属城市的首领不约而同请雕刻大师 组建工程队 各个城市的广场 纪念堂都兴起了一股雕像热 原本生活困苦的雕刻师 纷纷成了各大势力首领的座上宾 沈林的一句话 一个想法无形之中可以影响到很多人 全市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 很多是不需要沈林说 稍微透露出一点意思 自然有人为他办 也就是沈林不好色 不然各地送来的美女剑 一座皇宫都装不下 战争结束的下一步就是建设了 多兰国出钱 沈林这边的工程队已经相当成熟了 本来粮食的工程已经饱和 许多工程队都在联系外地的活 这回好了 多了多兰国一个巨大的市场 工程队又能过上一段时间 吃香喝辣的日子了 沈林再度大规模扩军 新增兵员超过5万 沈林总兵力达到14万 在对抗失朝的过程中 红颈军团全程处于优势 可丧失的数量毕竟太多 加上战场分散 依旧有很多战士阵亡 烈士陵援添了千座新粉 直接战死的战士并不多 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势退伍的战士 占了大多数 一旦脱下军装从事其他行业 自动视为失去红颈军团的身份 可以保留军装和配疆 但枪械均被自动维修 子弹每日凌晨刷新的功能都失去了 退伍老兵中有的不甘寂寞 还想发光发热 会加入民兵组织 其中作战勇猛的优秀老兵 则会加入学校成为老师 教官 如今各行各业都存在退伍的老兵 他们已经不再身批军装 却依旧对沈林怀有百分百的忠诚 沈林的眼线早已密布西北 西北三省银行 珠宝店的黄金 基本都被沈林搜刮干净了 如今多兰国也成为沈林的领地 又多了上百座城市可以去搜刮 沈林扩军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搜刮多兰国的财富 顺路把各个城市的丧尸都清理一下 锻炼新兵还能增加财富 一举两得和乐而不韦 半个月悄悄过去 弗拉基米尔先送来一吨黄金 以这个进度年底之前 再收集两吨黄金难不倒他 弗拉基米尔不愧是军人出身 半是雷厉风行 就是比古斯塔夫有效率 沈林用手触摸在黄金上 惊悉水一样地上的一吨黄金消失不见 你呀 见钱眼开 谁给你钱谁就是好人 你要是个女的能为了钱去卖身 那塔莎数落着沈林 沈林将黄金充值进系统 也只有生死相依此生 都不会背叛她的红警单位能看到 沈林将这个秘密保存得很好 亲爹亲妈亲妹妹都不知道 那你可太高估我的底线了 即便我是男的 要是有人出得起足够的价格 我也不介意出卖自己的身体赔富婆一次 沈林几妹弄眼笑着 地位越来越高 权势越来越重 沈林自觉地端起架子 她不正经地一面亲近的人才能看到 对了 韩娇荣让我问你 联邦军部年底邀请各地领导人 前往首都你去吗 当然要去 我还有一件事没做 不止我去 你也要去 有理要去 黄云龙他们也要去 沈林说道 啊 大家都去 那家里会不会出事 那塔莎担心离开的高级军官太多 家中会出乱子 我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我心里还真隐隐期望着 等我离开之后有牛鬼蛇神蹦打出来 把那些隐藏的危险分子一网打尽 带这么多人会不会太招摇了 我跟你去就行了 四下无人 那塔莎柔嫩的身子缠上了沈林 沈林当然知道那塔莎想过二人事件 不过这次不行 这是个好机会 西北太偏僻了 腾龙联邦内除了海军能接触到的沿海城市 传扬着我沈林的名号 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沈林是干什么的 这一次我要让全联邦都知道我沈林的名字 让那些萧小之辈想起沈林两个字就瑟瑟发抖 你那么急着扬名 难道想当总统 呵呵 从古至今有数百位皇帝主宰过这片大陆 我为什么不能是下一个 西北王的名号还是太小了 要称王就当腾龙联邦的王 不愧是我的男人 那塔莎眼如媚思 温润的双唇微微张开贴向沈林 将军说得好啊 听得属下热血沸腾的 正好成好事 电灯泡来了 李思木笑着说道 将军 海军把这个月的黄金送到 不过鉴定师发现了一点情况 我觉得您得亲自去看看 沈林安抚了那塔莎 跟李思木前往海关 从粮食到西川市战机 高速飞行也要两个小时 沈林抵达西川海关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二话不说直奔仓库 一吨金条垒成小山摆在仓库里 沈林伸手放在金条上 耳边赫然听到 发现可收集贵金属资源 二十一万六千金 是否转化为系统金钱 否 沈林的眼神一下变得杀气腾腾 妄想披临待假 心虚地不敢直视他目光的海足 鉴定师走上前悄悄说道 将军 这批黄金只有外面一层是真的 里面的都是颜色重量 类似黄金的合金 海关的人比较稳重 尽管已经成功交易了好几次 对元晋那边的人还心存防备 每次黄金到账都要检验一次黄金真伪 结果这次真逮到了元晋手下海族 弄虚作假 将合金伪造成黄金来坑沈林 第二百八十二章 海洋霸权 妈的 小兔崽子敢搞鬼 李斯牧怒目原睁 大踏步上前 扼住了一名海族冰凉的脖子 黑漆漆的枪管子 直接塞进他嘴里 急颜立色问道 谁指示你们这么做的 说 平日里都在担任沈田的教官兼保镖 很少参与战斗的李斯牧 性格温文尔雅 但当沈林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这个儒雅的男人 也暴露出他属于军人凶悍强硬的一面 呜呜 被李斯牧控制住的海族摇头 表情惊恐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随行的另一名海族士兵连忙解释道 可能是码头工人动了手脚 将军在吸雷霆之怒啊 转变成海族之前他们也只是普通人 面对强权暴力表现出软弱的一面 老李 放开他 沈林说了一声 语气平淡的不带有任何情绪 李斯牧凶狠的眸子 盯了他们两个一眼 把枪从他嘴里拔出来 其实 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 可总有人把我的温和当成软弱 沈林五根手指 像钢琴家一样拨弄着金砖 强横的念力直接将性质偏软的黄金塑造成金箔 然后一张张贴了两名海族的身上 只将两人脖子以下全部覆盖成纯金雕像 上有数千张金箔漂浮在半空 沈林威胁道 如实回答 我宽恕你们愚弄我的罪行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将军 祈求您的仁慈 请不要杀死我们 求饶的话语是没用的 沈林想知道真相 既然他们不知道真相 那他们就没有价值了 一张张金箔速度 急快添了上去 黄金交融粘合 两名海族被彻底困在黄金之中 窒息而死 惊恐的表情都被如实反馈在雕像上面 把尸体给袁靖送回去 沈林一声令下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的海关负责人 立刻带来几名水手 将黄金雕像抬下去 合金被念力压成废铁 所有黄金都铸成了两名海族的官果 如果袁靖够聪明 就应该明白沈林的用意 将军 袁靖摆明了是在挑衅 他不会是想要法器战争吧 李斯牧问道 他没那个胆子 依我看 这次黄金参甲事件像是一次试探 袁靖心怀不轨是肯定的 我心知肚明 我也只是在利用他为我攫取财富 沈林心中闪现过许多猜测 甚至有动过给袁靖打电话兴师问罪的念头 不过转念就放弃了 袁靖已经出招 肯定会后续地应对办法 他随随便便就可以把责任推脱出去 码头工人偷窃 押送黄金的海族建材起义 动了歪心思 又或者说他受到的黄金就是假的 他也是受害者 袁靖有多种方法可以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出去 沈林要是怒气冲冲 打电话过去问 倒显得自己太没城府 而且也把他对黄金的看重赤裸裸裸露出去 用真金杀死押送货物的海族 给袁靖一个警告 也显得沈林没那么财迷 让袁靖明白 就算在黄金上动手脚沈林也不在乎 空军亲自护送 在傍晚时分将两座黄金雕像送到袁靖的府邸 接收雕像的管家脸都清了 急急忙忙通知袁靖 袁靖见了两座黄金雕像眼神微微闪动 然后连连致欠道 都怪我太疏忽 识人不明 一定是这两个王八蛋侵吞黄金 自作主张以假冲真 几位可以告诉将军 他们两人虽死 家属我必严惩不待 另外 我将奉上双倍黄金作为赔礼 希望将军不要怪罪才是 你的话 我会如实转告将军 飞行员说吧 转身离开庄园 主人 两座雕像怎么处理 还不把这丢人的玩意给我丢到海里去 留在这里爱我的眼吗 袁靖讯赤道 是是是 我糊涂了 点头哈腰连连道歉 管家见袁靖回屋休息去了 立刻喊来两名庄园护卫 强壮的青鲨鱼人 说道 都TM手脚麻利点 封上水泥填海别让他们飘上来 要是再让海王大人看到这两个扫兴货 就扒了你们的皮 还不快去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小小的袁靖庄园 也有一套等级森严的生物链关系 此时 回到屋里的袁靖 已经和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妞 纠缠到了一起 两人都尽兴后 女人靠在袁靖怀里 纤细白嫩的手指 夹着细感女士香烟吞云吐雾 谭烟灰的动作 都带着说不出的优雅 显然受过专业的名言教育 抚摸着女人 滑嫩风鱼的身子 袁靖探道 我倒卖物资两线发育 现在军队也不如西北军 我的探子 发来献报审林 又在大举扩军 新增军人数万 我都不知道他那一个个 堪比基因改造人的战士 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他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 魏籍军官成长为 霸占西北的庞然大物 一定有他特殊的秘密 他不只是精神系进化者 那么简单 试探的结果你也看到了 他把送前的海族封在黄金里 给我送回来 这是给我的一次警告 如果我不付出任何代价 今年这个年都不好过 女人听到袁靖的丧气话很不爽 她推开袁靖的手 坐起来发脾气 你亲口说 要用一支舰队向我父亲提亲取我的 现在你想反悔 别生气嘛 曼妮 我想你保证 一定会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舰队的势容我想想办法 不一定非得对沈林的海军下手 袁靖陪着笑脸抱住曼妮哄他 又喊道 灯塔 去把我宝库里最大的夜明珠拿出来 我要送我的挚爱一件绝世的礼物 袁靖这边还在忙着谈恋爱 却不知道因为一次试探 他已经彻底暴露在沈林的面前 多兰国拿下 沈林接下来扩张的路线有两条 一 加固多兰国的统治 然后征服多兰国附近的邻国 周边邻国大多是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立小国 别说是欧洲霸主继承大半苏联遗产的罗斯国 就连眼前的多兰国都比不上 日子过得凄惨无比 灾变前许多小国优秀的模特 都会主动前往市场庞大 机会更多的腾龙联邦捞金 国土狭小人民没什么斗志 军队更是孱弱无比 收复他们难度不大 另一条路就是向联邦内部扩张 沈林对那些小国实在兴趣缺缺 留给多兰国慢慢扩张去吧 如果向内陆扩张 绕不开的一片区域就是河坚省 腾龙联邦的复兴之地 连接南北 是人口2.7亿的大省 得河坚者得天下 这句古话深得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 王孝天所在的平阳市 就是河坚省的一座二线城市 王孝天够拽了吧 死灵大军 麾下亡灵百万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如果不是沈林占了超级武器的便宜 和王孝天一场大战 就算能赢也是损失惨重 即便如此 王孝天他没能全境占领河坚省 而是不断向外扩张 河坚省局势复杂无比 之前有王孝天这样的S级进化者 也有强大军队 更有由进化者组成的联盟 还有五阶丧尸 几方势力瓜分了河坚省 王孝天在其中还算是弱的 因为他天煞孤星 全靠自己 沈林想要攻占河坚省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陆路走不通 沈林想到了海陆 海上现在是原进的天下 有能力纵横大洋的势力极少 首先得有一支强大海军 原进手下的海族 可以在海洋中肆意遨游 优势极大 如果得到了海洋的控制权 沈林可以甩开原进 自主经商把西北的物资 销售到所有沿海城市 更可以通过海运连通全世界 因为灾难 各国政府都面临巨大麻烦 大家都顾着阁扫门浅雪 蓝星上的大陆板块 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 如果沈林可以促成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贸易 通过强大的海军 牢牢控制住大海霸权 沈林可以获得巨大的国际声望 以及难以想象的利润 美好的前景和前景 再加上原进越来越不安分 激起了沈林的杀心 当然 要对原进动手肯定不是现在 得等过了年再说 备受忽视的海军需要增强实力 又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 瞌睡来了送枕头 两天之后 原进派遣麾下三阶进化海族 张鱼人许涛送来了两吨黄金 作为赔偿 希望沈林不要介意之前 因为失误造成的冒犯 沈林大笑着收下黄金 请许涛赴宴 席间宾主尽欢 心怀忐忑而来的张鱼人许涛 高高兴兴回去报喜 沈林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而记恨上原进 大家还是好朋友 许涛刚走 有关许涛个人身份信息的线报 就送到了沈林案头 沈林看了两眼就丢到一旁 小角色一个 不值得关注 希望能通过他暂时麻痹袁进 让袁进不能察觉到 沈林已经对他动了杀心 第283章 海怪起源 这回袁进没赶在黄金上动手脚 都是9.9足金 一笔巨额资金注入 沈林终于可以大刀过斧 对海军进行扩军了 航母新建一艘 想要掌控海上霸权 没有几艘航母说不过去 暂时资金有限 航母拥有两艘就差不多了 单艘航母的造价就要10万斤 航母的护卫舰得建造吧 航母上的机群也得增加吧 不然航母有什么 一艘完整航母舰队 造价就在80万斤左右 这还是尽量收着来 减便宜得上 要是放开手脚 打造一支航母舰队 百万斤都搂不住 驱逐舰 巡洋舰 鱼雷潜艇也是10艘10艘的舰 包括大量新增的动员兵 火箭飞行兵等适应性高的兵种 换上纯白色军装转值海军 追加建造特种作战的海豹突击队 沈林的机甲军团也分出一部分加入航空母舰 另外新增的水陆两栖海啸 坦克沈林也建造了30辆 总花费已经远超200万斤 沈林近期在多兰国掠夺的财富 全都投入进去才够用 乌贼岛 原是西川市130海里外的一座私人小岛 泳池 游乐场 黄金沙滩等等娱乐措施一应俱全 私人岛屿上灾变时分 汇聚了不少的商界巨子政坛名流 前来的应兆女郎 各界网红加起来 可以组成十支排球队 可惜 一场灾变 岛上历程人间炼狱 四面都是海水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等到沈林麾下的海军 发现这座岛的时候 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 将岛上丧尸清理一空之后 就成了海军在外的一个临时据点 没有战斗任务的时候 克拉肯常在岛屿附近游荡 被出海捕鱼的渔民 看到了变成这座岛为乌贼岛 此刻 乌贼岛中 塔吊基正在将一张张大网 包裹着的活生生丧尸丢入水中 大部分海洋鱼类都无法成为丧尸兽 所以 克拉肯始终没有杀构丧尸 晋升三星 自然没办法晋升英雄级单位 此刻 乌贼岛附近徘徊的巨型乌贼 不止克拉肯一个 克拉肯只是其中最大的一只 一众巨型乌贼 全部聚集在塔吊基下面 一旦有丧尸被投放下来众乌贼 便一顿争抢 争取尽快杀死足够丧尸 晋升三接 没有乌贼能争抢过克拉肯 他粗壮的触须万族一甩 就能把其他乌贼抽开 即便是阻力极大的水下 万族一次攻击 也能将丧尸抽打得粉身碎骨 那是能扭曲钢铁的恐怖力量 直到克拉肯优先升到了三星 主动从那片海域中让开 其他乌贼才能抢到丧尸 尖锐的三角脑袋破开水面 一双大眼睛凝望着沈林 眼神温柔带着憧憬 长四十米满是吸盘的触须 伸出来一条 轻轻蹭了蹭沈林的脸 克拉肯 今天就是你完成蜕变的日子 沈林进入系统界面 消耗二十五张英雄之症 选择让巨型乌贼克拉肯 晋升英雄级 海王援进最大的依仗 是他麾下海族 海军中除了巨型乌贼 海豹突击队以及潜艇 没有能攻击水下的单位 如果和援进开战 对付他麾下万千海族 巨型乌贼是最好的应对方案 这一次沈林要下血本 除了克拉肯他 建造了十条巨型乌贼 零星巨型乌贼采取惯犯方式 投放数千丧尸入海 帮助乌贼们晋升三星 然后使所有乌贼都晋升英雄级 沈林要组成一支纵横大洋 所向无敌的乌贼大军 当然最受他重视的 肯定是第一条乌贼 命名传说中 北海巨妖名号的克拉肯 巨型乌贼原型为大王乌贼 成年大王乌贼体长二十米 有过单独猎杀魔相经的例子 原型大王乌贼已经很夸张了 巨型乌贼更是大王乌贼 经过疯狂科学家基因调试后的 终极战争兵器 光是触蓄的长度就超过四十米 整体长度超过五十米 可以将小型军舰拖入水中 怪以海怪之名一点都不夸张 开始进化的巨型乌贼 沉入水中 DNA发生改变带来的剧痛 使克拉肯十条万卒 抽打起了海面 煞时间掀起波涛数十米 操纵起重机的工人 目瞪口呆注视着深海魔王的诞生 席卷岸上的百米狂涛 被沈林念力生生压制住 推回海里 做到这一切的沈林消耗也不小 额头露出细细密密的汗珠 当波涛平定 海洋也陷入了瓶颈 直到一根又一根 比电线杆还粗一倍的 巨型万卒刺破大海直指天空 有两条尤其长的处须万卒 达到了两百米 克拉肯整体露出海面 温柔眼神 在庞大体型的衬托下 也变得令人恐惧 此时此刻 他的身体摊开了能铺满 一座足球场 可想而知完成进化的 克拉肯有多庞大 而且这还不是 他得到最终体型 他才只有一阶 等阶提高 他将成为海洋中 最令人恐惧的怪物 谁能获得克拉肯的忠诚 谁就能成为海洋霸主 很好 克拉肯 猎杀那些深海中的庞大单位 汲取他们的能量 成为海底世界的主宰 如您所愿 我的主人 精神世界 形象是圆形鱼缸里的一条小乌贼的克拉肯 对沈林说道 其他乌贼陆续到达三星 他们就没有克拉肯的优待了 被沈林赶到深海完成蜕变 免得灼浪滔天 席卷海岸 还需要沈林去镇压 在多兰国对抗失朝 沈林总共积攒了英雄之证六百张 有功战士不能不犒赏 沈林消耗了两百张英雄之证 帮助许多战士渡劫 成功晋升英雄级 剩下四百张英雄之证 沈林本来想着兑换 需要三百张英雄之证的百合子 但临时起义 想要组建乌贼军队 又消耗了两百七十五张英雄之证 兑换百合子 还得再等等 转眼一周过去 近期越来越多渔民 向西川市政府举报捕鱼时候 偶尔会遇到海中会出现巨大阴影 政府不得不在码头发布公告 渔民见到巨型乌贼 请不要紧张 那是军方的特殊战斗单位 不会伤害渔民 公告一出 就有胆大的渔民潜入水中 拍摄巨型乌贼的照片 卖给报社 赚得比捕鱼多 领地上每天发生的大事小情太多了 基本都是地方政府处理 解决不了的上报中央 距离年关越来越近 粮食的街道上也越来越热闹 路边有人摆摊 对联雪糕糖葫芦 看着有些复古的景象 沈林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粮食为了维护市容 禁止路边摊已经有十年了 老板 给我来支糖葫芦 推着商品车玻璃柜里 插着一根根糖葫芦的商贩 没有第一时间认出 穿一身深蓝色西装的沈林 是他们爱戴的将军 把糖葫芦递给他才发现 这张面孔越看越脸熟 将军 没想到是您 您能赏脸吃我的糖葫芦 是我的荣幸 不值钱的东西 您就拿去吃吧 都是我亲手做得觉得干净 老板手掌哆嗦着 把糖葫芦递给沈林 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不收钱就不收吧 来合章影贴在你的推车上 保证你生意兴隆 不过我得先尝尝 你的糖葫芦味道怎么样 有没有欺骗消费者 沈林咬了一口 外壳酥脆冰凉 水果软嫩冰鲜 味道的确不错 和老板合了张影 提着两件西装的柳依依 就从商店里追出来了 不是让你等我一会吗 衣服还没试完呢 嗨 我在里面待着闷得慌 出来走走 你尝尝糖葫芦 味道不错 沈林转移话提道 不管是哪个未面的男人 无论他身份高低权位大小 配女人逛商场的时候 肯定不耐烦的 沈林也一样 找机会就溜了 先把这套换上看看 我觉得深蓝色不适合你 太老气了 姑奶奶 我是去首都参加会议 不是去结婚 反正到时候也是穿军装 你给我挑这么多西服 他用不上啊 人家都西装革履的 就你一年四季一套军装 我就没见你换过衣服 柳依吐槽道 全商场衣服夹起来 价值都比不上我身上这套军装 肩膀上三颗 江星价值多少 暂且不论 我这一身军装自动出尘 寒暑屁翼 而且有防弹能力 提起军装的好处 沈林滔滔不绝 你就是不愿意陪我 才一会儿你就嫌烦了 要是以后我成了黄脸婆 你还不见了我就躲开 要是这样 我宁可现在躲远点 免得你见了心烦 说着说着柳依依哭了起来 即便拥有好几个女人沈林 还是搞不懂女人的心思 这个时候 为自己辩解是最愚蠢的行为 沈林连声认错 把柳依依紧紧抱在怀里 告诉她哪一天 永远都不会发生 卸下一身军装的那塔莎 难得离开军营 和寒娇龙一起逛街 离得老远 狙击手敏锐的视觉 就看到街上拥抱的两人 大白天的也不知道收敛点 咱们绕路走 那塔莎咬着下嘴唇 远远瞪了沈林一眼 你不吃醋吗 在西北待的时间 尝了韩娇龙 也发现了沈林 那塔莎和柳依依三角恋的苗头 她和沈林之间冲动大于爱情 韩娇龙并不像在介入 让关系变得更复杂 就当一个朴实无华的外交官 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挺好的 我已经习惯了 她那人就那样 永远不会把心拴在一个人身上 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杀死我所有的情敌 不过那样沈林会伤心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韩娇龙听得毛骨悚然 还好她没有往上凑 感情当沈林情人 还有生命危险 不过听到后面 她觉得那塔莎爱得挺卑微的 什么都要考虑沈林的感受 她当然不知道 那塔莎对沈林的爱力 混杂了百分之百的忠诚 那是畸形的爱恋 第285章 寻仇 燃钢联盟就是河坚省最大的进化者联盟之一 联盟首领有两人 矫铁者石齐骏 可以通过吞食钢铁增加体魄强度 连江里洗澡 往农酸池里跳都死不掉 练狱行者文晓 则是一个浑身燃烧着地狱魔火的怪物 他因为个人形象过于恐怖 抛头露面的时候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石齐骏掌管大局 只有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文晓才会出现 帮助燃钢联盟破解困局 石齐骏尊重文晓 因为文晓能杀死拥有不破之钢体制的他 上一次召集全联邦领主集会石齐骏就来了 他在这里见到了全联邦各地英才 其中有不如他的 也有连他也需要仰视的 前者居多后者寥寥 主张推行进化者至高无上理念的石齐骏 谈起他的主张 得到了很多进化者的认同 他们相谈甚欢 甚至有很多进化者直接抛弃原先的基业 跑过来跟石齐骏一起干 尝到甜头的石齐骏 怎么会放弃招募党羽的机会 他包下金龙酒店 邀请进化者前来相聚 上一次领主集会 让石齐骏声名远扬 老同学黄家伟知道石齐骏现在混得很好 他立刻起了投奔的心思 不过黄家伟不是进化者 于是他就窜多老大邓伯伦参加集会 拍着胸脯打包票 说他和石齐骏是好哥们 邓伯伦加入燃钢联盟起步就是首领 单打独斗 哪有背靠大树来的舒服 而且邓伯伦本身也不是特别强大 强势的进化者 他被黄家伟说动了 冒着巨大风险前往首都参加集会 结果黄家伟这小子可好 跟他娘相巴佬进城的时候 开枪攻击天空钢铁飞艇激怒了惹不起的存在 胳膊被人家给废了 只是二阶普通进化者的邓伯伦 在丁宁双面前根本不敢诈刺 他要是强行维护黄家伟 他现在胳膊也没了 邓伯伦开始觉得黄家伟这小子不靠谱 但来都来了 总得去试试 两人打听清楚石齐骏住在金龙酒店 找上门去 进门当然要经过审核 邓伯伦是进化者 不管等级高低能力强弱 只要是进化者就是燃钢联盟吸纳的对象 但黄家伟只是个普通人 而且还断了一只胳膊脸色苍白并奄奄的 被门卫拦在外面 我们石齐骏老同学呀 我叫黄家伟 你们报我名字他肯定知道 不信你去问问 黄家伟急了 邓伯伦也说道 通融通融 他真是你们首领同学 我可以保证 行吧 你们进去吧 老大在二楼会客厅 不要乱跑 冲撞了贵客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门卫给邓伯伦一个面子 打着石齐骏亲戚朋友名号 招摇撞骗的门卫剑多了 本不该放人进去 但邓伯伦毕竟是进化者 他说的话是有可信度的 多谢两位兄弟 邓伯伦一拱手 带黄家伟进去 踩着红地毯直上二楼 左手边会客厅大门洞开着 石齐骏正在和进化者朋友聊天 都是上次见过面的老朋友 眼见来了新人 石齐骏立刻起身迎接 正要搭话 石齐骏看到邓伯伦身后的黄家伟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阿伟 卧槽我没看错吧 你还活着 你家林仓氏可是重灾区啊 石哥 是我呀 黄家伟没控制住 眼泪刷得流出来了 哽咽道 当时我们单位组织旅游 我也去了 现在就剩我还活着了 哎 不容易啊 没事都过去了 以后跟我混 咱还和上学时候一样 我照着你 谁敢动你报我的名字 石齐骏上前和黄家伟拥抱了一下 这才看到他空荡荡的右臂 包扎的伤口 还在往外渗血 阿伟 你这胳膊 草他妈的 谁干的 石齐骏瞪圆了眼睛 高阶进化者的气势散发开来 他盯上了邓伯伦 不 不是我 这么回事 刚才路上遇到一架飞艇飞过天空 黄家伟他朝飞艇开了两枪 惹怒了飞艇的主人 下来一个掌握冰霜力量的进化者 要黄家伟自己砍了开枪的手 他犹豫了一下 整条胳膊都被冻掉了 邓伯伦连忙解释 他可不想承受石齐骏的怒火 你就在一旁干看着 石齐骏明白了 邓伯伦是黄家伟之前的老大 连自己手下兄弟都护不住 看来也是废物一个 没有啊 我阻止了没用 他是高阶进化者 他要动手我哪拦得住啊 邓伯伦摊开双手 心里已经后悔来趟这趟浑水 高阶进化者了不起啊 没人能动了我的人不付出代价 阿伟你还能挺得住步 跟我来 哥帮你讨回公当 能为现在混得不如意的老同学出头 石齐骏的确讲义气 怪不得能得到许多进化者追随 此刻他振逼一呼 要为兄弟报仇 金龙酒店的众多进化者都惊动了 低阶进化者有几十人 高阶进化者也有两人 其中一人早已加入燃钢联盟 这次陪石齐骏一起出来溜达溜达 绰号鬼蜘蛛的王英 进入战斗形态 他背后会生出八跟金刚一样的蜘蛛认足 另一名高阶进化者张昌泽绰号面具人 常年戴着面具 不肯以真面目视人 独来独往 是联邦东北部比较知名的独行侠 也是石齐骏招揽的对象 他愿意跟石齐骏一起帮黄家伟出头 已经表明了心意 他也愿意加入燃钢联盟 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军部 声势浩大 路人皆侧目 刘震江真的带沈林参观起了军部 军区大院 军营 包括石塘都带沈林走了一圈 老刘 贺琪不在军部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该进入正题了 你想干什么 刘震江望着沈林 不干什么 找他谈谈心 贺尚将对我西北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得当面感谢他呀 沈林黑黑笑着 笑容看上去有点瘆人 沈林哪 不是我一老迈老叫你做事 贺尚将在军部地位极高 早年他是空军总司令 近几年年纪大了 才退下去 不知道多少高级将领 都受到了他的栽培 你要报复他那笔捅了马蜂窝 还危险 听我一句话 以前的事就算了 贺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最近已经很少抛头露面了 刘震江叹了口气 劝道 刘忠将 咱们认识也有一年多了 一开始就是你将我引入军部体系 我没说错吧 是 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军界精英 像你这样的人早晚要出人头地 那我的为人你应该了解 刘震江呵呵笑了笑 脑海里闪过四个字 无法无天 我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我能有今天 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全凭我自己和我麾下的战事 你让我加入军部我同意了 我也是腾龙联邦人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对联邦有感情 也愿意为联邦效力 可联邦是怎么对我的你最清楚 逼迫我交出土地 向其建民道歉 是非对错 自有公论 我不想再提 可后来呢 贺琪为了打压我 唆使王孝天进犯西北 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偷袭杀我全城百姓 朔方是十万人口无意生还 你睁开眼睛看看 那十万冤魂还飘荡在城市上空呢 这笔账我该找谁来算 他贺琪以为自己为高权重 学生雇就遍布军部党羽众多 就能躲得了宫里的审判了 我告诉你 错了 刘忠江 你我相识异常 我不伤害你 但你记住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贺琪的命 他躲不了的 沈林在军部里咆哮着 杀气从唇齿中喷勃出来 刘震江听得面露惊骇 他想不到沈林是专门为了杀人而来 更惊讶于为什么附近的战士们都充耳不闻 呆滞地忙碌自己的事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直到沈林和身边跟着的光头军官离开 周围的战士们才恢复正常 咦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不记得了 昨天晚上去哪鬼混了 大白天打瞌睡也不怕被人看到 不是 我好像恍惚了一下 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我好像刚才有点迷糊 听着文职人员的低声议论 冷汗从额头上流下来 那个光头男人 有瞬间精神控制所有人的能力 比沈林危险十倍 贺琪自作自受啊 没来由的招惹沈林干嘛 这下好了惹上杀身之祸 我要不要制止此事 刘震江心里犯难 愁眉紧锁 他对贺琪绝无任何好感 他担心的是沈林 如果沈林杀了贺琪 军部绝容不下沈林 联邦军和西北军必然决裂 刘震江犹豫的时候 忽然有卫兵大步跑来会报道 中将大人 外面来了好多人 堵住了军部大门 谁给他们的胆子 刘震江好脾气 可不代表他没脾气 军部大门被围 这是自打建国军部成立以来 从来没遇到的离谱事 只有军部围别人的时候 什么时候还有人敢为军部 火腻歪了 我也不知道 看上去好像都是进化者 为首的那人叫什么脚铁者 人都是他带来的 他是来找沈林的 刘震江叹了口气 感情沈林真是麻烦吸引体制 这才刚到首都就惹来了大麻烦 各方首领齐聚首都 街道上时刻有人巡逻 明里暗里不知道 安插了多少联邦的眼线 将众多首领的一切信息 事无巨细汇报给联邦 沈林惹出来的事还得沈林解决 军部是代表联邦的暴力机构 军部必须维持公正 哪怕是表面上的公正 快去把这件事告诉沈林 刘震江对卫兵吩咐一句 转头去找三军总司令 纪英豪 不会禀报军部被围的小事 他觉得沈林要对贺吉下手的事 得让总司令知道 第286章 矫铁者 人呢 滚出来 别装缩头乌龟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自古的规矩 叫沈林的滚出来 自断一臂 饶你一命 军部大门外 一众进化者叫嚣着 石齐俊抱着肩膀站在大门口 他还保持着理智 没有强行冲击军部 皇家伟望着石齐俊的目光 满是感激 本来还想着怎么蛊惑 石齐俊对付西北军 帮他出口恶气 他真没想到石齐俊愿意帮他出头 空艇上沈林已经知道 被废掉一臂的皇家伟 带人找场子 不过他懒得管 就打算直接推给黄云龙 让他去处理 却从士兵口中得知 石齐俊是河间省然刚联盟的 两名首领之一 沈林立刻来了兴致 命令基洛夫空艇 驶向军部大门 眼见数万吨的基洛夫 空艇开过来 天上巨大阴影将所有人笼罩 乌言慧语的辱骂立刻止住了 石齐俊心里也在打鼓 好像招惹到了狠角色呀 不过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石齐俊自示 他是四阶进化者 防御力无与伦比 心里没多少畏惧 朝着天空吼道 是谁伤了我兄弟黄家伟 自断一辟此事一笔勾销 不然我绝不善罢甘休 沈林还未现身 空艇上的百架战斗机 已经齐齐飞出跑道 悬浮在半空装填导弹 一秒钟就可以将下方化为火海 除了石齐俊 其他人慌了 他们可挡不住导弹轰炸 就连黄家伟也是秒怂 拉了拉石齐俊的衣服说道 哥 要么咱算了吧 归根结底 是我先招惹了人家 你给我闭嘴 听安排就是了 石齐俊瞪了他一眼 他执意要给黄家伟出头 当然不只是兄弟一起那么简单 兄弟一起是他的人设 他需要做出点掌微风的事情 帮助燃刚联盟立威 让更多人知道燃刚联盟的名号 知道滕龙联邦 还存在着一个完全由进化者主导的地盘 只可惜他选错了对手 沈林此刻也一心想打响名头 瞌睡来了送枕头 石齐俊主动送上门来了 燃刚联盟实力不俗 不比王孝天差 而且下一步沈林就要对河坚省用兵 提前测试一下燃刚联盟的能耐 嗖嗖嗖嗖 一个个高级军官 从低空飞行的战机上跳下来 身上军装连一丝褶皱都没有 众军官站成一排 众星捧月等待着红警军团 真正的主人到来 郑主都还没见到 石齐俊心里咯噔一声 敌人的高阶进化者有八个 其中一个和他一样都是四阶进化者 浑身散发出冷冽凛然 如立剑般的锐气 天空中狂风呼啸 将军军装修衬出沈林云衬体型 一袭黑色披风在风中烈烈作响 沈林念礼凝成的阶梯 一步步从天上走下来 他背后都是高阶进化者 天空中战机翱翔 数以万吨的基洛夫空挺 像一块沉淀电锯石压在所有人心头 是谁要见我 沈林落地 明明大家都处于同一高度 沈林却给人一种俯瞰他们的感觉 之前叫嚣地进化者 纷纷低下头颅 你的手下伤了我兄弟 你怎么说 石齐俊向前一步站了出来 丝毫不示弱 沈林笑了两声 突然手掌钻成拳头 不好 石齐俊回身想要援助黄家伟 却慢了一步 亲眼见证 黄家伟在他面前 被念力压爆成了一滩肉酱 现在不知伤了你兄弟 我把他宰了 你又能怎么样 你敢向我动手 沈林怒声贺问 翁 天空中机落夫空挺发出一声巨大翁鸣 笑脸鲨鱼涂装上鲨鱼眼睛的位置 赫然是黑洞洞的激光炮口 此刻红光闪烁着 本想一拳头砸在沈林脸上的石齐俊生生忍住了动手的冲动 实力相差悬殊 火力就别提了 头顶的百架战机和鸡洛夫空挺一看就不好惹 人员更比不上 沈林方的高阶进化者之多令石齐俊瞠目结舌 他想不到突然冒出来的沈林自身是一名四阶进化者 麾下竟然有这么多高手 他竟没听说过沈林的名字 废土中消息过于滞后 石齐俊知道王孝天新兵冒进讨伐西北被人团灭 却不知道灭掉王孝天的那个人叫沈林 也不知道沈林势力究竟如何 只知道河间省西北存在一位强民 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这就怕了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口口声声让我滚出来 现在我出来了然后呢 全都哑巴了 曹 你装你妈呢 一名自负的进化者忍受不了沈林奇在他们脖子上羞辱 刚开口骂了一声 双眼顿时混沌无神 拔出手枪塞进自己嘴里 扣动扳机 枪响人亡 精神控制 众人心中凛然 精神系进化者是最不好惹的 因为他们的手段无声无息 得罪了精神系进化者 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刚才那人就是例子 沈林勾起嘴角 笑容变得残酷 刚才有人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正好和我的行事准则不谋而合 刚才有谁骂过我 自己把自己舌头割了 我不杀人 谁要是抱着侥幸心理被我查出来 那可就不是丢一条舌头的问题了 此言一出 那些骂过沈林的人脸都清了 他们都是进化者 割掉舌头肯定死不掉 但以后要是没什么特殊奇遇 舌头想长出来就不可能了 只能当哑吧 要是不割舌头 沈林也说了 一旦被查出来 可能连命都要丢 我这舌头到底是割还是不割 已经有胆小的举起尖刀 想要割舌了 看着帮他说话的弟兄 被沈林如此蛇辱 石齐骏受不了了 你先给我死吧 太合金体 不破之刚 石齐骏一声怒吼 直接变成通体银白色的钢人 石齐骏的能力有无限可能 等级每升一级 他都可以通过食用钢铁 来提升一次身体强度 一接进化者的时候 他吃了上百斤生铁 吃出一副子弹 打不穿手 雷炸不透的黑铁肢体 然后把金刚车乘完 没事就当糖豆科 吃成了二接进化者 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实力得到承认 河间省进化者 都称呼他为矫铁者 石齐骏声明确起 吃了一吨合金 吃到三接 成为四接靠的是 吃的顶级航天材料 钛合金 吃空了一座火箭发射基地 他想升到五接 只能不断寻找更好钢材 可目前科技根本就没有 比钛合金更好的钢材 石齐骏只能搜集云铁 但云铁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比钛合金好 有的不如钛合金 数量还少 拥有无限进化可能的能力 却因为科技水平限制 石齐骏五接之路遥遥无期 四接的石齐骏 其实已经够强了 基洛夫空挺的第二层防护 就是后围数米钛合金板 此刻钛合金人石齐骏 正好可以满足沈林 一直以来的一个猜想 用基洛夫空挺的 大白杀机光炮 射击基洛夫空挺 最强之矛 攻击最强之盾会怎样 平时沈林舍不得 拿两架基洛夫空挺来做测试 石齐骏刚巧送上门来 激光发出的嗡嗡声 震荡天地 大白杀激光炮 射出一根粗大红色激光柱 瞬间命中石齐骏 将它整个人覆盖 它那重型反气 才能打穿坦克 都伤不了的钛合金体 煞时间被高温激光烧得通红 激光炮的热量 远远超过钛合金燃点 石齐骏在激光炮之下 缓缓融化 发出痛苦无比的嚎叫 测试有了答案 盾看来开始扛不住毛啊 不过也说不准 激落夫空挺拥有三层防御 光谱流体肚层 可以抵挡一部分伤害 而且钛合金板被射穿内里 还有一层岛能黑缸 这种程度的激光炮 想要射穿岛能黑缸 可需要时间 沈林还在想毛雨盾的事 石齐骏严瞅着就快不行了 沈林却没有收手的意思 他找死就送他去死 一个石齐骏杀了也就杀了 看着融化瓦解的石齐骏 只有一人赶上前 鬼蜘蛛王英脊椎处 皮肤裂开 刺出八根尖锐如蜘蛛腿一样的骨刺 骨刺包裹身体 王英前冲顶着激光炮伤害 用力抱着石齐骏将他救了出来 只承受了一秒钟激光炮的伤害不到 他背后八根坚硬蜘蛛腿全部融化 胸腹和手臂更因为抱着石齐骏被眼中烧伤 血肉枯胶 形如干湿 哪怕对进化者而言 这都是巨大的伤害 每一两个月修复不过来 之前石齐骏站立的公路 已经被激光炮烧成漆黑泥浆 散发出岩浆般热气 银白色身躯已经被烧得通红 随着冷却下来又变得漆黑 他蜷缩着身躯倒在地上 此刻沈林想杀他再开一发激光炮就是了 鬼蜘蛛已经废了 现在没人会救他 没想到你还挺得人心的 有人愿意豁出性命去救你 今天就放过你 滚吧 沈林昂着头 桀骜道 多谢将军不杀之恩 石齐骏朝着沈林磕了个头 扶起鬼蜘蛛 在一众垂头丧气的进化者 簇拥下灰溜溜离开了 等到石齐骏等人离开 那塔莎突然问沈林 为什么不斩草除根 他现在不是 未来也是你的敌人 此人 或能为我所用 沈林望着石齐骏离开的背影 目光悠长 说道 我见过的进化者也算多的了 西北90%的进化者都为我效力 他们大多没资格加入我军 都混在民兵队伍里 能让我觉得他的潜力 远不止此的只有石齐骏一个 我听过石齐骏的故事 他的进化能力 称得上不可限量 他迟早会为我所用 因为只有我才有他需要的东西 沈林见过的进化者众多 但从没有主动想过 吸纳谁加入 就包括当初七剑名手下第一汉将 当时能力敌黄云龙的罗大炮 沈林也没有招揽过他 他们意识很强 但未来的潜力绝对比不上 沈林麾下的高阶军官们 只有石齐骏是个例外 而且沈林就算没能收复石齐骏 石齐骏也不再是沈林的危险 沈林能杀他一次就能杀他第二次 吓破了胆子的石齐骏 已经不敢再与沈林为敌 司令 外面的骚乱结束了 沈林驱逐石齐骏后 卫兵把消息汇报到了司令部 第二百八十七章 大帅 此刻办公室投影一巨大幕布上证 反复播放着基洛夫空挺大白砂 激光炮开火时的片段 成熟的激光武器 已经可以在战争中英勇 光是激光炮蕴含的科技水平 就领先我们一百年 我现在更有理由怀疑 沈林的崛起一定是获得了某种外星科技 必须把沈林捉拿审问 查出他的秘密 戴着金丝眼镜一脸斯文的上校温良玉说道 他和贺奇不是一边的 对沈林充满了敌意是因为嫉妒 他二十多岁出头爬到上校位置 被誉为联邦未来百年的支柱 沈林一出现他的所有光彩都被抢走了 他还在跟着司令纪英豪学习 沈林已经赌掌一军 大权在握 怎能让他不嫉妒 怎么捉拿 你去把他抓了 刘振健看了他一眼 温良玉这小子心思不正 基因豪叹了口气 说道 沈林有嚣张的资本 那个石器俊我知道 石门大炮都炸不开他的太和金体 却在激光炮下表现得如此脆弱 此等武力实在可怕 通知贺奇 沈林离开首都之前都让他不要出门 我这就去 温良玉点了点头道 老刘 你的信息非常及时 没有让沈林铸成大错 转过头来总司令表扬刘振江 刘振江表情凝重道 司令 我觉得沈林找不到贺奇 不会善罢甘休 还是先把他送走吧 留在首都太危险了 你觉得他会走吗 纪英豪反问一句 刘振江顿时苦笑道 说的也是 贺奇估计还以为 我想借此将他赶出权力中心 那个侍权如命的老家伙 怎么可能同意 嗨 随他去吧 生死个安天命 这段时间就辛苦 你多盯着点沈林那边 别让他在集会期间 惹出更大的麻烦 和纪英豪短暂交流之后 刘振江带着任务离开司令部 将军 有人上门来拜访 问题解决 回到空艇上休息的沈林 得到卫兵上报 谁啊 沈林应该不认识 参加集会的地方 豪强吧 静海是颜红 哦 是他呀 我知道 请他进来吧 沈林知道颜红 海军第一次贸易 就是和颜红进行的 后续也一直和颜红 保持贸易关系 不过 颜红就没有远近 那么有能力 吃下全部货物 基本上两三个月 交易一次 每次也能给沈林 带来一吨黄金的收益 算是重点贸易目标 知道归知道 沈林还是第一次 和颜红见面 他一米七出头 身材匀称 相貌平平无奇 不是古天乐那种平平无奇 是真的平平无奇 绰号倒是相当霸气 叫金刚麒麟 也是一个防御型进化者 和石麒骏 肯定是没得比 颜红不是空手来的 身后两个小弟 扛着大箱子 爱才的沈林鼻子 一闻就知道 箱子里面装的 都是黄金珠宝 区区薄里 庆贺将军击溃萧小 颜红高声道 他是听别人闲聊 沈林羞辱了燃钢联盟 石麒骏才知道 沈林到了首都 连忙带上礼物面 见沈林 有礼貌右手规矩 沈林喜欢和这样的人 做生意 大笑道 给颜首领看作 颜红不说废话 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这次来访 既是亲自见将军一面 也是为别人 给将军递一封请柬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张其英 说起来 将军的货物 能顺利销往南方 多亏了他帮忙 是他一路大开绿灯 我才能将货物倾销至南方 要是没有张大帅的许可 我寸步难行 张其英 我听说过他 沈林摸着下巴 张其英的名号 沈林有所耳闻 并不是在灾变后 而是灾变之前 此人有皇室血统 身家亿万 平时就吃喝玩乐 炫耀富二代的生活 是多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传闻他还掌握着 两支国际雇佣兵团 整天不是在炮封面杂志嫩膜 就是在炮女明星 他的生活 是联邦男人的梦想 社会秩序大洗牌 一般来讲 像张其英这样 不学无术的富二代 就算没死失去了财富和权势 也应该混得很惨 可听颜红的意思 他好像混得比以前还好 别人都得叫他大帅 大帅不是政经军职 象征着掌握 巨大力量的顶级军官 沈林现在也有资格 被人称为大帅 张大帅的故事 在南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立足于白帆市 在灾变发生的第一时间 率领雇佣兵 前往军营镇压丧失叛乱 又带着军队扫荡城市 灾变后一个月 就基本恢复秩序 他也成为所有人眼中的救世主 军人们的领袖 随后 张大帅以白帆市为根基 平定东南 佣兵百万 是南方沿海地区最大的军阀 我也得效忠张大帅 才能混口饭吃 颜红简单介绍了一下张其英 让沈林知道张其英是怎样的人 他的崛起之路 听上去跟我埋相的 沈林笑道 张其英立足白帆市 沈林扎根粮市 同样都是靠军队打下一大片地盘 不同的是 张其英还有雇佣兵团 沈林就全靠他自己 是的 所以张大帅听说您崛起于西北也非常感兴趣 让我无论如何也得请来将军见一面 今晚 玉井花园酒店 张大帅扫踏相迎 英雄会英雄 好 你告诉张其英 晚上我会去赴宴 沈林站起身来 雄资应发 南边的张其英发出邀请 鸿门宴他也要去 将军果然爽快 我这就去回禀大帅 卸下心中快累 任务完成 严红脸上终于露出轻松笑容 告退离开 将军 你真要去赴宴了 沈林的贴身保镖张龙 也听到了他和严红的对话 说道 以后不要叫我将军 他张其英是大帅 我只是将军 岂不是平白矮了他一头 独阵一方的霸主及人物 谁能容得下别人压他一头 哪怕是称呼也不行 那我也叫您大帅 张龙挠了挠头 不行 倒显得我抄袭人家 有没有比大帅更霸气的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陛下了 算了算了 陛下就太扯了 你暂时还叫将军 等什么时候 想到合适的再改口 跟张龙探讨几句 沈林便觉得过分执着称呼 导显得自己太过幼稚 抛下这一茬 沈林说道 张其英请我去 我要是不去搞的 跟我怕了他一样 这里毕竟是首都 不是我的主场 也不是他的主场 我会带阎坤和黄云龙一起去 他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也带我去见见世面吧 张龙眼睛冒光 不行 你还有其他任务 保护有礼 今晚我就要查出 贺奇所在的位置 明天就动手 我等不及了 得知还有任务 张龙立正敬礼 大声喊着保证完成任务 入夜 玉井花园酒店灯火辉煌 各种名车豪车停在玉井花园酒店的停车场 陆续有人到访 张其英灾变前就是风云人物 灾变之后更不得了 成了南方第一军阀 想要跟他攀关系的名流权贵数不胜数 严阵以待迎接客人的泊车小弟们 此刻突然抬起头惊讶望着夜空 一架武装直升机驶来 螺旋桨一声 把敞篷跑车轰鸣的引擎声都压制住了 正向酒店走去 身穿一身名贵西装的右臂 被青春靓丽女伴 晚着的青年连连后退 被直升机吹起的烟尘 弄得一身狼狈 正要开马 直升机跑出来两排全副武装的大兵 脏话又被咽回嗓子眼里 撇撇嘴不屑道 得意什么 还不是要去跪舔张大帅 大兵站定 沈灵和那塔沙才走出直升机 驳车小弟傻眼了 他们只会开车 不会开直升机 不过沈灵也不需要他们招待 今晚沈灵是张其英最重要的客人 沈灵抵达时张其英亲自迎接 关门谢客 今晚我只请沈灵一人 张其英对手下吩咐道 里面的客人陆续被请出 而且只需走侧门 走关系的名流权贵都感觉受到了轻视 气氛异常 但谁会理他们呢 如果是灾变前 张其英还得给这些老家伙一点面子 灾变之后 他们加起来也比不上沈灵重要 先生 今晚酒店关闭 您请回吧 酒店的服务人员走来 拦住青年和他的女伴 凭什么他能进去 青年瞪远眼睛指着沈灵 他要是不来 谁都可以进 他来了 就只有他可以进 因为他是我们大帅的贵客 他是谁 青年咽了口唾沫 西北军区总司令 联邦上将 沈灵 我知道他 西北王 西北三省都是他一个的 咱还是走吧 女伴拉了拉失魂落魄的青年 信信离去 沈将军果然一表人才 令人心生亲目 就是这身西装不太配您的身份 张其英是什么 顶级富二代 穿过的顶级西装 比沈灵见过的都多 他一眼就看出 沈灵的西装 从面料到做工都很一般 说地摊货也不至于 几万块钱的东西 但确实配不上沈灵 沈灵不在这方面和他争 他打了个响指 身后颜昆眼中 闪过两朵火焰 烈火焚身 一身西装 顿时被烧成灰烬 露出里面军装 胸前挂满沈灵 完成各种成就系统奖励的勋章 最珍贵的超时空传送勋章 就隐藏在里面 肩膀上三颗江星闪耀 第288章 沈灵与野新家 真要顺着西装的话题往下聊 沈灵就进入张其英的谈话节奏了 说起西装十个沈灵 也说不过张其英 但军装就不同了 沈灵可是一路 从少尉穿到上将 冬天的夏天的 常规的迷彩的 什么款式没穿过 哈哈 好手段 张其英拍手称赞 颜昆火焰 掌控之精确 心里暗自寻思 这沈灵一点亏都不能吃啊 一点微末伎俩而已 让张大帅见笑了 沈灵随口说道 和张其英继续往前走 走入正厅 街角窜出一只猛兽 毛皮黄色中泛着筋 脖子上棕毛浓厚 是一头进化雄狮 他扑到张其英面前 伸出大舌头 舔着张其英手掌 不要紧张 这是我从小养的宠物 我平时就喜欢动物 创建了一个私人动物园 里面的猛兽 都是我从小养大的 没我的命令 不会伤人 张其英搓了搓 进化雄狮的大脑袋 说道 土豪的宠物 都和别人不一样 普通人养猫养狗 还要受限 这次直接建了个动物园 养狮子老虎 我就应该把芬里尔 和克尔伯洛斯带上 蠢狮子 建了我的地狱三头犬 还不像尿 沈林在那塔莎耳边 小声嗶嗶 行了你 干嘛非得压人家一头 有我这么漂亮的女伴 你已经赢了好吗 那塔莎掐了一下 沈林的胳膊 娇媚道 真的是这样吗 沈林持怀疑态度 努了努嘴 示意那塔莎看前面走廊 两排迎宾小姐 全都是一米七五黄金比例身材 略是淡妆容貌 可化到清国清城那一个档次的 见到客人盈盈问好 声音软得让人骨头都酥了 平时难得一见的十分美女 在张其英这里随处可见 注意到了沈林的目光 张其英笑道 将军看上哪个尽管带走便是 保证完毕之身 张其英悄悄凑过来 小声补充了一句 还是算了吧 那塔莎是我一生钟爱 有她就足够了 沈林故作深情 那塔莎也配合她 爱恋地凝望她侧脸 好 中贞是最令人敬佩的品质 张其英又称赞一句 说说笑笑进了包间 温泉池鸟鸟鸟生烟 并非人造 而是天然温泉 厅中布局摆设 全都出自顶尖设计师之手 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让人舒服 让人一进来就有种家的温馨感觉 张其英道 京城的玉井花园 酒店我每年都要来一次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喜欢这里 错 因为要来查账 全国的玉井花园酒店 都是我家产业 张其英又装了个币 沈凌微微眯起眼睛 敷衍地呵呵笑了两声 如果将军喜欢 首都的玉井花园酒店 就送给将军了 包括里面的人 你一年还来一回 我一年也来不了一回首都 说不定过段时间 首都就禁止我进入了 要用长枪大炮来欢迎我 要它有什么用 沈凌说道 将军懂我呀 不知道那句话处 碰到张其英的句点了 她突然攥住沈凌的手 无形的念力扩散开来 张其英要再有过激的行为 沈凌就要动手了 沈凌能感觉到 张其英也是高阶进化者 但她的高阶来得很虚 好像是用特殊方式 强行堆上去的 给沈凌无法带来半点威胁 你到底想说什么 坐下聊 我有一个大计划 普天之下 有资格完成这个计划的 只有你和我 张其英邀请沈凌落下 沈凌二人和张其英 分两侧落座 严坤和黄云龙 自觉来到门外 将军觉得联邦军部如何 张其英亲自给沈凌 倒了杯茶 不是所有人 都有这个待遇的 腐朽 老舅 默气沉沉 将军说得太客气了 依我之见 军部就是阻碍 社会发展的独创 不将其拔除 人们就不能获得 真正的自由 张其英满脸狠辣 他想灭掉联邦 张大帅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可是联邦上将 你当着我的面 攻击军部 将军和军部的故事 我早就知道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 将军何必虚言 宽我 军部没有容忍之量 将军好歹是正统军队 序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军部尚且容不下你 何况是我 因为我不愿意 加入军队序列 军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要不是我只在 南方沿海活动 距离中原十万八千里 征讨我的计划书 已经承载 纪英豪司令的案头了 张其英冷笑道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军方是你为眼中钉 肉中刺 你为什么还敢来首都 不是洋入虎口 沈林质疑道 联邦所有地区首领 齐聚首都 如果军部擅自对我下手 其他人会怎么想 联邦将失去公信力 而且 这里是首都 居民千万 想要杀我 非得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可 他们承担不起责任 所以我赶来 再退一步说 我和军部没有撕破脸皮 要比将军的处境好不少 将军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 所以 你邀请我是想和我一起对付军部 没错 军部已经烂了 他们扶植党羽 排除一己 死守着过去的功勋 顾不自封 以为可以躺在功劳部上吃一辈子 有这样的军部撤肘 联邦想要发展弹何容易 纪英豪是联邦上将 将军你也是联邦上将 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 就凭他资历老总司令的位子 就得给他坐 我看将军才是最有资格 坐上那个位子的人 我麾下雄兵百万良将千元 将军也拥有一只钢铁之师 你我两家合作 捣毁军部 到时候你就是联邦三军总司令 禀花得很大 很圆也很香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三军总司令 那你是什么 我当然是联邦领导人 新时代第一任元首 张其英还真是毫不掩饰他的野心 我是总司令 你是元首 凭什么呀 为什么元首不能是我 沈黎笑呵呵说着 他根本不考虑和张其英合作 张其英一点诚意都没有 空口白牙坛合作 大饼倒是提前画好了 因为我比你强 我知道将军拥有很多最新科技军械 包括那个机械飞艇 的确很厉害 可将军麾下毕竟只有十万人 太少了 张其英还在侃侃而谈 沈黎已经没兴趣听下去了 豁然起身说道 你口口声声君不容不下你 所以你要颠覆军部 可你要颠覆的不只是军部 还有联邦政府 你想取代联邦政府成为掌控 三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主人 且不说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就算你有 你能做到 事成之后你是元首 我只是司令 我也接受不了 说白了吧 我没兴趣跟你一起颠覆联邦 很感谢你的邀请也很高兴认识你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说吧 沈黎转身离开 将军 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合作 那我就没必要让你的货物 抢占我的市场了 张其英威胁道 你不会以为 我在乎那点海茂收益吧 不会吧不会吧 讥讽了一句 沈黎头也不回地离开 登上直升机 吹着冷风 璀璨的玉井花园酒店 已经消失在视野里 那个张其英要么是坏 要么是蠢 还合作呢 合作他奶奶各找 沈黎忍不住骂道 我看他是计划又蠢 想骗我们出兵给他当马前卒 替他吸引火力 而且他也根本没把联邦政府当回事 以为政府就真是做了一群 只会空谈的政客 严坤很有感悟 多兰国军部和政府 都衰弱成了那个样子 都还掌握至少十枚核弹 何况是核大国腾龙联邦 在建造四街超级武器 内米重巢之前 沈黎根本不考虑 和联邦开战的事情 沈黎拥有核弹不假 但一周只能发射一枚 还是主要起一个威慑作用 要真是把联邦政府逼急了 他们能往西北 种几十个蘑菇 别把他当回事 我都不晓得 凭什么这样的蠢货 能成为南方沿海城市的霸主 与我齐鸣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可是 如果交恶了张其英 咱们和静海市的生意就要停了 平均下来也是每个月 三十万斤的收益啊 是不是有点可惜 黄云龙道 的确有点可惜 我还是太急躁了 知道他是个傻子 再哄他玩一会 也就是了 主要我看他浑身冒傻气 实在不想跟他聊了 拉低我智商 断掉一条生意线 确实损失不小 但还好现在 沈林最大的交易对象 是袁静 不过和袁静的交易也维持不了太久 很快沈林就要对袁静下手了 回到基洛夫空艇上 到了睡觉的时候 沈林却迟迟睡不着 张其英的话 对沈林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 沈林的终极目标 也是成为联邦主宰 所以他和张其英永远都不可能合作 反而是竞争的对象 如果我真杀了贺奇 就和军方彻底决裂了 如果军部真的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针对西北 我倒是给他提供了机会 也许我应该同意和他合作 起码先从他手里 骗一大笔钱再说 张其英富可敌国 向他讨要十吨黄金 他肯定会给 哎 我太急了 躺在床上 沈林迷迷糊糊 快要睡着 电话铃声响起 沈林果断接听卫星电话 是张荣打来的 将军 贺奇的位置已经找到了 他家住在总政机关家属楼15栋 七单元301室 军部档案室内 被有理精神控制的一名档案管理员 目光呆滞说出贺奇所在的位置 然后张荣一字不差 转告给沈林 能确定吗 沈林又说道 将军 没办法确定 总政机关家属楼防卫森严 还有专门侦测进化能量的装置 确保进化者无法闯入 张荣为难道 这条信息也是他刚知道的 不过在情理之中 大部分政府要员的妻子孩子 都住在总政机关家属楼 戒备森严很正常 看来得使用间谍卫星了 沈林在地图上找到总政机关家属楼的位置 但卫星无法精确观察到总政机关家属楼内部的情况 模糊还带有雪花 有干扰信号干扰卫星窝探 虽然看不到具体情况 不过沈林猜测贺森不会在别的地方 因为全联邦最安全的地方 质疑就是总政机关家属楼 派几个机灵一点的探子 时刻盯着总政机关家属楼 看看贺森到底在不在里面 一定要确认她的位置 沈林说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将军放心 第二百八十九章 沈林与崇祖女皇 联邦政府把各地首领都召集到首都 肯定不是请他们来旅游放松的 在沈林抵达的第二日 沈林收到联邦政府的邀请函 邀请沈林今日中午出席联邦发展畅谈大会 地点就在联邦大会堂 一根根青灰色大理石郎柱 撑起腾龙联邦人的风骨 沈林单独出席 只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会堂 而且确保大会能顺利举行 联邦也拿出压箱底的本事了 沈林能感觉到会堂的安保人员中 有五阶进化者的气息 正在无形释放压力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收到邀请 起码得是占领一座城市 兵力过万的首领才能得到邀请 能进入大会堂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沈林到的时候发现会堂里已经有数百人了 细细嚷嚷 大部分都是沈林不认识的面孔 认识沈林的也不多 脚踩红色地毯一路向前 沈林找到自己的位置 坐在大会堂的第一排 位置自然是联邦安排好的 根据身份地位实力的差距分成几个梯队 其中佼佼者坐在第一排 桌子上贴着各自名标 沈林简单看了几眼 发现同在第一排的还有张其英 S级进化者重组女黄兴灵 海王元晋 有认识的人名 也有不认识的孙云琛 傅肖等 第一排不到二十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占据一省之地 可称豪杰 二三四五排都是没人的 再往后都是实力超出普通首领 一档又达不到顶级的实力 像是燃钢联盟的石崎俊 他也受到了邀请 不过没脸来 最后一个梯队就是常规首领了 他们是数量最多的 坐在最后面倒也不觉得有多委屈 能进来就意味着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承认 还有许许多多没收到邀请函 没资格进来的地方首领呢 他们望着前排谈笑风声的大佬们 也是羡慕又带着敬畏 混成地区首领没有几个是蠢蛋 更没有人自命不凡 觉得自己应该在前排 坐在第一排的每一个都是称雄一地的大佬 或多或少听说过他们的名号 后面的地方首领多在讨论 他们的事迹和能耐 不知道今天心灵女皇会不会来 上次有幸在大会堂见过女皇 惊为天人 只要女皇有需要 我愿意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成为她的群下之臣 奉先是首领 拥有棕色皮肤白金包头的朱峰感慨道 肯定会来 四大S级进化者 除了远在东北的叶凡这次没来 其他三类全都来了 不对吧 我听说死灵大君王孝天被人杀了 什么 被谁杀了 王孝天活动的地区只在河间省周边一带 他走过的地方绝无生者 端的是凶名赫赫 但实际上见过王孝天的人并不多 大部分人都只听过他的恶名 诺 第一排左手第三个作者的就是 西北王沈林 一年荡平西北 听说他战无不胜功无不克 西北人将其视为战神般的存在 万年省永固是陈光焕说道 万年省挨着灵溪省 距离西北不远 沈林的名声他有所耳闻 你们信息也太滞后了吧 我说的四大S级进化者不包括王孝天 他都半年多没消息了 取代王孝天的是近期声名确起的机械主宰孙云琛 说曹操曹操道 你们看 孙云琛来了 那人指向大门 还不止呢 海王和崇祖女皇和孙云琛也在 三位S级进化者一起出席 看来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啊 三人相遇也是巧合 心灵和袁静很熟 两人在会堂相逢正聊着 孙云琛也加入进来 他是新进的S级进化者 腾龙联邦人口众多 英才如过江之计 除了最早成名的四位S级进化者之外 还有很多后起之秀 有的发育起来了 就像是绰号机械主宰的孙云琛 也有人没能发育起来 比如死在沈林手里的王寿和王孝天 王孝天输给了盒蛋 王寿则输给他自己 纯属自己不争气 怪不了别人 三位S级进化者连妹走来 威风不可一世 坐在第一排的人也纷纷回头望去 多日不见 将军风采依旧 袁进一到前面先看到了沈林 立刻上前主动与沈林攀谈 别来无恙啊 袁进 沈林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 脸上挂着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 丝毫看不出沈林对袁进已经动了杀心 简单交谈 沈林问道 我是第一次 交流会都交流些什么 大体的发展方针 以及国内外的情况汇报 将军随便听听就是了 交流会的主要目的还是交流 给全国各地的首领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交流会开三天 除了第一天首相新长辉大人会来讲几句 接下来两天大会堂持续开放 哦 明白了 和袁进聊天的沈林眼睛时不时会看向心灵 沈林可不是老色批 反而心灵有点像痴女 她一直在盯着沈林 沈林看向她的时候 她又会敏感地移开视线装作 没在看沈林 再把头转过去 心灵炽热的目光 又会像沈林身上有吸引力一样被吸过来 那个女人怎么回事 她一直在偷瞄我 沈林嘴唇如动 声音被念力收束成音线送到袁进耳朵里 哈哈 她可能是看上你了 袁进故作爽朗的大笑 将极深的极度藏在心灵 沈林挑了下眉毛 没有说话 与分别袁进坐回自己的位子上 沈林可不会相信素未谋面的心灵会突然看上她 沈林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 她的相貌一般 还是个穷学生的时候 别人夸奖 她也只会说小伙真精神 从来没有人夸过她帅 不管怎么离谱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心灵迈着一双长腿走到沈林旁边坐下 这里是别人的座位 沈林提醒道 没关系的 心灵无所谓道 并不觉得自己占了别人座位有什么不对 她的声音很有特点 是那种沙哑的欲解音 带着一点点回响 很有质感 就像是虫子的声音 有对象了吗 心灵开门见山 她皮肤的毛孔中开始喷发出浓郁的雌性激素 有 介意多一个吗 介意 沈林脸色要多古怪有多古怪 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 坦然接受 可她接受不了一个神秘未知的女人头怀送抱 要说拒绝 沈林拒绝的也很勉强 拒绝一个身材相貌 都是一等一的美女 也不符合沈林本意 看来你是那种比较保守的男人 请原谅我 自从成为进化者之后 我的性格正在变得越来越直接 希望你没有被吓到 心灵诚恳地为自己辩解一句 我能理解你 王孝天也不是天生就是坏人 过于强大的进化能力 是会一定程度扭曲性格 沈林道 那你呢 心灵眨了眨眼睛 好奇问道 我 和你们相比我可算不上能力 强大的进化者呀 沈林自迁笑了笑 她还真被没进化能力影响性格 就算有影响 也是朝着好的方向 心灵笑而不语 纤细的手指 在沈林手背上挠了一下 成为宠祖女皇 没让她忘记作为女性撩人的手段 手向心肠灰登台 时间不多了 心灵对沈林说道 我未来孩子的父亲 做好 接受我的准备吧 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会得到你的 我发誓 说完最后一句悄悄话 心灵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沈将军长袖善武 和谁都能聊得来 为什么偏偏和我聊不到一起去呢 不远处的张祺英阴阳怪气道 沈林没有理她 静静坐在自己位子上 会议正式开始 袁静说的没错 所谓交流会主旨在于交流 新常会讲了讲国际上的形式 然后就是一番假大控 对国内未来的畅象 十句话有九句打官腔 听的人只打哈欠 一直到会议结束 沈林身旁空着的座位都没人来 沈林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出席交流会 经历过一次折磨 下次沈林也不来了 嘻嘻啦啦的掌声欢送首相新常辉 然后会议就热闹起来 毕竟在联邦大会堂里 没有乌七八糟的东西 熟悉的人句一句 不熟悉的人聊聊天变得熟悉 联邦给各地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沈林又坐了一会 打发了几个想要和他拉关系的地方 首领镜子离开了 沈林本就不擅长交际 更没兴趣和无聊的人嫌扯淡 他还有证事要做 离开联邦大会堂 沈林立刻给张龙打电话 情况打探清楚了吗 张龙语气兴奋 打探清楚了将军 不止贺琪 贺琪全家都住在总政机关家属楼 观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 军部正在往总政机关家属楼安插助军 他们知道我们将要对贺琪下手 想要把贺琪保护起来 知道又有什么用 我想做的是事情没人能阻止得了 贺琪必须死 沈林说完 又补充道 把消息在空艇上散播开 让大家做好随时时空转移的准备 沈林做好最坏的准备 如果杀死贺琪捅破了天 军部想要将沈林围杀在首都 沈林立刻就动用超时空传送一回粮食 联邦的力量不容小事 军部现在是有些衰弱 但不代表联邦也衰弱 隐藏在大会堂幕后的五阶神秘进化者的存在 就足以确立现在联邦政府 依旧是腾龙联邦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挂断了电话 沈林又不禁回想起心灵 对他说的那番话 到底是别有用心 还是真的被我迷上了 拿出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 沈林觉得不是没可能对他一见钟情 第二百九十章 十年不晚 贺琪住的房子还真不大 八十平出头 一百平都不到 四口人住在一起还挺紧巴的 八十平米的普通民居 乍一看配不上贺琪的身份 要知道这里可是总政机关家属楼 不到五平米的卫生间 都能换外面一套独栋别墅 二十四小时军队全天候保护 反导弹反雷达 就算丧失围城 总政机关家属楼 也一定是最后被攻克的地方 贺琪儿子死在病毒爆发的第一波失潮中 孙子也因亲眼目睹 丧失杀戮人类如屠宰场般的血腥画面 心智崩溃精神失常 现在每天只能待在家里 一旦外面有动静 就会立刻吓得哑哑大叫 吃药没用 请大夫也治不好 孙子渐渐也被贺琪放弃 只能仍在家里养着 除了孙子和儿媳 家里还有贺琪他们劳两口 今天贺琪家里来了个客人 戴着金矿眼镜相貌斯文 此人正是温良玉 军方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 年纪轻轻已有上校军衔 三十岁之前晋升准将毫无难度 似这般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是贺琪拉拢的对象 贺琪满面笑容迎她进屋 得知她的来意之后 贺琪脸上的笑容立刻垮了下去 司令让我离开首都 飞鸟进梁工藏 狡兔死走狗烹 如今我贺琪倒成了人憎狗贤的恶人 军部想要跟我撇清关系了 贺琪冷嘲热讽 她当然知道是因为沈林来了首都 所以军部才要赶走她 沈林是守万绝伦 指挥大军战无不胜 还拥有核武器的年轻俊艳 可她已经老了 别管年轻时候 为军部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 老了没能力了就该退位 没有任何情面可讲 但贺琪不愿意退出政治中心 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 每个帝王都追求长生不老 尝过权力的美妙滋味 没人想要放手 她结交捧党 扶植后辈 就是为了等她老了之后 在军部依旧有话语权 这样一个恋战权位的老人 想要让她离开京城 不可能 老首长 纪司令也是为了您好 您有所不知 沈林已经盯上您了 她还记着 您驱使王孝天 毁她城市的仇 一心要来找您寻仇 温良玉劝道 少跟我来这套 我离开京城容易 再想回来可就难了 沈林想要杀我就来杀 这里是总政机关家属楼 我不信 她敢闯进这里来杀我 贺琪心里有数 知道沈林既恨她 这几天买菜都是拜托邻居 根本不踏出小区一步 最多就是在小区里溜溜弯 她打心底里不相信 沈林有胆子 闯进总政机关家属楼 找她麻烦 那是把联邦的脸面 放在泥坑里践踏 沈林再厉害 厉害不过联邦政府 您怎么还不明白呢 沈林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两天司令 一直在往总政机关家属楼增兵 就是担心 沈林会找上闻来 我向您保证 离开首都 只是外出避难 等沈林一走 您随时可以回来 温良玉哀声叹气 想劝动贺琪可太难了 温良玉的诚恳和耐心 让贺琪态度 稍稍软化了一点 她眼皮低垂 将目中金光脸藏在内 说道 你又怎么能保证 我离开京城 会比留在京城更安全呢 如果我被沈林盯上了 现在出城不是找死 如果我没被盯上 轻举妄动 反而会暴露自身内置 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家里 如果沈林为了杀我不惜惹怒联邦 那她就来吧 所有劝说的话都被堵回嗓子里 原来贺琪早已考虑周全 温良玉沉默地坐在沙发上 来 吃水果 贺琪的儿媳 李小婉端着果盘放在茶几上 美目寒情 不时偷描温良玉俊俏的面庞 谢谢嫂子 眼神和李小婉在半空中一处 温良玉读懂了她目光中的渴望 现在并不是好时机 她该走了 既然老将军已经做出选择 那我只能如实上报司令了 温良玉说了一声 起身正要离开 屋里突然传出男孩的大声喊叫 啊 声线中透露出丝丝惊恐 温良玉被突然发出的喊叫声 吓了一跳 李小婉忙解释道 孩子精神出现了一点问题 一受到外界的刺激 就会突然发病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先走一步 温良玉觉得是因为她到来 引起了孩子不适反应 主动告辞离开 李小婉一路送她到门口 临别之时 两人手掌互触 脸上各自露出了笑容 温良玉离开 孩子的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放肆大吼大叫着 吵得人心烦意乱 李小婉的婆婆 冷着脸站在门口训斥道 你是怎么哄孩子的 照顾不好就别照顾了 请保姆来 李小婉陪笑不敢还口 便在此时 防盗门咔哒一声开启 孩子的哭闹声戛然而止 快去开门 婆婆以止气使道 难道是温良玉又回来了 李小婉忙起身去看 却见门外走进来的不是温良玉 她和温良玉年纪差不多 身高也差不多 脸上的线条 却被温文尔雅的温良玉 更加刚毅 简单点说 没温良玉长得好 她穿着一身上将军装 让李小婉震撼不已 她不会是个贼吧 身上的军装 应该是偷来的 温良玉二十出头的上校 已经是百年难得一见 二十岁的上将 首相儿子都没这特权 小哥儿 你找错人家了 快走吧 李小婉想要劝走 破门二入的歹人 却见门外又进来一人 深陷的眼窝里 是更加深邃的双眼 反光的头皮 证明她的睿智和家族 拥有泻顶遗传基因 还是组团作案 李小婉已经慌了 正想喊贺奇 却听沈林说道 我非常确定我没找错 沈林的声音一响起 卧室里的贺奇身子顿时僵住了 完蛋 沈林真的找来了 躲是没有用的 强硬了一辈子的老将军 这种时候死也会站着死 他从枕套里面摸出一把手枪走出去 沈林 贺奇一声大喝 举起手枪锁住沈林头颅 你准备拿手枪对付我 沈林倾笑一声 一股距离失家 贺奇的手腕顿时被扭断 手枪掉在地上 年轻的时候 贺奇也是中枪了眼睛 都不眨一下的硬汉 养尊处优 数十年 再加上年岁已高 他早已失去当初的血泳 捂着折断腾的满头大汉 还呲牙咧嘴地威胁沈林 你敢动我 联邦 联邦不会放过你 你以为你是进化者 就可以为所欲为 联邦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也许吧 但后面的事 你肯定看不到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沈林淡淡说道 念力作用于贺奇的脑袋 再多加几分力 贺奇的脑袋 就会像西瓜一样爆开 等等 你赢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为了杀了一个 快要如土的老头子 和联邦决裂值得吗 值得吗 是啊 值得吗 沈林低声喃喃自语 对对对 根本不值 你放了我吧 以后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会全力配合你 我就是你在军部的喉舌 沈林忽然停手 贺奇仿佛看到一线生机 继续求饶道 理智告诉我 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人活着一生 不能时时刻刻都保持理智 不然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 贺奇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 你和我本来无冤无仇 因为七见明结怨 才有了后面许多事 也许你不知道 七见明在西北活得很好 我没杀他 什么 贺奇难以相信 不用怀疑 他现在活得好好的 看你惊讶的样子 恐怕自从他去了西北之后 你就没再联系过他吧 在你心里已经默认他是个死人了对吧 呵呵 真是有趣啊 是因七见明而起 他还活着 你却要死了 我不明白 你不杀他却要杀我 我和他只是私仇 我招你是为了曝光忽朔方式十万条生命的血债 不是十个百个 是十万 沈林咆哮着 激荡的念力让灯泡忽明忽灭 贺奇被念力凌空抓起 双手无助挥舞 还在扑腾着想要求声 老猪狗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以泄我心头之恨 氧气一点点排出 却无法吸入 片刻功夫贺奇脸色轻紫 双眼向外鼓着 说道 不过是平民而已 我陪你三万战士 还不行啊 不需要那么多 只要你一条命就够了 沈林的表情逐渐变得残忍 活生生将贺奇捏死 贺奇妻子 那个刻薄的老太太已经吓晕了 李小婉承受不住打击 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 有礼 洗掉他们最近一个小时的记忆 冤有头债有主 我不伤害他的家人 明白 有礼应了一声 李小婉的眼神顿时变得茫然 尖叫声止住了 楼上楼下的邻居 早已习惯了贺奇家里的疯小孩 整天鬼叫 没有一个人前来查看 正要离开总政机关家属楼小区的温良玉 忽然心生惊激 回头一看 却见贺奇家灯火一面 他咽了口唾沫 却没有勇气回去查看 装作无事发生回到军部 两个小时之后 总司令纪英豪找他 见面第一句就是 贺奇已经死了 你帮着去处理他的后事吧 啊 什么时候 温良玉装作很惊讶的样子 就在你离开不久之后 是沈林栋的手吗 温良玉目光炯炯问道 纪英豪看了他一眼 冷声道 不是 温良玉嘴唇动了动 没有说话 急急忙忙赶去贺奇家中 门前挂着白布 贺奇的妻子正跪在贺奇棺材旁边 痛苦失声 李小婉精神恍惚 见温良玉向他走来 立刻简单擦拭了一下脸上泪水 展现出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嫂子 老将军是怎么死的 我 我不知道 我有点头昏 然后睡了一觉 醒来之后就看见 就看见把他躺在地上 已经咽气许久了 温良玉回头看了一眼 还在痛哭的老太太 跪坐在李小婉身边 摸着他光滑的小手说道 你别害怕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第291章 回程 昨夜接触的记忆被洗掉 在李小婉眼中 这才是他和温良玉 第一次私下接触 俊朗儒雅的温良玉 的确是他喜欢的类型 却不曾想温良玉如此放肆 竟在公共的灵堂 对他动手动脚 一时心中羞愤交加 反手一耳光抽了过去 清脆的耳光生在灵堂里 如此刺耳 婆婆回头看过来 正看到温良玉抓着李小婉的手 破口大骂道 有人养没人叫的畜生东西 我家老头子 刚死你就来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我必将此事上报私令 让他秉公处理 这 我 爱 温良玉一句辩解的话说不出来 事实就在眼前 他低着头快步离开贺奇家中 温良玉心知肚明贺奇是被沈林杀的 他执着于真相 就是为了把沈林杀害军方上将的事 彻底披露出来 这样联邦政府为了维护颜面 就势必会出手对付沈林 可惜被他搞砸了 沈林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贺奇家人都不肯说出真相 走在路上 看着小区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温良玉忽然有了想法 他急匆匆冲到物业 想要调出昨晚录像 却得知在早上发现 贺奇死讯时 录像就被军部调走了 温良玉正正站在原地 以他的政治智慧 不会猜不出原因 等他回过神来 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发生过 帮着张罗贺奇的丧事去了 司令部 纪英豪看罢贺奇死亡的全过程 然后录像格式化删除 沉默地坐在椅子上 如果沈林非常高调地 杀了贺奇 闹得人尽皆知 联邦必然会对西北宣战 联邦高级将领 被杀死在自己家中 这个口子 一旦开了后果 不堪设想 但贺奇就静悄悄死在了家里 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杀手是谁 没人喊冤 民不举官不就难得糊涂 没几天 风头也就过去了 一个是死了的老将 一个是风头正盛的西北王 纪英豪知道该怎么选 但沈林也必须付出代价 高级将领 不是他说杀就杀的 纪英豪吩咐卫兵 立刻传唤沈林到司令部 将军 事发了 司令部派人请你过去 张龙脚步急促走来 说道 我们该怎么办 沈林道 不要轻举妄动 事情现在还没闹大 纪英豪未必会把我怎么样 我过去看看 将军万事小心 铁幕装置 超时空船送仪等等 底牌都在 鸿门宴沈林也赶赴 跟随卫兵走入司令部 沈林见到了面向威严的 三军总司令 纪英豪 他五十岁出头 正值壮年 你如愿以偿了吧 纪英豪第一句话都明确告诉沈林 他已经知道 贺奇被沈林杀了 所以不要妄图狡辩 杀了贺奇 是我一直心心念念必须要做的事 有时候我觉得他能安安稳稳活到我来执行正义 是不是意味着军部的失职 放任着一个满手血腥 背负着几万条人命的柜子手逍遥法外 你司令的位子就坐得那么心安理得吗 沈林句句带刺 矛头又指向了纪英豪 伶牙利齿 纪英豪不怒反笑 你说放任贺奇逍遥法外是我的失职 我告诉你 最终拍板同意 贺奇对西北用兵的人是我 按照你的说法 我和贺奇根本就是一丘之和 我应该包庇他才对 事实上你就是在包庇他 你搞了那么多小动作 以为我不知道吗 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我要杀的人 天王老子也留不住 沈林就像一头愤怒的雄狮 在司令部内咆哮着 我要真想包庇他 你能杀得了他 被沈林骑在脖子上嘲讽 纪英豪也忍不了了 属于高阶进化者的气息 顿时爆发出来 四阶进化者 沈林眨了眨眼睛 没想到整天做办公室的纪英豪 也是四阶进化者 感受到纪英豪在示威 司令部内摇摇又有两道气息 直冲九霄 都是四阶高级进化者 沈林嚣张的气焰被打压下去 他也不继续在司令部里 成威风了 坐在椅子上张开双臂 问纪英豪道 不跟你多避避 是战适合由你来选 臭小子 要不是有核弹 你离不开玄京城 真把联邦当成一群失位素餐之辈 高居其位的腐朽组织了 纪英豪瞪沈林一眼 继续说道 你出手算干净 除了监控录像留下了你的踪迹 谁也不知道是你杀了纪英豪 录像已经被我毁了 所以说军部不打算和我开战 是 但你必须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说来听听 能不开战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要求不过分 沈林可以答应 抗病毒血清的配方 哈 就知道你想要这个 沈林一拍桌子 你给不给 给 区区配方算得了什么 至于你们能不能研究得出来 那就不关我事了 配方里有一样材料是不可替代的 给军部他们也不一定复制得出来 就算复制得出来 血清制造流水线 也比不上沈林这边来的成熟 抢不走市场 所以沈林不在乎 你同意就好 现在请你离开 得到他想要的 纪英豪下筑克令 沈林更不想多待 起身离开司令部 抬起头 万里晴空 今天和明天依旧是交流会 沈林没去 事实上 昨天沈林就发现了 第一排的席位 起码有一半没到场 可见 这个交流会真的是毫无意义 贺齐已死 沈林来首都最大的愿望完成 而且还没有因杀死贺齐和军部起冲突 也顺利打响了名头 轻易击溃燃钢联盟的石齐郡 让全国各地的领主知道了 在联邦西北存在一位实力强大的将军 所有事圆满完成 沈林也准备回城了 距离新年只剩下半个月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趁着天气晴好 沈林准备下午就走 沈林将要离开的消息 告诉了现在还算盟友的袁进 袁进又告知虫族女皇星灵 中午 八只体长十米 躯体覆盖外骨骼和脚趾锐刺 生着一对宽大肉翼 头部 猙獰无比的虫族飞龙抵达基洛夫空艇 女皇星灵从飞龙背上跳下来 面对着一群警惕包围过来的空艇卫兵 星灵说道 我来找你们将军 都散开吧 女皇 请随我来 虫族女皇的名头 黄云龙还是知道的 听沈林说起过星灵 黄云龙驱散众人 带星灵走进空艇内部 咦 你怎么来了 见到星灵 沈林还挺意外 我不来你就走了 看看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吧 星灵锐利的指甲 直接划开空间 面前的空间 直接像是被拉开的拉索一样 露出另一片漆黑的空间 哗啦啦 未经提纯的狗头巾 就从空间里倾泻出来 黄金直接铺满了地面 在空间下方堆成一座小山 你在干什么 沈林人晕了 做梦也想不到 星灵会有这种操作 主动送钱就不提了 他刚才是割开了空间吗 而且好像不止 割开空间那么简单 他能创造一片稳定的一空间 为他存储各种物资 这本事沈林都没有 联邦内部卧虎藏龙 S级进化者 重组女黄星灵 也有一身亮瞎眼的操作 果然不能小看天下英雄啊 提琴啊 我打听过了 你特别喜欢黄金 所以我带来了黄金 如果你觉得不够 给我点时间 我可以带来比这多十倍的黄金 心灵拘谨的双手合拢 不想表现得太赤裸 怕吓到沈林 沈林拿眼睛一扫就知道 这些黄金总数超过两吨 不过未经提炼 黄金纯度不会太高 充值到系统里 差不多能抵一百五十万斤 还等啥呢将军 点头啊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愿意保养你的富婆 错过了后悔终生啊 黄云龙打趣道 给老子滚 念力直接将黄云龙推飞出去 沈林走到心灵面前说道 妹儿啊 你不觉得太草率了吗 你请我愿 等价交易 有什么不对的 心灵理所当然道 是没啥不对的 可我心里还是不太放心 你到底图什么呀 装糊涂 当然是图你这个人了 心灵笑着 深深嗅了一下 沈林身上的味道 然后一本正经说道 我的感知不会骗我 你是我迄今为止 遇到过力量浩瀚无边 潜力看不见底的进化者的 你的血脉与我的血脉相结合 我们的孩子可以统治这个世界 原来是因为这些啊 沈林露出苦笑 作为进化者 其实沈林是不合格的 她能力提升 基本都是靠系统赋予 力量浩瀚无边潜力 深不见底 这些一美之词 沈林实在不好意思 往自己身上按 如果你只想延续我的血脉 我同意 就和你刚才说的一样 等你什么时候 把二十吨黄金送到西北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条件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心灵会觉得 她很强很有潜力 但送上门来的钱 不要白不要 而且男女之间那点是吃亏的 总不会是沈林 看在钱的面子上 沈林都会答应 何况 心灵还是个大美人 好啊 等着我 心灵笑了 笑容纯粹而干净 两人达成约定 心灵迈着高傲的女皇 步伐离开基洛夫空艇 乘坐飞龙远去 奇怪的女人 沈林摇头感慨一句 然后手触摸在满地黄金上 瞬间黄金一扫而空 沈林的账户余额内增加150万斤 正正好好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沈林对黄金价值的预估是无比准确的 大张旗鼓地来 悄无声息离开 空艇飞在万米高空之上悄悄离开了玄金城 按照约定 路上沈林就让研究所把抗病毒血清的配方发给军部 第二百九十二章 又是一年岁末时 漫步在梁市街头 距离新年还有两天 年位已经很足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小孩子一手玩具枪 一手摔炮 将自己假想成战场上勇猛的士兵杀戮丧尸 没穿军装 又戴了一副眼镜压制住锐利的军官气质 沈林就像常人一样走在大街上 身边陪着她的是柳心悦 前天基洛夫空庭抵达梁市 但沈林是在一周之前回来的 她早就忍不了基洛夫空庭感人的速度 提前使用超时空传送勋章回家了 一年到头也捞不着几天休息时间 如今内外安定四海生平 沈林索性脱掉军装 当一个普通人 除了每天六点起床 然后到军营和战士们一起用餐 这个习惯是改不了的 其他的沈林全都放下 等年后再说 心里不再时时刻刻 想着战争和扩张 沈林的情绪都平和了很多 不会动不动大声吼叫 对陌生人充满了敌意和攻击性 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沈林问柳心悦 感觉他今天怪怪的 好不容易沈林放松休息了几天 工作狂柳心悦可没有闲着 不把手上的工作解决 他是不会休息的 此刻他能陪沈林溜弯 就说明他的任务结束了 算了吧 年后再告诉你 我不想坏了你的好心情 柳心悦道 查出什么了 沈林的眼神一下子变得锐利 这是你自己要问的哦 我查到了入园进手的货物销售去向 他把所有物资卖给了熊英联邦 克明顿府总督 来因温彻斯特 他还和总督的女儿曼妮 温彻斯特搞到了一起去 温彻斯特是熊英联邦著名军火商标品牌 克明顿府总督的姓氏就叫温彻斯特 显然和军火大厂温彻斯特脱不开干系 沈林笑道 怪不得圆进那家伙突然有胆子试探我 原来是傍上了温彻斯特集团 他不会安生太久的 就算我不去找他麻烦 他早晚会对我产生吞并的心思 听说你被人求婚了 柳心悦突然问道 你消息倒是灵通啊 当然了 我是你的情报部长吗 被女人求婚感觉怎么样 柳心悦似笑非笑 我声明那不是求婚 准确地说应该叫戒种 星灵看上了我的基因 全联邦所有的精英进化者 全都到了首都 星灵谁都没选他选了我 说起来沈林还有些得意呢 被联邦东南的S级进化者 重组女皇星灵看上 重金球子 一般男人估计都飘到天上去了 小心人家有陷阱啊 柳心悦戳了一下沈林的头 我心里有数 沈林应付了一句 见沈林敷衍柳心悦 便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她掌管情报部门 她知道沈林并不是 毫无节制的色中恶鬼 她的女人就那么几个 也从不在外面寻花问柳 许久未能相遇 当晚沈林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柳心悦家 金风玉露一厢逢遍 盛却人间无数 小年 沈林喊来几位老同学和朋友 登山顶吃火锅 玩得高兴操纵天气控制仪 将冬天变成夏 当然仅见一座山头 没有改变全城气候 夜里 沈林又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宾室的出租屋里 沈林见到了七剑民 和她女儿七雪来 两人在屋里都穿得很厚重 因为屋里并没有供暖 靠烧柴取暖 将军怎么有空过来 七剑民连忙站起来 问候道 至于过得这么惨吗 你是进化者 干什么不能混个好生活 何必苦了孩子 沈林面色严肃 又说道 你不是故意演给我看的吧 当然不是 将军多心了 我们不穷 吃穿不愁 一开始 我在军事基地里 申请了一套房屋 可是雪来她受不了 接放邻居对她的非议 都说她是罪人之女 每次我一走 她就和邻居吵架 还差点把邻居家的孩子 给枪毙了 我看这样不行 就搬出来住 条件虽然苦了点 但没有那些风言风语 七剑民解释道 沈林听着笑出了声 小丫头还挺有个性的 想了想 说道 搬出军事吧 我知道你 一直住在这里 对军事有感情 但也要为孩子考虑考虑 军事毕竟靠着外面 一旦起战事 很容易成为战场 搬去粮食吧 那里足够安全 也没人知道你的过去 自然不会对你们有非议 谢谢将军 我会好好考虑的 七剑民说道 有什么困难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我号码 你的那些老部下 要是看你过得这么惨 估计要起钉造我的反了 沈林只是开玩笑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七剑民可怕沈林多想 连忙解释道 不会的不会的 我和他们早就没联系了 要不是为了躲着他们 我也不至于搬到 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就是不想被找到 本来还想多做一会 可看七剑民拘谨中 带着惶恐的样子 就没兴趣了 最后告诉他一个消息 沈林告辞离开 听闻消息 七剑民沉默片刻 最后化作一声长叹 沈林说的 当然是贺奇的死讯 一切都过去 终于结束了 被当成替罪羊 赶出京城 七剑民对贺奇 所有的感激 都转化为仇恨 直到听闻贺奇的死讯 他不恨了 新年终于来到 沈林稳定的生物中被打破 凌晨四点天都没亮 就有人放鞭炮 沈林被生生吵醒 大清早扰人情景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沈林大喊道 立刻去抓捕 所有人放鞭炮的混蛋 张龙当即吩咐道 回来回来 我随便说说的 沈林按压眉心 当普通人当习惯了 忘了他还是一言 可以指定法律条令的将军 他们也不可能天天大清早放鞭炮 算了吧 进化者精力旺盛 少睡一会 也没什么影响 沈林立刻起身 前往军营巡视 年前可以轻松几天 过年当天 沈林大概是最忙碌的人 一天时间 沈林要前往十三座城市 慰问当地百姓 第一站就是永春市 六点钟 大雾弥漫 沈林抵达永春市 知道今早沈林会来 军事基地内的居民早就醒来 敲锣打鼓 五龙五十欢迎沈林来到永春市 在永春市待了一会 向养老院 孤儿院的孤寡老弱送去关怀 沈林乘坐阿波罗战机 马不停蹄赶往华联市 每到一个城市都走一样的流程 沈林却不觉得乏味 因为她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真实的生活 在沈林治下有手有脚就饿不死 但总有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从事生产 只能等着政府救济的人 沈林的人此体现在救济院上 哪怕一无所有 只要是西北公民 就可以去救济院 领取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要是换了其他地方 毫无价值的人要么被驱逐 饿死荒野 要么被直接杀死 免得浪费粮食 最后两站是玉金乡市 和多兰国首都基维克 沈林在玉金乡市受到热烈欢迎 群众纷纷涌上街头 希望看到沈林的样子 站在观光车内 驶过街道的沈林向周围挥手 他看见一张张栋的发红的脸颊 和他们脸上兴奋激动的表情 别的地方不好说 沈林在玉金乡市是最受欢迎的 这里的居民把他当成救世主 拯救城市的大英雄 是所有人仰慕的对象 在基维克就不如玉金乡市 那么受追捧了 但基维克的百姓 对沈林也不排斥 站在高台上讲几句话 把新年的喜悦传递给大家 结束之后 沈林忙碌了一天乘坐飞机回家 多兰人是不过年的 但多兰国现在的实际首领是沈林 为了让沈林高兴 多兰国各地方政府也在上头的示意下 号召居民试着过年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四点 柳依依 奈塔莎 张颖三女 正陪沈母搓麻将 沈田在给巨八雄洗澡 晚会上 沈田要带着巨八雄表演训寿节目 他希望浑身都是泥浆的巨八雄 可以干干净净地上舞台表演 巨八雄四肢张开 摊在泥水坑一动不动 甚至将舌头吐出来装死 沈林脱掉军装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和看电视的沈建军闲聊 我想起爷爷奶奶还在的时候 老一辈人将传统 认为过年那天要比谁家起得早 最先贴好春联 放鞭炮吃饭 最勤快的那家 新的一年一定会红红火火 每年老妈都不情不愿 早起给全家人准备吃的 你哆哆嗦嗦 出去贴春联放鞭炮 一转延老传统已经没人坚守了 那时候不是全家都在农村吗 近几年城市都不让人放烟花爆竹 年味是越来越淡冷 不过这两年还行 经济倒退 人们反而有捡起传统了 沈父感慨道 听说晚会请来很多明星 是吗 我不知道 都是一一安排的 家里的事我好久不管了 沈林看了一眼 还在认真打牌的柳一一 说道 说真的 什么时候娶一一过门啊 你妈急着抱孙子 沈建军已经尽量压低声音了 桌上四女耳朵都齐齐竖起来 想听沈林怎么说 沈田听到 只言片语急匆匆跑回屋里 哥 你要结婚了 回去洗你的熊去 结什么婚 听老爹瞎说 沈林敏感的视线 觉察到柳一一脸上闪过一丝黯然 还故作无视发生的微笑 心想着今晚要和柳一一好好交代一下了 到了晚上六点 家里开始准备晚饭包饺子了 沈林要先去军营和所有红井军人过年 所有高阶军官齐聚一趟 还有上万战士都拥挤在梁市中央基地的军营里 唱军歌饮烈酒 黄云龙上主席台跳了支霹雳舞 晚会在八点开始 家喻户晓的晚会演员许多都被请到了西北 除了西北地区能接收到信号的其他地区居民 也纷纷把频道停在西北各省电视台 因为这里的节目最精彩 某种程度讲这也算一种文化入侵 歌舞歌曲 相声小品 魔术杂技 沈田真的带剧八雄前往电视台表演杂技 15吨重的剧八雄在舞台上蹦跳着顶球 竟然没把舞台踩翻 看来舞台是实心的 如果把杂技当喜剧看 它是很精彩的 是个人都能看出明显是高阶进化兽的巨八雄 在小姑娘的指挥下露出非常拟人化的 无奈表情顶球钻火圈 逗得电视机前观众哈哈大笑 同时心里也产生疑问 指挥巨八雄的漂亮小姑娘是谁呀 有人提出疑问 自然有去过西北 对西北情况了解 颇多的博削多文的人解释 她是西北王沈林的妹妹 那头巨八雄是沈林送给沈田的保镖 走到哪都跟着 第293章 提金 晚会的重头戏是空军飞行表演 40架战机喷出彩色荧光粉 在天空中绘制出新年快乐四个字 西北空军的强大让世人惊叹 这不只是一次表演 更是一次炫耀武力 节目过场电视台 也穿插播放沈林对西北人民的祝福视频 今天沈林就不上台发表讲话了 团团圆圆过个年 跨年夜 沈林陪家人一起度过 当喧嚣散去 大家各回各家 只剩柳依依在收拾桌子的时候 沈林走到她身后抱住她 贴着她耳边说道 想结婚了 哪有 还不承认 下午老爹问结婚的事 被我含混过去 我都看到你脸色变了 沈林亲了一下柳依依的侧脸又说道 我不想拿假话骗你 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不想结婚 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我向你保证 如果我哪一天想结婚了 新娘一定是你 此时柳依依脸上才露出笑容 谁稀罕 那我就找张颖去了 你都没看到饭桌上她看我的眼神 好像要把我一口吞掉 沈林故意逗柳依依道 柳依依却说道 她这两年过得也挺苦的 一门心思追求 你你却对她不假辞色 那是以前 我对她看法早就变了 柳依依不再继续说下去了 今晚只有她和沈林 她不想过多谈论别的女人 欢愈过后 沈林看着躺在身边 幸福安睡过去的柳依依 默默点了一支烟 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 还是进化者和普通人 产生了生殖隔离 我可从来没做过保护措施啊 总不至于一点动静都没有吧 沈林是不想结婚 但她也不排斥有后代 以前还没怎么注意 自从遇到了重组女黄心灵之后 沈林开始认真考虑 要一个孩子的事情 她半个月以来 和发生过亲密关系的女人 都尝试过 但依然一无所获 关于隐私沈林 不想去问医生 于是她找了一个 最了解她身体的明白人 阿雅 快出来 精神世界中 沈林开启系统见面呼叫阿雅 伟大的指挥官大人 请不要在夜晚喊人家 小孩子晚上不睡觉 影响发育 会长不高的 虚拟的阿雅形象 穿着睡衣 揉着心松睡眼回答道 先别卖萌 有要紧事问你 指挥官大人请提问 阿雅又恢复了往日经营样子 我的身体 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 指挥官大人的体质 恒定在最健康的状态 阿雅答道 我是指那方面 哪方面 嗨 跟你明说了吧 我能不能有孩子 沈林犹豫的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反正这是属于她的私密事件 发生任何事都只有她自己知道 沈林索性直说了 当然可以 阿雅给出肯定的回答 沈林身体没问题 又补充道 但是随着进化者等级提升 自身向高等生物蜕变 诞生后代的几率就会变低 所以迟迟没有孩子 是因为我进化等级太高了 沈林眨了两下眼睛 是这样的 而且两个高阶进化者结合 诞生后代的可能性会更低 但一旦母体受孕 有较大概率 生出拥有极高潜力的先天进化者 我明白了 精神世界内 沈林脸上的笑容 渐渐淫荡起来 高阶进化者之间 产生后代的可能性更低 那么心灵需要我的血脉 短时间肯定不行 势必要长期陪伴在我身边 也许我有机会 将兴灵和她的重组军队 全部那位红警军团序列 沈林的思维已经向统治者 掌权者转变了 只要能变强 出卖自己身体又何妨 脱离精神世界躺在床上 沈林难得做了回春梦 梦中的女主角 正是名谋好耻的 重组女黄兴灵 新的一年终于来到 年位还没淡去 沈林已经去常服换军装 投入到新一年的奋斗之中 去年这时候 沈林连云英行省 还没有彻底征服 过了一年 她已经打下西北三省 更将多兰国 变成自己的蜀国 虽然多兰国 现在只有全盛时期的五分之一 大片土地成为无主之地 也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新年的目标 沈林已经想好了 西北王称号还是太小 要当就当北境之王 沈林的主要目标有三 河坚省 掌控海洋的原进 以及东北地区的优能领主叶帆 三个目标中 两个都是S级进化者 沈林好像是跟S级进化者干上了 弃兵两年 两个S级进化者死在沈林手上 一个王孝天 一个王寿 在系统上 新年沈林打算把军衔提升到司令 把红颈系统中所有条目全部解锁 彻底掌控红颈系统 立兵末马 年节刚过沈林的军队已经在宾市集结了 沈林打算从宾市出兵 穿过灵溪省直扑合尖省 灵溪省同样也被红颈军团所征服 但不同于发展重心的西北三省 现在灵溪省那一片萧条 红颈军团到来只改变了少部分人的命运 大部分人还过着以前一样的生活 灵溪省和九原省的边境 还有舌头负责将灵溪省人口偷运到九原省 享受西北三省的特殊待遇 沈林清除此事 甚至舌头的诞生也有西北在推波助澜 将灵溪省挖空 把人口全部转移到更安稳的西北去 然后灵溪省就可以作为 沈林应对外来势力袭击的缓冲区 燃钢联盟总部位于河坚省荣铁城 荣铁城位于荒野 建城的人就是燃钢联盟的另一位首领 绰号炼狱行者的文小 他掌控着地狱魔火将收集来的数百万吨钢铁 熔炼成漆黑色 外表凹凸不平当防御力齐佳的巨大城邦 荣铁城里生活着30万人 大部分人都作为生产工具 为食物链顶端的进化者们 源源不断提供资源和享受 燃钢联盟的宗旨就是进化者是更高级的人类 普通人理应为进化者服务 以此吸引大量进化者加入燃钢联盟 据柳新月收集到的信息显示 燃钢联盟现在有进化者数量过千 比沈林红颈军团中的进化者还多 普通进化者不值一提 高阶进化者超过两位数 不算机枪碉堡 哨戒炮等防御措施 地狱魔火熔炼钢铁形成的高耸城墙 甚至比沈林的军事基地还要牢固 强行冲击乃不至之举 几名侦察兵悄悄潜入了燃钢联盟 身上携带了沈林的密信 去招降燃钢联盟的两名首领之一 脚铁者石齐骏 上次在首都 石齐骏惨败沈林之手 灰溜溜回到熔铁城沿念尽尸 如今才过去不到一个月 不知道石齐骏看到信上的内容会怎么想 沈林站在山坡上望着远处熔铁城笑了笑 时空能量一闪而逝 沈林回到了军营 屁股还没坐上椅子 军杖内时空能量暴涨 白晨光一脸凝重 急匆匆赶来 说道 将军 由掌握空间隧道能力的进化者 超远距离锁定了我们军营 时空隧道正在搭建 一个小时内就会有未知目标 通过时空隧道而来 是否斩断该时空隧道 听到白晨光的汇报 沈林先是一惊 随后他马上意识到 搭建时空隧道的可能不是别人 正是重组女皇星灵 上次在基洛夫空艇上会面的时候 星灵就露了一手 掌控空间能力的进化者 本就十分稀有 又能精确定位到沈林坐标的 就更稀有了 肯定是星灵没跑了 沈林搓了搓手 兴奋起来 如果真是星灵 那不意味着他即将收获大量黄金 并额外奉送曼妙可人重组女皇一支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啊 沈林站在空间隧道的另一端等待着 同时也在庆幸好在 他也有掌控空间能力的白晨光 要不然面对一个随时可以打通 空间隧道传输军队的重组女皇沈林 也没多少底气 时间很快到了一个小时 沈林站立的空地上 时空能量反应越来越强烈 连沈林都能感受得到 看来空间隧道就要搭建完成了 突然 沈林看到了空间隧道另一端的景象 苍茫大地上覆盖着黑色军坛 旷野之中 矗立着宛如活物会呼吸的虫族血肉建筑 一个个巨大深坑暴露在大地上 新秦的虫族攻风 掘开土地深挖地下藏匿的珍贵矿石 不见边际的跳虫在军坛上快速奔走 忠诚的卫兵在巡视着女皇的领地 天空中飞龙盘旋 喷吐强酸的刺蛇 凶残眼眸 跨过时空的层层阻碍望向了沈林 大胆 白尘光手刀挥出 他不允许任何人对沈林不敬 虫族也不行 沈林深吸了几口气 他现在知道为什么心灵随便就能掏出两吨金矿作为定金 虫族挖掘矿产的效率比沈林的采矿车高多了 半个月时间就积攒了沈林要求的二十吨金矿石来提亲了 这位虫族女皇可没有外表上那么单纯无害 她是沈林所见过势力最庞大的进化者 那无边无际的虫海比诗巢还恐怖几分 没给沈林太多思考的时间 重组女皇心灵跨越空间隧道 来到沈林面前 女皇人狠话不多 划开空间 二十万吨金原矿从稳定的储存空间内倾泻而出 二十万吨金原矿啊 兑换成系统认可 纯粹黄金也有一千五百万之多 沈林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将军 现在可以同意我的请求吗 心灵笑容迷人 尤其他身后是十米多高的金矿山 我沈林一诺千金 女皇请随我来 在没看到黄金之前 沈林其实有点想反悔了 因为她发现 心灵不是自己能拿捏得住的女人 看到黄金之后 那就不用说了 沈林是典型得看见钱 就走不动到 一千五百万斤啊 沈林能建造多少好东西 没有这一笔天将横财沈林 起码要半年才能收集一千五百万斤 心灵拿出了她的诚意 沈林自然愿意遵守两人之间的约定 黄金交给白晨光带人收拾 沈林是不会当着外人的面 表现出红景系统的特殊之处的 等待送走重组女皇 再把钱收入系统 反正钱就放在哪里 又不会丢 第二百九十四章 开战在即 和心灵来到卧室 沈林还是带着一点点傲娇的 背对着心灵解开上衣扣子 说道 你来一趟也不容易 不浪费你的时间 我们开始吧 不是我们 是你 心灵的表情有些古怪 啊 沈林瞪大眼睛转过头 就像是三流眼计的流量小花 努力瞪眼 以表示她内心的震惊 心灵拿出一个透明的试管屏 交给沈林 说道 好好努力哦 我时间确实挺紧的 待若目击 沈林完全没算到 心灵想要沈林的 第一类是通过这种方法 接过试管的沈林表情 要多便秘 有多便秘 说道 我还以为是我们一起造人 呵呵 你以为 我为什么要付你那么多钱 金矿对虫族来说 也是重要生产资源 行 看在钱的面子上 沈林咬了咬牙 自己走进了卫生间 他骂的 被心灵给耍了 沈林气得火冒三丈 如果他是控火的 超能力者 真的会有火苗从头顶窜出来 他把一切都想好了 结果 心灵给他来了这一手 不过怪不到心灵头上 从头到尾都是沈林在一吟 他高估了自己的魅力 把一切想得太复杂了 十分钟之后 沈林离开卫生间 把玻璃试管丢给心灵 心灵谈了一下装满的试管 脸上露出笑容 谢了 等孩子出生 我会给你发照片的 毕竟你是孩子的父亲 你先等等 说完心灵就要做 却被沈林叫住 还有什么事吗 我打听过了 高阶进化者 想要拥有后代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高阶进化者 和高阶进化者之间 想要诞生一个后代 更是难上加难 你真以为一次就能成功吗 眨了眨眼 心灵完全不知道 要是失败了 那该怎么办 你问我我问谁去 交易已经完成 后续的事就不归我管了 你要是还想再来一次 二十吨黄金少一刻都不行 因为你今天的行为 对我心灵上造成巨大的伤害 沈林不觉得 她是万人迷 是女人就都该喜欢她 却也从来没想过 她会被女人拒绝 还好这事没别人知道 不然沈林脸都丢尽了 不要这么小气嘛 你那么喜欢 我我陪你一次 还不行 女皇笑咪咪地走到沈林面前 曲起雪白修长的大腿 在沈林腿上蹭着 用不着 我呢 见钱眼开 找我办事拿钱就行 没钱免谈 哼 说不定一次就能成功呢 我根本不需要你 虫族女皇 也是天上地下 为我独尊的主 何曾受过别人的气 她宁愿拿二十吨黄金 也不想委屈了自己 那我只能祝你成功了 慢走不送 心灵紧钻着还残留温度的试管 从原路离开 沈林又在屋里待了一会 前往指挥部 路上正遇到练刀的黄云龙 黄云龙一见 沈林就见嘻嘻笑道 恭喜将军成就好事啊 滚 沈林面无表情走过去 只留下一个字 黄云龙挠了挠头 出啥情况了 将军怎么跟吃枪药士的脾气那么冲 难道是夫妻生活不和谐 还在瞎琢磨的黄云龙听到指挥室里 沈林大喊了一声开会 急急忙忙进去 此刻 荣铁城内 石器俊刚在朋友家吃过酒席 醉熏熏的摇摇晃晃往家走 迎面突然闪出来一个壮汉 一米八五体态健硕 石器俊打了个酒格 勾起嘴角道 兄弟 找错对象了 以为我喝醉了你打得赢我呀 我让你一拳都可以 来呀 打我呀 壮汉上前夺过他手里 的酒瓶 当头砸下去 石器俊浑身都是太和金刚 寻常导弹都炸不上他 何况酒瓶 倒是顺着脑袋往下躺的冰凉酒水 让石器俊的意识清醒了不少 他意识到面前这人是个外来的进化者 眼神顿时变得危险 你是谁 未经允许 但敢闯入熔铁城内区 不想活了吧 我叫江超群 西北军第一师团 直属侦察兵 奉将军之命 给你送信 石器俊把脸上的酒水抹干净 头脑更清醒了 他平时粗豪 狂放胆大包天 那是因为根本没人杀得了他 他就是不死之身 所以随便了 但对能杀死他的目标 石器俊会非常谨慎地对待 除了这封信 将军还有没有什么交代 石器俊对沈林没有敌意 只有恐惧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在沈林眼里什么都不算 要不然当时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走他 没有了 将军要说的话都在信里 拿回去看看吧 想好了再来找我 说吧 江超群迅速潜入阴影之中消失了 石器俊眼神闪烁 快步回家打开书信一看 第一句话就让他激动的双手都在颤抖 我有让你晋升五阶的顶级钢材 只要你率领燃钢联盟归降于我 高官后路字不在话下 我还会帮你晋升五阶 石器俊继续往下看 脸色渐渐变了 他沉默片刻 直接跑到炼狱行者 文小苦修的修道院 白石砌城的欧式风格尖塔庭院内 文小赤裸上身跪在地上 身上燃烧着淡淡的青色火焰 文小的上半身 每一寸皮肤都呈现出灼烧的痕迹 他掌握着难以控制的炼狱之火 沙底一流 但无时无刻也在对文小 造成难以想象的折磨 文小不愿意见人 是他的全身都被烧得 像牛油果外皮的样子太丑陋 也因为他浑身燃烧着火焰 根本没办法接触别人 谁 听到脚步声的文小猛地回头 通红密布血丝的眼睛里 释放出湿山血海般的无边杀气 浑身轻咽赤胜 煞时喷发出树杖膏 是我呀 石齐骏示意文小不要紧张 石齐骏很清楚文小遭受着折磨 他不能吃东西 食物处碰到浑身燃烧的炼狱之火 立刻烧成渣 喉咙干渴得要命 也没办法得到一滴水滋润喉咙 只要他接近水 炼狱之火就会将水蒸干 有一次他渴得不行了 跳进湖里 想要喝一口水 满湖水全都蒸发干净 他也没喝到第一 他还能活着全仰仗炼狱之火 在为他的身体提供能量 文小只有三阶 却能轻易杀死四阶 拥有无敌防御的石齐骏 石齐骏对文小是既为右近 文小能杀他 所以石齐骏怕他理所应当 静则是静文小的自制力 吃不到一厘米 喝不了一滴水 永远也不能触碰自己的人爱人 如果换作他忍受文小的痛苦 估计他早就自杀了 因为无时无刻忍受折磨 文小就像是一座火山 随时情绪都有可能爆发 一旦文小爆发 就没人能制止得了他 所以文小给自己建了一座修道院 不遇到大事 根本不离开修道院一步 以苦修压制暴躁的杀意 说吧 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你解决不了 文小知道石齐骏没事 也不会来找他 因为石齐骏害怕他暴走 你稳定一下情绪 我跟你说个事 我情绪够稳定了 不然早烧死你个王八蛋 文小每一句话都在对人 石齐骏被他对的也是没脾气 走到文小面前十米处 把沈林的密信展开给文小看 我还会帮你晋升五阶 给你三天考虑时间 三天没收到答复 大军功成后果自负 看完了密信上简短的内容 文小闭上眼睛 大佬 给点意见了 你别不说话 文小沉默地让石齐骏有些害怕 你想投奔沈林 对吧 文小睁开眼睛 他的眼睛能传达千万种纷乱的情绪 无法从眼神中看出文小的真实想法 那肯定啊 五阶呀大佬 五阶 进化者的顶点 如果沈林单独要我一人 我直接撂挑子跑了 但他想要我带燃钢联盟投降 我觉得得找你商量商量 因为燃钢联盟不光是我的 他也是你的 石齐骏偷偷观察文小表情 见他没有动怒 继续说道 依我之见 咱投降算了 我知道沈林 麾下十万大军 掌握各种领先时代的科技 说实在的 咱都不过他 我在他的基洛夫空挺面前 根本没威胁 光靠你 也不太行 身上不断冒出的高涨炼狱之火 表明文小的情绪波动越发剧烈 大佬别生气 我就是随便一说 你要是想和沈林开战 我也不反对 都听你的 石齐骏连忙表态 战 当然要战 很久没有遇到挑衅我们的对手了 正好把那些废物进化者 全部清理掉 文小释放出冲天杀气 给了石齐骏三天时间 结果第二天一早 石齐骏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他在昨晚相遇的地方战了一会 将超群从阴影中走出来 说道石统领怎么选 开战 石齐骏当着江超群的面 把那封招揽书信撕碎 又说道 你告诉将军 戎铁城不会不战而降 他要是有本事就来征服我们 好 你的话我会带到 江超群点点头 消失在阴影中 石齐骏没有伤害江超群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而且石齐骏也不想把事做绝 他估摸着戎铁城八成要输 自己到时候还是要投降沈林 以后说不定是自己人 有意思 他想要战就给他们战争 黄云龙 你率领空军先去城中喊话 把居民都疏散了 然后发起攻击 沈林对人口非常看重 成为司令有四大前置要求 首先 三十万红警单位必须满足 然后是土地和人口需求 土地需要三百万平方公里 在沈林将多兰国纳为蜀国的时候 第二条要求就完成了 然后是一亿人口 多兰国总人口不超过五百万 地广人稀的经典代表 而西北三省加起来 人数超过两千万 想要人口上亿 不仅要开放政策鼓励生孩子 还得积极劫略各地人口 才能满足条件 最后一条沈林 曾经以为难得没编 现在感觉也就那么回事 需要杀死五阶进化者 或者五阶葬尸 要猎杀一名屹立于进化顶点的生物 获取其生命能量 三十万红警单位 如果沈林想 手握一千五百万斤的沈林 现在就能扩军到三十万 但他不会这么做 好不容易有了一大笔钱 沈林当然要建造超级武器了 第二百九十五章 复制中心 别的先不谈 沈林在大漠深处额外 新建一座核弹发射井 核弹发射井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 但每周只能发射一枚核弹 游戏中为了平衡 对超级武器进行限制 所有超级武器只能建造一个 现实中可没这说法 两座核弹发射井 沈林每周可以发射两枚核弹 大多数情况下 两座核弹发射井肯定是够用的 然后则是沈林最重视的复制中心 复制中心越早建造收益越高 建成复制中心后 沈林以后建造战士花一百斤 可以得到两名动员兵 等于所有兵种建造价格减半 沈林之前就想过囤一笔钱 先把复制中心建起来 可六百万斤的价格实在太贵 太拖节奏 现在不用纠结了 大笔资金入账 沈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每解锁全新的超级武器 都需要升级一次作战实验室 每次升级价格翻倍 作战实验室的初始价格只有两万 升级过两次 这是第三次升级 需要花费十六万斤 手握巨款沈林的根本不考虑 直接选择升级 然后额外加建发电站和盒子反应炉 复制中心在粮食的军营内拔地而起 新建的战士都会从兵营中走出来 复制中心建造在兵营内 不会引起怀疑 杀伤性超级武器 可以额外建造多个 但生产类的比如天气控制仪 间谍卫星包括新建的复制中心都不能额外建造 要不然沈林二话不说 先建三个复制中心 以后花一百斤就能建造出四个红井战士 那沈林就啥也不用干了 躲在家里慢慢攒个半年前 然后全部建造动员兵 靠海量军队就可以推平联邦了 复制中心还有一个隐藏好处是 可以储存DNA 如果沈林不幸阵亡 还可以通过复制中心留存的DNA重生 沈林毫不犹豫 先陆入自己的DNA 沈林是红井军团的唯一主宰 如果沈林遇到意外死亡 军团当场就会瓦解 现在有复制中心兜底 沈林是真的随便浪都死不掉了 沈林DNA绑定复制中心 可以实时交互数据 哪怕沈林死了也会无缝重生 拥有死亡前的全部心思 但其他陆入DNA的人就不行了 在陆入DNA的那一刻 就等于存了个档 如果发生意外死亡重生的时候 不用拥有存档后的记忆 只会保留存档时的状态 复制中心新建成 初始形态下 只能陆入一人DNA 沈林选择了她自己 等以后开放更多的名额 沈林会考虑把她的家人 爱人的DNA陆入进去 以防万一 价格600万的复制中心都建了 只需要100万的那米虫巢 沈林也不会把她遗漏 虽然暂时还派不上用场 一旦她派上用场的到时候 可能会为沈林保护下 价值几百万的财富 至此 列表中所有超级武器都已经建成 当前的世界力量体系 五为极数 沈林猜测一定会有第五阶超级武器 需要军衔进阶司令 才能解锁 所有超级武器建成 沈林还剩下700万斤 依然是巨额财富 钱花掉才是钱 不花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沈林决定将金钱转化为战斗力 先建造三支航母舰群 沈林手指在系统操控面板上 快速点着 沈林对海洋已经有了企图和野望 她需要一直无敌于天下的海军舰队 彻底占领海洋霸权 一艘航母价值10万斤 再加上驱逐舰 巡洋舰 护卫舰 以及填充航母上的战斗机 一支航母舰群就要消耗掉百万斤 要不是沈林获得一笔意外之财 还真搞不起 海豹突击队 海啸坦克 两栖运输艇 海豚 巨型乌贼等等单位 沈林都疯狂建造 除了海豹突击队能享受到复制中心的双倍建造效果 其他单位都不行 如此一来 就显得价格不菲的海豹突击队性价比极高 沈林建造400名海豹突击队 只花了20万斤 超值 海豹突击队不止在海里厉害 放到陆地上同样有超过最顶级特种兵的身手 是海军的王牌 就相当于陆军中的冰冻军团 海军大阔军 陆军和空军沈林也得照顾着 坦克和战机几乎没怎么建造 沈林为了将复制中心的效果最大化 建造了2万动员兵 工程师 防爆步兵 火箭飞行兵 喷火兵 磁爆步兵以及狙击手 冰冻军团等兵种都是以纤维单位建造 让本来罕见的稀有兵种变得常见 每只小队都有配备 风吹鸡蛋壳 才去人安乐 把钱花完的沈林进入了闲者时间 大量的新兵从兵营中出现 然后立刻乘坐装甲车前往多兰国 零星状态下的战士沈林 不会直接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上来 都需要杀戮丧尸提升星级 成为三星老兵就正式并入主力军团 一番大扩军之后 沈林现在拥有的作战单位数量超过了20万 距离进阶司令所需的30万差得也不远了 沈林这边大举进军的动作逃不过援近的眼睛 双方多次交易 地盘上都有彼此的眼线 沈林也没想过瞒着谁 而且动作太大也瞒不住 袁进已经得知沈林朝着河坚省用兵 企图吞并河坚省 联邦地图上涂抹着各种色彩 每个色块代表着一位强者所占领的土地 其中西北方沈林占据的地盘用紫色涂抹 在联邦地图上不算最大的 叶凡 星陵 还有数位熊聚一方的霸主地盘都比沈林大 但如果算上别国的地盘 没人比沈林更大 整个多兰国都被沈林所吞并 别人不知道 原尽可知道 和腾龙联邦对峙百年的墙林已经被占领 沈林的扩张欲望无比强烈 时刻不停扩充领地 和小富吉安始终在东北默默发育的叶凡 形成鲜明对比 河坚省一盘散沙 看似强者林立 实际上没有一个势力能抵抗沈林的大军压境 两个月内 河坚省必亡 河坚省如果灭亡 沈林又会朝哪个方向进军呢 沈林一直是原尽的假想敌 只因为沈林有一只原尽也要掩馋的海军 如果原尽得到了这支海军 加上他的海族 当真可以称得上海王 纵横大洋所向无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不给他面子 不然就等着海岸线遭遇无穷无尽的打击 要么继续向内陆扩张 那势必触动联邦政府的敏感神经 而且稳坐飓风省的傅销 也不会允许卧榻之策 有人酣睡 错综复杂的内陆局势 不容外人插手沈林 必然会遭遇多方势力的联合抵抗 要么向东 可东边是草原 贫瘠穷困没有太大价值 沈林不会那么选 最有可能的选择就是一路向北 冷港在北边 叶凡也在北边 他选择北方可以拿下联邦三大港口之一的冷港 更可降领地连成一片 成为雄聚北方的真龙 潜伏爪牙积蓄力量 等到风云际会时机成熟大举难下 联邦可定 原进不是蠢才 他已经看到了沈林攻陷合间省之后 将会建制何方 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不能再犹豫了 他应该立刻行动 灯塔 请曼妮过来 我找他有钥匙相商 遵命 我的主人 熔铁城外 大军已经集结完毕 没有展开攻势 广阔的原野上坦克排列成一线 何止千辆 人过一万无边无岸 沈林这次带来八万主力军 军阵铺开接天连地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 穿着绿色军装的雄壮军人 熔铁城的高墙上 进化者们 看着军容严整的西北军 冷汗层层 尤其是里面有一部分 跟随石齐郡去过京城的 看着天上 两艘悬浮着的基洛夫空庭 腿肚子都在打转 首领石齐郡 也扛不住激光炮的威力 要是换做他们 激光炮扫到立刻就会 被灼烧成灰烬 军队没有发起攻击的原因 他们也知道 西北军不愿意伤害无辜居民 等待居民全都疏散了 才会发动进攻 仗还没打 石齐郡内心已经先降了 所以他不会紧锁城门 非要满城平民陪葬 下令打开城门 放百姓离开 还特意叮嘱他们往沈林那边跑 可以得到军队的庇护 往日作威作福的进化者 现在也不敢嚣张了 他们巴布的平民走得慢一点 拖得时间长一点 从清晨居民就开始疏散 一直到中午 熔铁城已经快成为一座死城 此时 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炼狱行者 文晓终于现身 没有平民撤走 他可以毫无保留 释放他的炼狱魔火了 他走在熔铁城的主干道上 身上升腾着巨大青色烈焰 足有势长高 所过之处 周围房屋立刻点燃 水泥路上也留下一个个青色的足印 将水泥烧穿 文晓赤脚裸身 只穿了一条 不会被炼狱之火烧化的 岩浆西翼皮 编织短裤 走出城门之外 以一己之身 面对数万大军 文晓的举动 迅速振奋起了熔铁城内 所有进化者的士气 他们振臂高呼 为文晓助威打气 差不多了 开始吧 站在基洛夫空艇边缘 俯看远处丑陋黑色钢铁 铸成的熔铁城 沈林默然说道 熔铁城的抵抗 在沈林看来 就是躺壁当车 就凭那一千多名进化者 想阻止他的红颈军团 简直是在想屁吃 30架速度极快的黑鹰战机 率先出击 机炮导弹直接锁定城墙 猛烈的炮火覆盖 形成火力封锁线 进化者在这样的炮火攻势下 瞬间出现了几十人的伤亡 闻小根本没管身后的熔铁城 他眼眸密布血丝 朝着沈林的军阵冲击过来 只有他一个人的亡命冲锋 看上去有些悲壮 将军 我来搞定他 黄云龙按着刀鞘的手在颤抖 不是害怕而是激动 终于有强者出现了 将军 还是让我来吧 也请你不要插手这场战斗 颜坤难得请战一次 挥下强者越来越多 颜坤独挑大梁的机会 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这次他遇见了另一位控火者 他感觉到这可能是自己的一次机会 不要逞强 沈林叮嘱了一句 放颜坤出战 第二百九十六章 控火者VS控火者 深如陨石 携带着赤红烈焰颜坤 从基洛夫空艇上跳下来 焦黑的大地呈现出蜘蛛网般的裂痕 两人在战场中央相遇 焚尽者喷火器射出热力集中的火焰长蛇 相隔两百米 喷在文小身上 轩鹤爆裂的赤色火蛇 遇到那青色的附体炼狱魔火 就像是由遇到了水 不可相容 铺成一张火网 却无法涌进半分 文小顶着熊熊火焰向前走 他那久经炼狱之火折磨的身体 早已可以无视普通的火焰 爆裂大火球 喷火器无效 颜坤顿时双臂高举 像是搓元气弹一样 深红色宛如岩浆色泽 主打火焰爆炸伤害的爆裂大火球砸出去 这一枚火球的威力不比导弹差分好 爆裂火球在文小身上炸开 粘稠犹如液态火的火球碎片 炸向四面八方 将一片荒地顷刻变成了燃烧地狱 最忠心承受爆炸伤害的文小这次没能豁免 他的胸膛被炸裂 巨大的窗口流淌出黑色的血 看上去比丧尸身上的血液还要污浊 终于有能伤到我的人了 杀死我吧 文小无视他身上的伤口 张开双臂 像是要拥抱亲人朋友一样 朝着颜坤抱了过去 炼狱之火 那是连石齐骏都不愿意沾染的魔火 一旦被文小抱住 哪怕是控活者颜坤 也必然会死于青色炼狱之火中 颜坤只能躲 躲避的同时又搓了一枚爆裂大火球 但这一次却被文小一拳打散 控活者之间的战斗 彼得就是谁对火焰的掌控更精妙 再加上谁控制的火焰更强 前者当然是颜坤优秀 他能搓出凝聚的大火球 也能将火焰轻易捏成火龙 火鸟等形状 但论控火质量 颜坤就比不上文小了 炼狱之火是某种特殊火焰 拥有难以想象的高温和破坏性 却也正因为如此 文小对炼狱之火一直采取压制策略 而不是控制 因为炼狱之火无法控制 下面战场 燃钢联盟已经弥烂了 被黑鹰战机轰炸地头都带不起来 后续抵达的冷冻直升机 射出的寒冷射线 更是将数名反抗激烈的进化者 冻成冰雕 石齐骏无能为力 他就是个肉盾 打不死 但也造成不了太大杀伤 端起枪 打得直升机直冒火星子 也不管用 文小在和颜坤缠斗 身怀炼狱之火的文小一路追着颜坤烧 颜坤看似毫无还手之力 在高空观看战局的 沈林和尤里一致断定 最后的胜者是颜坤 黄云龙是捧个好手 一点都不端着 不懂就问 老颜被那小子逼得显向还生 刚才那金色的火浪 差一点就烧到老颜的胳膊了 尤里不爱出风头 把装逼的机会留给沈林 现在颜坤是落于下风 而且是绝对的下风不假 你仔细看 有没有发现 颜坤越来越游刃有余 你说刚才青色火焰差一点 就烧到了颜坤 我告诉你那不是差点 颜坤对青色炼狱之火 已经有了轻微的掌控能力 擦身而过的炼狱之火 是被他推开的 沈林眼光很毒 他看出了其中精妙 颜坤在借助文小 完成自己的蜕变 他想掌握青色的炼狱之火 绕过颜坤和文小的战场 军队朝着熔铁城压了上去 坦克火炮轰鸣 熔铁城的外城墙已摇摇欲坠 空中像是风群一样 嗡嗡飞舞的火箭飞行兵 一旦抓到落单的进化者 立刻扑上去为而杀之 鬼蜘蛛王英也被冲入 熔铁城的战士所包围 作为高阶进化者 鬼蜘蛛拥有万军之中 来去自如的能力 当然 是指普通军队 而不是这支军队 包围鬼蜘蛛的二十几人里 就有两名进化者 一个一阶一个二阶 等级不高 但火力极强 一阶的是一名磁暴步兵 二阶的是一名重装步兵 两人仗着装甲防御力极高 硬顶着王英锋利的八根蜘蛛腿 配合战士们 揍得鬼蜘蛛毫无还手之力 鬼蜘蛛要是拼命 倒也能从包围里杀出去 但没必要了 他提早接到石齐骏的消息 此战必败 做好投降准备 一旦情况不对 鬼蜘蛛立刻举起双手 喊道 别打了别打了 投降了 重装步兵深深 看了鬼蜘蛛一眼 投降了就老实一点 跟我们走 不要起歪心思 陆续有进化者不敌被抓捕 也有狂躁地杀死士兵后 试图逃亡 他们却不知道 空艇上还有一位 无聊地在磨刀的狠人 得知情况 黄云龙立刻空赶到 将杀害战士的进化者诛杀 同时快速解决城内的战斗 以速度称王的四阶进化者 黄云龙就是这片战场的主宰 根本没有人能阻挡他 遇到黄云龙的那一刻 石齐骏毫不犹豫投降了 黄云龙对他点了点头 提着燃血的刀 继续追杀其他人去了 中间战场 近万战士围城大圈 断绝了文晓逃跑的可能 文晓也根本不在意 此刻他只想战个痛快 或者毁灭敌人 或者自我毁灭 持续战斗中的 颜坤火焰温度越来越高 而文晓也是完全发狠了 炼狱之火由轻转栏 再转子 充斥着张狂邪恶的味道 再进一步 炼狱之火将到达 他的终极形态 成为没有任何杂色的漆黑 颜坤老谋深算 他对炼狱之火的掌控 已经达到50% 可以和文晓争夺 炼狱之火的控制权 但他始终没有表现出分毫 当他对炼狱之火的掌控 达到70%的时候 颜坤发难了 文晓拍出绚烂如花海般的 紫色炎流 直吸颜坤 却被颜坤反捏在掌心 汹涌的紫色炼狱魔火 压缩成一枚拳头大小的火球 朝文晓砸了过去 一如火山喷发 巨大的紫色烈焰冲天而起 文晓被爆炸的魔火 炸飞出去几百米 为了抵抗外来的火焰 他身上时刻燃烧不休的 炼狱之火烧尽 他伸出满是烧伤痕迹的手掌 抚摸着丛生的杂草 满是猙獰杀意的凶狠面孔 此刻露出了一丝安详 昏睡过去 将军 能不能不要杀他 他对我还有用 那就交给你处置吧 战斗结束 抵达地面的沈林对颜坤说道 谢将军 颜坤悲起昏迷不醒地 文晓回了军营 沈林则去见燃缸联盟另一位首领 石齐骏 被重兵包围的石齐骏见到沈林 苦笑道 将军 之前的约定还作数吗 当然 我可以帮你 收集一吨黄金 我自会给你晋升五阶的素材 沈林说道 我信将军 您打算怎么处理 我们这群败军之将 石齐骏又问 愿意参军的 可以加入后备军 不愿意参军的遣散 至于你 先跟我在身边吧 多谢将军开恩 石齐骏长出一口气 荣铁城也真是坚固 历经导弹火炮轰炸 城墙依旧坚固耸力 沈林不需要额外选址 就在荣铁城建立军事基地 将荣铁城作为入驻和尖省的第一个据点 出入和尖省的第一场战争轻松取胜 刚在和尖省立足 针对沈林的阴谋 已接踵而至 冷港 海景别墅 原近江曼妮请到这里来商量如何对付沈林 亲爱的 我答应岳父要用一支舰队向你求婚 现在机会来了 我们可以夺取沈林停住在内海的海军舰队 原近满腔热忱 十分激动的样子 你不是不同意对沈林的舰队动手吗 此一时比一时 刚收到最新献报 沈林的主力军队正在进攻河间省 如今西北空虚 天赐良机 你打算怎么办 后天就是按照惯例交款的时间 届时我会派遣海族高手混在交款的队伍之中 同时在西川市周边埋伏大量海族 趁机攻占西川市 夺了沈林的海军基地 届时所有舰队就进入我手 原近攥紧拳头 这还不够 继续说道 我希望岳父出兵三千 悄悄混入粮食之中 响应我在西川市的攻势 为什么还要父亲出手 曼妮不满原近请动他父亲 总督莱茵温彻斯特 莱茵总督子女众多 曼妮在其中并不受重视 舍出脸去请父亲出兵 要是成了还好 要是失败了以后有家难回 我的心甘宝贝 我也不愿意请岳父出手 毕竟是我自己的事 可我手下那些海族奇形怪状的 你也知道 混进粮食立刻就暴露了 我父亲的军队也都是西方人相貌 还不都一样 不一样 你还是不了解西北 多兰国现在成了沈灵的蜀国 粮食金发碧眼的多兰人众多 混进去三千根本不会引起怀疑 原近把曼妮抱在怀里 在他高高撅起的嘴唇上亲了一下 温言细语哄道 岳父出三千兵力 到时候会还他一个舰队 这件事做成了我就能风风光光 把你娶回冷港 难道你不想嫁给我 原近说动了曼妮 他重重点头道 好吧 我出去给附近打个电话 送走曼妮 略显阴冷的别墅内 原近望着地图脸上露出斜斜的笑 他可不满足于只劫掠沈灵的海军舰队 他还要在沈灵身上狠狠撕下一块肉了 就算没了海军 沈灵的陆军依旧能够轻松 把原近从腾龙联邦赶走 原近可不想当漂浮海上的孤魂野鬼 沈灵的海军他要 他还要趁机攻陷粮食 勒索沈灵 河间省各势力也都知道 燃刚联盟投降 荣铁城被沈灵夺取的消息 沈灵在各大势力首脑的档案库里 都是有备案的 尤其是首都一行之后 沈灵将他的武力展现在 全国大小首领的面前 尤其河间省距离西北不远 更要了解沈灵 如今沈灵强势入住河间 他肯定不只是打下荣铁城 就心满意足的 他想要吞并整个河间省 瓜分河间省的各大势力首领 谁也不愿意投降 他们平时内斗的厉害 一旦遇到了外敌 却也愿意团结一致 赤血军大统05莫轩 将937旅旅长 东方云和麒莲山山主 河间省最大的马匪头子汪全 拉到通讯群里 三人就沈灵入侵 河间省一事展开商议 我会发现了解沈灵